第589集 战果 最终结果 姨祖依旧败败于甲祖 元慎击杀了姚孝 重创机凡针 以一敌二 麒麟击石的墙里展露无遗 另一边 梁佐和贝志豪最终结果也是梁佐落败 主动放弃 对此 指挥官韩靖表示 还不错 两组实在不知道不错在哪里 三打二还是被全部反杀 简直是耻辱 至少干到了他们一个术士 韩少爷看面色不像是嘲讽 朝一组疲倦的三人拍了拍手 大家都做得很好了 元慎和豪葛原本就是麒麟一弓一手核心 我们组擅长的并不是阵地攻坚战 而是半路突袭和暗杀 从急战力和遭遇战效果来说 我们组更强 只是落阵地后 的确被克制 他看向有些沮丧的技凡针 别低落了 我看到技量版上 元慎也只剩下5%的生命值了 能够将它逼迫到这种程度 已经达到预期 况且现在你的方向不再是以前那种近身战肉搏 中距离才是你的长处 强行让你阻拦一个强力金刚 的确是自尊其短 可惜 最后一发王命还是偏移了 否则可能赢的就是我们 看向少女射手 韩清难免言语遗憾 在他构想之中 梁阻是遗祖的核心 他保证了遗祖能够拖住甲阻 甚至制造出些许优势 不过 要将优势转变为胜利 他一个人是不行的 既凡针被束缚手脚 无法发挥出自己的长处 他必须保护姚晓 不被被制豪一对一击杀 那么最关键的转折 就在姚晓身上 如果他能够抓住稍纵即逝的那个时机 就有真正赢得胜利的机会 这和梁阻的临着安排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 梁阻扩大的地理优势 在纪凡针和元慎僵持时 令姚晓不断射击元慎腿部 激活了原本的献虫 果然给元慎制造了额外麻烦 可惜 金刚毕竟皮糙肉厚 硬是在献虫的叨扰和吸附力下 近乎强行击杀了俩人 如果这个人换作是被制豪 没有暴露出鄙视奴剑的豪哥 就能够击杀 当然 从结果来看 大概也是不行的 一组配制 本来就是全力进攻才有机会 如若失败 满盘切输 身处烈士之中 就得搏一搏 否则就基本上没有转机了 两座脑子里突然一停 慢着 韩静是不是之前喊姚笑是喊的笑笑 过来个去 关系简直是进展神速啊 韩少爷倒是一脸自然 和姚笑低声说着什么 季小姐已经出去找弥夏一致去了 对了 给你说一件重要的事 虽然不想打扰她谈情说爱 两座还是得提起元气 毕竟贝智豪告诉她的消息过于惊悚了一些 除去梁左 贝智豪还知道有一个元气携带着 他的名字叫做李霞迁 李恨天之主 昆仑事件真正意义上的绝顶三人 玉京山掌门人 严先生 天外之主李霞迁 蓬莱直见人 桂林先生 事关重大 梁左也顾不得其他了 另一头 汤子谦则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半天没有回过神来 杨桂宁也没有表示 既没有说她不好 也没有说她好 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新人掉链子就是正常的 反而是旁边袁慎和贝智豪 对遗祖三人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让杨桂宁十分满意 麒麟的上限终究要靠那三个年轻人了 汤子谦一个人坐在那里 没人搭理 只有左小过来安慰了她一句 别在意 大家平时也不这么聊天的 汤子谦身体在发抖 被梁左抓住脖子 移到灌喉的恐惧如腹骨之躯 在她眼前一次次展露 强力迅速的五指扼住喉咙的窒息感 对方眼眸里那股冷酷与轻描淡血 刀尖刺破脖子上皮肤的刺痛与冰凉 穿入气管时呼吸的停滞与难受 拔出去时 带起那一丝丝带着凌冽的冷气 有如斩杀一只毫无还手之力的牲畜一般 梁左从藏身的水里出现 一手抓住 一手刀刺 曾经被自己骗得溜溜转的梁左 竟然下手如此狠了 汤子牵食跟手指互相揉搓着 想要停下肢体的颤抖 京剧在生理上的反应依旧未曾消失 这群人 其实说的都是这种生死之间的训练吧 据说在战队排位下所在的修罗空间之中 阵亡率正在不断提升 一部分死于其中的人 无法被传送出来 下意识地 汤子牵步又想到了退出两个字 他站起来后又坐下来 不行 不能这样 要坚持 什么一点点 如果我都啃不住 还是只有回到以前胆战心惊的日子 深吸了两口气 汤子牵稍微恢复了镇定 大不了意思 只是 不要像之前被人抓住 死得那么窝囊 这才是自己追求的东西 不要再变成别人的血细胞 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 他也瞬间明白了一些事 之所以麒麟那些人看起来都那么淡然 因为他们对于危险已经习惯了 如果你将死亡看作日常的一部分 也就不会觉得多么可怕了 关键是 自己展露自我的第一展 就这么狼独收场 令汤子牵十分懊恼 还没有展现出自己的重要性就惨遭两座袭杀 看来游击对于术士的杀伤果然如同传闻中强力 汤子牵立刻开始琢磨起来 将双腿上的阵法置换成哪一个 用以更好保命至少能够抵挡游击致命一击 给自己些许空间 只要能够有时间 术士就有逃生的办法 这时候 梁左突然发来音讯 没什么事吧 没事 汤子牵强硬回应 下次 一定要让你们看到 电磁脉冲的恐怖之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九十集 初赛开启 麒麟战队驻地一时大厅 以往杨桂宁是来负责宣布阵容调整和上下场情况 今天开始却正是有了不同 汤不热朝众人点点头 将手中金属箱在膝盖上打开 一道投影从金属箱内的荧幕射向空气中 上面是几道不断闪烁的电弧 下面的信息看不清楚 第一站阵容根据甲乙组视讯的结果选出 下面我宣布每一个成员 汤不热用他几乎没有任何情绪起伏的声音 不紧不慢地说着 金刚 元圣 随着他的话落下 电弧拼凑出元圣的名字和司职 射手 贝志豪 同样 豪哥的名字也显现出来 这两位都在所有人预料之中 毕竟是麒麟真正意义上的核心 指挥官 杨归宁 听到汤不热宣布 梁左内心还是为搭档一阵惋惜 原本韩静可以摆脱后部身份的 可惜自己还是不够那个水准 给他制造机会 术氏 唐子谦 这个名字一出 众人都有些意外 最惊讶的是唐子谦本人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开口 为什么是我 为说出口的话 在场诸人都清楚 唐子谦作为一个纯正新人 仅有的一次战队内部视讯 表现可以说是极为糟糕 还未发挥出对团队加成 就被梁左抓住机会扼杀 按照麒麟规矩 首发机会 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四个字 各凭本事 想要首发 就得和同位置首发竞争 或者自信 也能够与其他位置人争夺 像唐子谦这样 才加入第一站 就以首发形态出没 麒麟之前根本没有的事 对此 杨桂宁美貌虽然微微动了动 不过依旧表示了遵从 梁左估摸着 汤不热还真是完全没有同杨桂宁交涉 毕竟汤先生来麒麟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投资人被制豪 油机 梁左 汤不热宣布了最后一个位置后 手指在金属箱内倒过了一番 空中原本只有五人名单 变成了十人 左边是麒麟五人重 右边上面则标注了罗刹两个字 这是首战抽中的对手 梁左不敢轻视 这个看似陌生的名字 因为之前 汤不热就将收集到的部分数据 传递给了麒麟每一个人 罗刹并不是新战队 他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寒潭 改名风波起因 是由于队内原本另一个王牌 韩岳出走 原本坚不可摧的暗人恐怖组合 分崩离析 王牌射手韩岳加入了龙牙战队 让原本就是新兴战队的龙牙 顿时实力大涨 另一头 原本韩潭自然是损失惨重 他们的战法 原本就是以韩岳潭恶俩人 超强能力为核心 其他人辅助的极端方式 能够凭借如此简单的战术 赢得两届冠军 足以说明 他们俩人组合是排位赛中最强的 不过根据汤不热调研 韩岳之所以离开韩潭战队 其中最大的原因 还是队伍归属问题 韩潭队长是潭恶 金刚是潭恶 韩岳脱颖而出 是因为他进步神速 其实在潭恶面前 一直是一个跟在身后小弟的形象 偏偏韩岳这个人心高气傲 绝不肯屈居于人下 哪怕一直获得赞誉 他也忍受不了 所以直接负起而走 要证明自己加入了龙牙 另一头 韩潭由于少了一个韩 所以也变得名存实亡了 潭恶婴儿将队伍名称改作罗刹 招募了新人 正在积极推动队伍内战术战略改变 力争能够最大程度 削弱韩岳离去带来的负担 罗刹的历史来源 我之前已经告诉过诸位 现在就讲讲他们的现状 汤不热将右边那五个名字 排守卫的潭恶点了点 让他名称放大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告诉大家一个小道消息 以前与韩岳搭档 汤不热也在压抑自己部分能力 他必须做好金刚本质工作 保证阵地足够坚固 避免射手韩岳遭到袭击 现在罗刹虽然整体实力 很大概率不如以往 不过反而可能是汤不热最强的时候 剩下的四个人中 有一个人我要着重提一下 他们的游击纪元奎 汤不热将光标落在第二个人 纪元奎头上 纪元奎这个名字 梁左并不是没有听过 作为唐鳄的游击 与麒麟交点一战中 他找准时机 突袭麒麟阵营 强行重伤被治豪 创伤杨归宁 让前方韩岳和唐鳄 能够迅速扩大战果 只是由于那两位大哥 太过于耀眼 纪元奎就像是 永远在影子里的小弟 沉默又兢兢业业 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梁左 他是你的 汤不热淡淡地说道 杀了他 唐鳄一个人再强 也能够拖住他 将其他新人全部宰掉 不过纪元奎 可不是什么小喽喽 稍不注意 大概率你也会被杀 原本挑衅的话 从汤不热嘴里说出来 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 透出一股古怪的味道 梁左只能回答 我尽力试试 不是试试 是一定要做到 汤不热打断他 冷冷地看过来 这是给你的任务 证明自己能够担当得起 麒麟真正的游击位置 梁左一愣 感情这是进港口诗啊 接着 汤不热看向杨归宁 表示自己没有补充了 杨归宁作为首战指挥官 制定了较为简单的战术 以元慎为核心 四人进行最为稳定的阵地战 梁左作为游击 准备阻击对方游击纪元奎 以及随时充阵元慎 身后新人 中规中矩的战队 在应对整体实力不如己方时 反而是最适合的 听着久违的倒计时 梁左心情和去年又截然不同了 十 今年接替了度压 九 货真驾驶的祈礼手发 八 欢迎来到修罗空间 战队排位赛开启 麒麟战队抵达 罗刹战队抵达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九十一集 我叫袁慎 两座习惯性张望了一番周围地形 平原 入眼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原野 只有一层浅浅的草覆盖在泥土上 没有河流 只有看不到尽头的青黄香街 十个人 相隔只有一千步距离 没有任何可以思考的时间和空间 行动 杨桂宁手中行军盘出现 将对五周围附魔上了一层金色防御网 道道金蕴 犹如一条条金鱼在众人身上游荡 随时准备抵挡骤然而至的攻击 袁慎一马当先站在最前方 双目牢牢盯住远处那个手持盾盘的男人 最强金刚这个称号 每次袁慎都是被提起的几个人之一 可最终这个名头都会落在对面的男人身上 哪怕在离恨天 大家都知道唐恶之名 如果袁慎没有被离恨天的人看见 没有走出那个厨房 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 他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痴望 这么多愤怒 对于自己麻痹自己 让自己不去妄想的愤怒 鱼龙府那一年很热闹 横空出世的拓跋叶说 历挫玉京山 让外人不敢小觑鱼龙府 很快的 拓跋掌门和谭掌门之女 谭肖于订婚 原本鱼龙府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 可是这一年 按照记录 是昆仑纪元 10017年 距离上一次 第二次以太人入侵的黑血时代 仅仅过了九年 这次昆仑与联盟历经图治 不再准备被动归缩防御 仿佛也明白了 一心防御 只会让自己变得极为被动 这次 是三聚投时代之后 第一次主动挑起小规模战斗 为了争夺周围星域归属权 与以太帝国正面对抗 拓跋叶说 被作为看好的超强极战力 被送到了前线 仅仅一年就打出了霸王的名头 鱼龙府自然融入与共 山门里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凝聚力前所未有之强 不过 那都是真正弟子 能够想和感受的事了 对于阿元这样的杂役 没有什么关系 他要做的 就是将厨房里面的一切 打扫干净 并且做出十几米饭 无论有没有人吃 他必须每天不停地做十几米饭 不能做其他的菜式 因为阿元并没有出师资格证 之所以能够进入鱼龙府 是由于鱼龙府一直缺人 作为其他组织的培训基地 鱼龙府一直处于不断培养 不断遗失人才的死循环 直到拓跋叶说横空出世 才将这个恶性问题给打破 缺人时 鱼龙府又不愿意找那些 看似不错 却来路不明 或者是别有疑点的人物 这就造成了鱼龙府的一个鲜明对比 正是弟子一个个天纵之才 英子宣昂 杂役们大多数老的老 小的小 大多数哪怕在外面昆仑 也是属于弱者 鱼龙府只是看重这部分人 来历清晰 避免存在被奸细混入 在以实力说话的鱼龙府 杂役们面对正是弟子 总是抬不起头来 双方身份差距巨大 前者更类似于仆人 专门服务于后者 才是鱼龙府真正在意的对象 果而 哪怕有的弟子动辄虐待杂役 甚至造成死亡伤残 鱼龙府上层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过于严重 大不了斥责两句 这就是身份差距 带来的不同对待 时常有鱼龙府子弟 让杂役帮忙 试验自己的术实和阵法 犹如对待一具木偶 几乎冷酷 不过这些事 在厨房的阿元 都规避开来了 他只进出两个地方 厨房 厨房旁边那个仅由四张上下铺床 相满的狭窄卧室 厨房也是每个组织的一处重地 主厨通常由各组织高层兼人 不过他们几乎是每个月 出来视察一次 走走过场 真正厨房的画室人是大厨 昆仑之中 大厨一般都是来自于奈何桥和新百位 两大专精于厨道的机构 鱼龙府大厨是来自于奈何桥 名叫钱婆 钱婆只是一个奈何桥的名号 她本人却一点也不老 看起来二十八九岁 和阿元高度相仿 有一张不苟言笑的脸 她偶尔一笑 反倒是让人感觉可怕 然而阿元十分崇拜钱婆 因为钱婆做事十分利索 用手指一沾 用舌尖一舔 就能够明白其中原料成分 与能量运行方式 她每天大步于庞大的三层厨房之中 来回尝试判断 给出评语 可以出炉或者是打回重做 明明十分忙碌 却给人有条不紊的感觉 那张别人看起来过于男人婆的脸 在阿元眼里 却是岩石和强人的混合体 只觉得异样美丽 不过 她每天能够和钱婆进行互动的 只有在她说那句话的时候 钱婆用勺子舀了一勺石锦饭 在嘴里回味后 说道 可以 接着 阿元一整天都会心情舒畅 这是最好的肯定 当钱婆皱眉 两道又浓又锐的眉 就会显得极具压迫力 怎么回事 搭配不对 打回重做 这时候 阿元就会成惶成恐 每当遭遇打回重做 钱婆反而会和她仔细说上几句 包括询问其中搭配比例 失败原因 口感和米饭陈列方式 能量互相之间的沟通与串联 她只要说起关于厨艺的事 就极度认真 不时点头摇头 沉思疑惑 毛色顿开 对于钱婆来说 搞懂失败的原因 比起日复一日的成功 要重要得多了 她曾经有次无意中说起 失败反而会给人灵感 让你明白 之前或许是那些 你故属的东西 并不是那样 说不定就是下一个 新想法的萌芽 阿元松了口气 还好 像钱婆这么认真的人 自然不会想到 会有人故意失败 阿元原本可以保证 几乎每天都是没有任何差错的 比例 搭配 能量通道与结构 因为石井范 本就是不难的一件事 专注于一件事 很难不做得很好 可是 她不定机会出现小差错 如此一来就能够看到 钱婆更加丰富的表情 和她对自己说话的样子 钱婆脾气并不好 经常大骂厨师们 不过 面对杂役 她几乎没怎么发过火 大概在她看来 厨师和杂役 自然不能以同样要求来对待 阿元做石井范时 总是在旁边侧门里头的 一个封闭小房间 到处堆满了各种米 她能够使用的配菜也在旁边 让她可以选择 这是每天阿元最有兴趣的时候 她挥了挥手 一颗颗米粒就开始起飞 如同一只只晶莹洁白的小虫子 在整个屋子里 形成一道巨型风暴 他们以阿元为中心 不断盘旋急速循环着 这时候 阿元会躺下来 看着天上飞来飞去的米粒群 手指摆动 她们就乖乖地凝聚成 前婆的躯体和脸 她对于每一道肌肉的细微变化 是记得如此清楚 前婆发怒的样子 前婆以止气势 指点江山的模样 前婆双手抱在胸前 沉思得醋眉状 接着 阿元会站起来 和白前婆手拉手跳舞 那些用来制作石井的蔬菜 也在周围跳舞 伴随他们的节奏 仿佛是公营的伴侣们 这一天 正当阿元在日常舞会 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扭头一看 下巴都要掉了 前婆和她大眼对小眼 阿元身后的白前婆 顿时散落一地 哗啦啦变回了石材的样子 你 前婆似乎找不到 合适的词汇 抿着嘴唇 眼里神色闪烁 我不是 我不是 阿元赶紧解释 我只是 她发现怎么说都不对 完蛋了 自己被前婆看成了变态 这下子要被逐出鱼龙府了 你想不想离开鱼龙府 前婆说出来的话 却是这样的 阿元大喜 看来对方是看中了自己的才能 要让自己去奈何桥 这下子就是师姐师弟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九十二集 不小心成了和尚 要带走一个杂役 对于前婆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 她说要带个人去帮忙打下手 回奈何桥一趟 让阿元意外的是 前婆将她交给了一个病泱泱的男人 对方眼圈发黑 咳个不停 大概三十几岁 不到四十岁 却让人觉得她命不交易 这是离恨天副掌门 萧兴兰萧掌门 你以后就跟着她走 前婆对阿元示意 阿元大惊 这种大人物 怎么会看到自己这种杂役呢 她战战兢兢问了好 萧兴兰上下打量了一番 捂住嘴咳嗽了两声 用手指碰了碰阿元的手臂 点点头 果然适合我们 离恨天又有一套铠甲 可以有人穿了 萧兴兰的声音 带着一种奇怪的阴柔 如果不看脸和猴结 阿元甚至会以为 她是女人 你们聊聊 之后就和我走 她摆摆手 让开到了一旁 就那么在屋子里消失不见了 前婆看向阿元 鱼龙府你没有出路 你也不适合鱼龙府 不过 你的专注和控制力 对于离恨天很契合 所以我自作主张 把你介绍给萧长们 如果这次看不中 我也只能把你带回去 可是她说你没问题 就说明你的确有 离恨天需要的东西 她说话时依旧一板一眼 与之前没有任何不同 阿元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她 只是她心里 稍微也有一丝遗憾 如果自己能够去奈何强 会更加的好 可惜 自己什么都无法掌握 到最终 阿元只是点点头 说了一声非常感谢 像是一个卑微的杂役 该做的样子 加油吧 我会关注你的 莫了 前婆说了一句不知真假的话 纵然如此 也让阿元浑身充满力量 进入离恨天之后 阿元被要求改了一个名字 因为以前的阿元过于流俗 她得到了天外之主 李霞签送的一个圣字 希望她如同以前一样 保持离恨 不焦不燥 从此叫做袁慎 离恨天理的日子 让袁慎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她沉默地参与到了各个部分的修行 发现自己果然和不少人差距太大了 几十年过去 她终于得到了萧星兰的许可 允许她以离恨天之名 外出行走 出来之后 她首先去拜访了奈何强 没有前婆就没有袁慎 虽然后来离恨天 也补偿了渔龙府一些资源 作为人才转向的代价 她来到奈何桥 这时候 前婆已经从渔龙府回到了山门 面对有些拘谨的袁慎 既不热情 也不是纯粹冷淡 更像是普通的一种习惯性接待 那次之后 很快地 袁慎就认识了杨归宁 俩人变成了好友 结伴到处冒险 接着战队排位赛开启 麒麟重组 袁慎加入 去年 袁慎收到前婆的一段话 果然 你和我想的一样 是一种珍贵食材 只是需要找到 合适的厨师炮制 袁慎激动得无法自已 她从未想过 原来的自己 不过是想要当初的主厨 认可一句自己 哪怕是那次米粒 纷飞的小屋子里 窘迫之余 她还是抱着期待 成为最强的金刚吧 你行的 前婆如此说 那是一个承诺 袁慎看着眼前挂着 璀璨最强头衔的男人 浑身肌肉 如同酝酿着岩浆 随时都会喷涌而出 唐饿依旧是那副 毫无波动的面容 瘦弱的身体 和袁慎强壮的 倒三角肌肉上身 形成鲜明的对比 唐饿手中 妖灵盾上 黑色双脚魔怪的 那双细长眼睛 此刻变成了淡银色 这是她做好了 战斗准备的表现 俩人眼前 根本容不得其他人 袁慎手中 避开虎牙迅猛一拳 和唐饿抬起的妖灵盾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俩人形成的巨大震荡波 让周围的人 都短暂微微停止脚步 被纸豪嘀咕道 疯子 遇到痰儿就变成疯老虎了 她拉开鄙视弩 瞄准远处一位射手的眼睛 光滑的盾面 让袁慎铁拳 从上面滑开来 袁慎趁势 双手搂抱 想要利用自己躯体 更加强硬的优势 控制住灵活的唐饿 唐饿却是低头 巧妙地将盾牌 从自己头上到后背 整个人借力 从袁慎拳头下滑出去 翻身一脚 将袁慎踢得在地面 滑出了一道 双腿抓地留下的痕迹 唐饿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手中的邀灵盾出手 迅猛砸向袁慎的头颈 袁慎虎牙 反手一拳将其砸开来 唐饿却已经靠近了 跳上满弹的妖灵盾 脚下建立一击西撞 郑重对手抵挡着肘部 将袁慎整个人 砸入草地之中 正当唐饿准备挥拳 继续乘胜追击 下面泥土之中 伸出两只巨灵手臂 将他双手手腕锁住 只听一声怒吼 唐饿被猛地 钻出坑里的袁慎 一击头锤 砸得脑袋往后仰去 袁慎趁机抓住 对方的身躯 往下狠狠撞向 自己的膝盖 想要一把摧毁 敌人的运动中枢 膝盖处并没有传来 预想之中的肌肉碰撞 反而是袁慎膝盖 被唐饿双手锁住 往上掀起 让他失去了重心 一个后滚翻站定 唐饿也落地 擦了擦被撞破皮的脸颊 也别留手了 动真格的吧 这么打下去 分不出胜负的 唐饿面对这个劲敌 没有丝毫轻视 袁慎手中避开 虎牙突然收缩 变成了一副 纹在他粗壮手背 到小臂上的赤虎纹身 周围有火焰纹路环绕 袁慎身上脊肉 则是出现了一些金色条纹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 犹如一头人参猛虎 往日的脸慎 在这一刻都消失以空 怒目金刚从袁慎体内苏醒 他捏紧拳头 身上散发出的强烈波动 让他地面上的草地都开始发黑 又被灼烧点燃的迹象 另一边 唐饿手中腰灵盾 也变成了无数技巧的零件 在他身体上贴合着 一身银色软甲如同鱼鳞一般 遍布每一块肌肤 唐饿右臂手持一根类似于忍杖的单兵器 看似是一根竹子 两头末端都用六方棱形筒包裹 一端有一根黑色绳索被他缠在手腕上 这是唐饿的权力状态 105桩真正意义上的攻防一体 这次换了唐饿主动强攻 六方棱忍杖被他利用绳索牵引 采用刺合回旋的方式 由于武器柔韧性极强 变招很快 让元圣几次格挡之下 都没有来得及尝试去捕捉控制对方的武器 更为麻烦的是 六方棱忍杖横向砸中身体胳膊 或者腿部时能够极大程度弯曲 让两头重重地刺中身体 哪怕让元圣这样的金刚多吃几下 也会有些酸痛难忍 眼下攻守异味 之前还是双方硬碰硬 现在已经体现出各自长处 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胜负之分了 残恶灵活与擅长中远程杀伤 元圣抗击打能力强 喜欢肉活 双方必须避开各自弱点 才中对方弱势 穷追猛打 无论是怒目金刚还是妖灵武装 都是俩人压相抵的最强姿态 消耗也是无比的巨大 容不得任何犯错的余地 一旦被对方揪住失误 就是满盘皆输 从战略层面来讲 唐游此时比元圣更要焦急 因为队伍整体实力而言 麒麟是强于罗刹的 不过由于个人原因 元圣却打得更加主动 完全是想要正面吃下 唐饿这个最强金刚 这一下正好也符合唐饿的打算 解决眼前的元圣 罗刹才有了获胜的希望 唐饿手中六方棱忍杖 再度被元圣小臂挡住 唐饿突然猛的一发力 原本应该是荡开的盾气 一瞬间却变成了刺 忍杖的竹子本体 瞬间被距离 压迫成一根根竹条 往四面八方撑开了 而两头却依旧被锁在 六方棱同块之中 这让人杖终不鼓起 如同两只花瓣 被凑在一起的巨型花朵 唐饿口中喝了一声 啄 那些竹条突然从人杖上挣脱出来 不断变大 转瞬一根根竹条 化作一面面巨大的木门落地 等元圣 封锁在一个六扇门的竹子房间之中 稍微松了口气 唐饿飞速池圆其他地方 这就是唐饿的战术 暂时困住元圣 以多打扫 寻找一线生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593集 梁佐vs纪元奎 仔细打亮眼前男人 梁佐双手握住照胆刀 微微降低重心 和自己相仿的身高 替代极短的平头 嘴里咀嚼是什么 单眼皮 皮肤偏黑 眼神不屑 穿一件松松垮垮的黑色短袖衫 迷你长裤下面是一双长靴 寄元奎的武器 是一把四四方方的开山刀 刀柄是木头材质 看起来就像是古惑仔常用的道具 配合上它皮皮的样子 倒是极为合适 然而梁佐知道 千万不能小看这个人 他是一己之力 冲入麒麟后方阵营搞得翻天覆地的人物 你还要看多久啊 寄元奎嘴里仿佛在脚口相堂 瑜伽不耐烦 还打不打呀 我是听唐鳄说你不错 才要过来和你交手的 没想到是个磨磨唧唧的家伙 倒霉 听到唐鳄有暗地称赞自己 梁佐不由一震 来吧 话才落 梁佐只觉得眼皮上已经隐隐发痛 他强行拧开身体 眼前已经一片血红 王后退了两步 照胆刀横在身前 他左眼已经被纵向划破一道伤口 血正在不断地往下渗 左眼处已经被血迹沾满 做得不怎么样 嚼着口相堂的纪元葵挥舞了一下手中开扇刀 将刀还在脑后 另一只手捏着刀尖 看连老唐也有看错的时候 不过是个普通游记的水准罢了 如果刚才我没留情 你已经回你们麒麟基地了 明白吗小朋友 他的影子突然消失在原地 梁佐猛地用罩胆刀往左侧刺出 原本要显现的影子骤然消失 梁佐胸口便又多了一条从左肩到右肋的刀伤 梁佐心沉下了 太快了 他估摸着 哪怕自己进入双极限模式 也是跟不上对方的速度 这一家伙一定是附魔了急速 不仅如此 他专精也是在爆发方面 下一道 送你回去 纪元奎吹了一声口哨 啼啼笑了笑 手中的开山刀挽了一个花 两座飞龙之树进入到目前自己身体能承受的极限 手中罩胆刀摇身一变 金属分解组合后 变成了黑莲摩托车 他骑上开始绕着纪元奎飞锁的跑圈 既然本身无法跟上对方的刀 那么就用外力来增强自己的反应 拉开距离 他手持龙袍 驾驶黑莲 并没有急着尝试过去劈开 反而先是拉开了互相之间的空间 将纪元奎锁在中间等待他的动向 梁佐脑子里牢牢记住 这是麒麟对战罗刹 不是梁佐对战纪元奎 他需要做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 让优势的几位队友能够打开局面 获得优势 再去吗 纪元奎嘴签了签 用时间换空间吗 如果不来我就走了 说着他身影渐渐虚化 他不是虚张声势 梁佐顿是被逼急了 只能咬牙跳下黑莲 哪怕有10%的可能是真 他也不敢去赌博 既然对方专门找到了自己 那就互相试一试成色 忘记自我介绍 纪元奎 罗刹县游击 我可是在内部训练时 把韩月击杀过的哟 小看我 你会小命不保 话才落下 这位影子刺客 在梁佐身后出现了一刹那 梁佐却会照弹匕首 刺向右侧的某处 金属交错声之后 俩人都被距离弹开了 果然学习能力不错 纪元奎瞄了一眼 自己持刀的右手 小臂下方 已经有了一刀不前的口子 梁佐大臂处 更是直接被削掉了一块肉 让那里一片血肉模糊 血水立刻润湿了 脖子上的袖子 这就是游击之间的交手 没有任何退步余地 一旦正面交锋 必定见血 游击相搏 比的就是谁先死 痛楚 让梁佐的大脑 更是清晰起来 至少第一个战术 自己成功了 依靠身体捕捉 已经无法触及纪元奎 他的速度 是梁佐所见造法者之中最快的 所以梁佐不再依靠 视觉洞察对方的动作 他直接闭上眼 通过对于能量波动一瞬间的判断来进攻 防守也是不可能的 在对方刺中自己一瞬间给予回击 这就是梁佐目前能够找到的办法 不过麻烦的是 无法评估双方的战力 梁佐由于吸纳了元奎 导致身体素质反而变相下降 整体更处于弱势 然而游击火拼 只要一方还未被杀 就存在根本上的悬念 说到底 游击就是一名一击必杀的刺客 优秀的游击 哪怕在弥留之际 也有威胁其他人性命的能力 梁佐脑子里一瞬间进行无数的计算 纪元奎是速度型杀手 这方面和朱家叶有些相似 不过双方又竟然不同 朱家叶的强处在于 修贤者本身就更加强悍 玉器能力纯熟精湛 本身更是肉身殉疾 杀招在于来无影去无踪的宝具无影刀 根本无法洞察他的痕迹 纪元奎则是纯粹的贴身肉搏 手中开山刀在他手里变成了匕首 变成了刺刀 用最快的速度刺中对方后撤开 这就是他的战斗方式 如同狼群袭击大型动物的狩猎 看似简单的手段 却让人难以招架 如果把梁佐和纪元奎放在拳击赛场上 纪元奎就是刘易斯 刺拳无比的精准 对距离和拉扯掌握精准 梁佐更像是泰森 需要一个捕捉到对方蝴蝶舞步的时机 重拳出击 梁佐突然想到了 对了 还有一个家伙可以借用 拳王阿里 梁佐开始模仿出 阿里双腿左右移动的步伐 双手握拳挡住面部 兵器消失无踪 纪元奎咒眉打亮了一番 心当 这个梁佐难道是疯了 造法者阶段 从没有人能够用肉体弥补宝具的杀伤性 他几乎无法抵挡 他到底是卖的什么药 当纪元奎试探性的一刀 将梁佐拳头划伤 他不由释然了 原来是为了保护要害 拖住我 等待其他人的救援 梁佐微微侧开 让纪元奎的开扇刀 擦着自己脸颊而过 划出了一道血痕 同时 一拳击中对方的肘部 接下来是右拳 左拳 连续组合拳 打得纪元奎不断地后撤 他首次 真正意义上捕捉到了对方的身影 像拳王阿里一样 犹如蝴蝶停在花丛上的步伐 用最小的步伐 来避开最大的杀伤 与此同时 拳头这个最快的武器 击中对方的发力点 一个点导致失衡 顺着平衡失去的地方往前 左右左右 就像是跳舞一样 只是不同于舞池 这次是梁佐用拳头 牵引对方左右摆动 被击中的纪元奎大怒 在他眼中 自己优势极为明显 梁佐应该是完全无法触碰到自己才对呀 没想到自己失误 居然给了对方机会 纪元奎改变了战法 直接以更快的速度 用刀直刺 不论刺中与否迅速撤离 接着下一处 用不断的疲劳攻势 彻底让梁佐崩溃 他脚下生风 整个人化作一缕青烟 不断从空气之中浮现 刺中梁佐的胳膊 后背 大腿 膝盖 十三处伤口 可惜没有一处致命的 纪元奎心里意紧 糟糕 朝了对方的道 过于急躁了 浑身挂踩的梁佐眼里 却神采奕奕 你的脚步已经开始变慢 到我了 话是如此没错 不过 纪元奎神笑 前提也是你能够碰到我 哪怕是现在不是百分百状态 你也拿我无可奈何 是啊 我是抓不住你 不过 只要把你可能在的地方 全部击中就好了 梁佐手中龙袍刀出现 他握住龙袍 玲珑从上面浮现出身影 他青色的影子和飞龙白色的身影 变成了环绕周围的双龙绘 哼 迟了 梁佐对正急速后撤的纪元奎说道 龙 吞噬我的敌人吧 我发现神的龙医生 变不整定晃眼 纪元奎眼前突然一刮 他低头一看 梁佐的烧板刀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他软软倒下 该死 一声懊恼的喊声 手持忍仗的唐鳄出现在纪元奎消失的地方 他看得很清楚 纪元奎是被对方攻击意识的手段击中的 导致他以为自己已死 消失在了修罗空间 看着梁佐 唐鳄手中忍仗指向他 果然成长很快 可惜 梁佐已经耗尽全力 此时根本没有和唐鳄对抗的资本 可惜什么 一团巨大的火球从轿而降 落在梁佐面前的几个巨汉的身影 你的对手可是我 元奎满脸战役身上的禁纹明灭不定 浑身火焰收回到了手臂的猛虎纹身之中 梁佐总算松了口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594集 战后统计 麒麟驻地议事大厅里 西道人影慢慢显现出来 五人成功返回 互相看了一眼 确认同伴没事 这才放松下来 大家先不要着急离开 杨贵宁喊了一声 翻开计量本 投影在空气之中 今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数据统计 昆仑通过无尽之路 对于修罗空间里的参战 使人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和战力统计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巨大的荧光屏幕 出现在五人面前 依旧分成左右两边 左边是麒麟 右边是罗刹 中间写着时长 前后仅仅十分钟 元慎依旧排在首位 有效伤害 一万零六十 成熟伤害 一万四千零爱十 击杀数零 施法成功率 百分之四十二 协同性八 下面是其余四人的统计数值 杨归宁 有效伤害五千零三十 承受伤害一千零爱十三 击杀数零 施法成功百分之五十七 协同性五 被指豪 有效伤害一万三千三百零一 承受伤害三千三百四十一 击杀数二 施法成功百分之五十五 协同性五 梁佐 有效伤害一万零四百三十一 承受伤害九千二百零四 击杀数一 施法成功率百分之四十一 协同性七 唐子千 有效伤害二百三十三 承受伤害三百零三 击杀数零 施法成功率百分之二十一 协同性五 有效伤害指的是单人造成对方成员的损伤数值 杨桂宁逐个解读着 承受伤害不难理解 代表我们每个人受到的伤害数值 击杀数不用讲 施法成功率不是指自己从施法开始到结束 这个成功是施法 阵法 术法 术士 对于敌方阵营的有效性 协同性表示了每个人互相的偏差值 比如说我 豪哥 唐子千 都是五 证明我们互相之间基本上处于配合之中 数值越低越好 统计数值是无尽之路通过一种复杂算法 计量出来的新型单位 如果将施法个体作为捕捉的对象 很容易出现巨大的误差 不提能量在空气之中的溢散率 光是由于阵法的特殊性 就很容易出现巨大的偏差 比如说 去年极为有风格的武术式阵容的沧海战队 他们互相阵法叠加辐射 造成的伤害哪怕是每场都会冠绝群雄 可是 这极具优势的数据 真的能够代表他们实力最强吗 当然不能 基于数据 一定要客观反映出 每一个战士 每一个战队的真实水准 构架师和阵法师们 将捕捉对象改变为受攻击者 你哪怕打出了十万的攻击 只有一千落在对方身体上 那么你的实际作用就是一千 虽然这样做也未必会完全符合 场上各种细节和战术拉扯 不过已经是极为尊重事实了 并且关于战术地位和风格 会通过其他数据 比如击杀术 施法成功率 以及协同性来补充评价 至于最后一栏 协同性就和它的名字一样 作为小队内互相同步合作的 一个衡量数据 协同性越高 越代表离群 随着时间流逝 协同性会不断地增长 目前封顶数值是15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进入修罗空间 就单独行动 直到结果姗姗来迟 就能够趋近于这个极值 当然 关于协同性 还得配合不同司职来进行判断 如果一个金刚的协同性 长期处于10以上 那么毫无疑问是失职 或者队内有分歧的 导致各自为战 毕竟最重要的中间战棋作用的金刚 都在单独行动 然而换成游击 协同性低 也是可以理解的 长期需要独自前身 随时准备切入对方薄弱环节 进行杀伤 游击是行走在阴影之中的刺客 私职分工 无项数据 以及战局最后的结果 几乎能够通过以上描绘出 队伍之中 每个人于战场之中的策写 梁左专心消化着眼前的数据衡量 认为这是好事 有了一个具体数据测绘 能够更加清晰判断出自己的作用 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 当他往右边罗刹一栏看去时 眼睛陡然睁大 唐鳄有效伤害22305 承受伤害18532 击杀数0 施法成功率49% 协同性7 梁左下意识将唐鳄的数据和几方对比 唐鳄一个人造成的杀伤 几乎和梁左被制豪的总和持平 他承担了几乎被制豪和杨归宁的全部伤害 施法成功率竟然还有近乎50% 这个人着实可怕 罗刹战队下面和他最接近的一个 是被梁左击杀的纪元奎 有效伤害9720 承受伤害9544 施法成功率60% 协同性7 剩余三人真正就算是捧场的了 原神眼睛微微停留在唐鳄的数据处 微不可查的点头 仿佛唐鳄的表现 和这个数据没有丝毫分叉 虽然一直不断尝试与唐鳄交手 他却很清楚 对方的确比自己更强 哪怕强出的地方并不多 能够被看作是这几年 几乎从未变过的最强金刚候选人前几位 唐鳄本人虽然不显山漏水 性格也是比他看似瘦弱的外表更加的沉稳 可原神托杨桂宁去查过他在阎武堂的情况 非常的恐怖 但是让他真正意外的是 原神的视线从空气之中的树枝上回到了梁左身上 这家伙才是远超出自己预料的 竟然单枪匹马干掉了那个游击纪元葵 他已经不再是最初那个 什么事都只能垫后的毛手游击了 原神心里涌现出一股复杂的情绪 既有欣慰也有难言的惆怅 麒麟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拖后推者 表现好与坏只是一时的 主要看的是能不能熬过激烈到几乎可以强烈打击到自己的竞争 获得对有信任 最终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和自信 原神又瞄向另一个新人 他比起以前的梁左来说又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梁左以前虽然弱 不过你并不能看出他有任何的退缩 总是尝试突破自己现有瓶颈 而唐子谦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人看似温和 其实内在骄傲无比 原神接触过这样的人物并不陌生 所以当你无法以平和的心态与那些难缠的对手交锋时 你连自己本应该能发挥出的东西都做不到 摇摇头 原神不再考虑别的事 大步走向无尽之路 他需要冰人系统再度磨练自己的反应能力和洞察水准 唐子谦嘴唇动了动 最终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口 他脸色有些难看 血液仿佛一瞬间都从面部缩回到了心脏之中 这是羞愧与失望的脸色 空气之中的光幕让唐子千朵无可躲 自己拙劣的表现就像是一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 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作为术士 可怜的21%的施法成功率 有效伤害233 也就是说自己只对罗刹的人造成了几乎一下的伤害 承受303的伤害比自己输出还要多 最最关键的是 这是麒麟大优势时自己的表现 梁左击杀对方关键人物纪元奎 之后杨桂宁发起总工的指挥命令 原本唐子千以为剩下的不过是杂鱼 唯一的王牌唐鳄被袁慎死死咬住 那还不是手道琴来了 可一动手他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任何一个人都比自己想得更强 唐子千的电磁根本无法击中那两个射手和唯一剩下的术士 自己躲在后方 还被对方一直不知道从哪飞来的毒箭擦中了 要不是被志豪趁机击杀了那一人 说不定自己还要吃大亏 唐子千心烦意乱 本以为对面是弱鸡 没想到自己才是菜鸡 这种感觉实在难受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必须收起任何的轻视与傲慢 想想自己怎么融入队伍提供自己能做的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595集 出赛50场 结果出 不同于上两届需要漫长的出赛期 这一次只是50场比赛 麒麟战队就得到了复赛名额 其中有一个关键性机制 上一届比赛最终八强只需要经过昆仑评估 没有根本性下滑就会进入复赛 这也算是一个隐形福利 不过如此一来 也造成了剩余战队竞争名额更加的白热化 不再存在所谓的战略性放弃的机会 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强队已经出现了 不再参与竞争 昆仑给出的新赛程倒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特意将原本16个复赛名额提到了32个 相当于变相增多参与者 目的是为了挖掘更多的新人吧 梁左咀嚼着石榴 一边看着视网膜上的各种信息 前八果然还是之前那八只队伍 就是不知道上下半区以后怎么划分 一旁正在浏览各种数据榜的寒镜 放下了计量板 捏了捏鼻梁 有些疲态 不见得是好事 怎么不是啊 梁左好奇道 至少给了更多人机会啊 今年好像有一颗星球的原住民 也被征兆了进来 大概和当初地球上的我们差不多吧 不知道他们里面 有没有人能够赶上这一趟快车 等着看吧 韩晴不争辩 也不细谈 只是眼带忧虑 这一届结束 关于赛制变化的原因 应该就会正式公布了 现在谈这些没有太多意义 看看游击前十 你觉得哪个你可以顶下去 这句话倒是问到了梁左 游击排行第一的人竟然是洛奇越 虽然洛奇越的确很强 不过梁左一直觉得 他应该是金刚位置才对 那种简直像怪物一样的 无法被击倒的感觉 居然是游击 梁左只觉得 老天是在和自己开玩笑 琉璃府到底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排行第一的洛奇越 已经在金刚之中近乎于顶端了 他真正的方向却是游击 现在他回归游击 意味着金刚已经有了人选 赤箫战队今年也是大大的增强 排行第二的梁左也并不陌生 星罗斧剑是水生 如果当初他遇到的 不是克制自己的静心寺摇曳 水生说不定还能够继续带领 角同战队往前 尝试未免 而说到摇曳 现在已经变成了第十的守门者 对于摇曳 梁左更多的是可惜 从惊艳的对战水生 干脆利落胜出 到遭遇不一神策陆薄阳 人生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弯 他是梁左见过的地球人之中 最有天赋的人 至于维斯浩 那个人梁左一直怀疑 他不是地球人 大家都还在战队排位赛 拼命的时候 他一个人已经去了链鱼战场 双方是层面上的差距 就像是大家还在地面互相砍人 他一个人却飞升了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 第九位游击竟然是纪元葵 梁左有些腻挽 如果按照结果论 自己应该可以挤掉纪元葵的 不过真的能够在摇曳之上吗 他并不认为 水生的水平 他是在战场上见识过的 摇曳能够压制并且击败他 已经能够说明很多问题了 回归了一下大家互相之间的关系 梁左发现一个有趣之处 除去洛奇悦 似乎没有人是真正意上 没有弱点 摇曳是傲慢 纪元葵是缺乏一击致命 水生天生被摇曳克制 而自己则是学得博杂 硬实力与上述人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的 梁左能够强行击败纪元葵 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其中 关于玲珑与飞龙的故事 其他人也许不明白 梁左的飞龙之术 其实是以玲珑为模板 研发出来的招数 属于戒相体系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说 飞龙就是玲珑的翻版模拟术 然而模仿终究不是真货 与玲珑之间有明显的差距 玲珑作为老牌大野魂 是从玉镇时代过来的 后来又跟随白子居一路奋战 至今变成了梁左的督导 第一道封印梁左尝试过 被玲珑诱导进入 让年轻的白子居 打得生活不能自理 没想到这一次 玲珑从漫长的沉睡之中苏醒 再次让梁左去尝试 现在梁左可不会上当了 不去 玲珑化作一团青色龙影 在她的身旁环绕来去 试试话什么 小子 你不要那么怂啊 想当年白子居 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偷上列个战船 那是白子居 又不是我 梁左耸耸肩 表示 灵情高明吧 我也不是谦虚 我是真打不过老白啊 玲珑犹豫良久后 终于说出了实情 通过龙袍内部的比试 不过是第一个基础环节 后两个才是最难的 不过 付出和收获 也是成正比的 只要能够击败白子居 当时在里面留下的战斗残余 梁左就能够得到 前任龙袍使用者的部分战斗经验 这是其一 其二 龙袍不再是他眼前这根长木棍的模样 刀头刀鞘 能够真正意义上 发挥出布州山名将手中神兵的威力 你现在手里这把破刀 龙袍一刀就能砍断了 玲珑不屑地环抱着爪子 一双通红的眼睛微微眯起 龙袍是一把的百炼刀 自从布州山被毁 将人大多生死 古法百炼刀 现在也没有人能够掌控 你根本不知道 百炼刀那边是什么意义 白子居之所以放弃龙袍 不是有一点不够好 而是他的阴阳刀 也是自己制作的百炼刀 更符合他的个人习惯的战斗方式 百炼刀 梁左有些讶异 昆仑里还有百炼刀的说法 不是吹噓 一把百炼刀知道出来 建立在会损坏一百把 刀里皇军的基础上 玲珑说起这个名字 也有些肃然 当初百炼的概念 就是一次性制作一百把的剧 每制作好一把 就封印起来 最终一百把放置于 一个巨大法阵之中 它是运用它们相互厮杀 强度不够 不够凝炼的就会迅速破损 而在特殊家人的阵法之中 强者横强 弱者和自然被讨的消灭 变成强横冰人的养料 最后剩下一把兵器 这就叫百炼 两座悚然 这不就是羊骨虫了吗 通过自然淘汰 来寻找生存下来的最强者 说是最强者 其实也不算 玲珑摆摆爪子 接下来 他说了一句话 让梁左恍惚间 把玲珑和韩靖 看成了一体 因为韩靖 就曾经非常认真和他说过 能存活下来的 不是最强壮的物种 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种 而是最能够适应 环境变化的物种 这是查尔斯的阿尔文说的 记住这一点 昆仑里能够活下来的人 包括你我 都要劳劳龙记 纵然是兵器 想要熬过百炼 也需要如同梁左寒靖这般 经历过艰难痛苦的命运 梁左回头一想 不对呀 那个 玲珑啊 不是我怀疑你说的不对 只是百炼刀能够留下来的 明明是最强的呀 白痴 说你脑子不好用 他不承认 玲珑日常嘲讽了一句 抓子如同几把弯刀一样 来回动了动 叫人们最清楚 记过 真正有个留下来的百炼刀 大多数都是白兵乱战士躲起来 前期偷偷汲取那些兵器损伤部分 或者是提前被掌断的兵器残坎 慢慢壮大 而后 鼓掠弱一些的兵刃 最后才是最强几把兵器的硬碰硬 最终决战士留下的几把武器 智慧 强壮 运气 缺一不可 活下来的 是最能够适应力的环境 迅速变化的兵器 百炼之后的兵器 可不是普通宝具和引擼 梁左睁大了眼 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 那岂不是 百炼兵器都具有个人意识 类似于夜魂 当然 玲珑没有丝毫回避 只是语气有些难过 所以这时候 就到了将人试杀兵人意识的时候 真正的龙袍早就死了 不过 他的躯体却活了下来 最后则填入我们这样的外来意识 作为弥补 如此一来 我们这样类似于外来灵的引魂 永远无法和百年兵器融为一体 因为我们单独无法控制兵器 这就避免了 引起过于丰润 导致势 我不过是龙袍之中的租客 只是 几乎不可能离开吧 几乎 梁左抓住了这个关键词 除非你能够解开第二道封印 玲珑随意道 那样是彻底攻击了这把刀的 理理万万 不再是一把武器 而是匠人对于结构和力量回落的理点 武器本身变得微不足道 开启进入部州山的秘密通道 原本是能够和店人们面对面讨论和互相学习 可惜 现在这个通道大概也没什么用啊 力点部州山已经被无面人给毁了 梁左大概明白了 玲珑唯一的希望 就是掌控者能够完全理解龙袍 那样他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之所以让你尝试开启第一道封印 玲珑停了停 一双赤红双目看向武器持有着 是因为我发现你是一种气质带着 梁左大惊 我了个去 怎么谁都能够一眼看穿呢 不然我出来帮你闲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596集 玲珑说事 废话 不是元气学代者 我先来干屁呀 玲珑一如既往脾气 分分钟恶劣向 不 你要不是你天下之子 我白子绝差一点 也就是活得比较紧 这方面你听到什么错 梁左无语 你是在说我擅长逃命吗 是 我可没说 玲珑一副完全就是这样的样子 一秒钟之后变得神秘起来 记住 不要把你元气携带着的身份 告诉其他任何人 包括白子君 梁左老实说 我已经告诉韩静 和另一个元气携带着了 那也没办法 玲珑用爪子抓着嘴巴 我记清楚了 李木染 白子君 清小姐 都不要告诉我 明白吗 为什么要 梁左不解 在玲珑言语之间 无论是清还是老白 都显得比自己更加亲近 为什么 玲珑仿佛听到了莫大的笑话 一副看智障的眼神 你知道元气携带着代表着什么吗 不就是上一个成功活下来 突破破法者的元气携带着 是多宝先生吗 放你屁 这很不说八道的 多宝先生那个 不过是外面误传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玲珑仿佛意识到自己又多嘴了什么 赶紧转换话题 元气携带着 这个称呼最早来自于天尊 你应该知道 只是 你知道天尊到底是什么吗 在梁左内心 天尊类似于气和元两大体系的起源者 或者是发明者 就像是牛顿和经典力学体系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流派的创始者 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程度 至今后人都没有人达到过 要不是你是龙袍持有人 我根本不敢和你说这个话题 好在我们现在是内容传输 昆仑无法强制性进口 玲珑一副小孩子就是天真的模样 两只爪子不断活动着 就像是一条被召唤出来等待许愿的神龙 天尊的真实身份基本确定 既是昆仑持有人 也是封引昆仑的人 说起天尊 玲珑语气低沉正中起来 换句话说 元气携带着 这具有成为天尊的可行 重新彻底找到昆仑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昆仑之主 好吗 梁左应了一声 总感觉像是有一个超级高手 留下的超级密集的套路 学会之后就天下无敌了 事实上 梁左没有什么实感 下意识感觉 这些东西和自己毫无关系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啊 因为某一个东西就摇身一变 从菜鸡变成超级强者 昆仑这几年 他深刻地体会到 没有什么能人是一蹴而就的 崛起 必定有其坚固的原因 我说的是昆仑 玲珑森然道 元气携带者 可是被昆仑那家伙警惕的 随时坚固 以前在沐州沙案 还有一个小组 专门研究关于元气携带者的命题 其中有几个我们记清楚 有好几个研究员提出来过 元气携带者之所以欣赏 而且很容易猝死 每次都奇微误异 深层次和崑论有着某种观点 利用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方式 远程导致某个人死亡 对于困扰几十小时一桩 你想想吧 如果是你 你会让一个可能是你未来主人的人 成长起来吗 或者说 你的自由以后就可能在这个人的手中 他将会有囚禁你的能力 听着玲珑冷冷的话 两座立刻浑身鸡皮疙瘩 在昆仑世界之中 没有比昆仑更强 更难以对付的人了 如果将他看成一个敌人的话 你几乎没有任何的胜算 一丁点都没有 别说具有封锁昆仑的能力 哪怕这种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 谁也不会允许存在的 懂了吗 元气携带者不仅仅是昆仑的敌人 还是所有昆仑内人的目标 谁都不想出现一个能够完全留意自己的人 玲珑见两座明白其中的严峻性 这才语气缓和了一点 元气携带者一直是重视之地 很难活下去 这就是原因 是自暴 偶然 都是一层演示武装霸道 成为元气携带者 你可就要搞清楚一点 什么什么才能够使用元气 只有你百分百确认 眼前的人无法传递出任何消息 能够迅速将其灭口的时候 说着 玲珑又补充了一句 有的时候即使是死 也不要暴露自己元气携带者的追粉 相信 如果被人发现了你的价值 那是比死还要痛的无数 你会被人切割成一片片来研究 不断繁殖 甚至尝试上和夜风教育 承造复制体 不断提取血液体液 你会变成一个人性繁殖机器 连死都做不到 两座觉得 自己大概是没什么希望了 这什么鬼的元气携带者 简直就是拿着传国玉器 在乱世中招摇 一旦被发现 就死无全尸 最为惨淡的是 自己还根本没有掌握 关于元气的任何技巧 只会硬扛 福利嘛 一点没有体会到 全是负面作用 心烦意乱之际 梁左想到了一个问题 哎 玲珑为啥知道这么多东西啊 它真的是普通夜魂了 这个问题不重要 玲珑顾左右而言 总之 你明白我不是危言所听 如果有机会进入联盟书馆 可以查查 不 你的智障不适合 进去就会留下踪迹 让韩靖帮你何时就最清楚过 好吧 下一个问题 那不周山到底是什么地方 梁左更是好奇了 按照老白的说法 不周山是蓬莱人士集合全体之力 在执剑人帮助下建造出的一个巨型实验室 里面容纳了各种阵法师 设计师 理论专家 大家都在里面联合作业 尝试找出昆仑的真正含义 以及他行为的诡计 试图解析出昆仑本质到底是什么 然而 吴缅人利用归零先生外出的一次 烽火山林四大吴缅人高层骑出 携带抱走变种巨叶魂贡公 撞毁引爆了不周山 导致多年的经营与计算毁于一旦了 你知道了 为什么归零先生会外出 玲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题目 两座脑子里突然想到了归须之中 那个巨大的被盯在看不见深渊之中的 庞大身影 被缝住的嘴和双眼 浑身被锁链层层束缚 答案呼之欲出 归零先生不惜外出离开不周山 只有一个目的 寻找能够帮助到不周山的外力 彭来虽大 能够真正意义上 对昆仑造成威胁的东西 却是屈指可数的 唯一真正意义上 与昆仑真正交战过的 海神 战败后被昆仑囚禁 昆仑却由于某种原因没有杀掉他 要找到昆仑的秘密 海神无疑是最好的助力 桂林先生是要去寻找闺须之中 海神真正所在的位置 没错 看来你这几家脑子好用了一年 玲珑微微喊手 巨大的龙头就像是一团明灭不定的青色火焰 他微微叹了口气 胡筑山想要得到核心的东西 光靠自己那群人不够 所以必须有人能够提供关键性数据 请去作为参考 确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两者 一是毕竟山 他们从建立一时就和昆仑极为紧益 几乎算得上是昆仑自己经营的机构 毕竟山当然不可能背叛昆仑 所以就剩下最后一个 海神 你怎么知道看什么呢 说来话长 那次我 玲珑不耐烦打断 长话能说 一句话想清楚 梁左整理了一下思路 有次我去归须 遇到了海神 看到了他投射出的过去记忆画面 他算是地球过去的旧日支配者 类似于上个时代的昆仑 在他之前还有一个 被他压制藏在深海之中 不敢出现了 对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玲珑赞许道 没错 海神是输给昆仑 不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可能又要叫做海神空间了 不敢保证海神一定会和桂林先生合作 只是 作为被昆仑击溃的阶下球 海神如果想要再次脱离控制 就必须依靠外来力量 剩下的 就是谈将 没猜错的话 桂林先生过去就是和海神谈判 没想到 被抓住了时间 被无蔑人偷袭得属 两座脑子里闪出一个词 有叛徒 是 玲珑这次回答得十分干脆 而且 叛徒地位还不低 毕游宫的二 你知道毕游宫吗 两座摇头 真是不乐话 横来三巨头 五周山 毕游宫 三千岛 连这个场势都没有 真是带着困了 带蠢了 两座已经习惯了 玲珑的各种看不起 反正在他眼里 玲珑就像是一个毒蛇的老伯伯 又没人听他说话 自然一肚子埋怨 让他发泄一下 也是好的 横来三巨头 不周山作为最大研究机构 最为隐秘 三仙岛战力强横 毕游宫 则是三者之中最为悠久的组织 基本上可以确定 毕游宫是昆仑重启之后 腾来第一个组织 创建人不祥 给所有人的感觉就是 毕游宫的名字突然就渐渐频繁出现了 他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门人四处打探消息 而那些消息都是极为琐碎的 难以分析 有关于某人的位置和经历 有关于十二战队内部情况 有某种厨艺的做法 有修仙者的方法 有炼器式的渊源 他们就像是一个无孔不入的狗仔队 到处寻找那些藏在缝隙之中的消息 用他们的爪子和嗅觉发掘出来 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很无聊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玲珑不屑道 这些都不过是毕游宫的伪装隐士 他们的目的比起不周山来 一点也逊色 毕游宫建立只有一个理由 寻找失踪的那位天尊 回忆关于天尊同关被联盟发掘的经历 梁左记得其中有两点诡异之处 第一 自然是十大天尊将自己的棺材 呈现出环绕的方式 将昆仑围绕 或者说封锁在其中 让其陷入沉睡 第二个是 十具棺材里面只有九名天尊 有一个同关里竟然空空如也 对于才初次接触到天尊的联盟来说 更是毫无头绪 这件悬案几乎是让人没有任何想法的 因为信息实在太少 是那一位幸存天尊 最后改变了想法偷偷离开吗 还是他体制特殊 早早就被历史碾压成了尘埃 亦或者是另有任务 因此不在实人之中 毕游公不是什么新成立的组织 听吴道说 早在上一个时代 毕游公的存在 那是一处一致 连名字都是沿用的毕游公三个字 据说了 他们信奉的就是十大天尊之中 一个人 玲珑忍不住又透出一些信息极大的话 梁左竖鸡耳朵 听吴当说 前人执剑着吴当携手 这个玲珑到底辈分有多老 竟然和上一届执剑人都有关系 不过梁左有一点好 识趣 不喜欢探索别人隐私 你不说 我也不问 只要你表现是并不想要提起 我就绝对不会追究 毕游公依旧是延续之前的传统 寻找他们的发源 十大天尊之一 玲珑丝毫没有发现自己说漏了嘴 滔滔不绝 所以吴州山和毕游公 一直以来关系都很合 双方算是具有相同的目标 都是为了挖掘出历史这种过往的秘密 梁左抓住时机 问道 那三仙岛啊 关于三仙岛 梁左实在不解 他既是蓬莱三巨头之一 又被玲珑称之为战力强横 可现在呢 却变成了旅游公司 里面的人到处懒客 弄什么投资人项目 一个个像咪咪的 简直前后转变翻天覆地 三仙岛的名字 你知道怎么来的吗 玲珑右转闻起来 一副让老师好好教导你的模样 云 穷 碧 这是三仙岛的创始人 又叫做三仙 三仙岛就是以他们三人命运 所以现在三仙岛依旧有三姓 你认识的小的云西就是云西 白子虚的老乡好碧云就是碧西 两仙岛赶紧说起汤不热的事 那这个汤不热又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 应该是自由 我说的是那种 类似于你们五指戒里 都有青戒红戒的代号 玲珑白白爪子 让两仙岛别打扰他的思路 你想吧 修仙者毕生目标 就是修炼什么仙这个状态 而三仙岛三人被称为仙 可想而知水平如何 只是可惜 三仙岛的三仙 在第一次以太入侵时就参战了 那时候十二大战队还没什么能阵 完全抵抗 蓬莱这边 碧游宫 古州山 三仙岛的人都全力进入前线战场 那次双方都很惨烈 以太帝国四大元帅战死两人 众生亿人 昆仑这边 几乎也是全军覆没 讲起之前的战争 玲珑少有露出痛苦的神色 那是被称作黑暗时代的事情 三仙配合毕游宫击杀的那边一位元帅 只是 他们也没有再回来 要不是当时元帅阿提拉叹变 以太帝国说不定 就要趁机进入坑仑世界 这倒是以太人的常态了 由于极为汉勇军方主政 内部经常发生征伐 快扯远吧 玲珑终于意识到 自己把话题拉得差点回不去了 碧游宫叛徒 导致古州山被无面人进入 遭到灭情过快 后来内乱导致分裂交战 再也没有碧游宫这个组织了 他们的山门 听说都被那场大战给毁了 现在的盐武堂 就是由参战的庇佑工人士 和三险岛改制后 不愿意按照新方式离开的人 从建 这就是 横来的形势 至于元气前干者的事 下次再说了 别就累了 你可以问你那个搭档 打了一个哈欠 玲珑消失无踪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597集 韩少爷的培训计划 哦 意味深长的一声 韩静眉毛都挑了起来 这是他个人不多的习惯之一 一旦听到感兴趣的消息 就会眼睛发光 平直到眉毛扬起 元气携带者的确是 玲珑说的那样 他说道 梁左给听糊涂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不就慌了吗 人一慌张就容易犯错 韩少爷耸耸肩 倒不如不告诉你 说不定效果更好 又被坑了 梁左郁闷 也不用担心 我查过的 元气携带者 和元气双修是很难判断的 韩静递给他一杯热腾腾的红茶 让搭档不要光 想想 自从进入昆仑 时刻面临生死危机 眼下多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像是 一张本就透支的信用卡 少买一个也没有任何增益 倒不如多买一个 赌一赌运气 话虽如此 但是 梁左还是没有觉得一点安慰 元气携带者 的确是昆仑大忌 类似于尸魂嘛 你现在算是尸魂和元气携带者合体 怕什么 反正逮到也是死路一条 梁左更加的慌了 仿佛意识到自己不太适合给人输心 韩少爷换了一个主题 昆仑是不会也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监控每一个人呢 就像是现在 我和你私信谈起元气携带者 他哪怕想要东西也是不可能 这是他自我规则决定的 所有公共公开场合都在昆仑监控之下 而不断增多的区域让他没法随时随地看到每一个地方的事故 所以只能设置条件 触发条件的地方才会被他发现 类似于上网时候的敏感词 明白吧 梁左懂的 如果你搜某些敏感人物的名字 搜索栏里就会屏蔽而不会出现结果 这就是敏感词的筛选机制 只要避开就能够在夹缝之中使用既有功能 关于元气携带者的修行资料的确很难找 不过也不是没有 韩少爷突然传送给梁左一大堆资料 让梁左看得眼睛都花了 成功的经验没有 失败的结果却是一大堆 所谓经验 就是避免再重复进入某一个危险境地 这其实已经够了 他如此说着 就像玲珑所说 元气携带者的身份 你要尽可能忘记 没有到绝境或者有巨大把握时 都不要暴露 不过补充一点 我还是觉得 如果要死之前可以拥有 被做成容器至少还活着 活着就有机会 一如韩静的冷酷观念 生存即是一切 对了 还有一个元气携带者的事 梁左还是决定说出口 不要告诉我 韩静张开手掌制止 不要过于信任我 连我自己都不信我 而且我大脑里 有困难利用硬币制造的枷锁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进行作用 很多事尽可能不要告诉我 这是对你自己的保护 也是对我自己安全的保障 没有说完的是 韩静将之前梁左之前 对他说的那部分 关于元气携带者 背着豪的话 全部挖了出来 清醒状态之下 自己在意识中书 做了一个小手术 彻底删除了自己那部分记忆 梁左应了一声 元气修行者当不了 不过还是可以元气双修 韩少爷脸上极为有兴趣 这方面可以请教姚夜 接通姚夜的频道 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姚夜心情似乎不错 言语轻松 我当时是莫名其妙就学会了 反正你将它们看成两个科目 科目一是学会制作工具 科目二是建立自己的认知体系 反正到了破罚者这两个 是必备的 多尝试 修仙者完全没有秘籍而言 适不适合自己 应该走什么路子 都得看自己去捉摸 哪怕学一些别人的招数 对自己用处也不大 而你现在也有自保之力 这些是更是浪费时间了 总之多尝试就OK 突然姚夜问起 今年你们似乎还在上班区 哎 不好说 梁阳佐回答道 只是前八能够基本上 直接进入复赛 关于赛区的事 昆鸾并没有公布 而杨归宁也没有找到内幕消息 那到时候 多多指教了 姚夜一点也没有被自杀天君的事影响 仿佛之前那些不快都烟消云散了 梁阳佐大概能明白 是由于姚夜最大心病 薰姐的事情得到了解决 之前她想要夺冠 拿下一个山门 多半也是为了那个女人 没时间了 还有一个月左右 你就直接和病人交手 韩景如此给她制定任务 尽量能够提升元气双向的配合 那个 不是我们的训练 由杨归宁负责的吗 梁阳佐小声地问道 并不是 我和汤不热说过了 你 姚孝 唐子谦 都有我来制定特训计划 她也同意了 韩景面无表情 梁阳佐意识到 韩景与杨归宁 有了一个直接向的冲突 搭档已经在试图 燃指原本杨归宁 一部分的权力了 难道说 她要真正尝试和杨归宁 争夺指挥官这个职位了 哼 梁阳佐引以有些兴奋 无论是杨归宁 还是韩景区别 都是不容易见到的事 实在是有意思 想看 仿佛是能够看透 她心里所想 梁阳佐只觉得 韩景的目光别有深意 冰人系统 自从上次被你首次 单杀了冰人 现在做了一些细微调整 进去之后你就会明白 之前那半个月才上线 保护模式还未去掉 现在才是真正冰人系统的 完整版本 韩景比出五根手指 五天 五天我会把你锁在冰人系统里 不停对战 除非你中伤或者生命危险 梁阳佐表示无所谓 再强能够比风火楼 受磨十八道里面麻烦吗 在那里 自己也是和守官的正道士们 谈笑风生 冰人不过是虚拟假人 比不上真人的多变和难以预料 韩景拍了拍梁阳的胳膊 很好 就是要这么自信 俩人虽然是搭档 平时却极少有肢体接触 让梁阳赶紧有些不习惯 下意识有些不安 去吧 三个难度 试训 复杂 炼狱 生死 我设定的是炼狱 所以 你可要小心了 不明所以的梁阳白白手 双手抱拳 做了一个告辞状 然后一拍旁边的无尽之路石柱 整个人消失在原地了 一 二 韩景轻声计算时间 两分钟后 梁阳躺在地上 面部蹊跷流血 呼吸微弱的几乎让人听不到 左胸处坍塌 左眼肿得像是金鱼 双手手指如同被人用机器 拧得反向变成鸡爪状 上肢体骨头都已经错位了 看起来就像是一具被人偶尸 随意丢弃引线的脱线人偶 韩景仿佛早有预料 飞起烂泥一摊的搭档 哼着哥儿满油油往迷下的医疗所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598集 真实炼狱 你是故意的 肿着脸的梁左含糊不清说着 一双眼睛里怒火燃烧 梁左想要燃烧的对象正坐在他的对面 翘着阿狼腿在翻看伎俩板 听到抱怨声 微微抬起头来 我说过了 是炼狱级别的 让你小心呢 换成右腿架在左膝盖上 一身白大褂的韩景将气量板收入包裹 神色轻松 给你一个信息好吧 除去你之外 姚孝仙的衣袖在里头 没有被击败 被我认为战力最弱 最容易出局的唐子仙 居然也在坚持 反倒是你这个首发 那么快就 梁左强撑着 将身体从病床上抬起来 注意点一下子转移了 他们能够在那种强度里 待那么久 虽然也有些称呼我的预料 不过 是的 韩景站起来 和手持工具的医师迷下 微微点头招呼 看向梁左 大概一天后 你就能恢复了 我先走了 明天再次送你进去 他扣上扣子 侧身从梁左身旁离开 迷下则是抬起手中 大概长三十公分的注射器 长长的针头 射出一小端绿色液体 就像是毒蛇土性一样 梁左咬咬牙 扭头反身趴在床上 来吧 你拍着干什么 这个是要砸你的脸的 迷下拍拍梁左的后背 转过来 快一点 噢 砸眼 梁左突然觉得脸部肿了 牙也不痛了 真的 我好了 你看 我好了 不用打针的 迷下一边应答着 一边摸出两个银黄黄的金属手铐 将梁左两只手 锁在床两侧下部的拴锁上 梁左这才明白 原来这东西是用在这个时候的 他只能强行镇定道 迷下 真的 我用不着 很快就能恢复 真的 嗯 是啊 所以也好好听医生的话 迷下说着 又将他的双腿 用皮绳绑得紧紧的 彻底固定在床上 好了 你可以显得睁开眼 或者闭上 他不由分说 膝盖压在梁左的胸口 一针扎向梁左肿起来的脸颊 梁左只觉得一股冰凉刺骨的液体 在自己脸部皮肤之下 钻来钻去 又酸又麻 还发痒 他强行咬牙撑了过去 不错嘛 小伙子 迷下摸出第二只注射器 轻轻退了退活塞轴 下面是胸口 灼烧伤害太严重 已经影响了你的心脏部分功能 当打完第八指针后 梁左已经浑身麻痹 只有一双眼睛 还能够跟着梁下在里头翻酒喝的脚步 眼下 他已经被梁下浑身缠满了绷带 绷带之中 还有一层软泥状物质 他说这是用以快速恢复的高级药物 一口气喝了半瓶酒 梁下脸上也微微发红 露出有些酒鬼倾向的笑容 下面是最后步骤 正法 不过正法学得不太好 要把你绑好 才能够保证成功 梁下手中突然出现了一只毛笔 毛笔上沾了浓浓类似于墨汁的液体 他手握毛笔稍微停滞 突然衍生一变 落笔在两座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身体外 写起字来 从肩甲到手指尖 从锁骨到宽骨 从大腿根部到脚踝 脚掌脚底 梁下似乎在写出十分复杂的阵法 前后花费的时间 比起梁左之前接受治疗的时间都要久 最后 梁下呼出了一口酒气 手指一点 梁左身体上那些写过字的地方 突然燃烧起来 梁左下意识想要挣扎 麻痹感却完全封闭了他任何的行动 动什么 这也用来检测你身体 到底还有没有隐患的阵法 可是庆幕府很重要的研究方式 梁下抓起酒瓶又喝了一口 醉眼朦胧 反正你的身体自己知道 胸口那只烟魂我也不用再重复说 危险始终存在 蓬来的人老喜欢寄生 你们这么高 很容易出事 让我再看看 足部肌肉发达 看来你进入昆仑之前 身体底子不错 脂肪含量低于平均线 心肺呼吸都在良好的阶段 他一副如同打量标本的模样 来回平头论足 没什么大问题 差不多就这样 梁下做出定论 将脖子上挂的听诊器再次摘下 将耳塞塞进两座耳库内 另一头的听诊头则是握在手中 声音变得飘渺起来 睡吧 醒来时 你就能下床了 梁左只觉得 有人在轻轻用羽毛挠着自己大脑皮层 耳朵里有人在低语 那是让人无法拒绝的语言 他闭上眼睛 再次醒来 弥夏已经不在身旁了 找弥夏吗 进货去了 韩景又坐在了那个椅子上 让梁左怀疑之前的一切是否都是自己的幻觉 韩景根本从未移动脚步 只是自己那时候睡着了 而接着那一幕开始了一个奇特的梦 按照明夏说的 现在你已经能够再次参与高强度训练 那么我就先提前跟你讲一讲现在炼狱级别的对抗 韩景翻出了自己的计量板 握在手中 如同一个随时准备远程监控的工程师 四个级别 视讯 复杂 炼狱 生死 代表了冰人系统正式的难度分级 最初你达成首杀的那一次 冰人只开启了视讯级别的试炼 听了韩景的解释 梁左才明白 自己整整是跳了两个级别 遇到的对手根本不是之前冰人可以比拟的 对于上次进入与冰人交手 梁左几乎是意识模糊 记忆变成了离散的碎片 他只记得 自己进入之后 就被一个引甲人咒风狂雨一般的攻击 打得抬不起头来 一拳中过一拳 直到自己防御彻底被毁掉 意识恍惚 按照奇武山庄的说法 视讯是普通战士常识的模式 复杂是进阶 炼狱就是针对模拟类似于炼狱战场的战斗状况 生死不用说 就是挑战自我 单独一项 这个模式下可能造成的试炼者死亡 奇武山庄和七木斧都不会负责 韩景双手抱在胸前 如果你觉得受不了 我可以给你降低难度 只是 停断片刻 韩景看向搭档 我认为你的水准 就应该是连狱级别才有用 话虽如此 你给我戴高帽子也没有用 梁左想到进去之后就被打黑拳 简直像是夜晚独行 走着走着突然眼前一黑 击下黑拳闷棍就上来了 显直无从防御 不过 梁左想到了一点 真实性 老实讲 纵观自己真正最危险的那些交手 无论是地球面对以太金甲人 还是疯子临寻 龙伯国的恶战 后来方寸山内无面人 这些对手 没有一个会给你一个真正公平的擂台 没有规则 没有底线 随时可能会突然出手 一记不中迅速逃离 等待下一次机会 这就是真实战斗 练狱级别的病人虽然无耻 却和真人这一点极为契合 咬咬牙梁左点头 太好了 韩静露出笑容 我就知道 你从来不是遇到麻烦就退缩的人 快去吧 早去早轻松 梁左内心付费 说得像是我去前线当炮灰送死一样 他下了床 一用力 浑身僵硬的绷带和石膏一般的保护层 片片碎裂 灰尘之中 两座穿上衣服 敢赋予兵人交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五百九十九集 争夺 韩静将头上多功能头盔取下 理了理被压得贴在头皮上的头发 旁边的昆仑之书 就像是一本寻常词典 翻开的中间出现了一行字 元气携带着 下面是密密麻麻的各种标注和记录 一个个标记了极为清晰的引用和原本出处 稍微伸了一个懒腰 捂着嘴打了一个哈欠 韩静看了看时间 今天研究时间已经又超额了 他也处于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之中 从以往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再加上两左也就是关关两人的事情而已 而现在就要承担一部分麒麟指挥官的权责 韩静需要在自我和群体之间 做出一个较为合适的平衡 这个平衡他还在不断地摸索之中 尝试寻找最符合现状的灵界点 上次算是韩静第一次行使指挥官的职责 直接和杨贵宁正面起了冲突 听到韩静要将两所谣笑堂子千几个人 划除自己的计划之中 杨贵宁持明确反对态度 你并没有展示出具有培养新人的能力 这个提议太过于清帅 韩静并没有退缩 如果是以前 他是不会与杨贵宁起这种直接向分歧探牌的 可是杨贵宁分开了自己的权利 将管理权交了出来归属于汤不热 他自己只有战术指定和战场指挥权利 分权固然是一个很有勇气的抉择 却对于本人具有极大损失 比如说韩静就不必完全看他脸色了 眼下俩人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以前的上下级 而是平级竞争关系 一旦有机会 韩静从不惧怕竞争 他会抓住一切机会获取可能的利益 由于两个指挥官存在分歧 最终只能够让汤不热和被制豪来作为见证 最终权却是在汤不热的手里 你说我没有展示过自己 是因为我没有机会 并不是我没有能力 这是其一 韩静面对两道火眉毛的旧日上级 毫不怯色抬起了食指 提议轻率 恕我无法同意 关于姚孝 唐子谦 梁左三人 我可以很明确地肯定 我比杨归宁更加合适 我对这三个人的了解程度远胜于杨归宁 梁左不用说 唐子谦也是我去招募的 姚孝 我也是在不断地尝试沟通 如果他有的选 他会选我 看向旧日指挥官 韩静朗声道 杨归宁的确以前获得过不错的成绩 连续几次前八 而且无论是袁慎还是豪哥 他都十分了解 可是原来的麒麟已经走到了极限 事实证明了 如果没法子做出改变 麒麟今年依旧难以拿到冠军 杜鸭离开 梁左提上首发 这就代表队伍必须有更多互相之间的调整与配合 而且要考虑到可能的影响与折损 杨归宁眯起眼睛 仿佛重新认识到眼前这个 以前漠不作声的小弟 你认为梁左无法被取代 我可以马上找到一个和他水准相近的游击 要不要看一下 韩静露出一个放松的笑容 杨指挥官 队伍是以豪哥和元慎作为攻防核心 除去他们之外 当然谁都可以取代 这话一出 俩人之间针锋相对的气场更是凝质了 韩静言下执意表示 麒麟中除去被制豪宇元慎 没有非用不可的人 其中既包括梁左 也暗指杨归宁 就连一向对麒麟大多数内部问题 置身世外的汤不热 也不得不站出来打圆场了 你们两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对梁左 姚孝 唐子倩的培育计划上 看你们两人谁更合适 陈述你们的理由 还有能够支撑你们观点的证据 我和被制豪能够进行判断 杨归宁一马当先 言辞方正 梁左也好 姚孝也好 都是最初我在负责个人训练时 无论是对于无尽之路 还是对于这两个人的阶段性了解 我都更加充足 而且有梁左和姚孝进步的事实 韩静你说你自己更合适 又有什么依仗 麒麟的管理经验在座 没有一个人比我充足 对于这个不断成长的团体 无论是了解配置方法和习惯 我都是最合适的 韩静所说她适合 她没有准备留给韩静丝毫个人发挥的空间 进一步压缩对方能够站稳脚跟的立场 是基于和梁左之间的搭档关系 私人关系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梁左的确有着长足的进步 只是距离顶级游击 依旧有不小的差距 如果仅仅是因为梁左的成长 竟然就认为自己能够拥有 给其他人制定训练计划的能力 这就是荒谬 等了一会儿 确定杨归宁观点完毕 韩静这才将插在白大褂兜里的双手伸出来 搓了搓手 说得很好 我很赞同 韩静点点头 我同意杨归宁的看法 私人关系多少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现在请允许我说两个事实 一 被制豪从不参加体测 二 袁慎经常擅自行动 以往已经有过好几次 不顾团队金刚掌控阵地的需要 做出轻率冲锋的举动 最近的第一战与罗刹交手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为了能够与谭恶分出胜负 不惜独自行动 差点导致梁左被谭恶击杀 韩少爷四脚飞笑 那么我想问问 为什么无论是豪哥还是袁慎 杨指挥官都没有任何责罚呢 不同于尺度 谈何组织 这句话让杨归宁眼角抽了抽 对方借力打力 用得实在巧妙 其中的关键不在于 袁慎和被制豪的自以为是 而是将焦点和矛盾 聚集在杨归宁这个监督和管理者的身上 倒是旁边被制豪听得津津有味 还出言附和 说的有道理 发现对方没有情绪失衡 韩靖也不意外 继续说道 杨归宁的双重标准 对于新人来说实在算不上合适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自己来培训他们的原因 只是不方便说出口 现在既然如此 不方说得更清楚一点 之前甲乙组分组时 甲乙组原本就更强 可是却被我们迅速偷掉了数十堂子千 现场还原 袁盛和豪哥与唐子千根本就没有形成联动 根本就没有为唐子千量身定做关于他的战术和位置 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 豪哥 卑制豪点点头 他这个人向来是谁都不卖面子的 嗯 的确 唐子千各方面跟我们差距太大 跟不上我们的步调 如果我们照顾他落阵地 就会导致遥小的远程杀伤被扩大 反而不利 所以杨桂宁就让唐子千作为一个阵法术士 跟随我们身后 见机行事 见机行事 韩景如同听到了一个美妙的词汇 脸上兴趣昂然 所谓见机行事 针对强者当然给予极大自由 可对于唐子千来说就相当于你别跟着添乱了 如有冒犯 还请先料 他转头看向汤不热 汤先生 基于以上事实 杨桂宁对于培养新人的确不擅长 也不会倾泻自己的重心 当然 他的做法对于团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如果新人无法迅速融入团队 那就真的只有剪辑行事 无论姚孝还是唐子千 都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至于梁总 他的天赋已经在不断兑现 不需要我再去帮他解释什么 大家只需要拭目以待 近乎完美在论点上压制了杨桂宁 汤不热也是极为干脆 当场直接让韩靖负责那三人的训练事宜 和个人时间安排 杨桂宁后来没有再说话 只是沉默地接受了事实 韩靖之所以能够反制他 原因不仅仅是因为 杨桂宁主动让出了管理权 更大的一个原因在于 麒麟的停滞 无论是被制豪还是袁慎 在战队排位赛中 都是最顶尖的战力那一级别的 拥有这样双核心 始终无法得到冠军 的确会让人觉得失望 那么杨桂宁就必须做出改变 改变以往的某些东西来尝试突破 而作为领军人物 从自己做起 必然是最适合的选择 韩靖抓的就是这个时机 杨桂宁如果想要团队前进 就必须将自己手中权柄交出来 如果他否决 就再次回到了过往的轨道 依旧没有什么机会 眼下这一年最强竞争对手 韩潭组合拆分 杨桂宁毫无疑问 会抓住这个极其有力的关头 只要想改变 杨桂宁自己就会遭到损失和质疑 韩靖抓住机会迅速出击 对他来说 姚孝和唐子谦是必须和自己 与两组团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无论是地球人的共同身份 还是林霄靖那边 要求引荐新人的需求 韩靖都必须主动下手 至于杨桂宁不痛快 他就不痛快好了 权力这种东西 一旦交出来 想要拿回去 就难上加难了 也许杨桂宁是一个不错的谋略家 可惜他在政治斗争方面 实在算不得多强 韩靖轻松得手 代价也是有的 所以 梁左你这家伙要争气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梁左从病人训练周期之中 挣脱出来 已经是复赛开始的时候 他匆忙在米霞那里 修补了一下身体 就匆匆赶到了 麒麟的意识大厅 众人都纷纷落位 杨桂宁也不再 站在所有人的中间 如今成了汤不热的位置 好了 人气我就长话短说 汤不热翻开自己的金属箱 将光幕投影在中间 副赛将于两个小时后开始 32强全部出炉 今年有个不同点 并不会提前公布 是哪32支战队 昆仑对此的解释 是为了保护交战双方的 真实战斗习惯 减少泄密 我们的对手已经确定 是一个行星队伍 叫做天狗的战队 下面有关于他们的 一些简单介绍 诸位请认真记忆 紧张的两个小时内 没有其他人说话 只有汤不热 不断对大家的一些疑问 进行解惑 而杨桂宁则是迅速地 做出针对性的战略微调 时间消失如此之快 梁佐甚至都还有 很多问题没有搞懂 脑子里 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眼前是一片 不见边际的水域 到处都是碧绿色的水纹 在水面上 漂浮着一种 像是荷叶的植物 它们更像是一种 动物的某个部分 下面则是飞快游来游去 水纹正是来自于 它们游动的姿态 梁佐脚下 正是踩着其中一片荷叶 被踩住时 那小动物就停住 只有轻微左右晃动着 如果用气催动 是能够让其移动的 与天狗战队交战的战场 是一个只有水和荷叶的世界 落水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麒麟五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真场上并没有任何变化 依旧是金刚元圣 射手被制豪 指挥官杨彬宁 游击两左 术士则是恢复成了左小 这份上场名单 是汤不热提议 被杨彬宁和韩靖认可的 因为汤不热收集到的资料中 天狗战队擅长的是突袭战 非常喜欢游走与骚扰 因此需要持续作战能力 更强的队伍 左小更是完美契合 以我为方位坐标 元圣正北 被制豪正南 两左正西 左小正东 杨彬宁迅速固定下各自方位 安排所有人朝着正北方向 匀速前行 停 他一声落 所有人停住了 远处水平线上 几个影子正破浪而来 很快 他们的样子就在麒麟众人眼里 变得清晰起来 来者正是五个装扮奇怪的人 他们身着黑色紧身服 面部佩戴着狗面具 背负长条状匣子 里头似有刀剑之类的武器 一路嘴里乌鲁鲁叫着 完全就是一群阿飞 这就是天狗战队 战斗方式相当符合狗群 或者说是狼群风格 喜欢风而鸡 或有而不及 依靠他们高速与骚扰能力极强的方式 不断激怒和蚕食每一个对手 很快 他们五人分开来 各自距离麒麟众 还有大概两百米远的地方 停下脚下荷叶 隐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将麒麟战队的人 封锁在里面 领头的是他们的队长斑点狗 不知道他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 天狗五人都从后背上将各自的武器抓取而出 队长斑点狗的武器是一把双管黄铜猎枪 裸露在外的齿轮不断转动着 木制短枪托 偷出一股古典工业的美学感 头戴黑狗面具的人武器 是两把枫叶形态的匕首 握在手里如同两只爪子 黄狗抱着一把吉他 还在调音 似乎这就是他的兵器 秋田犬从身形上看 是个姑娘 他背上匣子打开 翻出来的是一只近乎仿生体的猫类动物 他浑身由金属构建 身体四肢都纤细精巧 蜷缩在匣子里完全足够 此时 他摆了摆柔顺的金属骨节尾巴站起来 一双银黑色的双筒不断拧动着 旋转 似乎在打亮眼前的敌人们 最后一位斗牛狗 武器似乎是一面红色披风 他手里拿着披风 还在哼唱着什么 仿佛在扣死西班牙的斗牛市 斑点狗忽然朝着天空开了一枪 众狗行动 黄狗拨弄着手中吉他 异曲极促欢快的弦音传来 在这个声音之中 两座眼前一阵恍惚 他回过神来时 发现天狗五人 只剩下还在弹吉他的黄狗 其他人都消失无踪了 贝智豪尝试射击黄狗 其他人保持警惕 两座和左脚注意保护贝智豪 飞速下达命令 杨桂宁手中行军盘布下阵法 所有人周围水域一阵波动 两座发现 之前自己那股被音乐制色的洞察力 恢复了一些 可依旧是看不到天狗其他人 贝智豪一见正中弹吉他的黄狗面门 音乐声戛然而止 黄狗摇摇晃晃地往后栽倒进入水中 沉没往上涌起了一连串水泡 这一下子连黄狗也不见了 周遭变成了一片诡异的寂静 紧接着一阵飘渺的吉他声从水下传来 在黄狗落水的位置 不断出现往上冲涌的泡沫 就像是那些气泡携带着黄狗弹奏的音符 不断往上飘动着 杨桂宁做出判断 我们入了他们的阵了 大家不用着急 这是幻阵 话音才落 两座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就像是其他人突然消失在原地了 地上的荷叶这时候开始朝着周围游去 他尝试和杨桂宁通信 还好通信并没有被切断 失误了 杨桂宁有些懊恼地说道 杨桂宁他那个是幻阵 也是明面上的诱饵 另外还有一个人趁着刚才制造了另一个阵法 扩大了距离感官 总之我们眼下虽然还站在一起 可是感知上已经无法感觉到 所以大家处于被分割的状态 应该是那个女人 她的猫就是阵眼 距离比例是 也就是说我们互相之间相距十公里 梁左还想继续听下去 可现状已经不允许了 站在他面前的人头戴斗牛梗面具 右手将一件红色闪亮披风搭在肩头 如同时尚杂志之中摆拍的模特 嗨 你好呀 我来杀你了 斗牛梗轻松地打着招呼 梁左手中照弹刀浮现 握紧武器 她毫无聚色 请指教 斗牛梗脚下一点 手中披风一抖 如同变魔术般 消失在披风下面 披风坠入水中 晃晃悠悠地下沉 两座反手刀插向自己的下垒 只觉得被一股距离牵住了 反应不错 斗牛梗站在她的后背 双手抓住刀背 让照弹刀无法刺入她的身体之中 脚下往后一滑 在水面上连续点了几朵水花 斗牛梗站定了 手中的斗篷变了一个颜色 变成了黑色 看来奇奇对你无效呀 那就只有用真本事了 真是的 明明能够偷袭致死 多省事呀 嘴里一边埋怨着 斗牛梗手中披风一抖 原本软塌塌的丝绸 突然凝聚成细长锥形 把柄处还有十字剑形 就像是一把西洋长剑 借向体系和多年与速度型对手交战的经验 让梁左对于哪怕速度超过自己许多的敌人 并不惧怕 刚才简单地交手一下 梁左基本判断清楚 对方这种爆发力的程度 只可能是游击 又是一次快速分出生死的对决 梁左手中一晃 照弹刀被龙袍取代了 原本就一道白色龙影 开始在水面上来回飞舞 换成龙袍在手 玲珑也被解放出来 青色大叶魂巨龙腾空而起 借向 双龙会 梁左锁定斗牛梗 冲了过去 斗牛梗手中长剑也飞速刺了 俩人身体交错 斗牛梗缓缓缓地倒下 再入水中 还未沉没 就降参出来 再无踪迹 梁左收起了龙袍 无助小幅处被穿透的窗口 努力尝试止血 只是斗牛梗那把披风凝聚而成的长剑 似乎附着了一股奇特腐蚀力量 让梁左疲惫不已 恨不得立刻闭上眼 这就是林龙承诺提供的帮助 只要两者全力尝试突破封印 林龙就能够帮助他激发出这把百炼刀真正意义上的力量 不再是以前单独的虚幻意识攻击 真正意义上的彻底杀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梁左有两者全力尝试突破封印 梁左有两个选择 一是直接认输传送出去 二是坚持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后者有遭到对方报复 继而被虐杀的可能 眼下他是真正的精疲力尽 看似还站得稳稳的 实则动一动都十分费劲 一个普通练骑士都能够将他放倒 梁肩放松 他迅速让自己的肌肉放松下来 不管能不能打 都要装作能打的样子 敏锐的战场嗅觉让梁左笃定 暗中有人正在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一旦露出破绽 就是对方露出爪牙的时候 想不到啊 事前收集的数据都错了 一个声音从天边传来 隐约可变是女人的声音 秋田犬 原本以为麒麟真正核心 是元圣和被制豪 没想到你才是他们真正王牌 秋田犬的声音有几分轻松 对于同伴被杀并无波动 即使说只要能够把你拖住 我们就有很大的胜算了 原本稍微松了口气的梁左心里又是意紧 对方这么镇定能够吃定豪哥和元圣 难不成有某种专门克制麒麟工坊核心的方法 所以在此之前把你的刀收好 和我好好玩玩吧 秋田犬发出一阵轻盈的笑声 眨眼之间梁左发现自己坠入水中 而迎面一瞬间仿佛往上涨了几十米 让他下意识想要往上游去 可一游动时梁左才发现 自己变成了一尾胖头鱼 晃动推动身体的不是双脚而是鱼尾 双臂被胸骑取代 背部背骑也能够控制在水下滑动 又中了患症 梁左也无可奈何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 想要满力快速破除对方患症 完全不现实 只能够运用脑子去尝试找到阵法的阵眼 任何阵法 哪怕是最基础的三大阵法 坚固、锋、极速 都是有他们的命门的 坚固的命门在于迟钝 不够敏锐 锋锐的命门在于会让本身脆弱 极速命门更是不可持续 这些命门体现在高阶阵法和混合阵法之中 就叫做阵眼 眼的概念和人体相通 这是观察外物最直接最主要的区域 破坏阵眼阵法操控者 就无法继续 那里是最安全 也是最薄弱的地方 也是由于这个概念和结构 阵法比拼大多数时候 是智力上的博弈 见招拆招最终胜出 陷入阵法 眼下对梁左反而是一件好事 身体上他已经濒临极限 无法再进行高强度战斗 脑力对决还处于有机会的状态 他尝试和杨归宁通信 那边却是杂音一片 看来天狗战队早就想好了 要切割分化 通信自然也是被想方设法屏蔽了 化作一条胖头鱼 两座游来游去 很快的他就发现了自己并不是安全的 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些快头比自己更大的凶猛鱼类 它们浑身荧光灵灵 就像是包裹了一层甲皱 与其临背都像是锋锐的刀片 个体更是梁左这条咸鱼的两倍以上 梁左选择暗中观察战术 他的户外知识几乎瞬间弹射出相关信息在眼前 于是近视眼水晶体的弯度不能改变 而鱼眼限制了视线 只能看到一到两米远的景物 鱼眼的水晶体是圆球形的 只能看到比较近的物像 故而所有的鱼类都是天生的近视眼 它们很少能够看到12米以外的物体 因为它们睁眼的水晶体弯曲程度无法改变 综上所述 梁左只要保持12米范围之外 就能够有生存空间 可让它无奈的是 这种类似于金枪鱼的攻击性鱼类不断地增多 很快变成了一大群鱿鱼 自己躲无可躲 梁左这条小鱼显得极为刺眼 按照鱼群的侧线反馈机制 只要有一条金枪鱼发现了它 剩余的就会一拥而上 将它啃成白骨 梁左的时间越来越少 这种具有极强暗示于杀伤力的针法 缺点一定也是极为明显的 针法本身越能自呛 越是难以找到破绽 越是狭小 越是容易生效 却也更容易被陷入者挣脱 海面 梁左微微扬起鱼头 从自己所处到水面 估计有至少一百多米 自己来不及过去 就会被发现的 海底下面是一片漆黑 近视眼的效应 让它更是难以分辨 下面有什么 近视眼 梁左突然朝金枪鱼群冲锋起来 靠近的一瞬间 它立刻转向 强行装作是金枪鱼群中的一员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金枪鱼群竟然没有识破 这个浓眉大眼的胖头鱼 梁左跟随大部队游来游去 到处寻找可能的猎物 当然空无一物 这片所谓的海域 只有这么一群金枪鱼而已 渐渐的 鱼群不断消失缩小 到最后 两座睁开眼醒来 带秋天犬面具的女人 就站在她的对面 双手撑着膝盖 一副无比劳累的样子 你怎么 怎么居然出来了 对方将面具往上撩了撩 咳出一口血来 露出沾满鲜血的嘴唇 和弧度漂亮的下巴 不断喘着气 因为你太急了 梁左回答道 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患症更加完善 扩充协调世界观 我至少没有这么快能出来 比如说在兽魔时八道 梁左遭遇的那个正道使女阵法师 她的冰雪世界 差点就要把梁左给冻成冰棍了 那才是真正顶级阵法师的表现 海底换阵的杀手锏 在于短时间内迅速制造杀鸡 那些金枪鱼群 让置身其中的鱼 无处可逃 而一旦开启逃亡 就没有了回头的机会 几乎是一面倒的陷入阵法内部的追杀节奏 直至精疲力竭而死 可这个阵法缺陷也是明显的 因为它本身过于简单 能够让人联想到的 与阵眼有关的项目就很少 最关键的一个就是鱼本身 开头 金枪鱼群没有立刻攻击 而是群体不断增多 是为了给置身其中的人 以不断增强的压力 或使入阵者做出反应 无论是往上还是往下 都将演变成一场追猎 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就强攻呢 这就是阵眼所在 阵眼就是鱼的眼睛 在秋天犬的阵法之中 它们看不到太远的东西 近距离也无法识别 判断的根据是行为 即使说 只要和它们行为不同的 都将是猎物 做出这个判断 是因为梁左发现 金枪鱼群无论是增多还是减少 都没有分开 分成几只小队 而依旧是一大群 整齐划一 梁左需要做的即是两步 静止 等待金枪鱼群从旁边经过 然后跟随 当然 这也是有风险的 失误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梁左判断阵眼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他称它为十步之内必有解药 自然界之中 要判断和了解某种生物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从它最明显的特征上上手 特征的另一面 往往包含它们的习性 花脸山翘 看起来就像是唱戏的艺人 不过这面部 却是它们显示自己汉勇的一部分 性格暴躁 看似滑气的面部 另一面代表了盔甲 响尾蛇标志性的摇晃尾巴尾环 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是威慑敌人 警告对方不要靠近 尾环声越响亮 越代表这条响尾蛇年纪越大 具有丰富攻击经验 鱼亦然 眼睛近视 却而代之的是感官器官侧线 具有超强的触觉和水流感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二集 莫名其妙的胜利 我输了 要杀要寡尊便 秋田犬倔强地说 梁阳祖也想要杀要寡 可是他办不到啊 于是他只能装作高手风范 我不杀手无腹肌之力的人 尤其是女人 秋田犬冷笑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佩服你 你不过是利用鬼进赢了我和斗牛狗而已 如果老大在 你绝对赢不了 哪怕是黑狗在 胜负都难讲 书家总是要找一找借口和面子的 梁阳祖表示理解 他索性坐在荷叶上 和眼前女阵法师面对面 指了指秋田犬的面具 梁阳祖说道 取下来吧 你们怎么搞得和无面人一个样子 风格 你们这些老家伙怎么懂 话虽这么说 秋田犬还是将面具取下来 里面是一张二十岁出头女孩的面孔 眉毛细长 嘴唇小小的 一脸不服气鼓着嘴 老 老家伙 梁阳祖一阵头大 谁告诉你我是老家伙了 我今年才十八呢 骗人 你才十八 那我就才十岁 秋田犬反唇相机 不要脸 装年轻 你们这些老人家真的是 梁阳祖怒来 不要叫我老人家 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年轻人 看 看 戳到痛处了吧 只有老人家才会厌恶别人叫你老人家 一把年纪了还要强行装作小白脸 真是 难怪都说你们这些老人家喜欢到处勾搭小男生小女生 秋田犬小姐一副你果然原型毕露的野鱼脸 我说梁大叔 老大不小了 纠结年龄个什么劲啊 梁阳祖被牙尖嘴利的秋田小姐搞得没脾气了 争辩这一点上 她一直不是强项 看梁阳祖痴别 秋田小姐倒是露出笑容 对嘛 前辈就要有前辈的样子 你是怎么识破我的群鱼戏的 太简单了 这句回答让秋田小姐脸又垮了下来 咬牙切齿 梁阳祖补充道 我的意思是 群鱼戏这个阵法本身太简单了 面对事实 秋田小姐倒是承认 崔栋脚下荷叶飘过来 一副认真听讲好学生的模样 梁阳祖没想到 关于求学的事 对方倒是这么认真 其中的根源在于 昆仑之中 一般人很少有不相干的人 会告诉别人一些重要信息 和需要修正的地方 梁阳祖一路走来 却遇到的都是相对洒脱开放 不怎么拘泥与保守 他自己也没有保留秘密的想法 群鱼戏感觉不像是一个 琢磨过很久的阵法 他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梁阳祖顺着自己的思路说着 比如说 改动一个小东西 将深海的环境 变成一个狭小的巨大水缸 那样一来 压迫感更足 让入阵者第一个想法 就是突破这个区域封锁 人只要有了后路 就不会想着解决麻烦 大多数更愿意 本能去逃避问题 秋天小姐点点头 再比如说 追杀者可以是多样化的 金枪鱼群作为一股追杀力量 巨型杀人鱼 是第二种追杀方式 海中的透明触手生物 是第三种 小体进行 你们天狗战队不是擅长群狼战术吗 通过疲惫和游击拖垮对方吗 这个阵法改良后 很符合你们的风格 秋天小姐眼睛一亮 对对 你说仔细一点啊 梁左笑了笑 我只是这么一想 又不是阵法师 算是提供一个思路吧 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 秋天小姐露出有些失望的神色 不过 继而问道 你之前 是不是和很多阵法师交手过 不算多 梁左表示 的确有一些 烽火楼兽魔十八道 有一个正道士 就是擅长阵法 它的冰天雪地模拟 简直是让人难以抵挡 光是说封锁阻挡别人的能力 是我见过的最强之一 雪仪 秋天小姐惊呼 你见过雪仪 居然还没死 什么 雪仪 梁左脑子里显现出那幅画面 你开门啊 傅文佩 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你有本事抢男人 怎么没本事开门呢 雪仪 梁大叔 梁大叔 秋天小姐打了一个响指 将梁左从回忆中拉回来 经过他讲述 梁左才知道 那位镇守兽魔十八道的正道士 叫做真雪 和秋天小姐是远亲 忘记自我介绍了 我叫真旺叔 请梁大叔多多指教 说起自己的真名 他变得很有礼貌 一下子将原本刁蛮灵牙的一面收了起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乖乖女 唉 好说 莫名其妙变成了大叔 梁左欲苦无泪 好吧 大叔就大叔吧 当一下长辈也不亏 梁大叔 我记得你的资料里说的 你以前是蓬莱知名邪派组织 五指界的人啊 你是不是杀了很多人啊 真旺叔 说到杀人两个字 简直脸上涌起红韵 当变态杀手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啊 这熊孩子说什么呢 梁左气的 胡说八道啊 我们五指界只是一个信息机构 同手无期做买卖的 哪有随便动手的 话说起来 他也有些没有底气 蓬莱人士 说是老实本分 简直是开玩笑嘛 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真旺叔突然转换话题 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梁左 我当你徒弟怎么样 梁左一愣 哪个哪啊 怎么突然说起拜师了 这转变前后太大了吧 前面还要打打杀杀 现在那头变半 学虎转也不是这么快的呀 因为师父你很有气感 那种舍我其谁 随便你学 学得再好 也分不出我手心的感觉 梁左心里舒畅 唉 当师父也不是不可以 师父你看 我好歹算是天狗战队成员 32支副赛战队之一 不算给您丢脸吧 长得也不寒暂 能够带出去晃一晃 也对 师父 你答应我吗 我马上就认输 徒弟怎么敢和师父动手吗 你说对不对 嗯 这个题也不错 师父 请受我一拜 毫无诚意地做了一个动作后 真忘书就拉住梁左的手撒娇 师父 你要对我负责呀 梁左 你在干什么 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杨归宁元圣被这好都出现了 三人脸色怪异地看着梁左和真忘书拉拉扯扯 梁左还被拉得衣衫不着 呃 这 这是一个误会 梁左结结巴巴地说 旁边的少女根本不管其他人 一脸气氛 似乎在埋怨这些人 不知道场合打扰气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三集 女徒弟真忘书 垂头丧气坐在麒麟一时大厅里 梁左埋着头 其他人都若有若无看着他 好吗 大家都在战斗 你倒好 过去勾搭小姑娘 豪哥用胳膊撞了撞梁左 一声道 哎 组弟 是美还是不错的 那个小姑娘很可爱啊 哎 你有空教教我 怎么去跟小姑娘说话呀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队长 梁左心说 您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最后那一幕 自己简直尴尬得不行 特别是紧接着的一幕 我先走了 这里说话不方便 回去联系 真忘书恋恋不舍地说道 然后原地消失 啊 完蛋了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哎 黄河好像也是浊水 进去似乎也洗不了啊 汤不热咳嗽了两声 示意大家的注意力回到他这边来 战胜了天狗战队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今年不比前两年 竞争更加激烈 左小这还是第一次被击杀 大家要引以为戒 不要再次嘀咕对手 梁左瞄了一眼 坐在一旁盘着腿 生闷气的左小 实在没想到 左小这个橡皮人 也有人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击杀 应对天狗战队如此困难 一方面是由于地形对他们有利 另一方面还是我们的应对和应变不足 由于麒麟是一支老牌战队 我们之前的数据和成员信息 被他们很多人都掌握 敌名我案 这是另一部分客观原因 阵容僵硬是麒麟现在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所以从下一场开始 我会酌情调配配置 开始各种的组合 稍作批评 汤不热开始讲优势与鼓励 不过这次也有涌现出惊喜 梁左以一己之力 先是正面击溃斗牛梗 然后又再次利用自己的优势 蛊惑了对方另一名成员 什么叫做自身勇士蛊惑呀 梁左张了张嘴 终究说不出任何话来 连汤不热都认为 自己是靠把妹 让对方失去了继续战斗的想法 其他人更不用提了 这次啊 名声彻底臭了 不过这里要提出批评 梁左的方法还是太过于危险 汤不热朝他瞄了一眼 万一遇到性格古怪的对手 说不定你的蛊惑就失效了 所以要谨慎 梁左生无可恋 现在我直接宣布一个决定 下一场参战名单 袁慎 备志豪 韩静 调笑 唐子谦 最后 汤不热的话让众人都是一阵 如此重要的一场决胜负 汤不热硬是要履行之前承诺变阵 将杨桂宁直接替换 看来是要综合评估两位指挥官的擅长和优势 旁边的韩静倒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反正啊 什么情况对他来说都是预料之中的 三会后 梁左被韩静叫住了 那个女人什么来头 叫做真忘书 和风火楼的人有些关系 梁左也说不准 没想到他突然就玩一出强行拜师 真忘书 韩静迅速查询了一番 无果 有些失望 你准备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大概他在开玩笑吧 梁左正说着 就收到了一个通话请求 打开之后 就听到真忘书的声音 师父 出来这面喝东西啊 你在哪 韩静皱眉 露出有些意味深长的神色 书以身体 不要被青和青子看到了 不然 你要出事的 这是什么眼神 梁左很想直接对这个便宜女徒弟说 灵性高明吧 我也不是谦虚 我不过是一个地球移民 怎么就去当你师父了呢 可最后 他还是出去和他见面了 很多事情 要面对面才说得清楚 没想到 真忘书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旁边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胳膊上纹了一个奇特的纹身 这是风火楼正道使的标志 之前风火楼十八道正道使之一的雪姨 看起来年纪轻轻 与真忘书俩人更像是姐妹 没想到辈分上 却已经是长辈晚辈了 雪姨朝梁左喊手 又见面了 梁左回应 没想到你很漂亮 雪姨亚然 以为我是个老太婆 还是个疯子怪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总觉得 人又漂亮又厉害 实在了不起 两座脑子里 瞎意识想起那些女强人们 谭小鱼 李木染 阿清 清子 侯晓晓 看起来有些傻 没想到 你真会说话 雪姨打去李帆 扭头看向真忘书 小叔 看来之前 我是错看你这位师傅了 并不是傻不愣愣的那一类 是啊 师父很能扯的 真忘书 不知道是夸奖 还是暗讽 梁左只能是装作没听到 叫我出来有什么指教 只是想要认识一下 雪姨一副长辈风范 旁边的真忘书 基本上是全程听着 还请梁兄 以后多多帮帮我这位侄女 雪姨做一道 梁左本能白手 不不不 我当不了别人师傅的 梁兄不必急着拒绝 先看看 我替小叔准备的拜师礼再说 雪姨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 手里出现了一片 长条状青铜片递过来 梁左一看 竟然是联盟图书馆的书卷 面值是三十 这个价值和排位赛 最终个人项目奖项的金额 相差无几 梁左无法拒绝 元气携带者 让他必须进入联盟图书馆 寻找线索和信息 哪怕他自己去不合适 让韩靖去 也是极为有用的 我没有什么积蓄 最大的爱好 就是进入联盟图书馆学东西 这里还剩下最后三十的额度 就送给梁兄作为拜师礼 还请收下 雪姨言辞得当 神色诚挚 我这位侄女 是我已故哥哥的女儿 她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 我不愿意她加入蜂火楼 吃那个苦 就任凭她在外面风来风去 听到风来风去 甄望叔反而是一脸得意 好像是对于自己的夸赞 雪姨瞪了她一眼 让甄望叔缩了缩头 所以啊 能够找到一个 她认可佩服的老师 很不容易 希望梁兄能够教她 让她能够学会保护自己 小叔找到我时 我查了一下梁兄的资料 还从祝家业师姐那里 询问了一番 她非常认可你 所以我也觉得很适合 梁左有些意外 没想到家业还在背后推了一把 如果没有祝家业的帮助 大概自己也拿不到 这价值连城的拜师礼吧 罢了 吃人手短 梁左抱拳 我会尽力的 甄望叔笑眼弯弯 师父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告辞了 正道士不能离开太久 雪姨总算放下心来 慢着 雪小姐 请问一下 家业她怎么能够离开 寿魔十八道 之前我看到 她在外经常出没呀 梁左提出自己的疑惑 那是因为正道士 还有替补 一旦有应急事宜 需要赴掌门或者掌门授权 让正道士执行特殊任务 这时候 替补坐镇 梁左终于确定 罗素之死 是由于烽火楼高层的决议 祝家业 不过是那个处刑人罢了 她叹了口气 那个可爱有趣的小黄花 柴犬克雷斯 都不会回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四集 师父 你有没有 师父 没想到你年纪还真的不大 真旺叔有些意外 我还以为你已经是老爷爷了 你是不是传说中的不死人 假装成地球人 装怂这样 不死人 梁左终目前只知道莲花童子是 其他人还没有遇到过 他看向坐在对面双手脱腮的便宜徒弟 既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说吧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当你师父 生米煮成熟饭 这句话有点怪怪的 郑旺叔用手指挠了挠脸颊 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你比较有趣 不不不 你别误会 他赶紧补充 不是说你人是我感兴趣的类型 是你的行为和太多人不一样 当然了 大多数昆仑人士都是尽可能藏着 哪怕明白也装作不懂 在昆仑之中 信息就意味着力量 真旺叔哪怕在天狗战队之中 也发现大家不会拖出自己所知 要找人指教一下 真的非常不容易 而他唯一称得上关系亲密的雪姨 却大多数时候都很忙 郑道使不是在磨练自己 就是在磨练别人 常常还没说两句话 那头就挂断了 表明雪姨又有了挑战者 久而久之 真旺叔也不好意思麻烦雪姨了 毕竟每个人都需要个人空间与时间 真旺叔需要一个引路人 雪姨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 可惜的是 雪姨没法承担真旺叔想要的另一个角色 一个可以随时找到说话的朋友 当遇到梁佐时 真旺叔最先是紧张 他眼睁睁看着梁佐拔刀 一刀将天狗之中最擅长近战的牛头梗 给击杀了 他心里吓得要命 可是他作为伙伴又不能不站出来 否则那个可怕的刀客 可能会击杀下一个人 导致天狗战队彻底的崩溃 咬牙出击 真旺叔利用自己术实的特性 尝试利用阵法来束缚对手 面对这样的恐怖人物 他根本没有信心在他没有发现前布下完美的阵法 于是他以最快的方式使用群鱼系锁住他 结果依旧和他预料的没差 梁佐轻松挣脱 自己被阵法反噬弄得毫无还手之力 他本可以一刀将自己杀死 那时候真旺叔很怕恨不得立刻离开削弱空间 可是他不能那样 作为一个团队 他必须拖延着一个大魔王 哪怕是激怒他会有可怕的后果 于是他故意挑衅 希望梁佐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虽然如此做法 也许会让自己承担恐怖的灵虐 没想到对方竟然坐下来和他讲道理 这个人明显脑子有问题嘛 真旺叔瞬间觉得 多半此人对自己有想法 他于是将计就计 原本想要用美色诱惑拖住他 可自己实在不是美人那块料子 完全诱惑不来 后来变成了发脾气 意外在于 梁佐开始给他讲起自己阵法的缺陷 并提供给他好几个建议 如果修改得当 哪怕是匆匆布下的群鱼系 说不定也能造成巨大的杀伤 他眼神清明 没有任何邪念 真旺叔肃然起敬 这才是强者老前辈的作风吧 面对后辈宽容又包容 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 拜师怎么样 一是可以拖住梁老先生 二是还可以趁机套词 看看能不能挖点经验出来 越听 真旺叔越是入迷 不同于其他人的讲解 梁佐不怎么使用术语 这个人是完全的实战派 极度讲究实用性 让他对于阵法的缺陷和优点 都一针见血 当他听到曾经和雪怡交手全身而退 真旺叔更是震惊 他无比清楚 能够在受磨十八道第七道正道士 雪怡手中脱身 代表什么意义 脱身不过是没话 其实就是他已经破除了雪怡的阵法 实战上压制了雪怡 按照惯例 创受磨十八道的疯子们 如果闯过一道很大几率 会击杀正道士 这不仅代表了双方交战的激烈 也是发泄自己的一种方式 然而梁总能够破除雪怡的阵法 却又没有伤害他 至少这个人并不适线 而且很有可能远超雪怡 他心里这才有了真正败师的想法 能够和一个陌生人都讲这么多珍贵信息 如果是徒弟的话 送几件宝具应该是不过分的吧 回去之后 他懒得理睬队长斑点狗 兴奋地直奔烽火楼找到雪怡 合计了一番 雪怡也表示 梁总这个人在烽火楼风品不错 烽火楼与林霄静互相极为了解 对于梁总这几个新进成员 自然信息很清晰 真要败师 真网叔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因为对方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 有些让他苦恼 如果是个老头子该有多好啊 撒撒娇什么的理所当然 徒弟嘛 可是他这么年轻 不合适了就 想那么多干什么 雪怡开导他 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师有多难 你不会不知道 梁总事成亲征 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作奸犯科 前途不可限量 听起来是当他徒弟 其实就是让你有一个靠山 如果遇到麻烦 能够找到他 明白吗 雪怡毕竟是过来人 一番提点 让纠结的侄女立刻释然 抱大腿 年纪并不重要 只是雪怡又提醒道 不要乱来听到没 师徒之间要有师徒的样子 你师父以后教训你 我也没法插手 雪怡 真旺叔拉着雪怡的胳膊 拉长吊子 不过是个便宜师父嘛 胡说八道 要认真听话 雪怡认真地说道 不要再胡闹了 听懂了没有 多雪点有用的东西 如此这般 真旺叔才从假戏变成了真做 真当了两座徒弟 雪怡一走 真旺叔就眼巴巴过去 一脸期待 师父 你有没有宝具 给我几件防身啊 梁左有些尴尬 没有 真旺叔不服气 别的徒弟拜师 师父都要有表示的 梁左一想也对 总不能什么都不表示吧 他翻看了一下自己的包裹 先是摸出了一个人偶 这是玛丽肖送给自己和韩静的 在遭到诅咒类术事时会预警 算是一个珍惜的小玩意儿 女徒弟拿着娃娃 继续期待着看着师父 梁左又翻了翻包裹 找到一个奇怪的东西 那是奇武山庄恭喜送的东西 是祝贺他达成手杀兵人的一个小礼物 之前他还没有打开过盒子 眼下梁左翻开盒子 里面是一根钢笔模样的金属长条 他用手碰了碰 金属笔顿时盛开成一朵漂亮的花朵 每一片花瓣都是银色 层层叠叠 看起来极为漂亮 只有触到时才能发现它的锋利 花瓣轻易划破了梁左的手指 这个不明所以的道具 让梁左不知道有什么用 想想当初恭喜说的是 这是碧派掌门制作的小道具 送给梁兄作为祝贺 还请不要嫌弃 侯晓晓那个喜欢背着大包女人包里 有什么东西 仿佛都不让人觉得奇怪 真望书拿着这一朵金属花朵 拧动下面的柱状 整朵花瓣突然飘散开来 化作一群煽动金属双翼的蝙蝠 环绕着真望书飞来飞去 让他眼神痴迷 这个好 谢谢师傅 他收起金属笔 眼睛继续一眨一眨 等待师傅的礼物 梁左硬起头皮继续翻找 找到两颗尖锐牙齿 勾起梁左的一段回忆 那是一个灵霄静追捕的逃犯携带的道具 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梁左一刀就将他的左肩斩断 然后封闭了他体内气的流动 将他瞬间制服 后来返回找具物部鉴定 说这是一种特殊战斗道具 能够装在牙齿上 叫做血液齿 能够通过撕咬敌人 达到毒素麻痹和吸取对方体内能量的效果 除此之外 还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很高的收藏价值 没错 原话就是这样 因为制作血液齿的道具师已经去世了 留下的只有几十副一尺 每一副他都精心打磨 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 收藏爱好者很喜欢 真望书将一尺塞入嘴里 顿时变成了女吸血鬼 双手张开 做凶恶状 师傅 没想到你这个人 还喜欢收集这些道具啊 真是童趣 梁左挠了挠头 我很穷啊 实在没有什么给你的 那师傅你答应我一件事就好了 真望书做出一副自己很吃亏的模样 说道 只要以后我找到你 你不要不理我就行 这算什么麻烦吗 梁左立刻答应 好不容易松了口气 真望书换成了笑脸 师傅真好 这个便宜徒弟其他不会 讨好人还真是一流 梁左心里想着 摇摇头 我先走了 还要集训呢 嗯 师傅慢走 被喊师傅 让梁左还是有些飘飘然 有些美滋滋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05集 就这么进入四强 梁左从与兵人熬战之中出来 按时和韩静会合时 四强已定 麒麟 无相 菩提 罗刹 梁左有些意外 这份名单和他心里预计出入不小 首先 焦童的出局 就让梁左足够吃惊了 水生和余沈宴的组合 曾经一度登顶 现在却前四都进不了 不知道是他们内部问题 还是竞争比起以前要强太多 再者 是关于洛七月带领的赤箫 早早出局 令人几乎不可思议 梁左记得很清楚 当初要击倒洛七月这个怪物女 她和袁慎杜鸦花费了多少功夫 加上豪哥的远程杀伤才勉强做到 说赤箫没有引员 梁左是不信的 今年洛七月团队比起去年 也应该是只强不弱 然而游击战力榜排在第一位的洛七月 已经达到回府了 他们也被人淘汰 这张四强名单里很有趣 三个都是梁左在意的对手 无相战队 去年被早早阻拦在核心圈外 今年却和让他们隐恨的老对手菩提 携手挺进前四 说到菩提战队 自然不能不说摇曳 从光彩夺目的一战成名 到变成天大的笑话 摇曳夺走了水生身上的不败光环 可这无法持久的命运 似乎也波及到了她本人 因为被陆伯扬算计 导致摇曳不仅排位赛遭遇巨大的耻辱 赛外她也承受了 从天才坠落到庸才的巨大痛苦冲击 今年他们都从地狱回来了 最后一位 罗刹 寒月的出走 让原本强横无比的寒坛解体 剩余被很多人称为最强金刚的坛恶 独自带队 披荆战棋 麒麟首战 梁左已经见识到了 那个看起来并不高大难忍的决心 与近乎无法被击倒的钢铁之躯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 罗刹竟然被她强行带入了前四 关于寒月和坛恶 谁才是寒坛夺冠的最大功臣 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了 青年有趣了 寒静也露出玩味的笑容 翻开计量本 骚拾着各种数据统计 其中我们的对手已经定下 明天正式对战菩提战队 要和姚叶交手了 梁左精神一震 继而她又有些遗憾 唉 如果对手是无相或者罗刹 我们可能更好应对一些 麒麟与罗刹有过作战经验 而且应对有缺点过于明显的队伍 麒麟一直不怎么怕 怕的是不按常理出排和均衡队伍 另一支队伍无相战队 梁左知道实际上是由奇武山庄 同江带领的队伍 擅长控制傀儡 被姚叶一个人曾经撕碎了战线 对于这样的消耗战术 有袁慎左小背着豪的麒麟 也是并不难应对 唯有菩提战队 姚叶的作战方式 实在是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外寒人说话果然胆子比较大 韩少姨一笑 在梁左还没分辨出这句话 是保释扁前继续说的 给你一个信息 赤箫战队是被无相战队击成的 另一头 姚叶今天也是真正的报了仇 只用了五分钟 正面机会博扬的流浪者战队 两条重磅消息 乍得梁左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洛七月的赤箫战队 梁左想来想去 除去麒麟 不是菩提战队 就是罗刹才有机会搞定 无他 顶级战队只有同阶对手 才能够搞定 姚叶同谈恶 都和洛七月有一战之力 至于无相那种傀儡战术 梁左自然排除 可惜菩提战队 对战流浪者这一战没法看到 不然一定很精彩 嗅笛相遇 韩少爷摸着下巴 一脸唏嘘 不打个你死我活 估计不会结束 梁左脑子里 大概有了一个清晰蓝图 明天我会上场 对 这是汤不热在复赛第一战后 就和我商量过的 韩静这才说出 之前他与汤不热的计划 由于梁左表现过于突出 很可能就已经引起了 其他强力对手的注意 所以他们需要隐匿这个点 让对方无法侦查出梁左的真实水准 越是水平接近的交手 一点点未知因素就能够起到奇效 因而 索性将梁左血藏 哪怕有人通过麒麟里头一些聘用人员了解 也只能够得到梁左与天狗战队中行为不检点 受到团队惩罚的信息 关于这个人员调动原因 仅有汤不热和韩静知道 连杨归宁也不知想 他可能猜得到 韩静说道 不过无所谓了 只要能到前四 我们机会就来了 下面一战 你的任务会非常艰巨 我要你 挡住摇曳 韩静眼神灼灼 梁左有些疑惑 我能吗 你当然可以 韩少爷比搭档本人还要确信 我说过 我不会随便找人搭档 之所以找你 没有任何其他原因 就在于你的适应环境能力非常之强 只要能够活下来 你就会很快成长为最好的那几个 玲珑的风云第一层 你差不多也破掉了吧 梁左点头 说起龙袍的封印问题 他自己也十分疑惑 近乎不敢相信 还记得几年前 面对那个年轻拿着阴阳刀的白子鞠 自己完全无法立敌 可上次 他一口气就将白子鞠一掌为二 速度快得简直容易得不像话 自从梁左改变自身作战风格 以击杀对方为唯一目标 全部的精力与力量贯注于一击杀敌 他反而受伤更少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这才是游击的定义 永远处于猎食者的地位 永远虎视眈眈 随时准备撕裂对方的喉咙 游击本就是一群凶猛的捕食者 解开第一层封印的龙袍 梁左在冰人身上 倒是体会到了其中不同 的确是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程度 梁左反而觉得 自己就像是一个手持锋利道具的婴儿 一不小心甚至可能会伤到自己 不过具体实战怎么样 还需要检验 那除去我之外 其他人是哪些 梁左继续问道 你 袁慎 姚孝 唐紫谦 指挥官是我 韩静的回答 让梁左真正有些懵了 这什么阵容啊 比起姚孝 豪哥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无论是大场面经验 还是个人能力上来说 唐紫谦更是一个很容易紧张 和找不到节奏的新人 韩静本身倒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梁左担心 袁慎与他默契度不够 总而言之 在梁左眼里 这个阵容简直是看不懂 缺陷太多了 原本韩静可以安排 更适合的人的 很好 就是要你这个反应 韩静表情却很满意 他收起计量板 捏着手指 连最了解我的你都意外 其他人更不用说 很好 年轻的指挥官眼里 闪烁着一种近在掌握的自信光彩 他说道 只要你能挡住姚夜 就能有 这句话是实话 梁左无法反驳 可是 梁左自己都不知道 能不能够做到 勋解事情了结 姚夜没有了后顾之忧 更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准 从他复仇陆薄阳 五分钟决胜负就能够看出 姚夜之前问过 要不要放水 他可以直接认输 韩静补充道 梁左眼睛一亮 对呀 他差点忘了 姚夜由于勋解的事 欠了自己和韩静好大一份人情 这个时候 简直不能更准时了 光是那个聚烟魂星歇就够呛了 要他放放水 也并不过分嘛 我回去了 让他全力以赴 认真打 梁左微张嘴 啊了一声 不对啊 韩少爷是为结果论者 为什么会搞出这种 要凭实力赢对方的正气 简直像是换了一个人 难道 韩静又被自己搞出来的 复制人锁起来了 梁左上下打量 心中狐疑 这次的重点不是赢 是你必须打出来 韩静语气坚定 这是你最好的机会 只要表现没问题 就能够真正意义上打出名头来 明白吗 为什么要 梁左还是不太能跟得上对方的思维 岭东将至 韩静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种种迹象表明 昆仑要出大事了 他稍微说了一下 想想吧 这几年发生的事 比之前十几年都要密集 我们没什么时间了 必须要想办法站稳跟脚 排位赛就是最好的场所 梁左 这次不同意吧 他最终 后半句话没有说出口 梁左心情不由一沉 肩上的责任 感觉又沉重了一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06集 借象之术 VS心有灵犀 脚下是一处峭壁的突起岩壁 梁左举目望去 入眼都是层层叠叠的石岗 乱石灵循 没有任何植被 只有无尽的灰白色 具有不同层次深浅的灰 就像是一幅贯穿天地之间的山水画 这个场地有一个好处 敌人一目了然 对面高岗上 身着书生白袍男子 和梁左摇摇相对 头腕发际的摇曳 仿佛找回以前潇洒爽朗 脸带轻挑笑容 手指折扇灵犀 浑身放松 梁左啊 韩静可是说过让我不要留守 现在改变还来得及 一场胜利而已 我不在乎 赢了陆薄阳这次 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摇曳传音道 放心 我眼睛一流 绝不会被他们看出来 我是刻意放水的 梁左哭笑不得 唉 我也想轻松赢啊 可是 军事不让啊 来 我会赢 梁左手中照胆刀摇身一变 变成了黑莲 黑莲收起轮子 变成了飞行器的形态 犹如一只纤细黑亮的甲虫 坐上黑莲 梁左手持龙袍 朝对方以最快速度冲锋 摇曳手指一弹 灵犀扇一根山谷飞出来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戒风波 他身形开始变淡 就像是左右拉扯的电视影像 在梁左还没触及之前 就已经失去了踪迹 梁左一个凝转瘸头 摇曳又悬浮在对面梁左之前的位置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戒阴兵 摇曳第二根善谷弹出来 空气之中开始弥漫着一股黑雾 从黑雾之中 凝聚出五个没有实体的黑雾阴兵 他们浑身被盔甲包裹 身体犹如水蒸气一样 处于一个不断凝聚又不断消散的过程 只是每个阴兵散发出的气 竟然有大叶魂级别的威压 而且哪怕是借向明目 能够观察到他们能量中枢来自于黑雾 梁左却也暂时找不到黑雾的真正命门 不等他调整 阴兵已至 梁左横刀隔挡开一名阴兵的灰刀 对方却瞬间消散 而后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刀头落下 梁左只能紧急闪避 哪怕如此 黑莲还是被一刀正好砍中了 受损处发黑 受到了某种力量侵蚀 阴兵没有给梁左任何逃离的机会 五名阴兵将他围绕在其中 两名阴兵手持长刀 两名阴兵手持盾牌与短剑 还有一名骑马拉弓不断骚扰 让我看看你的能耐 摇曳合上扇子 表情轻松 两左环顾四周 阴兵不像奇武山庄傀儡铁人那么 只知道蛮力攻击 他们在尝试压缩两左行动空间 盾牌手和长刀兵交叉 保证互相持缘配合 宫崎远远不断改变自己的位置 一件件射向两左尝试移动的方位 借下 双龙会 两左手中龙袍引来清白双龙 右手龙袍 左手呈现弧爪状 所有的气朝着两左左手凝聚而来 一刀横披将前方两名阴兵震开 两左右掌之中突然窜出一只浑身雪白的猛虎 一刹那穿破了阴兵的防御网 从黑雾而去 骨头狠狠撞入了黑雾之中 一声沉闷的爆破声响起 黑雾内部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 一道道光纹在黑雾之中闪烁 两秒钟之后 黑雾便烟消云散了 随之消失的 还有之前气势汹汹的阴兵小队 借向擒虎 这是在能够解开龙袍第一层封印后 利用龙袍扩大具象化的攻击形态 凝聚 龙袍的真正作用 就在于能够集中能量形态 如同一面凹透镜 将所有分散的光点凝聚于异点 引起燃烧的质变 威力原胜以往 一鼓作气 两组在双龙会的加持下 终于破尽摇曳 可立刻 他又不得不停下了黑莲车 横贯在他和摇曳面前的是一群只剑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戒法剑 看似没有什么威力的道具 如同一群停滞在空气之中的鸟儿 毫无生气 只是停在两组面前 摇曳勾勾了勾手指 法剑起 原本几十八法剑顿时活了过来 迅速凝聚成了一体 变成了一把长达三米的巨剑 迅猛朝着梁左砍来 梁左使龙袍挡住 距离却一瞬间消失无踪 随着而来的是浑身刺痛 与鲜血淋漓 在巨剑砍中龙袍的那一刻 他突然奔散开来了 重新以飞剑群形态 在梁左身上来回的穿刺 让梁左在这一个回合 就受到重犯 几乎握不住黑莲车的控制病 梁左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被摁在菜板上 才被厨师千刀万剐的鱼 只要动一动身体 就会如同筛子一样到处渗出血来 痛楚让他脑子里更加的清醒 摇曳的战斗方式多样性 让梁左非常的吃惊 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 他的强度没有因为方式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自己的胜算越来越小 不过一番激战 摇曳手中灵犀扇的扇骨也消耗了不少 十六根扇骨用掉了这部分梁左从未见过的术士 剩余包括戒天神 戒天雷 戒天火 几乎都是范围性攻击 与此同时 梁左发现一个摇曳的战法破绽 不 应该说是他的实战术士的一个必要前置 这是自己唯一的切入点 用他来分胜负 梁左收起黑莲车 双腿弯曲 落在一腿石壁上 往下滑了一段站定 他不能被多余的宝具分散力量 手中的龙袍是自己最后的依仗和兵器 摇曳仿佛发现了什么 没有再拆除扇骨 而直接将灵犀抓住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赴金锁 梁左周围突然出现了一道道金色皱纹 他们环绕着梁左 犹如灵蛇一般缠上了梁左的手臂脖子和腿部 前后交合 让梁左挣脱不得 然而 在这个时候 姚叶突然觉得不对劲了 不会这么快 中了对方的意识攻击 天地无极 乾坤剑法 剑 话还没有完全说出口 姚叶已经来不得继续施展 被一股剧力撞得飞了出去 一团影子急速跟上 手中长长的棍子前端突然延伸出一截刀尖 直刺姚叶的心脏 姚叶手中灵犀挡一挡 闷哼一声 还未稳住身体 背后又被一记手刀斩中了肩甲 要不是姚叶反应够快 这一下就要砍中自己的后颈了 近身战的游击优势已经完全施展出来 让姚叶施法空间极小 只有再次拆出灵犀扇骨 这次他心里一横 手中灵犀扇直接化成一团飞灰 这是姚叶秘法之一 心有灵犀 施展之后 能够将对方锁定在自己步下的灵犀阵法之中 梁左此时也意识到了不对 自己身体无法进行大幅度移动 就像是被人锁在了一块岩浆之中的突起石头上 只能够减小幅度挪移 小腹突然传来一股剧痛 骤然而来的一拳 将梁左打得几乎晕厥过去 别忘了 姚叶擦了擦嘴角的血 我也是游击 梁左被姚叶的一拳打得内脏都要破裂开来 喉咙里鲜血被他强行压制 他咬紧牙关鼓励自己 快了 就差一点点 坚持住 姚叶站在梁左面前 脸上再也没有之前的细血与轻松 纵然梁左几乎被他击碎脏腹 姚叶本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身体里的骨头都碎了好多根 脸上也清了一大块 再见了 姚叶张开手掌 对着梁左的脑袋 金色闪光在他的手心凝聚 剧烈的能量波动 让阵法都一阵抖动 就是现在 梁左拼命用左拳砸向姚叶的胸口 姚叶脸带遗憾 抱歉 这一拳 终究没能成功突袭 姚叶的另一只手呈爪形 控制住了梁左的拳头 脸上面无表情 好好去死 梁左 然而 在这一瞬间 姚叶突然觉得手中拳头不对劲 可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梁左的拳头爆炸开来 就像是一堆烈性炸药被同时引爆 姚叶和梁左之间被巨大能量波动所扰乱 趁着这一瞬间 梁左沉肩撞入姚叶怀中 右拳贯穿了对方的胸口 从姚叶后背穿出来 鱼力引起一阵震荡 姚叶只是眉头皱了皱 原来是这样 他轻轻将梁左一推 梁左摊软在地 背上插满灵犀扇骨 就像是一只刺猬 接着 梁左缓缓消失在原地 姚叶终于明白了对方的整个战术 首先消耗自己灵霄山的十六道术史 削弱自己的瞬间爆发力 而后利用一种假身的方式 引诱自己出招 趁机使用幻术 而这幻术的目的 却并不是为了想要一击杀敌 直到现在摇曳才明白 对方的幻术可能就是利用那两条龙 真正的目的是让自己错误估计对方的伤势 在自己眼前 梁左已经奄奄一息 实际上他还有一战之力 从而引诱自己大胆出手 锁定他所在的位置 大范围杀伤术史 对于游击来说 反而很难彻底击杀 由于游击实在太灵活了 分散攻击对于游击反而是一个机会 如此一来 自己就会进战给予对方最后一击 这正是梁左想要的结果 趁施法者出手 会导致灵犀法阵波动一瞬间 他突破限制给予强力的反击 关于反击也是极为聪明的 看似是拳头 其实是拳头之中 类似于引爆术式的东西 用一只手臂的代价 让摇曳重创 接着才是致命一击 这么精密复杂的战术 真是他临场想出来的吗 可是的确 他的心有灵犀 之前在对阵陆波扬时都没有使出来 这家伙不可能被预先知道的 真是了不得 摇曳摸摸摸自己被砸出大洞的胸口 身体也消散在空气之中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07集 修整与筹备 麒麟获胜的消息 被昆仑宣布的时候 梁佐正趴在手术室里 让弥夏给他修补背上 密密麻麻的力气伤口 戴着口罩的女医师 熟练地给他缝合裂开的窗口 不错嘛 能够和那个摇曳衣换衣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背对他的梁佐 躺得呲牙咧嘴 运气好吧 还谦虚起来了 麒夏手中缝合线拉了拉 让梁佐痛得撕了一声 话都说不出来 梁佐还真不是谦虚 能和摇曳同归于尽 有很大运气成分 真实战力来讲 自己不如摇曳 原本梁佐对摇曳评估 已经够高了 没想到真正对战时才发现 这个人受到外界那么高评价 完全是当得起的 光是攻击方式 摇曳就有远程法剑 天雷 天火 天神 中近距离阴兵 近战有灵犀阵法 控制有附金锁 不要忘记了 他本质还是一个超强游击 灵活迅速 一个人就是一座堡垒 杀伤性与控制力汇聚一身 无懈可击 就连梁佐抓住的两个破绽 也无法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几乎不能称之为破绽的弱点 一是摇曳施法方式 天地无极 乾坤戒法 这种术士 必须要通过言语成形 作为触发式 梁佐利用这一点 拉近距离 打了一个摇曳 措手不及 但最多 也只是让对方狼狈一番 二是 通过戒相体系 早早让摇曳感知偏移 让他眼里的自己近乎不知 后来又利用戒相化身 掩护肉搏 令他做出错误判断 想要给梁佐致命一击 这才有了一丁点机会 拳头里攥着的蜂巢弹 引爆时精准杀伤 殊死一搏 之后就是成败看天了 用尽了所有的战斗经验 和极限思维 梁佐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 幸好解开了龙袍第一道封印 契合度大大增加 龙袍就像是一个特殊增幅装置 让自己能够将分散的力量 更加的集中 精准释放 不然梁佐没有一丁点机会 摇曳的确如同传闻中的一样 强得让人不想与他交手 与对方战斗时 梁佐只觉得全程无法呼吸 那股沉重的压力贯穿始终 梁佐不能犯下任何一丁点的错误 对于无论体能上还是精神上 都是超负荷的 眼下躺在手术台上 梁佐连手指都动不了 完全是被米夏摆弄来去 就像是一具活体标本 不管怎么说 总是赢了 米夏拉了拉口罩 将梁佐如同一条死鱼般翻过来 俩人面对面 他埋头修补病人胸口的刺伤 如果是在猎狱战场上 不管怎样 你们都算是扯平 大家都死 对于米夏的这个说法 梁佐倒是认可 有时候强弱会在特殊情况下异味 只要不是太大的差距 总是有机会的 门口传来脚步声 等一会儿 米夏头也不回 不满地说道 脚步声齐刷刷停下 等到米夏手术完毕 脱下手套 外面的人这才走了进来 梁佐抬起眼皮 看到麒麟众人都来了 杨桂宁 袁慎豪哥 韩静 唐子谦 摇笑左小 即凡真 里面各自表情不一 杨桂宁是一脸严肃 袁慎是少有的表情友善 豪哥依旧是那副 今天天气不错的脸 韩静嘴角勾了勾 唐子谦则是眼神中带着小心 既凡真左小都是看稀奇的表情 哑巴少女摇笑 敏紧嘴唇 似乎在沉思什么 梁佐想要打招呼 可是手臂不听使欢 别动 先好好养伤 韩少爷第一个站出来 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 哪怕是关心的话 语气却依旧是平淡的 米夏说你要休养五到七天 不用担心 决战三战两胜之 说吧 他就站起来靠墙而立 给其他人说话的位置 杨桂宁看着梁佐 眼神复杂 你不应该隐瞒战斗力的 梁佐听得翻白眼 大哥 我根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每次都是百分百出力 你可以充分信任我们 说着 杨桂宁瞄了寒静一眼 若有所指 对于团队的信息 我能保证核心秘密绝不外泄 缓和了一下 杨桂宁露出笑脸 两刀赤眉也柔和了不少 不过也多亏了你这次突然爆发 不然后果很难讲 狐提战队的确实力不俗 哪怕将摇曳剔除 他们也是一个极其顽强的团队 好好休息 决赛还需要你来多出力气呢 袁圣也过来点点头 表示认可了梁总 豪哥依旧是那副不羁的样子 双手插在兜里 有你我也可以多休息一下了 今年太累了 等主力人士离开 地球人一伙围在一起 既反正一副不能理解的样子 再怎么说 你也不能一个人开挂啊 哎 教教我 怎么样能够这么快停声啊 梁总有气无力地说道 运气 真的运气 左小刻着瓜子儿 拉住旁边想要验证梁总 是否真的受伤严重的季小姐 别闹 他现在损耗太重 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你看他体内气流动都停滞了 姚孝则是对韩静眨了眨眼 跟着左小俩人离开了 现在屋子里就只剩下自己人寒静了 他再次坐下 瞄了一眼躺在床上困得睁不开眼的梁总 先别睡 还有重要的事情 梁总只能强打起了精神 先告诉你一些好消息 姚叶在这一届排位赛上 只阵亡了这一次 拜你所赐 在此之前 他队位的战事阵亡率是85%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碾压击杀状态 被摇曳斩杀过的 有韩月和洛奇月 怎么样 是不是兴奋地想要跳起来 梁总心里反而极为平静 按理说不该是这样的 自己应该为此而自豪骄傲 可是 他却高兴不起来 真正见识到摇曳内层次的人 是怎么样战斗的 让梁总紧迫感大增 如果说 梁总还是处于拿着自己的短刀 和敌人硬碰硬 摇曳就已经是拥有一个 万花筒般的武器库 战斗方是随心所欲 他那样的战士 几乎可以担任游击 金刚 射手 甚至是术师的位置 真正梁总见识过的 唯一一个全能战士 要是再次出手 梁总胜率大概不到三成 没得打 你这么一副好像输了的样子 韩静也有些意外 老实说 我一开始真没觉得 你能够真正意义上挡住摇曳 只是吹嘘一下 看看你能顶多久 只要拖延时间尽可能长 就达到目的了 你倒好 直接把他给干掉了 他突然神色一领 传音道 你动用了原先 梁总也传音回答 没有 没有 韩静这才放松下来 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怎么办到的 拼命 要说梁总比起摇曳的优势 大概只有一个 那就是无论对手是谁 他都会百分之两百的全力以赴 将每一个对手 当成人生中最后一战来对待 摇曳露出来的一点点破绽 被梁总转化为 最后左右胜负的制胜之拳 梁总一直都是这样活过来的 韩静微微皱眉 你这样的状态 看来我的计划得进行一些微调了 原本准备迟一点的 就现在了 你听好了 用阵法封锁了整个房间后 韩静进行私人秘语 我怀疑 吴敏人其中之一 就是你熟悉的人 突如其来的话题 让梁总几乎停止呼吸 所以 记住我一句话 除了我 不 从现在开始 不要相信任何人 韩静脸上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紧张 我们已经踏入了 他们的计划之中 你别管我是怎么发现的 那个人是谁 我大概已经心里有数 不过我不会告诉你 现在我们设置一个暗语 如果有一天 我说 你有疑言吗 你就什么也不用管 用尽全力攻击我 懂了吗 梁总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严重 时关困难 韩静也一脸阴郁 大便将至 他远是我多虑 原本梁总 由于晋级的喜悦 让韩静的一番话 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八集 师父好强啊 唐师在病床上三天 梁总这回事真正的动弹不得 任凭迷下在身上戳来戳去 打针 小锤子砸 小钻子钻来钻去 各种糊状物 还有一种小蚯蚓的虫子 在他体内来回游走 就像是一块人造实验田 生无可恋的梁总只想自己昏过去 可惜 迷下说不能麻醉 麻醉对于意识中枢有影响 会让他在战斗时变得迟钝 我的天哪 梁总躺在床上 眼角有泪滑过 这时候突然有人联系他 师父 师父 便宜女徒弟真旺叔 突然的拜访 让梁总大喜过望 有个人聊天 总能够忘记自己现在咸鱼的身份 哇 师父你好强啊 那头传来真旺叔 毫不掩饰的兴奋声音 回去之后 真旺叔并没有隐瞒自己拜师梁总的事 对他来说 梁总之强完全可以当自己的师父 而且他还愿意教授其他东西 天狗战队里看似和睦 一个个却抱着自己的东西不泄露嘶吼 看似人人关系不错 实则互相提防 听到真旺叔居然让击败自己的人当师父 连老大斑点狗 也觉得他的行为有所不妥当 直到梁总击败小天军摇曰那一刻为止 近乎可以称得上本届最强单兵作战者的摇曰 一路曾击杀过洛基月 纪元奎 韩月 这种人被梁总担任给一换一 无人再敢小觑了 师父惊艳的一战 让徒弟真旺叔也予有容颜 一个个曾经小看梁总和嘲笑自己的家伙 都闭嘴了 他忍不住想要联系梁总 可是担心影响他备战决赛 内心挣扎了一番 还是联系了 师父 教我两手怎么样 我来找你啊 听到便宜徒弟的请求 梁总赶紧制止 你别 我在特训中 看了看木乃伊一样的自己的身体 梁总心说 的确 不过是在病床上特训恢复 哦 那头传来的声音透出失望 梁总只能够硬起头皮 说道 那我告诉你一个小窍门吧 好呀好呀 女徒弟兴致一下子高涨起来 梁总问他 你最擅长的攻击方式是什么 阵法 我的宝贝迅爪猫 是我阵法的核心和启动源头 真望书没有丝毫犹豫 将自己最重要的秘密和盘托出 如果大型阵法 就必须我的迅爪猫提前布置位置 在我能够辐射到的范围之内 构建出阵法的纹路 然后迅爪猫会激活它 只要迅爪猫没有被摧毁 或者重伤 这法就能够持续 当然 外力过强 也会导致这法崩溃 梁总说道 忘掉它 真望书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啊 我说 忘记它 梁总解释 摆脱依赖 宝具本身并不是宝物 而是你概念理解的具象化 过度依赖会让你将它封闭起来 变成自己固化特定性的道具 那样一来 宝具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可塑性 关于对宝具的理解 梁总也是最近才体会到的 与摇曳交手时 照弹刀显得那么刻板而无力 其中真正原因在于 梁总固有观念里 已经将照弹刀定性为眼前模样 那一把外表附魔坚固 内部匕首部分附魔封锐的武器 其实宝具并不是武器 当梁总使用龙袍时 可以清晰感知到 龙袍不是以刀刃斩人 它的锋力来源 是凝聚这一特殊的能力 将容易溢散和松散的能量 极度凝聚 变成无武不斩的绝世兵器 兵器的锋锐 只是用法之一 这才是宝具 它是一种更宽泛的概念和助力 可以把它看成是 自己理解的概念 和打造的特殊结构 就像是阵法本身 唐子谦最才华横溢之处 就在于 他早早打造出了电磁 这一极为稀有的概念阵法 用于战斗只是电磁用法之一 电磁可以是结构中的一环 可以用以调和其他的阵法 可以变成一件精密道具的一部分 也可以作为一种检验手段 宝具代表的不是 某个形态的固定物品 他们是制造者对于概念不断地延伸和形体具象化 宝具即方法概念 龙袍的真正概念之一就是凝聚 正是这个至关重要的内核 让梁左绝地反击 下课上 硬拼摇曳 真网书听得迷迷糊糊 师傅 我不太懂 你的意思是 让我对手中的迅转猫进行改造和延伸构想吗 不 是让你找到它的 梁左也有些找不到组织语言 对宝具的顿悟 也是之前它突然灵光一闪想到的 宝具不应该是死板的东西 而是一种鲜活的 可以不断凝聚新细胞 如同是另一种形态生物的奇妙造物 它没有生命 但是符合世界逻辑 不能凭空产生 也无法用它来直接撬动一颗星球 宝具是一种 梁左民思苦想 啊 师傅 你是说 宝具应该是看不见的核心 更重要于看得见的外部 对 就是这样 梁左赞同 一直以来 梁左都有一个疑惑 练其实为什么需要宝具这种奇特的东西 哪怕附魔阵法 宝具也不会摇身一变成为神兵力气 而且还会被各种环境削弱 甚至是在功能不足下消散一空 就这样具有巨大缺陷的东西 为何炼气室痴迷于构建和完善它呢 炼气室可不同于修仙者 他们讲究循序渐进 很难以不登天 宝具更像是炼气室的触须 通过这根奇妙的触须 炼气室能够扩大感知 和生物思维局限 让自己接触到更深层次的概念 进而进行广泛的尝试 他们是炼气室的引路灯 可大多数却将宝具看成是手中的棍棒 并且沾沾自喜 明误了这一点 梁佐只觉得过去自己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笨蛋 韩靖显然很早就理解到了宝具的真正价值 他竟然不告诉自己 我挂了 训练了 匆匆挂断和徒弟的交流 梁佐气愤地质疑搭档 韩靖昂了一声 哦 这种事情 必须自己主动去发掘才有用 打个比方 我说 你走这条路往前 一直走会走到死胡同 你会相信我吗 大多数人都会抱有侥幸 反而觉得他人所说不可信 只有当你自己尝试了 才能发现提供真正的路 才会纠正自己 况且人总是在不断犯错误 我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对的 而你是错的 且行且纠正 这就是人类的发展历史 梁佐想要说两句场面话 避免自己被对方再次言语碾压 可想来想去 他发现 自己能找出来的话都太弱了 只能闷声作罢 告诉你个好消息吧 刚才结束的第一站 麒麟输给了无相战队 韩靖声音里无喜无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零九集 逆境上场 麒麟遭无相战队击败 耗时极短 从陷入烈士到最后彻底放弃 麒麟只支撑了十分钟 首战麒麟战队登场五人 是杨归宁 袁慎 被制豪 姚孝 左小 原计划是以被制豪的机动性 来弥补缺乏游击这一缺陷 也是由于两左负伤无法出战造成的结果 用遥效来弥补火力 呈现阵地运营战方式 步步为营 杨归宁计划想要从头到尾 以团队碰团队 击破对方 从账面上来讲 他的战略没有问题 有袁慎这个中间金刚 被制豪灵火拉扯 摇小定点狙击 杨归宁阵法加持 左小医疗辅助 完美克制傀儡海 根据数据反馈 无相战队主要就一个点 铜江 他是起舞山庄的人 去年傀儡海就震惊了不少人 货针驾驶一打五 他一个人随身仿佛携带一支军队 各种傀儡昆虫 从他背上的大葫芦里 源源不断飞出来 成千上万只 各有各的作用 有的作为侦察兵 有的作为发射针刺 有的是自爆 稍不注意 就容易被傀儡虫们重伤 铜江的傀儡海 经过不少数据时分析 结合起舞山庄内部 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消息 已经有了结论 真正的傀儡只有一只 就是铜江背上背着的葫芦 魔磕兽 原本属于铜江本人的宝具 被他通过奇物山庄手段 改造成了一只能够制造傀儡虫的 傀儡兵工厂 只要给他时间和能量供应 铜江就能够制造出 源源不断的傀儡大军 不过铜江也是有自我限制的 制造虫群时 他无法行动 必须自身为媒介 给魔科兽传递能量和指挥 否则就会停止制造 已经出现过的傀儡虫 有刺虫、自爆虫、冰虫三种 不排除还有其他种类 因而 杨桂宁一直给队伍众人加持的是防御类阵法 减少傀儡虫对于阵法冲击和杀伤 遥效的三颗子弹之一的撕裂范围性覆盖杀伤 应对虫群效果不错 让他们不断朝着铜江所在的区域紧逼 视野之中已经出现了手握术士站在中央的铜江 其余人则是紧张看着麒麟战队众人 突然 姚晓身体一阵战力倒在地上 消失无踪了 几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时 被只豪野吐出一口血来 脸色发青 有毒 趁之前 自爆虫里都混杂的 无相战队趁机发难 一个个迅猛出手 哪有只前紧张巴巴的样子 接连不断的自爆虫 将麒麟战队几人弄得无法前进分毫 关键时刻 袁慎站出来冲向无相战队的阵地 这是唯一的机会 袁慎一路硬扛伤害 击费一个游击 撞开另一位金刚 一把拧住铜江的脖子 正在制造昆虫的男人 突然露出诡异笑容 袁慎扭头一看 自己已经置身于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之中 中心正是铜江 只是她的脸慢慢褪色 变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 欢迎来做客 紫发紫童的女人笑着拱手 我们会很快结束战斗 和尚你先玩着 无相战队军师兼指挥官 柳星灿 袁慎怒目一拳杂取 从她的身上穿过 柳星灿身影越来越淡 直至消失不见 迷宫类阵法最是恼人 袁慎心急如焚 却也知道自己不能胡乱消耗 外面还有恶战需要自己去应对 她只能够耐己性子寻找路子 阵法之外 柳星灿朝脸色铁青的杨归宁拱手 师兄 承让了 杨归宁深深吸了一口气 柳星灿整个战术 已经在她脑子里完全清晰起来 首先利用自暴虫引发爆炸 而自暴虫体内的细小毒虫 趁机贴近姚笑与被制豪 或许是毒素已经通过建设碎片进入身体 抵达时 恰好被引动毒发 姚笑直接检缘 被制豪烧好一些 但也是战力大损 为破阵 袁慎焦急之下 主动出击 想要擒贼先擒王 反倒是被柳星灿控制住 彻底割裂了麒麟残阵 对方五打三 几方三人之中 真正战力被制豪重创 自己和左小只是辅助人员 根本抵抗不住 杨归宁冷静地说道 忍输 仿佛早有预料到她的反应 刘星灿笑笑 我就知道 这种情况下 师兄你的选择 永远是不会冒险的 那么 下一站再见 麒麟告父 听完整个过程 梁左脸色古怪 杨归宁为什么会直接认输 总是有一线机会的吧 因为她的做事风格 一向是以正合 韩锦回答道 你回头想想 杨归宁几乎没有任何 明知不可敌死磕的时刻 梁左一想 还真没有过 陷入巨大劣势和危机之中 杨归宁会立刻让队员认输 倒不是说她这么做不对 韩锦和尚计量版 接着补充道 她是那种明知不可为 而绝不为之的人 做的事 会在心中反复衡量 梁左认为有问题 如果是普通战斗 战略放弃也没关系 可是袁审并没有折损 倍智豪依旧有战力 左小也能够利用起来 凭什么杨归宁直接认输呢 没有道理啊 因为需要保留 韩锦摆摆手 有些头疼 给你讲逻辑还真是困难 无相战队有所保留没错 独虫攻势和迷宫幻阵 失漏了两手 麒麟毅然 如果在极端劣势下 暴露出几方最大的战力 就会被对方收集 先不提结果与否 光是逆境下 麒麟在场五人 必须爆发出百分百的力量 才有微弱的一线生机 这样的博弈答案是 场面过程上 麒麟拼尽全力 无相战队游刃有余 结果上 依旧很大的可能性告负 杨归宁所想很简单 认输 光是布阵上 自己就被小师妹洞悉了 先天性就劣势了一大块 回去之后需要做好下一站 生死战的准备和配置 可惜 韩静摇摇头 他估计没想到 第二站 汤博尔让我当指挥官 梁左张大嘴 这个做法未免太极端了一些 不提其他的 与无相战队第一次交手失利 活活就被套路击败 就很伤士气 杨归宁这样心高气傲之辈 憋着一股劲儿想要找回厂子 绝对已经想了很多方案 想要第二站逆转局势 可在这种关头 汤不热说 韩静是下一站指挥官 梁左脑子有些晕 汤不热这么不给面子的吗 韩静不满 眼下重点不是面子问题 而是输赢 梁左小声道 该不会那是你唆使的吧 说那么难听 什么叫唆使 我只是告诉他 第二站如果继续是杨归宁当指挥官 必败 韩少爷不要脸地承认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一十集 三胜三败 赢重要 还是杨归宁的个人感受重要 韩静提问后自问自答 麒麟要赢 里头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 有的人的作用是百分百参与投入战场 有的人是不动作为威慑 还有的人是不上场 才能够发挥最大作用 最后一类人 就是杨归宁 哪怕是搭档梁佐 也有些看不下去了 完全是歪门斜说的嘴炮啊 他正要反驳时 突然想到了一些事 喉咙里的话堵在嘴里 却再也说不出口 别想到了吧 韩静靠着墙 一只手插入白大褂兜里 另一只手端着一杯酸奶冻 里面还加了葡萄干和一颗草莓 换下杨归宁 简单可以归纳为三胜三败 梁佐无语 你当你是国家呀 人家时胜时败 故关度大战 哎 没想到你居然知道这个典故啊 看来也不算完全不读书 还以为你这种户外党 基本不看书 好了 那也不重要 不等梁佐反驳 韩静轻飘飘撇开 杨归宁在场就有三败 一败人士 他过于相信到迷信 主力两人 贝志豪和袁慎 选择上就少很多 很容易被对方猜透 针对两个攻防核心 先天被洞察战术关系 二败被人知己知彼 杨归宁行事讲究正大光明 以强激入 这的确是最有效和稳健的方法 不过对手柳星灿 明显和他路子不一样 二杨一柳 杨归宁以正和 杨泉以其胜 柳星灿洞悉人心 他的路子 一开始就被柳星灿拿捏清楚 相对应变不足 也是他弱点 面对柳星灿这一点 会被对方无限放大 比如第一站 就是个很好例子 说到这里 韩静手中多了一根勺子 插兜手捧着杯子 另一只手 用勺子咬着酸奶冻 吃得美味 梁佐着急地说道 先说呀 说完再吃 别急 之前为了说服 被治豪和汤不热 我可是口干舌燥 稍补充一下糖粉 又咬了两勺 舔了舔嘴唇 韩少爷一脸的享受 不过 这享受 梁佐怎么看都不像是 吃东西带来的 而是由于夺取了 杨归宁控制权的胜利 成就感 三拜 公司混乱 关系大于规矩 韩静将杯子放在桌上 用拇指擦了擦嘴角 舔了舔手指 之前我就说过 杨归宁本身所处位置就很微妙 他是以朋友的身份 邀请袁慎加入 又是以招揽被治豪的想法 加入麒麟 因此这两人从始至终 都是他最重要关注的人物 在他眼中 优先机前后已经固定下来 所以 他遇到难缠 甚至更强的对手 总是非常艰难 难以获胜 虐菜都是一把好手 别误会 不是讽刺 是他个人所处位置 造成的现状 对于杨归宁来说 袁慎和被治豪这两个人才 是最重要的 麒麟胜利 是比不上前者的 因此 哪怕这俩人表现出格 甚至失误 不按计划 他也会容忍 梁佐对比了一下之前 袁慎激战坦恶 甲乙组内战时 唐子千被抛下 的确如此 或许在杨归宁眼中 排位赛不过是取悦 袁慎和被治豪俩人的手段 其他人的待遇 从头到尾 无法与他们比对 所以这种时候 就需要我这样 绝情的人出场了 韩静笑眯眯地说道 既然他无心对战 那不妄让我来运作 下面是我的三胜 他抬起食指 一胜 我很少以麒麟指挥官出手 有心灿 无法评估我的习惯和手段 一晚我基本上是以 研究人员和内心身份出面 二胜 我知道怎么样激发 你最大程度的战斗力 要撕破傀儡海 需要的不是锤 也不是火气 需要你这样锋利的刀 逼近对方面门 韩静比出手刀 斩向脖子的姿势 以弓带手 打断阵脚 冲阵 三胜 我对人没兴趣 为了赢 谁上谁下 我不在乎 韩静停下笔划 关于名单 现在我还没决定 明天第二战时 我会宣布 现在 你可以去找冰人活动手脚了 明天需要你大力冲阵 当然 前提是 如果我选你上场 感情自己 还有可能坐板凳 梁左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 这就是韩静 如果你能够猜到他的下一步 那才是新闻 第二天很早 韩静就通知梁左来到麒麟议会大厅 梁左进门之后 就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 一向活泼的季凡真和左小都保持沉默 季小姐看到梁左时使了一个不明的眼色 顺着她的目光 梁左看向坐在一旁的杨归宁 她也许是第一次坐在沙发上 作为聆听命令者的身份出席会议 杨归宁很平静 眼皮下拉 似乎在沉思什么 感觉到有人目光投射过来 她目光尚移 毫无感情的双眸和梁左眼神相处 里面奇特冰冷宁静气场 让梁左隐隐不安 在杨归宁旁边的是袁慎 她沉默地仰躺着 脸上也是干巴巴的 表情近乎麻木到不耐烦 豪哥倒是一如既往 懒懒地躺着等待 姚小背着组合枪支照夜 依旧站在一旁 双目看着场中央 唐子谦坐在另一个单人沙发上 双眼来回在众人身上游矣 隐隐透露出一丝不安 她朝梁左轻不可见地点点头 表示招呼 现在宣布上场名单 所有人此时都看着中央发话着 第二站指挥官 韩静 他依旧双手插在白大褂兜里 对在场个人反应一点不在乎 韩静继续说道 今天出站的人有 梁左 姚孝 我 纪凡真 唐子谦 当他念完最后一个名字 众人无论是被念到名字 还是没被念到的 都是一脸懵逼 他疯了吗 所有人脑子里都涌现出了巨大的问号 梁左敏锐地发现了 这个阵容的一个特征 侵略性极强 梁左和纪凡真都属于游击 后者还具有不足抗击打能力 飞火流星 让他拥有了中远距离杀伤性 姚孝多次变成对方首要击杀目标 除去他本身防御力弱之外 也证明了他对于敌人的威胁性 而唐子谦则是一个很难运用的术士 如果是疯狂战斗 他的电磁具有出乎意料的杀伤性 具有近乎重大的战略意义 可是让他如同普通术士一样探路 加速防御 串联众人感官之类的 他是不在标准线上的 这群人的意义就是进攻 进攻 进攻 出发 指挥官韩靖一气风发 五指成全 且看我击破 无相战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11集 试探 要说梁佐不紧张 那是假的 这是韩靖从杨棍宁手里抢来的机会 梁佐作为搭档自然要撑起场子 想要不顾一切代价拿下这一次的胜利 只是他并不清楚 韩靖到底哪里来的自信 能够赢无相战队 对方能够一路击破强敌走到现在 绝对不是仅凭运气和诡计的 听我命令 进入战场后 梁佐一个人行动 纪凡真 暂时充当金刚尾 保护战型 唐子谦跟随姚笑 注意保护他 必要时你可以死 让他活着 近乎冷酷的命令 唐子谦却郑重点头 人不怕自己做脏活累活 最怕的是 自己毫无价值 没有作用 眼前的场景一阵闪烁 梁佐发现自己出现在一片水雾之中 脚下是沾着泥水的土地 黏着的感觉 让人迈步极不方便 周遭都是一片雾蒙蒙的水气 湿热躁闷的气息 让人浑身湿答答的 姚笑 对出现在你事业里的任何 非偶方活动单位射击 不要使用特殊子弹 唐子谦 电磁阵法 在我们周围五米范围内 能布下吗 能 我能延伸到八米外 不用 就半径五米 剩余力量储蓄好 韩静语速极快 对接人物命令 几乎没有任何停顿 继翻针飞火流星直接开启 随时准备迎击敌人 最后 韩静对梁佐说道 你去寻找目标 不用后联系和等命令 欠击行事 这句话 就是最大的信任 将战局的机动性和主动性 完全交给了梁佐一个人 剩余人 全部保持阵地战形态 压力让梁佐手脚里充满力量 他变出黑帘 跨上车 手压把柄 飞速地迂回 使向远处 很快的 梁佐就看到了无相战队的人 他们四个人也是结阵 另一人不知藏在何处 明目和福尔 令梁佐远远就能够观察到对方的动静 无相战队领头的是铜江 他是一个带着类似于医院呼吸器一样装备的奇怪男人 有两个圆形大金属盘的呼吸器 将他大半个脸全部遮掩住 呼吸器的管子很细长 一直从他的下颚到脖子再到后背上 恰好插入到背上磨磕瘦的身体之中 除去脸上的呼吸器 铜江身上并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一身紧身黑衣 只是身材消瘦的不像化 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男人 他此时闭着眼 背上葫芦不断颤动着 仿佛里面有心脏跳动 梁佐也是第一次看到魔科兽的模样 原本以为是一种看起来像是葫芦的动物 其实根本不对 它的确是类似于葫芦形态 由两个椭圆形球体组成 中间是一团看起来像是软管的东西链接着 软管不断在收缩膨胀 就像是里面有某种生物在呼吸 魔科兽的两个球体几乎同等大小 形态类似于八面体 浑身金属材质 只是表面有类似于血管一样的红色纹路 实名实案给人一种仿佛巨型卵的错觉 整个魔科兽更像是一种低等级的原始生物 具有生物一部分特性 却又没有其他高级功能 没有眼睛 没有嗅觉器官 也没有触觉系统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仅仅是观察了几秒钟 梁佐就感应到了一股危机 他一扭黑莲车的把柄 朝着远处飞速撤退 等他离开之后 原地显现出一只只有指甲钙 五分之一大小的纤细虫子 浑身透明 几乎让人无法发现 虫子很快飞回到了队伍之中 落在一只手掌上 同将睁开眼 声音在呼吸气影响下 变得嗡声嗡气的 梁佐已经开始端独行动了 哦 果然 正在地上画着某种图案的指挥官 柳星灿慢慢站起来 这次对手不是杨桂宁 倒是有了些麻烦 怎么了 面对麒麟后 指挥官你反而怕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同将画中带着刺 周围几名队员 却仿佛已经习惯 毫不意外 当然了 任凭谁被迫交出指挥权 都不会开心的 这个女人带来了胜利 也拿走了权力 她虽然总是笑嘻嘻的 下手却很辣无比 让哪怕自己人也有些不寒而栗 她呀 可是个能看破人脑子里想法的妖女 二阳一柳 蛊惑妖女 柳星灿 柳星灿毫不生气 拉了拉有些湿润贴在身上的衣服 当然怕啊 谁不怕输啊 这次不用麻烦 就直接采用常规攻击就好 麻烦你咯 同将哼里声 闭上眼 注意守卫 柳星灿依旧笑着 声音却冰冷 金刚保持不动 游击可以出手去骚扰他们的人了 术士以同将为主扩大阵法感知 我要知道梁左的动向 众人默默执行 同将背后的魔科兽 却开始蠕动起来 两个葫芦口突然张开来 一群群细小虫子 从里头阵翅飞出来 分散开来 朝着远方而去 柳星灿看着漫天虫子 眼神迷离 真是漂亮的术士 梁左发现虫子时 已经有些迟了 他用手捏住那只 尝试喷射伪针 攻击自己颈部的小小虫子 真虫大概和蜜蜂大小差不多 身体像是一根细小竹枝 尾巴上有一节黑色针头的武器 此时还在尝试喷射 被梁左手指掐住 无法动弹 嗡嗡声逼近 天上似乎多了一层灰色云层 随手捏死了虫子 梁左骑上车躲避虫群 真正遭遇到 梁左才知道虫子的麻烦 首先 它们数量庞大 原本就是消耗战的弹药 很难立刻赶尽杀绝 再者 它们每次出现 都会带有很强的侦查和标记能力 梁左几乎可以想象得到 虫子们通过某种方式 将自己现在的情况 反馈给铜江和柳星灿 如果自己陷入虫群 说不定 对方就要考虑围过来绞杀 那才是真正的走投无路 再者 关于虫子的种类 梁左依旧保持警惕 既然上次出现过虫中虫 也就是自爆虫体内的 寄生虫一般的隐秘毒虫 那么其他种类 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更是让人记得 梁左给队伍反馈 我被虫子标记和跟踪了 韩静回复 注意距离 他叮嘱梁左 要和己方尽量形成 前后包夹的阵型 给予对方压迫 他们邮寄出现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 韩静挂断了通讯 梁左顿时明白了 无相战队的游击 已经从蹲在暗处监控自己 变成了明面上的骚扰者 说明无相战队要么是在试探自己 要么是在试探麒麟的新阵容 无论他们的目的是哪一个 梁左都不得不行动起来 这是极好的机会 哪怕是陷阱 他也得闯 黑莲一个飘移后 车头再次对准无相战队方向 梁左全力轰开油门 冲着对方阵营而去 事先阻断对方的战斗意图 还是陷入四面主戈呢 梁左并不担忧 他原本就是麒麟的死士 机会也仅仅只有这么一次 想要全胜而退是不可能的 想要退回江东再次冲击 更是毫无机会 只需要一次 无相战队就会摸清自己的风格和习惯 自己的下场将会和上次元慎相似 要么赢 要么死 这就是韩静给梁左未说出口的暗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12集 冲振之龙 虫子 扑闪着翅膀的虫子 能够释放毒粉 尾巴上黑色针刺颤抖的虫子 随时可射出尾部针刺 身体圆润的虫子 具有自爆能力 体内还有细小剧毒寄生虫 梁左身险虫群 它的视野完全被虫海淹没 它们犹如被飓风掀起的狂杀 不断盘旋着 虫子奇怪的体味 混合着水气味 令梁左鼻子嗅不到任何味道 自己已经中毒了 它不知道哪种虫子 让自己皮肤开始麻痹 也不知道到底在视野所未能察觉的地方 还有多少虫子在啃咬 释放毒素 越来越后的虫群阻拦 让它很清楚 自己距离尸数者铜江 已经非常接近了 虫子们并没有直接用躯体 去影响梁左前进的脚步 只是它的黑莲车 却被某种奇特的虫子 给限制住了 竟然无法发动 梁左不得不换成步行 虫子群更像是猎狗 不断在梁左后背撕咬 梁左想要反击时 它们一哄而散 它回头 虫群继续附着在它的背上 腿上 头发上 长长的针管 刺入梁左皮肤之下 让梁左极为头疼 如果自己回头尝试击杀这群虫子 那么自己消耗过大 是否能够靠近被保护的铜江呢 两难的境地 令梁左不得不放弃对自身的保护 一股作气想要迅速拉近距离 让铜江处于自己的刺杀范围内 哦不 已经不再是刺杀了 而是冲阵 转念 梁左对于韩靖楚更是担心 铜江可以如此灵活又精准 操控这些傀儡虫 阵地战缺乏金刚的麒麟 眼下绝不会好过 梁左突然回身一扭 躲开从地下泥里伸出来的一只手 它警惕地跳开来 手中龙跑刀被激活进入解开第一层风韵状态 刀尖再次显现 一个泥人站了起来 对方身体慢慢凝聚 变成了一个圆脸男人 他大概有一百八十公分 身体圆圆的 手捏着肚皮上的肉 犹如相扑运动员一般 拍打了两下 双下巴和小眼睛 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搞笑艺人的潜质 你叫梁左 现在就有我陪你留在这里 胖子柔捏着肚子 脸上笑呵呵的 仿佛是在和老朋友聊天 如果你要强行通过 我就只能拼命拖住你了 不过如果你别动 虫子们也不会动 我也不动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句话 让梁左有了两秒钟短暂迟疑 他立马反应过来 柳星灿好算计 对方呵呵笑了笑 嘿嘿 军师计算总是很准的 来者正是无相战队金刚 后人 梁左意识到 这又是柳星灿对于自己微妙心理的一次蛊惑 往前走 胜算实在太小了 层层地重往 还有眼前金刚拖延阻碍 自己根本没法短时间内击倒对方 就在这个难以抉择的关头 柳星灿轻飘飘丢出一根橄榄枝 不用纠结了 我也派个人陪着你 相当于双方都各弃一子 你看看 多划算呢 要知道你可是烈士啊 只要你乖乖待在原地不动 我们双方就都靠剩余的人来决定胜负 岂不是更简单 你也不用为难呢 梁阳佐佩服之余 又更是对这个看破人心的女人警惕 她算准杨棍宁的反应 冤身的决定 上次的失败还真不是偶然的 她功课实在做得好 保险 我不准备按照你们的剧本走 梁阳佐亮刀 龙袍挟刺对方胸口 胖子呕了一声 胸口被划开一道伤口 后退两步 用手指捏了捏自己受伤处 哦 看来还是要动手啊 军师说得果然没错 她用鞋抹在自己的脸上 原本和善的脸露出凝笑 配合脸上几刀血痕更是恐怖 一个人从和气到胸利变化 只需要一秒 两左横向一刀 再次打中对方的左肋骨处 顺时一拉 给胖子肚子上斜着开了糖 里面血液不断渗出来 后人只是笑了笑 用手又摸了摸伤口 舔了舔血 很锋利 我喜欢这种味道 梁阳佐又使几刀狠狠地砍下 在胖子身上留下新伤口 可是她立刻发现了其中不对劲 自己的龙袍锋利程度绝对是够的 可是刺中对方 总是无法将伤口划开过大 刺得很浅 想要深一些 刀就有些不听使唤 无比诡异的是 随着不断在胖子身上留下的刀伤 两左手里的龙袍刀刃竟然越来越顿 原本充满灵力杀气的薄具 现在恢复成了一根棍子 里面玲珑从沉睡中醒来 你搞什么 这把刀差也被你给毁了 那个人练的宝贝就是血 通过血来格斗和毁到龙袍里头的结构和能量回路 现在龙袍的杀伤力几乎为盈 要看你自己本事了 就说这么多 我还得去补修龙袍 毁气 请两左收起龙袍 胖子猴人叫了一声 眼神失望 已经发现了吧 哎呀 我演得太差了 挽起袖子 两左将气凝聚于双拳之中 仍如一道烈火扎入对方的怀里 手刀斩铁 砍在金刚小腹上 竟然陷入厚厚脂肪之中 该我喽 随着胖子一声欢快的欢呼 两左双肩被对方拧住 一双胖乎乎的手犹如铁夹子 掐住了两左的上身 两左的头锤砸中对方的下巴 后人稍微往后仰了仰 下巴破了点皮 不错不错 妈的 失算了 两左心中懊恼 千算万算 还是低估了无相战队的阵容深度 能够走到这一步 他们绝不会仅仅是依靠 铜江的爆发和流星灿的轨迹 没有足够的实力 是支撑不起任何战术战略的 光是这个胖子就足够难缠 抗击打能力极强 加之他极其罕见地利用血液 污染对方宝具的战法 很容易让人吃闷亏 没有其他办法了 两左只能够先尝试突破眼前障碍 否则别说冲阵 自己都要死在这里 身体里的毒素已经开始蔓延和加重 身体灵活性变得差了很多 哦 你要施展什么绝招了吗 胖子突然停下往后走了几步 军师说你一旦拼命 我就可以让你过去了 你要拼命了吗 让我识别一下 妖女真是轨迹多断 两左压低了重心 右掌在前虚张 左拳在左耳旁绷紧 脚下成外拔子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这几年 除去借向体系不断扩展和加深 他正在研究其他的招数 比如说之前从陈又廷那里偷师来的太极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不过始终有些磕磕碰碰 不如陈又廷那么水到渠成的柔顺 然而在方寸山的几年 让两左对于近战肉搏理解 又迈入了一个新的境地 宝具只是辅助 这一点他已经逐渐习惯了 真正的主体是使用者 无论是拳头还是刀剑还是枪炮 终究要看使用者如何控制 打不中人的枪炮 还不如一根普通棍子 如果不会使用棍子 反而会被对手拿捏 变成自己的束缚 那倒不如用拳头 眼下就是两左对于自己心得的一些加工 他叫他喉部 脚下往前如同水波一样滑半圆前行 右手掌慢悠悠地左右移动 如同在拨弄水面 左拳从始至终保持捏住绷紧 靠近胖子肉扇一样的居体时 对方手臂朝着两左手肘抓了过来 两左右手掌顺着对方拉扯 一下子面部贴近对方颤抖的肚皮 双臂一拧 两左身体就像是一只猴子 以胖子身体为中轴 不断左右环绕躲闪 胖子金刚手臂挥舞 就是无法逮住两左 两次几乎要捏住对方的胳膊 却被两左撞击在腰腹 恰好让胖子动作迟滞了一分 渐渐地胖子动作慢了下来 他睁大了眼 你 你把我怎么了 我怎么动不了了 原本尝试捕捉两左的两只大手 就那么固定在了空中 保持十米张开抓挠的手型 胖子本人浑身僵持在原地 动弹不得 犹如一尊被定格的雕塑 两左从他的后背跳下 有些喘气 既然你毁掉我的龙袍 那我也让你付出一些代价 再见了 说吧 两左头也不回待 冲入重寻障碍之中 留下胖子无助的喊着 你回来 回来 你把我怎么了 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头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两左让他以为 自己无法动弹了 根本上还是利用的 意识中枢直接攻击方式 将对方感知再是麻痹了 说到底 两左使用的真正攻击 依旧是借象 飞龙之术的点对点 意识中枢攻击方式 非常的强悍 难点就在于 让对方处于毫无防备 和近距离击战 此时施展 事半功倍 在龙伯国同巨人们作战 让两左学会了 掐住庞大敌人的一些盲点 趁对方心服气躁之余 飞龙之术默默施展 不断影响对方的感官 到整个术士施展完成 对方已经陷入了异症 无法自拔 就如同最早飞龙之术施展出来 所有人看到了龙仔翱翔 这已经是术士施展成功后的现象 在场每个人都被飞龙之术圈入在内 肉伯同飞龙之术同时施展 的确具有超强的杀伤 只是如此一来 对两左来说也是刀尖跳舞 稍有不慎被对方察觉或者是打断 甚至是反制 自己就要变成重创那一位了 就如同猜头子 要么输要么赢 没有退路 对付金刚无法造成直接性的击杀 因为金刚太过坚韧 如果两左趁着胖子陷入异症时下杀手 就会打断对方脑内的催眠 让他迅速地醒来 眼下 直是能够封锁胖子一阵子 哪怕他再强 也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从中恢复过来 两左需要的就是时间 虫子在背后不断刺破皮肤 撕咬 两左不时用气正开一部分 间歇之余 他们又冲上来 比起胖子 傀儡虫才是让两左毫无办法的麻烦 他几乎感知得到 自己身体状况正在一点点下跌 脚步越来越沉重 大脑也有些不太清醒了 看到你的位置了 脑子里突然传了寒静的声音 你只需要一下 正北方 全力出手 两左毫不犹豫 浑身力量爆发 一瞬间造成的冲击波浪 将周围虫子震得纷纷摇晃 不少落在地上 前方 全力出手 两左手中照打刀一道光华闪过 巨大犹如实质的光芒 刺破了虫群 飞向寒静直视的方向 随后 两左被虫子昏没 刺爆虫在他身旁不断地引爆 两左的身体倒在地上 身体血肉模糊 他意识消退之前 听到磁磁电流声 然后 眼前白光一闪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13集 逆境 猛地睁开眼 两左发现 自己已经站在会议室大厅之中了 杨归宁焦急地问道 情况怎么样 两左努力回忆着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我只记得 我最后冲阵 冲阵时 两左那一刀 确确实实是展向了 无相战队核心的铜僵 可是 他却眼睁睁看着那一刀落空 被某种力量给消散开来 就像用烈火将无间不摧的刀刃给融化了 是柳星灿 最后 他用阵法抵消了自己的攻击 那道白光是某种阵法 听到这样的回答 杨归宁喃喃 我就说太冒险了 太冒险了 梁静这个人的战术战略 总是奔着最大收益去的 失败几率极大 只要一败 就什么都没了 梁左忍不住说道 结果还没有出来 说不定 他自己内心也有些心虚 说不定还有机会 事实上 原本梁左忍想要以自己冲阵的能力 突破无相战队的防御网 破坏铜江施展的傀儡海 没想到 最终还是被柳星灿所阻碍 说不定还有机会 杨归宁摇头 我很清楚柳星灿的风格 一旦出手 绝对不会给对方任何喘息 麒麟这个阵容 你是唯一真正意义上进攻核心 你出局 胜于人必败 他们既没有经验 也没有足够一点破面的能力 协同作用也不够 韩静还是太自信了 一番话说得梁左哑口无言 舱上麒麟战队现在陷入四打五的境地 只要那个胖子恢复过来 韩静胜于人的阵地几乎会进入溃败的阶段 而这个时候 梁左脑子里忽然涌出一个没来由的念头 韩静一定早就预料到了 梁左虽然既不熟悉如何指挥 也不晓得柳星灿和铜江的阵容 还有什么缺陷 可是他了解韩静 韩少爷是属狼的 狼平时一直远远冷眼观察周遭的情况 不到有把握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出击 然而 他一旦压低身体 猎物已经几乎差池难逃了 纵然柳星灿具有看破人心的本事 梁左还是更相信韩静 看破是看破 前提是 你要有反应过来的时间 狼 一旦将你锁定为猎物 在拼命逃跑时 你还能够想到最恰当的对策吗 梁左闭目养神 等待搭档给他的应答 汤子谦浑身绷挤 尽全力将双腿的两大阵法 心眼物障保持在最大功率上 之前他还以为 韩静会让他使用坚固这样的万用阵法 来保护遥效的 没想到 指挥官选择了物障来配合心眼 心眼是一门欲颈类阵法 根据周围半径五米范围内能量波动 来判断前行者的位置 优点在于敏锐 缺点是容易被扰乱 物障与心眼配合 倒是弥补了心眼出错率偏高的缺陷 他将覆盖范围通过物器形态覆盖 让外部进入者丢失视野 无法判断清楚 施术者所在的具体位置 导致对方只有一个办法 范围性试探 或者覆盖性攻击 这是一个类似于增幅脚屎棍的迷惑类阵法 平时唐子谦很少用 在这里倒是有奇效 游击已经被刑除 韩景继续念着战场最新状况 继续锁定同江位置 压制其他人 等我考虑 唐子谦心里一惊 他全神贯注下 根本没去注意到 纪凡真与敌方游击之间的战斗 很奇怪 唐子谦无比相信 纪凡真能够将对方阻击 令内人不能打扰姚孝 然而 纪凡真再也没有回来 唐子谦心里很清楚 大概纪凡真 已经再也没办法 帮助自己三人 抵挡可能来的其他攻击了 梁左封锁了金刚 突出宠围了 韩景的话 让唐子谦又是一阵 梁左斩首机会来了 与梁左交手体会到恐怖压迫感 唐子谦至今印象深刻 只要让梁左能够靠近铜江 他就能够瞬间击毙那个 不能动弹指挥虫子的男人 我们有机会 不要指望梁左 他已经快不行了 所有人听令 姚孝 上特殊子弹 穿甲准备 韩景头也不回 六人金甲 加持在姚孝手中长枪照夜上 口中不停 唐子谦停止一切阵法 全力辅助 将你的电磁覆盖在他的子弹上 唐子谦愕然 太远了 可是 我 行动 韩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让唐子谦如坠寒哭 唐子谦立刻双手贴在 摇笑的枪口上 闭上眼附膜 自身使用阵法是一回事 要将阵法外部附着 更需要精细 必须避开子弹里面 用以制造杀伤的回路 还不能影响速度 爆发力 而就在这时 远处一道闪光亮起 就现在 韩景一声令下 一只稳如石像的摇笑 终于扣动了扳机 身体微微被反作用力 冲得枪口微微一颤 继续 第二第三个子弹 目标同将 韩景不断下令 摇笑忽立一口气 开第二枪 唐子谦的手掌 被枪身反馈的力量 给撕裂皮肤 鲜血淋漓 他依旧闭着眼 在全神灌注覆魔 距离对方足足有 一千五百米 同将的虫群 之前被摇笑火力压制 现在正在疯狂地涌过来 唐子谦计算着 第一颗子弹附魔 它最顺利 只要那颗子弹能击中 能击中对方 就能够发挥出作用来 第二颗子弹的附魔 唐子谦附着过程 非常的艰难 由于不同于第一颗穿甲的 集中于精准杀伤 第二颗撕裂 是范围性攻击 攻击强度远重于精准度 撕裂 让唐子谦的难度也更大 电磁的勾化 更需要精准和避开子弹 主体能量回路 第三颗 韩景继续指挥 来 最后一颗子弹附魔完毕后 唐子谦已经双手烫伤严重 失去了双臂感知 肌肉在不断地颤抖 手掌犹如帕金森患者一样抖动着 他失去了控制躯体的能力 倒在地上 身体被地上的泥水浸湿 唐子谦也无法体会到冷了 体内所有的气 全都消耗在最后一颗子弹附魔上 要明刻在那极度不稳定的杀伤物上 让他当时把舌头都咬出了血来 就是为了让自己集中精力 如果失败 很有可能 电磁就会引发最终一击子弹亡命 提前爆炸 导致己方三人陷入极度危险 首当其冲就是 唐子谦自己和姚孝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两人 是无法生还的 终于完成后射出最后一发 唐子谦大脑一片的空白 浑身静巻 能感觉到的皮肤处都是冷得要命 透支过度和亡命的反作用力 让他现在已经是半个废人了 另一个人也比他好不了多少 姚孝用胳膊努力夹住长枪赵叶的枪托 左右手手指也在抖动不停 他面部表情沉着 只是身体已经跟不上他脑子里所想 怎么都无法将枪托放平拖住 他没有放弃 一遍遍尝试着用手臂拖住枪管 手指还努力要凑近扳机位置 枪管已经破裂 发红 卷曲 就像是灼烧过度的铁皮 不用 韩景突然说道 他给姚孝一个有我的眼神 又看向躺在地上 双目呆着放空的唐子谦 你们做得够好了 铜江已死 有星菜也重伤 他们术时也在保护了有星菜是阵亡 还剩两个伤员 其要给我来 他一伸手 昆仑之书悬浮在胸口前 早就想试试所谓诅咒到底什么效果了 今天机会不错 他朝少女射手露出一个笑容 手指翻动书页 嘴里念念有词 韩景背后的影子骤然变成了两个 新诞生的影子之中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游夜 影子不断地扩大 很快就囊括了韩景摇笑 唐子迁所在的区域 哗啦啦啦 接着 一群浑身漆黑的乌鸦 从影子之中飞向了天空 对付虫子 终究还是鸟比较有用 对吧 他自言自语着 只是比较麻烦一点 嘴上抱怨着 韩景手指猛插向自己双目 将一只眼睛抠出来 埋入地上的泥水之中 韩景扭过独眼的脸 他在这里 无线战队的人找不到你们的 我去收拾残渠了 话音才落 他变成一群黑乌鸦消失在水雾之中 而下一秒 远处传来一阵惨叫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14集 这就很尴尬了 韩景带队在没有使用 麒麟常规意义攻防核心的前提下 拿下了关键胜利 这就很尴尬了 本应该是大家都很高兴 雀跃的一时大厅里 众人反而陷入漫长的沉默 梁左通瞄着 韩景继续那副毫不在意的模样 只是在翻看计量版 似乎在查找数据 查漏捕缺对他来说 比享受胜利更值得花费时间 姚孝和唐子谦在交流 他不断比划着手指 耐心又认真 唐子谦不时点点头 和他低声交谈 俩人经历大战后 似乎互相之间更为了解 虽然眼下姚孝和唐子谦的身体状况 并不良好 唐子谦放在膝盖上的双手 还在抖动着 掌上的血迹未干 姚孝用以支撑枪托的右肩 软塌塌搭拉着 骨头应该已经碎裂了 不同的是 俩人的身上明显多了一份自信 互相之间配合的欲望在加强着 没上场的诸位 表情就丰富多了 袁慎用手托着下巴 埋头深思 仿佛在佐某一胜一败的原因所在 旁边的豪哥倒是兴致不错 不停用眼神瞄着杨归宁 杨归宁嘴唇明紧 眉毛皱紧又松开 神色复杂 既反正和佐小俩人组 则是毫不掩饰地开心 朝梁佐起眉弄眼 递出大拇指 梁佐苦笑 大概他们以为这次功臣是自己 根本不是的 他的目光落向了姚孝和汤子谦 他们俩人 才是这次能够追回机会的最大理由 梁佐并不傻 稍微回顾之前的战斗 他就能有一个全局的推演 看似是梁佐作为藏在暗中的致命一刀 其实他的身份是明面上的幌子 当然 如果梁佐能够突破对方的层层封锁 斩杀铜江 会让胜利更容易 事实上 这确实几乎不可能的 不说别的 光是那个胖子 就能够让梁佐吃一壶 加上漫天傀儡虫的讨扰偷袭 梁佐费尽力气 才能够站在铜江几人面前 那时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梁佐那一刀 才是全面进攻的开始 如果梁佐无法如约抵达敌方阵地 冲乱柳星灿的布置 整个后续袭击战术就无从谈起 只是说 梁佐从原本的大将位置 变成了冲锋陷阵的先锋死士 韩静利用自己去吸引敌方火力 柳星灿不得不分兵 堵住梁佐这一点 否则处于无法动弹 失术状态的铜江 就不得安宁 击杀铜江 梁佐可以想得到 只是他还有些疑虑 剩余的三人 是怎么搞定那个胖子和柳星灿的 汤子谦不擅长正面作战 遥效防备能力极弱 韩静又很久都没有自己出动出手过 很好 门外一道人影快步地进入大厅 哪怕是祝贺的声音依旧冷淡 汤不热对韩静点点头 你完成了你的设想 恭喜 他伸出右手 韩静和他握了一下 谁有一定运气在里头 汤不热恩了一声 余光瞄了一眼众人 又看向韩静 那么下一站人员定了吗 还是老样子站前公布 不 韩静果断地说道 我心里已经有名单了 现在马上公布 请下面人员做好准备 袁慎 备志豪 梁左 遥效 最后一个 杨归宁 杨归宁名字的出现 让众人都是一愣 这么一来就变成了六个人 难不成 你自己要退出 还是梁左第一个直接提出疑问 对 韩静点点头 我作为指挥官是负责场外事宜 关于人员调度和成员搭配我定 战场上战术与观察改动 由杨归宁来处理 梁左心里有些哭笑不得 不管怎么说 你一个才用旗阵赢了对方的指挥官 突然甩手掌柜 将杨归宁换上 这下子 巨大的压力全都在他身上了 梁左嗅到了阴谋的味道 韩少爷这一手 简直了 若是杨归宁逆转了柳星灿 那么他的大度让闲 就不得不让杨归宁成情 而且胜利也有他巨大的作用 麁麟众人也没得说 可如果是杨归宁输了 结果就是更进一步地证明 杨归宁在对阵强敌时的疲软和缺乏变化 在场人员难免会产生 如果是韩静继续上场 说不定就赢了这样的想法 无论输赢 韩静都是稳赚不赔 永远站在道义制高点上 他出招 就看杨归宁怎么接了 梁左的心里都为杨归宁捏了把汗 这是真正的骑虎难下 好 杨归宁干脆地答应了 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 两刀赤眉反而舒展开来 没有了之前的困惑 这里我也解释一下 对上场人员更替的理由 韩静双手插在兜里 开口道 柳星灿是一个非常擅长 捕捉个人心态和习惯的人 她的所有调整和战术 都是针对某个或者某几个人进行 可以说先天性 我们就处于劣势 敌民我暗 关于铜江是我还有后手 我们都不得而知 总体还是劣势的 她朝汤布热眼神询问 得到对方的肯定后继续说道 有时候作战 不仅仅看双方硬实力 也要考虑软性条件 上次我和汤先生 就这个问题商量后 才进行了突然换指挥战法 既给我方人员一个措手不及 也让对面柳星灿 猝不及防 打乱阵脚 直到最后时间派出阵容 考虑的就是以快打快 快刀转乱麻 不再考虑进行阵地防御反击 以攻对攻 小心获胜好 下一战就变得更加艰难了 韩静脸色变得凝重 这次战斗时 我发现了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关于那些虫子的用法 常规意义来讲 虫群属于傀儡器 在修罗空间之中 以巨大数量达到 范围性覆盖杀伤的效果 只是在韩静的眼里 虫子的其他作用 更甚于直接参与战斗的能力 最先是侦察 韩静抬起右手食指 他们的侦察 会比我们快太多 而且往往是提前与我方 发现我方位置 当我们尝试破坏侦察的傀儡虫 对方又能做出下一步反应 一步先机 步步先机 接着是暗杀 上次透过自爆虫腹中藏毒虫 已经给予麒麟众人沉重的一击 然后是骚扰阻挠 韩静记终止之后 抬起了无名指 骚扰是无法避免的 如果你把精力都用在处理这些不断靠近的虫子身上 铜将的目的反而就达到了 或许其他战队有克制的办法 至少目前我们没有找到很有效的手段 最后是阵法 韩静犹豫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铜将实际上担任的是术实位置 虽然从各种信息来看 他使用魔科兽制到虫群时无法进行移动 依旧存在可能运用阵法的可能性 这一点只是个人猜测 并没有实际资料可以支撑 最后他说道 同无相战队最后一战 基本上没有什么取巧的机会了 他们的战斗方式我们了解 我们的他们也清楚 双方很难凭借出奇制胜 过于赌博反而会造成危险 所以我认为 无论是经验还是配置 指挥队伍 杨归宁都比我更合适 这就是我的想法 在这一想法上 我才做了决定 汤不热点点头 韩静的眼光的确不错 这句话已经表示支持了 汤不热这个人也是有趣 不让他碰 他就绝不乱插手 可一旦是他权责范围内的事 那就是不让分毫 加上他本来就是冲着被制豪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和杨归宁反而隐隐是竞争者的关系 眼下从他行事风格来说 的确是雷厉风行 管理权握在手中十分牢固 杨归宁想要再次拿回自己的控制权 非常的困难 杨归宁想了想 说道 我需要做出人事为条 韩静不置可否 汤不热皱眉 你给出的名单是 杨归宁迅速地讲出名字 袁慎 被制豪 左小 我 姚孝 和第一战战败一模一样的名单 就是不用梁左 这让梁左也有些不简的 难道杨归宁真的缠杂了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 不像是他一向大举为重的风格 韩静回答 我没有意义 继而汤不热也同意了 那好 最后一战就这些人上场 杨归宁双眼之中毫无退缩 我们会赢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15集 杨归宁突然睁开眼 说起来 他和阿南 有好几年没和我们联系了吧 梁左语色 还真是 大概是太忙了吧 梁左如此回答 陈又廷和顾索南都被吸纳进入琉璃府 琉璃府人擅长练体 抗击打能力冠绝昆仑 看看洛奇悦就明白了 想想都能够猜到 要达到那个程度 不仅需要特殊密法 也要超出普通人能够忍耐的训练强度 梁左试探性联系了顾索南 那边一下子就接通了 喂 少年声音里感觉不怎么高兴 梁左却一点也不在意 反而有种安心 好久没有联系了 你和自然觉怎么样了 忙 阿南声音中带着一些莫名怨气 稍后悔你 现在还有些麻烦的事情 要立刻处理 我们才回到昆仑 说完就断开了联系 梁左扭头 对一脸探寻的搭档说道 不知道啊 大概有急事吧 想想 还真没几个地球同胞了 至少梁左认识的 都是匆匆忙忙 为了生计为了目标 而不得不陷入急速漩涡中 周奇的事 今天也是时候告诉你了 韩景突然从吊床上跳下来 稳稳落地 梁左跟着翻身而下 周奇之前的事你知道的 因为他女朋友的原因 被人偶师控制 后来你倒是卖了人情 让柳星灿将他救了出来 可是事情没有完结 当从梁左嘴里得知周奇的事 韩景就觉得颇为古怪 平心而论 周奇这个人既不是天赋异禀 也不是什么拼命刻苦 又极强使命感的人物 除去地球移民的身份 他和昆仑世界其他普通人 没有任何的区别 人偶师会盯上他 就是一件有些古怪的事 人偶师既不认识周奇 也没有特殊癖好 为什么是他呢 真的有那么偶然吗 开头 韩景以为是柳星灿座的手脚 想要束缚住梁左 或者是透人情 暗地调查一番后 韩景发现 和柳星灿还真没有关联 柳星灿一直在忙碌于 收集各大战队的人士情况 那时候他的首要目标 是韩月和唐厄 这两位曾经就证明过 自己的强力战士 未果之后 才不得不转而 想要用新人补强无相战队 于是 瞄上了师兄杨贵宁队屋里的 几个小鲜肉 梁左已经是在他名单中 最后几位了 前面 他可是拜访了 包括摇曳在内的诸多星星 古怪的是 人偶师司徒密控制周奇 竟然是从距离柳星灿 发现时起 一年前就开始了 梁左着急地问道 那到底是 我也想知道幕后人是谁 不过一直没有查到 你知道 人偶师一脉 从来行踪难以捉摸 不好去找 而且司徒密将周奇释放之后 就开始外出历练 没有了任何音讯 韩静沉声道 利用周奇想要的目的 多半是打入地球人内部 不过线索太少 实在难以判断对方确切想法 更麻烦的是 周奇多半是废了 周奇虽然被梁左从虚幻女友的假象之中 拉了回来 可是他并没有回到正常的世界之中 他除去在医馆行医 其他的时间都在浑浑沉沉 看起来就像是吸毒的瘾君子 韩静略为勘察就得知 他开始沉溺于迷幻药物 通过药物来刺激麻痹自己 你怎么不阻止他 梁左有些焦急 周奇是自己为数不多的朋友 更是一起战斗过的伙伴 他不能放着不管 没有 我试过 韩静语气冷冽 周奇他面对你时 不过是强撑着 其实他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能够撑住 他唯一的目标就是女朋友 希望破灭 现在 他已经找不到活下去的支撑点了 那天 俩人的交谈很短暂 周奇吸了吸鼻子 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眼角搭了着 声音也有些时段时序 我不像你们 我不想当人了 太累 我也不知道活下去是为了什么 我跟不上你们 不同类型的人 最终总是会分开的 梁左 梁左是个好人 你也不会 周奇嘴角动了动 脸上偷出一股烦躁的情绪 手指捏着两根插头 这是迷幻药物的注射头 通过直接对接意识中枢的形式来刺激 走吧 你该走你自己的路 没人能救别人 真的 我明白了 周奇脸上露出释然的笑容 这个笑容带着憔悴和自我否定的病态 如果一个人想死 你是拉不回他的 你们需要去让更多想活下去的人有机会 我是一个废人了 我走不出去 我也不想走出去 就让我待在过去的世界里吧 燕上门之前 周奇的声音从里面飘出来 听完寒静的转述 梁左有些接受不了 你们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待得越久 越容易让人死在里头 精神类催眠还是药物影响 我们可以想办法帮他解决后遗症了 要不这样 我直接去找迷夏 让迷夏看看能不能治愈 或者是找东阳 或许阵法也能够有些帮助 梁左滔滔不绝 说着自己的设想 对了 还可以找卓六奇帮忙 开个后门 让他在灵霄境养伤 或者可以加入居物部 周奇虽然能力并不算特别强 但人认真啊 有机会的话 够了 我想到了 让玛丽萧帮个手 通过同样的空偶术 来将周奇那一段 被控制的记忆给抹去 对 就是这样 你的昆仑之书 也有这样的功能吧 梁左一脸七的 够了 小时候我就想过 人的一生 小时候就和游戏一样的 做出一个选择 走上一条路 放弃一个朋友 加入一个组织 救了一个人 害了一个人 这些事 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对错之分 无论怎么选择 总有人要变成负担承受者 你永远无法让每一个人满意 因为这个世界的东西是有限的 活着就是竞争 竞争水 食物 这些无法逃避 满足饮食后 竞争空间 领地 更多的追求 更多的享受和体验 你舒服 就有人不舒服 天下大同的乌托邦是不存在的 我不想和你讲这些大道理 只是你也是时候丢下包袱了 梁左 我没时间让你再当一个所谓的好人 而放弃更重要的事情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 有人落下来 没人能帮他站起来 他出场 就再也回不到其中来 韩静看着搭档 如果你还是抱着可笑的 一个也不能少的想法 那倒不如 我提前送你上路吧 说着 他站起来 昆仑之食物出现在手中 脚下第二道影子 慢慢地出现了 一直低着头的两左低声道 是 是啊 他微微抬起头 和寒静目光相接 完美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只是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我需要知道 到底是谁在针对周期 听到铿锵有力地回答 韩静松了口气 这个家伙 总算是正常了 韩静说道 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陈又廷那里才是关键 梁阳左顿时领悟 玛丽萧和陈又廷 现在可是一对 通过玛丽萧了解 人偶师司徒密 是不错的途径 不止如此 周期告诉我一句话 韩静眼神凝重 他从司徒密那里偷听到 有人似乎想得陈又廷下手 让司徒密筹备 那次记忆 周期偷偷藏起来备份 后来被洗脑 他到现在才无意中 找到了这份记忆备份 我怀疑这人和对周期 动手的幕后人有关联 梁阳左心里有些沉重 陈又廷现在是琉璃府的人 敢对上司门有想法的人 可并不多 正在此时 阿南请求通讯 纵算解决了 好久不见了 听说你们在吉林干得不错 还进入了林宵庆 以后大家到时候 有机会碰面 阿南解决问题后 心情好了不少 声调也上扬 梁阳左此时的心情 却截然不同 啊 陈又廷在哪 我联系不上他 快让他回我 再次在冰人房里 大概过会儿 出来了 梁阳左立刻切换到和陈又廷的对话中 啊 之前是不是有人对你出手 你怎么知道 陈又廷的声音里透出惊讶 你也被无面人下手了 四人立刻开了一个秘密房间 约好密钥 通过节点传送抵达 陈又廷依旧是一头标志性自然卷头发 穿着一件白色宽大的上衫 下面是裙裤 阿南亦然 俩人身上都有琉璃府的标志logo 想来就是琉璃府标准着装之一 老熟人见面却没有任何的嬉笑 因为无面人几个字 分量实在太沉了 让人难以有好心情 原本老友重逢的轻松荡然无存 我来说是这样的 要从周琦在年前一件事说起 韩靖口齿清晰 很快将关键的地方概括了出来 陈又廷说道 我是遇到过无面人 只是我也从头讲 不然整个事连不起来 异常是在两年前就有了端倪的 那时候他和阿南正在英灵殿 尝试通过最后的失恋 提升自己的阶位 这里就得说起琉璃府内部的一些规则 被认可的精英弟子将有进入英灵殿的资格 而那仅仅也是资格 需要从众多预备子弟之中得到机会 击败众多竞争者才能够拿到宝贵的名额 所有出入英灵殿的弟子最初也都是属于酒 陈又廷内部就叫陈九亭 顾索南叫顾九南 以酒作为起点往上攀升 当时陈又廷已经进入第八阶 阿南也在挑战第八阶 俩人都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 而这个时候 陈又廷突然收到副掌门谈列的任务 要求他和顾索南一起去追捕蓬莱一名逃逸杀人犯 俩人领命后 路上就感觉到似乎在被人跟踪 可对方的记忆实在高超 连阿南的阵法都无法检测出实质性的异常 完全是本能对于危险的反应 俩人一路不断地辗转 通过蓬莱夜市 蓬莱悬浮山最后甚至抵达三仙岛休息了几天 出来之后 那股如复古之躯的被监视感 总算是消退了不少 他们击杀逃犯返回 在下了地藏车后 就遭遇了一名无面人 对方脖子上有刺青令字 他是邀请我和阿南加入无面人组织 我们没有同意 他也没有勉强 说着说着 陈又廷自己也有些不太自然 我还以为会是一场恶战 没想到他很干脆 听到我们拒绝就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就离开了 理由 韩景追问 你没有问过理由吗 问过 阿南接过话头 脸上也是有些不解 当时我就问起 为什么他会选择我们俩人 只回答说 只是按照名单行事 他就离开了 名单 韩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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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景 咀嚼着这个词 他们有一份名单 上面有他们想要招揽的人的名目 梁左 摆摆手 自然卷 你继续 陈又廷点头 那是我们第一次碰面 回去 我告诉了副掌门 他说知道了 本以为那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 大概五个月前 又遇到了 只是换了一个人 变成了纸 风格也截然不同 同样的无面人质 同样的招揽 梁左摒弃宁神 陈又廷皱眉 他上来直接和我交手 那次阿南恰好不在 不 应该是他掐住了时间 正好是等我一人时对我动手 不过 倒是没有生死相搏 互相试探了一下 只就说有人对我感兴趣 他会再来邀请我的 梁左看向韩景 按照自然卷的情况 难道是无面人对周琪动得少 没道理啊 我明白了 韩景突然眼睛一亮 是信息 他需要的不是周琪这个人 是他脑子里的信息 记得吗 周琪是被人偶师私图密给控制住 既然私图密是可以更改人偶师大脑记忆的 也就是说既然能够删改 也能够读取 通过人偶师控制偶数的方法掩饰 让他真正的目的无法被人得知 好手段 梁左听得头皮发麻 信息 我们的信息 是 要的就是关于你 阿南 陈又廷 等地球候选者的信息 韩景语速变得极快 一个健康组织不仅仅策划得到 还需要注意人员配置 补充新鲜血液 地球一名能够活下来到现在 无疑都是佼佼者 通过控制其中几个人 得到其余人的消息 这是很可靠的手段 顺着对方的目的不仅如此 他完就可以控制周琪 打入地球移民内部 进一步打探更多的消息 只是由于柳胸灿的介入 国际放弃了 减少风险 你的意思是 其他人也有很大的可能被招揽 阿南声音也低沉下来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最难以控制的是 哪怕由我们已知的地球人 加入无面人 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身份 韩景说道 众人都是一阵沉默 暗战向来是最让人焦虑的对战 你永远不知道 在你身后的朋友 是否有一天会举起刀子 话题变得越来越沉重 让四人都有些不愿意再开口 还是梁左打破了沉寂 对了 之前你们去哪了 几年没有消息啊 陈又廷和阿南对视了一眼 开口道 炼鱼战场 梁左完全没有想到 为什么连你们都要这么急着 被逼去前线 已经到了那种程度了吗 陈又廷想说什么 最终只说了一句话 情况复杂 不得以而为之 正当梁左还带询问 突然接到汤不热的通知 给你们十分钟回麒麟住地 不容置疑的口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一十六集 阴云与曙光 匆匆告别陈又廷俩人 梁左寒静迅速回到了 麒麟的意识大厅处 这次所有的成员已经到齐 不再站着站坐得坐 以长桌为中心 围坐成一圈 有了几分正式会议的气氛 梁左和韩静 挨着季小姐和左小俩人坐下 站着的只有一人 汤不热 汤先生放下了手提包 调整了一下衣领 这次失败 我简要说两点 先讲讲整个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梁左心里一沉 还是输了 他忍不住看向杨桂宁 杨桂宁依旧正心危坐 脸色如常 并不很懊恼 要看到杨桂宁喜怒行鱼色 实在是不容易 整个战况 在汤先生手里被还原出来 战场是一处海中岛 周围都是沙滩和岩石 双方一开始 就陷入了死痘的狭小区域 袁慎与贝志豪依旧一手一功 配合默契 只是这个阵容之中 姚孝就变成了攻击副手 通过他的长射程和精准打击 不断杀伤涌过来的傀儡虫群 虫子是一种新型长条甲虫 防御力与生命力都强 而这一次 同将柳行灿采取的地面攻击 空中没有飞虫 给了麒麟众空中避开的机会 杨桂宁判断 这是柳行灿故意为之 谨慎禁止众人扶空 采用地面攻击 艰难的抵抗 不断消耗之下 让麒麟极为被动 阵地推移缓慢不说 众人都被假虫纠缠之时 对方游击虎视眈眈 出手偷袭了两次 一处击退 杨桂宁立刻做出了决定 袁慎左小冲阵 袁慎主公 左小医疗辅助 自己遥笑背致豪三人 反而后退 拉开距离 远程给予掩护 距离给众人保持了安全感 加之杨桂宁阵法加持 不必害怕那位游击 此时杨桂宁突然感觉不妥 因为周围的甲虫 突然都消失不见了 她仔细观察后 发现虫子似乎都钻入了地下 到底是做的什么打算 她只能够尽量让三人做好防御准备 而就在此时 突然杨桂宁看到远处白光一闪 原本和对方胖子金刚纠缠的 袁慎和左小都消失无踪了 杨桂宁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身后已经白光闪烁 铜江流星餐游街还有另一位树士 都出现在他们身后将三人包围 原本闭上眼的铜江睁开眼来 瞳孔变成了墨绿色 背上的魔科手突然伸出十几根金属触手来 让他变得像一只巨大章鱼 接下来铜江和柳星灿的配合 彻底以多打扫 开始围攻三人 姚孝最先正王 接着是杨桂宁 最后是贝之豪 这时候左小和袁慎还被胖子在海上拖着 他们将胖子金刚后人打得浑身血肉模糊 就是无法越过那具肉山 流星灿的战术说来也并不复杂 和之前一样是切割队伍 造成局面多打扫 朴实无华 只是他们此时使用了一个极为隐蔽的技巧 将虫子身上布下传送阵法 大部分的虫子作为炮灰被击杀 而另一部分则在此掩护下 钻入了沙子下面 迂回来到麒麟众人身后 而与此同时 铜江另一部分虫子 已经在遥远的海上待命了 流星灿利用第一个传送阵法 将金刚胖子和袁慎左小一起送出正面战场 第二个传送阵 让他们彻底避开了麒麟双射手距离优势 正面对决 以多打扫 游击 包括流星灿在内的双术士 特殊术士铜江的组合 让麒麟顿时毫无招架之力 兵败如山倒 这次只能说是无相战队技高一筹 无论是战术多样性 适应性 对对手研究透彻 我们说的没有借口 唐先生总结道 这次失利证明了之前韩静的一个猜测 并不是一加一就大于二 一加一加一 有时候反倒是可能没有发挥出三的力量 关于阵容和配合 如果下一届比赛 我还有幸能够作为战队的管理员 我会给出一个新的详细方案 总之 大家已经做得不错 请继续努力 这次最大的收获就是梁佐和韩静 他直接点名 以前麒麟的常规战容 在几年里已经暴露无遗 没有任何战术突然性可言 以现在诸多战队不断提升的情况来看 想要因某一个人两个人压制一个战队 获得胜利 几乎已经是不可能了 互相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 所以团队的重要性变得进一步提高 梁佐转念一想 想得越深 越是心惊肉跳 他眼看着曾经原神背着豪 切瓜砍菜一样的击败大多数的战队 现在能够分庭抗礼的人 就连无相战队不知名的那个胖子金刚 也能够做到 同江今年很强 有了柳星灿这颗超级大脑 他们战队真正产生了所谓的化学反应 配置上又与无相战队的麒麟 反而三场对战 几乎都是处于劣势 唯一胜利的一场 还是火中取利 显之又显 书 无话可说 当然 夭壮的成长也非常出色 唐子谦更是证明了 自己运用得当 可以变成射手身旁的魔术放大器 汤先生这一番点评可以说是不给杨桂宁任何面子 让杨桂宁都有些皱眉 总之 我的职责到今天为止 做得好是应该 做得不好的地方 也请大家忍受 梁左心说 我靠 你还真是毫不谦虚啊 反正我是管理员 我怎么搞你们都听好了 倒是毫无半路接班的自觉 很有主人公使命感 现在我先去统计 汤不热突然愣了 昆仑公布了这一届个人奖项和机体荣誉名单 众人都愕然 也太快了一点吧 最终决战才刚刚结束 考虑到昆仑的计算能力 大概最终比试之前计算过程已经接近尾声 就看三战之中是否能够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变数 对于大多数评比 是影响不大的 有我们的人被屏上 汤不热露出有些古怪的神色 手中计量版调试了一下 不行 现在还是内部通知阶段 对外公布会在明日 已经出现的名单有 统治者姚叶 磐石者唐鳄 骁勇者铜江 星星梁左 梁左名字一念出来 众人都急刷刷看过来 梁左自己都有些心虚 他内心并不觉得自己能够承受如此出众的个人项目荣誉 摸着梁星说 落七月 无相战队金刚后人 还有第一次财产赛的柳星灿 都更适合新兴获得者 汤不热却没有停下通告 关于最佳阵容 是按照个人综合评估 通过个人每一战战斗 表现出的压制力 威胁性 对战局最后的决定性作用 等等各种数据评估而出 汤不热露出一个很淡的笑容 恭喜梁左 最想喊出来的却是纪反真 梁星星 梁左心虚 低调 低调 毕竟战队失利 自己反而拿奖 让他觉得有些别扭 倒是杨桂宁表现极为坦率 露出复杂的神色 我调度有很大的问题 忽略了你的可能性和作用 抱歉 没有 我也是靠运气 梁左赶紧摆手 背着豪朝他比出一个大拇指 我就知道 你会很快出头的 毕竟 毕竟 咱们可是重视之地的 元气邪态者 梁左恨不得说 大师兄 你特别就少说两句吧 韩靖第一个鼓掌 还好啊 有个安慰奖也不错 你的身价算是有了 可喜可贺 看样子能卖个好价钱了 什么叫卖个好价钱 梁左听得脸抽 杨桂宁还在旁边看着好吗 你这样添堵简直是变相说 再不加工资 他可是随时会攀变的 价码还是之前那样 五十万 十数卷 不过 还有一个额外选项 汤不热皱眉 具体会有人通知你 等通知吧 说吧 汤不热朝众人微微行礼 提起手提箱 有条不紊地走出大厅 如此就轮到杨桂宁发言了 这次排位赛 我有不少失误 他语气低沉 管理不善 一意孤行 思维僵化 让我决策出现多次失误 再次向努力了一整个赛季的众位 致以歉意 杨桂宁拘了一躬 最大错在我 导致失去了最好的登顶机会 不说其他的 杨桂宁敢于承担责任的大器 还是让梁左很服气的 他就是堂堂正正 以正面抗击敌人 不逃避 不后退 只是有时候 这样形势 难免有些僵硬 劳顿至今 耗费了大家不少时间 希望明年大家还能够相聚一起 继续冲击冠军 杨桂宁抬起目光 再次感谢诸位的支持和容忍 也恭喜梁左 得到了昆仑和联盟的认可 前途不可限量 说吧 他告辞离去了 每次麒麟团队的结束 都是这么干脆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 袁慎姚孝贝智豪 纷纷离开了 离开前 贝智豪对梁左使了一个眼色 意义不明 最后剩余四人 都是地球移民 好啊 你居然拿了个最佳新人 梁欣欣同学 不错吗 纪小姐左右打量 不声不响 就摸了个脚回来 可以啊 左小也笑了笑 你这次算是长脸了 身价出来了 恭喜梁欣欣同学 梁左莫名其妙地有了一个外号 梁欣欣 十面额的数据还不错 韩景建议道 你也该去充电了 这几年都是打打打 脑子里挤满了肌肉吧 梁左正要反驳 突然接到一条来自于智能助手的通知 昆仑特派室已经抵达 请打开麒麟驻地通道 梁左同意后 眼前显现出一个人来 火野似的长发 一身黑色风衣 双手插在兜里的柳梅美人 美中缺憾时 左脸夹有两刀细小的刀伤 给他原本娇美的面旁 多了一层鹦鹉之气 商君看向梁左 这一届的星星跟我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一十七集 交换 坠坠不安 一路跟随商君 梁左心里七上八下 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环节啊 难不成还要去玉京山拿奖 或者搞什么颁奖典礼 更让他在意的是 商君一开始面对自己 就是满脸的厌恶 用脚趾都想得出来 是由于老白的缘故 对自己这群人极为不待见 看来他也不知道 老白原本是提携的成员之一 黑白之间 实在难分真实界限 一路无言 商君不断开启一扇扇的门 开始周围还有不少人 后面就几乎只剩 他们俩人而已 越过两个节点 停在一扇没有门的屋子里 正中央有一块方形区域 闪烁着红光 过去 那里是传送阵 商君指点 梁左鼓起勇气问道 这是去哪儿 昆仑一直分身所在的地方 商君冷漠地回答 就差你一个人了 其他人都到齐了 进去 说吧 他站在原地 眼神急剧压迫 急速缩小 来者头戴斗笠 一身僧服 从身形上来看 颇为年轻 和梁左在闺序里看到的 昆蓬残影 简直一模一样 不会错的 梁左的记忆力 是他为数不多 值得骄傲的优势 这个样子 他只见过那一次 斗笠边沿的压花 缩入绑腿的宽大裤腿 僧衣的样式和颜色 都是分毫不差 梁左双手抓住膝盖 昆蓬 就是昆仑意志的显现吗 和尚身后出现了一把主意 他坐下 是的 昆蓬这个名字是你们取的 其实也不差 你把两个字拆开看看 昆蓬 昆仑 蓬莱 梁左这才意识到 自己之前走入了误区了 原来取名的人 早就看破其中的关系 谁能够洞察昆仑一切的秘密呢 只有他本身 他游业于昆仑蓬莱 无拘无束 无人能够阻挡 他不干扰运行 寻找一切秘密 寻找可能的危险和漏洞 加以弥补 昆仑的声线很普通 基于少年和少女之间 性别难以辨认 这次所有人获得的个人荣誉者 都会得到一个特殊选项 也是我 思前考后决定的 那就是 你们可以放弃手中 会得到的公开奖励 获取一个交换的机会 梁左谨慎地问道 什么样的交换 价值五十万和十书券的交换权 还真是价值不菲 想来昆仑也不会做出什么廉价货 来糊弄这些人 秘密 你们想要的秘 一个 昆仑声音中带着一些轻松 放弃原本的奖励 我得更进一步 你们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梁左沉思礼战 我换 坏人坏语 不过我也是有条件的 你获得你想要的 我也需要你付出 我需要的 昆仑轻轻地说 我喜欢弥马标将 我要的是 你立即跟随同批次成员 进入猎狱战场 放心 不会让你们立刻参与前线战斗 你们现在的状态 也最多是炮灰 只是需要你们作为后行人员 和预备役支援前线 梁左立刻想到了陈又廷对他说的话 果然前线不容乐观 昆仑如此着急 让后方新人加入前线战场 看来损失很大 或者敌人威胁已经极其严重 顿时他联想到战队排位赛这一项目 原本就是为了甄选优秀战士 今年加入个人奖项 奖励丰厚 也都是为了前线后备人才服务的 如此一想 所有的事情都完全前后照应起来 说到底 昆仑最大的问题 依旧是外部以太帝国的频繁交火 和战线压力 梁左没得选 他太想要知道那一件事的真相了 那么好 我们的交易完成 下面 让我先听你的请求 昆仑正经危坐 双手放在膝盖上 梁左不假思索地说道 地球被毁的真相 我要知道真的原因 地球已经被毁过很多次 你大概是想要知道你们这一次的原因吧 我有没有说错 被毁过很多次 的确 恐龙时代 远古时代 还有更遥远的不在壁画记载之中的远古荒原时代 梁左点头 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举例来说 你问地球被毁灭真相 就如同 询问昆仑为什么会存在一样 或是一句话两句话 或者是简单的某个原因就能说得清楚 明面上的原因是 以太内因暴露 进而发现地球坐标 好跑时和特三军交手 导致地球误燃 令昆仑的中照计划不得不提前进行 更深层子的原因也不少 很遗憾 我也无法百分百确定 地球为什么会毁灭 梁左着急地说道 怎么可能 地球不是在你的庇护像吗 看来你搞错了一件事 昆仑语气有些讶异 不是我在地球之前 而是地球造就了我 这是我仅有的记忆 剩余的都处于破碎状态 断了断 这位无所不知的智者继续说道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可能的真相 之所以叫可能 因为我也无法百分百确定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历史 你能明白吗 我们永远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 所以拼走出来的只是一些残骗 梁左默认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 昆仑这一次倒是植树凶意 地球早就被毁灭了很多年 梁左被他突然地迎面一击 弄得有些搞不清状况 你没听错 地球早已毁灭 在我之前 因为我本来就是地球毁灭之际 用来逃生的另一处栖息地 梁左只觉得耳畔嗡嗡坐下 不可能 我们明明在地球生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 没错 可那仅仅是你们以为 不是吗 有什么能够证明地球还存在 感官 你难道没有觉得奇怪吗 地球仿佛永远是一个独立区 那么多年来 没有任何外来入侵 内部也没有毁灭人类的任何因子 更多的变化 仅仅是警惕警告 让人类学会优惑意识 还有吗 还有对了 你们的卫星一直在太阳系运作 原本不是所谓的飞出银河系 一直没有达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梁左说不出话来 关于旅行者一号卫星 他记得很清楚 是最早尝试飞出太阳系的卫星 原本应该已经离开太阳系 可至今还没有触碰到太阳系外的边缘 这显然让人费解 很简单 你们所在的地球不是真实地球 仅仅是地球备份罢了 昆仑言语干脆 真正的地球早就被毁掉了 关于这一点 昆仑内不少应该都知道 不仅仅是地球 还有周遭星球也是相同的情况 这一大片星域都被某种力量抹去了 什么都没剩下 比抹去更加彻底 现在外界呈现是扁平凡 连空间都受到了破坏 不可能 我们明明还回去过 传送舱送我们回去过 还去过其他星球 连昂作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这完全是在说谎 忠言逆儿 真相往往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昆仑依旧镇定如常 你们自己也意识到了吧 昆仑和外面世界太像 像是真实世界的三维化 很对 所谓昆仑世界 就是模拟真实世界的三维构建虚拟栖息地 外面地球所在的星域 遭到了降维 甚至想要寻找残骸都做不到 昆仑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子 戳在两座茫然无助的胸口上 这也就是昆仑世界存在的意义 提前让一部分人逃离即将消失的地球 也尝试和地球对接 将那一部分被困在三维化地球内的人 可以转接到昆仑里来 昆仑 不过是一个巨大的逃生仓 头戴斗笠的僧侣如此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18集 虚拟现实 你曾经是否有过幻想 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虚假的 只有你截然一人 大概不少人海底时代都会有过这样的梦境 空空荡荡的街道上 只有自己一个人 身后仿佛有恐怖不可言说的怪物 在追逐着自己 自己必须不断往前跑 不停地呼救 大喊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喊救命 却无人回答 最后 精疲力尽 脚下一软 开始陷入无尽的坠落 那是真实回馈 斗笠将昆仑面部 藏在深深阴影之下 并不是什么做梦 而是生理机制在反馈 让你们不要再沉溺于 静止不动的某一个区域 因为你们本身所处就是虚拟之中 不是地球背毁你们进入地球 而是原本你们就是昆仑世界的人 这是你们无法忍受昆仑的漫长 无法出去的困境 所以进入了虚拟梦境之中 这个梦境也是我和联盟一起制造的 随着时间不断增加 你们已经将原本残酷的现实 看成是虚假 将自己进入的虚拟世界 看成是真实世界 这也是生活性的一种 对自我保护 梁左呆呆地说道 一切都是假的吗 朋友 亲人 同学 也不全是 昆仑语调毫无波动 有的是虚拟人格 有的是和你一样 投射进入的真实存在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逃出灾难 根本是早就设定好的剧情 梁左声音已经有些呆愣 是 昆仑冷酷道 世界上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性命 所谓大难不死 只是预先就已经定下了基调 那到底真实世界 是什么样的 梁左努力调整自己急促的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就如你所见 昆仑默默地回答 昆仑世界 就是真实 就是你们最后的栖息地 不对 梁左突然发现 自己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你说谎 不然星河联盟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发现了你 没有他们开启 你根本就没有打开 你能保持逻辑理性很好 昆仑赞扬了一句 不过话说的不对 不是联盟发现了我 是发现了我们 地球毁灭之前 有人将昆仑藏在了一颗 人造星球之中 一部分人被转移进入 另一部分人尝试 其他途径自救 最后只留下了昆仑之中的人 很多年后 被毁掉聚居地的 星河联盟舰队赶到 他们发现了昆仑 这一降维形式的 栖息地的妙用 也将联盟的人入住 外面留下很少的人 继续分头寻找未来 可能存在的移居星球 然而这一段隐秘历史 早就被最早的联盟指挥官们 封禁起来 避免造成内部民族 隔阂问题 统一称作联盟 不论是很早就定居 在其中的人 还是后来者 往后诞生的人 都只会相信 这只是一种保护性 栖息地 外面还有广袤的 可以生存的世界 希望是种族 能够活下去的 关键活种 哪怕只有一点点 哪怕它是假的 能量供应 能量供应 两所努力 从昆仑的嘴里 找到漏洞 哪怕是三维化的栖息地 也不可能 没有能量存在 没错 这是世界上的通责 能量始终属于 异散状态 昆仑竟然轻轻点头认可 所以昆仑 从实至终都是一颗种子 进入一颗星球 榨干星球的全部能量 然后飞向下一颗 所谓血液 也是由于需要更换星球 导致供应暂时性短缺 一年消耗一颗星球 这就是昆仑的驱动力 两座无言以对 内心更是无比绝望 一个个精准细节 拼凑起了另一幅 让人不想相信的世界观 他恨不得自己不知道真相 整个人就像是 泡在粘稠的毒痰之中 无法挪动分毫 所以回答问题根本上来 为什么地球会被毁灭 我只能回答你 我看到的这一个地球被毁的原因 僧人等他情绪稍微稳定后 说道 关于你眼中地球被毁 的确是突发事件 按照计划 任何副本星球生态 需要进行到一个临界点时 才进行巨变 即是昆仑所说的征兆计划 临界点可以理解为 让其自然演变进入某个瓶颈 或者是大环境处于极度恶劣 或者是过度平和 顺理成章引发一次巨变 如此一来 沉溺其中的人 也更能够接受自己定位的变化 在虚拟之中的平民慢慢觉醒 重新回到真实世界的昆仑之中 如同是一个成年人 要告诉一个后辈某些道理 你如果以为说 应该怎样怎样 怎样才是对的 怎样才是错的 对方永远不会理解 也不愿意相信 那该怎么做呢 引导 让他们自己认识到 到底每一种行为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让人厌恶的结果 伤心的回报 高兴的收获 惨痛的教训 血本无归的痛苦 唯有自己一步步走出来 他才能够渐渐懂得 自己所在世界的真实运行规则 无关于立场 只是人这种生物 从来都是多疑的 而且只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事 以太人闯入副本之中 躲避追杀 同时也洞察了昆仑人的秘密 昆仑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让他将秘密发送出去 因而甚至不惜 趁机毁掉这一个地球 将其彻底封禁在其中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将他处理掉 是因为 活着的以太人内应 才会让某些人 更加的投鼠机器 活着的价值 更强于一句死尸 梁庄顺着这个思路 想到了以太人 那以太帝国 也是假的吗 岂不是除去昆仑 其他一切 都只是副本一样的游戏幻境 很可惜不是 僧人双手交错 叠在腿上 以太帝国和昆仑世界极为相似 这也导致我们互相发现的时候 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和平的可能 三维化世界不同于真实世界 很难进一步延展 以致两个办法 是通过外部强力改造升级 或者是 简而言之吧 三维化世界的稀有程度 不若与地球那样有生命的星球 两颗有生命的星球相遇 征服和侵占资源是唯一的结果 因为想要遇到下一个同类 几率实在太小 这就是为什么 以太帝国和昆仑之间 持续千年战争 理由不是什么领地分歧 也不是意识形态差异 就是为了空间资源 整个过程就像是 两个被锁在泡泡里的文明 两个泡泡以亿万分之一的概率 在某个通道相遇 他们彼此之间唯一的想法 就是掠夺对方的空间 活得进一步的长长 昆仑和以太帝国 只有一个能活下来 坐在对面的昆仑 用平淡语气叙述着这一场矿石之战 所以大概你明白了 为什么要让你们这些被争者 或者是清醒者参与排位赛 只是为了选拔具有合适资格的战士 进前线抗击敌人 也是保卫家园 我真身还在炼鱼战场 不能在这里持续太久 我所说的东西已经表达了诚意 希望你也能够履行承诺 原付前线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只是我不得不把你再次投入虚拟之中 直到下一次被争吵唤醒 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这个环节都是拒绝的 不杀人都是几次之后才愿意接受现实 赶赴前线 梁左沉默良久 眼前的昆仑化身 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没了踪影 你该走了 身后传来伤君的声音 梁左默默地站起来 触到对方眼神时 他似乎从中堵出了一丝怜悯 看来他一早就知道昆仑的真相了 可笑的是 自己还迷惑在一个小小谜团之中 直到返回灵霄敬五指借驻地 梁左依旧是脑袋晕乎乎的 整个人由于接受了过多的资料 变得有些迟钝 同卓六旗报告后 他回到了办公室 韩靖已经回来了 除他之外 没有看到清真和六锦 看来信心量很大 韩靖一眼看破了 给他倒了一杯薄荷水 慢慢讲 听完梁左的讲述 韩靖脸上也是神色变换不停 嘴里念念有词 不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原来是这样 难怪 如此一来很多事情都可以解释那么清楚 他反倒是有些兴奋 根本上原来就是错误的 能够有那么多逻辑上的瑕疵和疑点 梁左则是眉睛打采 一切原来都只是一场无比真实的虚幻梦境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趴在桌子上 白鸟信使跳到他的头上 用爪子和短慧给他梳理着头发 你多久去练运战场 明天 等通知 韩靖点头 和他进行私密传信 昆仑所说 不可权限 梁左抬起了头 你发现了什么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支撑我的猜想 不急 我只说一点 海神 你还记得海神吧 所谓就是支配者 就是类似于现在昆仑这样的 集合了某一个文明群体之力 制造出的顶端产物 利用这个聚合体 来解决族群面临的巨大问题 昆仑隐瞒了很重要的几条信息 一是石天尊为什么要将他封印 二是昆鹏去归区 毫无疑问 是去监视被锁住的海神 也无异常 三是 死亡的人 都去了什么地方 韩靖说道 管中汇报 局限限很大 哪怕他所说的部分完全熟实 可真正的全貌 却未必是您所想的那样 给我时间 我会找出真相的秘密 梁左总算打起了一些精神 梁左 而这个时候 老白的声音老远就传过来 哎呀呀 我们五指尖也有人获得个体荣誉了 厉害厉害 不愧是我的部下 老白一脸美滋滋的 韩靖呢 听说你挤的那个杨归宁 搞得他很难堪 干得漂亮 继下学功的人 老是一副老子 智商压制你的样子 识别不能更好了 怎么都愁眉苦脸 韩靖率先开口 他被昆仑派去练运战场了 没想到老白一点也不意外 果然 我就说锄头鸟不好当 这下危险了 梁左气愤 好也是你 不好也是你 你是老大 随便说了 不过也不见得是坏事 想想啊 在昆仑也面临各种突发情况 可能会死掉 去练运战场 如果能活下来 你的活命本事 能够增加许多 老白不知道从哪里 摸出了一杯马蹄尼酒 插了一片柠檬片 在酒杯边沿 手指捏着长脚酒杯 慢慢地饮着 肯定不止这些 一次性说出来 我给你们参考参考 作为名过来人 我还是有些惊艳的 梁左将昆仑所有的话 全部转述了一遍 老白对应的表情 先是惊讶 而后有几分古怪 最后又若有所思 梁九 他开口 听听就行了 反正昆仑一直挺能忽悠的 听到老白的话 梁左差点没把嘴里的柠檬水喷出来 什么叫挺能忽悠的 昆仑还真的会说假的 老白冷笑 当初就是忽悠我们那一批人 说只要能够抵挡以太人 下一步进攻 或者斩首一名以太战士 就能够得到丰厚回报 你们知道回报是什么了 梁左想不出 继续在前线 能者多劳 说今里战功在退役 老白一脸的不屑 昆仑不要练 基本上是高成纵手周知 说话和仿屁差不多 需要你时各种许诺 不用你时根本联系不上他 高冷得很 架子十足 梁左脑子里有些乱 在他的心目中 昆仑应该是非常刻板 又理性的化身 冷酷如同阿诺斯瓦辛格那样的终结者 永远不会犯错 刚硬神秘 那老家伙分明就是个老游子 老游子 梁左只觉得有些毁三观 老白还在发着一肚子的牢骚 别看他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其实小动作可多了 昆仑里的秘密的确都在他肚子里 所以他也更是能藏 可以这么说 昆仑所说的话 十句能够相信三句就不错了 越是重要的事 越是如此 韩警察话 曾听起来更像是一个独立人格 不像是一个纯粹智能的样子 万语昆仑实在是有太多的黑历史 已是半课都讲不完 就说一点 所谓的第一次以太昆仑战争 根本不是以太人入侵 而是昆仑主动派人进攻以太帝国 失败后被人反攻造成后来的巨大损失 那就没法子 只能够帮他的错误决策擦屁股 梁左大惊 那么早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所谓第一次以太入侵 是一千年前的事 老白怎么看都不像是那个时代 熬过来的老怪物 我师父说的如假包坏 老白低声道 过去的人差不多都死光 所以他随便篡改历史也没人知道 他还厚颜无耻地标注过一句话给自己开拓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梁左倾听了一模一样的话 哎 他还好意思又谈历史 那个老怪物 老白似乎对于昆仑怨言极深 不过最后还是点到为止 总之信我 昆仑最能唬人是个超级大忽悠 不否认他的确掌握了很多过去的秘密 也为了这个句句点付出很多 不过他到底在算计上没人知道 也没人能够真正意义上限制 这才是他将最忌惮的地方 放下了酒杯 老白站起来扣上了西装扣子 年轻人去见识一下真实战场也是好的 去之前做两件事 一吃顿好的 那二呢 梁左问道 有什么遗言先说 老白语气十分的认真 没人能保证你能活着回来 连于战场和你经历的地方都不相同 没错 你的确已经经历过修罗空间 只是 不用我多说 你去了就明白了 那么祝你好运 希望下次能够一起收我锅 说吧 老白就点头离开了 韩静看过来 有遗言吗 梁左想了想 如果我回不来 算了 人都不在了 流言也只是让人难过 没错 韩静说道 我信你能回来 梁左笑了笑 借你急言 去之前把你包裹里的东西都取出来 我给你保管 韩少爷立刻露出了本来面目 一本正经地说道 要用起来 东西才能体现价值 梁左的脸顿时黑下来 说好的相信我能生还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一十九集 出入炼狱前准备事宜 是吗 听到梁左的事 清征依旧没有很多情绪外露 我现在还在骑武山庄 暂时回不来 一切小心 进去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跑 清征突然说道 不要管其他 先跑 不能有任何侥幸 记住了 梁左恩了一声 六井倒是回了灵霄境 听闻梁左要去炼狱战场 略微吃惊 这么快 未免太早了一点 你都没有接受过 上战场前的训练 不过他立刻回过神来 原来如此 昆仑给你们奖项 其实就是筛选出 你们这几个 差不多可以 急插急用的成熟战士 直接送入前线 六井皱眉 手指揉着太阳穴 总觉得还是太快 到底是为什么 梁左洋装轻松 唉 大概是昆仑 看我们这几个 是可造之才 提前去前线体验生活 有人告诉你 炼狱战场的规矩吗 六井一下子抓住重点 梁左复述了一遍 伤君的叮嘱 进入炼狱战场 和修楼空间 规则差距不大 前者本就是属于 后者领域的一部分 除去自身宝具 其他东西都无法携带 从本质来讲 炼狱战场 就是一处扭曲 无法被控制的区域 无论是昆仑 还是以太帝国 都无法影响和远程传输 道具自然是无从谈起 宝具本就是自身力量 理解具象化的化身 所以没问题 不过像是特殊类的宝具 比如龙袍这般的 他者宝具 就会被隔绝 龙袍之所以能够让梁左使用 也是在昆仑特定支持下 才办到的 炼狱战场之中 能量宝贵 消耗之后 一般只有回到补给点 或者是营地 才有后续补充 在激战中和在野外时 很难获得补给 再一个是 炼狱战场死亡 就是真正的死亡 无法挽救 差不多 六井低垂的眼睛眨得很快 似乎在沉思什么重要的问题 还有一点 不可立敌 立刻逃命 还有 炼狱战场 有大夜魂 巨夜魂出没 那些叶先生 具有穿梭来去的能力 你要面对的 除去以太人 还有这一部分第三方 叶先生 别看在昆仑规矩 那里 可是他们劫掠的牧场 千万小心哪 六井细心 不断给梁左科普 和提示注意事项 合作甩手掌柜的老白 完全不一样 梁左真切感觉到六井的担心 不由心里暖暖的 要说五指界里面 最有人情味的 当属六井 他真的是一个心怀善意的人 人情味十足 差点忘记了一群人 六井一拍掌 脸上恍然 那群人 不得不提啊 那就是叛军 叛军 梁左听得有些不太懂 昆仑以太帝国 还有叛军这个群体 当然有 而且来头不小 六井表情极为严肃 叛军这个词 只指一群人 就是以阿提拉为首的那一群人 第一次以太人入侵 也就是黑暗时代 要不是阿提拉临阵倒戈 袭击以太皇帝王城 说不定现在这边 已经有大片区域 沦陷被殖民了 阿提拉 以太帝国皇帝之下 四大最高援帅之一 军变失败后 逃离以太帝国 携带麾下几位将军 以三部管区域 炼狱战场身处 所为营地 折服暗处 忽视眈眈 一般来说 阿提拉的叛军 是不会对昆仑动手的 六井又补充道 在历史上 他还没有对我们 主动出击的记载 倒是有两次 背后突袭以太人 还有两次 和我们进行过 补给交换 算是帮了我们一把 阿提拉这群人 立场比较复杂 非敌非友 他们的目标 还是能够反攻 以太帝国 只是不了解 他们现在的动向和计划 会不会是为了找人 一直倾听的韩静 突然开口打断了 吸纳更多以太人 中反叛者 等待以太帝国 和昆仑大战起 他们就能够再次长驱直落 攻击以太帝国覆典 有道理 梁左和六井 异口同声道 六井露出一个 有些歉意的笑容 我知道的也就这些 没有去过炼狱战场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样 总之 总之要一切谨慎 你们只是一次前线试炼 充其量作为后勤人员支援 不会让你们贸然去前线的 毕竟 你们可是以后的中间 梁左一个个字记在心里 说不定这些提示 关键的时刻 能够救命 卓六井也过来了一趟 轻飘飘说 已经收到了昆仑通知 问他是否自愿去前线 梁左说是 把鸟部部长说道 那就安心去 本来有个很合适 你的任务交给你 现在 只能给韩靖了 韩靖开拖道 我也很忙的 再忙也得放下 我的事情都得放下 卓六井依旧顶着 那个滑稽的气球脑袋 画在气球脑袋上的脸 永远在笑 这是最高优先级任务 掌门亲自监督 梁左浮如心智 脱口而出 该不会是方寸山 在龟须出现的事吧 看来你消息很灵通嘛 卓六井脑袋 微微扭了扭 玉京山和旁来指剑人 龟灵先生 早就提前一步 在龟须寻找方寸山 不过 出现一次严重事故 大量搜寻人员 已经罹难 玉京山不得不寻求援助 我们也得加入到 这个行列当中来 只要能够发现方寸山 里头的秘密 就能够分享 关于无冕人 方寸山本身的情况 原本我想的是 梁总你来跟进 现在 就只能由韩靖来了 韩靖指向旁边的人 明明是六井前辈 跟合适吧 六井也不有点头 人就是这样实在 灵霄警出重大任务 至少两人配组 这六井 党人也在其中了 卓六骑轻飘飘 飞出了五指界办公室 留下了话 相关信息和界头人 我会传输给你们 即刻出发 梁总用手挡住嘴 第一声问六井 六井前辈 说六骑的真身 还没有恢复吗 还是说 他本来就是一个气球人 好像还没恢复 那次受损太严重 他自己找的隐蔽处 还在修复中 六井回答道 地方越是难以被发现 越是安全 梁总看到韩靖指边 心里就会奇怪得比较好 毕竟 自己可是被搭档 基本吃得死死的 很少占据过上风 智能助手提示 一条单向信息突然抵达 所谓单向信息 就是指无法判断 是从什么地方传输过来的 保密性强 也几乎无法捕捉来源 因而 也无法进行点对点的回复 类似于一封被加密地址的邮件 梁总看到的是 两则日记体形式的文字 才读了一行 他就立刻明白了过来 这是青子 青子的日志两篇 讲述了青子当杀手时的一些事 梁总慢慢地看完 不免有些唏嘘 苍台看来也不是想象中 那么简单的组织 那个从不伤人的瞎子 竟然能够砍下 人偶师首领厌尸的一只手臂 折服多年 就为了这一次自杀 只是梁总不太懂 为什么青子要通过匿名传送 给自己两则日志呢 他陡然睁大眼 青子有危险 之前 青子作为蛇手道的锦蛇 正是那批寻找方寸山 具体位置的搜寻成员之一 和梁总通信时 突然失联至今 没有任何的回应 梁总一直尝试联系 那边都没有任何反应 根本链接不上青子的频道 眼下他通过某种手段 将两则日志发出来 到底是深陷淋雨 还是已经遭到不测了 梁总心急如焚 这样 我会尝试和他联络 韩靖这一次没有推托 极为干脆地答应下来 只要有一点机会 我会尝试营救 只有靠你了 梁总对搭档说道 在这个时段 另一个地方 昆仑遥远地归须身处 第一层无人之城里 青子坐在地上 对面坐着原本器木府 八所所长 单明辉 他胖乎乎的脸 总给人一种好相处的感觉 却只觉得 却只觉得对方 笑得阴险无比 哎 红大师 你还要困我多久 青子忍不住抱怨 你可以挖去我的记忆啊 以你的手段 这简直是轻而易举 我能力低微 又帮不上你什么忙 要不 你干脆杀了我得了 对于青子来说 将他束缚起来 比死还要难过 不急不急 孔大师笑眯眯地说道 我这里正好缺人手 你暂时帮我搭把手 青子无奈 明明是单明辉 却说自己叫孔明 单明辉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 难道是青木府吃药吃多了 出来疯疯癫癫的 孔明突然说道 秦姑娘 想不想看看 方寸山的控制台 青子精神一振 好啊好啊 能够一览方寸山内部秘密 让他立刻忘记了 之前多日被软禁得不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集 炼狱所在 依旧是商君来带梁左 只是这一次 商君禁止将梁左 带到了玉京山 许久没有过来 梁左还是有些怀念的 那些被巡守们锁住手脚 正在按照秩序 进入大楼内工作的罪犯 朝他这个外人看过来 对他身份各种的猜测 寻守者们腰缠六人锁 收持铜镜 都让梁左有些怀念 不知道光头牙袖 现在升职了没有 胡思乱想着 梁左一步一驱 差点撞上前面骤然 停步的商君 到了 商君侧身 金玉虚工 散掌门在等着你们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还真是一个 不拖泥带水的女人 梁左抬起头 眼前是一座果壳状庙宇 顶部和底部都是半球状的 庙宇顶上是一层层灰瓦扑就 六角飞檐往上翘起 下面是封闭的庙宇本体 浑身灰白 看起来就像是被水洗得失去了颜色的斑驳老建筑 丝毫让人联想不到 大名鼎鼎的玉晶金圈 既无金玉 也不够大气奢华 底部倒是有些特殊 呈现出半球形态的地基 将台阶完全地包裹 只留下一条细小的阶梯 最底下却是浮空状态 周围似乎有一种奇特的气场 让人心神宁静 梁左小心翼翼迈不上去 走到门前 大门消失不见 里面黑洞洞的 跨进去后 梁左发现自己脚下出现了亮光 就像是舞台上自下而上投射的灯光 周围也有亮光 他扭头看去 除去自己之外 还有别人 右边距离最近的那个 还和自己小幅度的挥手 不是摇曳又是哪位 再远一点是唐鳄 左边是流星灿 他在这里倒是极为规矩 目不斜视 就像是一个言语律己的女学生 流星灿过去是韩月 脑袋上顶着爆炸头的他 倒是很好辨认 双手环抱 一副牛气冲天的模样 红江在前面 他那身生化怪人一般的装束 简直是鹤立鸡群 其他人好歹是正常人形态 他则是背上背着魔磕手 脸背呼吸器覆盖大半 光是从形象上来看 就像是一个大反派一样 然而 他也是此次最大的赢家 统治者 三医生突然出现在前方 他还是那副和和气气的模样 头腕发际 身皮黑色的风衣 犹如一个入室的年轻道人 诸位请做好准备 我即将给你们开启传颂 在此之前 让我强调几点注意事项 三医生与其温和 丝毫没有玉京山副掌门的架子 一 传颂时会有撕裂感和炫运感 这都是正常的现象 不必惊慌 诸位保持镇定 不要随意使用力量 那样反而会有反效果 二 进入炼狱的地点 会在补给点 或者基地区域 不过并不能精准传颂 所以位置有所偏差也是正常 不用担心 三 炼狱战场环境恶劣 还请几位互相扶持 进去之后 一切听从指挥官要求 三医生看向众人 准备好了吗 众人点头 开 他手指一点 接着是一声某种机器 发出的巨大轰鸣 两座眼前景象 顿时开始拉扯和散射 原本清晰的图案变得支离破碎 分解成一块块 不断扭曲变化加速的色块 接着 色块也被分解开来 变成无数条 环绕在身体周围的线条 它们不断扭曲着 让两座双母发胀难受 只好闭上眼睛 剧烈震荡感开始 两座只觉得心脏仿佛被人抓紧 不断挤压揉捏 有着一种强烈的呕吐感 可是它又吐不出来 身体也非常难受 肌肉被撕扯得厉害 当它脚下终于感受到实体时 整个人稍微松了口气 突然 两座听到了一声 就像是放大的吃萝卜的声音 它用还有些不摇晃的视线看过去 发现一株大概高三米的奇特绿色植物 正在咀嚼着什么 它脑袋处有像是野兽一样暴露在外的拳齿 嘴里满是鲜血 一具无头尸身 缓缓地倒下 两座一秒就认了出来 那是韩月 韩月被咬掉了头 身体还在拼命挣扎 跑 两座只有这么一个想法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朝着后面拼命奔跑起来 借向飞龙之术夜魂台全部开启 突然 他被人一把抓住 慌什么 看好了 这也是你们新人的经验 说话那人 像两座随意丢在地上 他身穿一件 由藤蔓编制而成的奇特软甲 手持一把长柄镰刀 方形面孔 左眼漆黑 独眼人身形一闪 镰刀刀尖插入吃人怪物的巨大叶子中 那叶子竟然柔软无比 尝试将它裹住 独眼人却仿佛早就料到了 手中的镰刀画了个圈 叶子被刮啦一声 死成了两半 墨绿色枝叶不断地涌出来 吃人怪草变得极为愤怒 原本藏在泥土之下的 往上又拔高了几分 从三米的高度移升为五米 原本泥下的不慢助手 便延伸 飞速的回边 和独眼人打得旗鼓相当 独眼人骂了一声 手中镰刀突然火焰大声 转瞬从接触到 吃人怪草的躯体蔓延开来 吃人草想要拖入土下 被它巨型镰刀拉着脖子 往后痕迹停在地上 突然一声巨响 那争鸣全尺的头颅炸开 灼热的绿色枝叶 不少都建设到了 梁左的脸上 嘴里 它竟然感觉到了血腥味 连想到这是吃过韩月脑袋的怪物 它将嘴里的东西一股脑袋吐出来 远处有人慢悠悠走过来 路过时拍了拍梁左肩膀 秦人运气不错 活下来了 这个是大补的家伙 今晚你有口福了 梁左扭头看去 这人扛着一门 像是RPG模样的火箭筒武器 黑洞洞的口子还在冒烟 炮兵将火箭筒往后一拉 就背在了背上 它和独眼人一样 都是身着奇怪的藤蔓软甲 只是脸看起来正常多了 头发很短 棕色 看起来还有几分清晓 夕人你在看什么 远处正在用镰刀切割怪物的 独眼人不爽地说道 还不过来帮忙 这东西要快点收拾 被其他怪物看到就麻烦了 到时候我们没得拿 还要送命 机灵点 过来 梁左小跑过去 拔出了照弹刀 也学着他的样子开始切割 旁边的炮兵 则是跳上一处山岗 在警戒着 炮口架在肩上 炮兵突然露出喜色 不用担心了 队长过来了 一个完整战队 怪物群也得点亮一下 一支有四人的队伍赶到 站在最前面的明显是他们的头 冷冷匹尼梁左这个星人 他腰间一把军刀 身上依旧是藤蔓软甲 身材宽厚 肩甲肌肉极为发达 腰腹狭窄 脚下一双奇特的长筒编织鞋 似乎也是有某种更迁细的藤条编织的 他是谁 首领指向旁边无头尸体韩月 梁左回答 是这次和我一起过来的一个人 叫做韩月 其他人呢 首领问道 梁左说道 不知道 站在高处负责预警的炮手突然喊道 队长 蛇群来了 首领立刻对众人说道 带上张力皮 撤 镰刀男和另一个壮汉 一人抱着一大堆藤条 拼命往前跑去 后一个壮汉 还对梁左眨了眨眼睛 梁左发现 这竟然是西门义 眼下 已经容不得他继续思考 身后稀稀苏苏的声音越来越响 不用想 一定是炮手所说的 那个蛇群 能够让眼前这群人忌惮撤退 甚至丢下大部分的猎物 蛇群的威慑力可见一般 梁左门头跟在他们身后 尽全力地想要跟上 可是还是被拖得越来越远 开始还和炮手只有一臂之隔 几秒钟后便变成了两个身位 现在更是拖了三四十米 身后稀稀苏苏的声音 倒是变小了不少 可并没有消失 梁左头也不回 但也能够感觉到 那股头皮发麻的压迫感 和生死危机 趴下 前方的炮手突然扭过头 脚下刹车架起了火箭筒 两座一个鲤鱼打挺大字形扑的 呼啸着的炮弹 被挤上飞过 让它后面一阵的灼烧感 回头看去 自己身后已经被布下了一道火海 炮手朝他挥了挥手 扭头继续赶路 一行人跑出了原本松软的泥地 进入了一片旷野 远远的一座高位的方形石塔 处离在远处 那周围布下了一道道战壕 地面上有巨马 空中还有一种四翼鸟 在来回巡逻 上面坐着骑士 毫无疑问是自己人 逼近了石塔 众人脸上紧绷的神色 总算是缓和了下来 门口守卫有八人 依旧是藤条软甲 面容冷硬 似乎这里的人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他们摸出一面奇特镜子 照射了一番众人 让开了路 在里面 梁左立刻看到了其他几人 流星灿正在听一个战士 讲着什么 无比的专注 摇曳受了伤 有人在为他包扎 铜江则是抬头望着天空 弹饿盘息在地上 闭目养神 小组回归 流星灿立刻赶到梁左的面前 问道 韩月没有和你在一起吗 他原本是和我在一起的 梁左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开口 反倒是路过的那位年轻炮手 笑着说道 没有回来自然是死了 遇到了正朝着聚夜魂状态进化的湿血草 能活下来 已经是一个狠赚的了 他笑容之中没有任何戏谑和轻蔑 仿佛笑 已经变成了他说话的肌肉习惯 唐鳄听到这句话 猛然地睁开眼 攥紧了拳头 而就在这时 炮手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菜鸟们 欢迎来到炼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21集 烽火台 炮手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回头 和迎面而来的一个人打了一个招呼 啊 是你当他们的队长和指挥官啊 炮手语气里第一次出现波动 是的 来者回答 他们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遇到我们队长那种 也不知道能剩下几个 抱怨着队长 炮手丝毫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哎 今天搞到一只准剧夜魂状态的嗜血草 今晚你记得来喝汤啊 还有那个小子 他也有帮忙 按规矩他也能来 炮手指了指两种 之后就背着他的火箭炮 哼着歌 往前走了 看到眼前人 梁佐只觉得有些不真切 可好像一切又都是理所当然的 接到高副统领的命令 我将是你们在此期间的队长兼指挥官 也是你们的教官 带眼镜男大学生的队长对众人说道 先自我介绍 我叫维思浩 来自李恨天 维思浩朝两左微微点头示意 柳星灿眼睛一亮 我知道 维师兄 不 维教官 离恨天 历年都有一名一案的说法 这次名应该就是袁慎 你就是案内委 没想到比袁慎 要强那么多 维思浩没有因为他的奉承 而有丝毫感情变化 你们叫什么名字 平时 昆仑李辞职 一一报上 啊 灵霄静 梁左 这下学宫 柳星灿 指挥官 静星寺 摇曳 炎武堂 坦恶 金刚 其物身中同经 射手和术士 维思浩稍微打量了一番众人 还有一个 是没到还是死了 梁左回答 韩月和我一起降落的 遇到了嗜血草 知道了 现在 我需要了解你们每个人水准和擅长 跟我来 维思浩率先出了石塔 来到旷野外 站定 你们一起上 使出全力 柳星灿立刻脸色一变 同江拉开距离 唐恶和姚夜注意前排防御 两左右走 不要贸然进攻 他手指一捏 摁在地上 四人顿时互相之间能够内部沟通 这是阵法行音 专门用于调度和内部串联的 同江背上魔科兽嘴里 喷出大量的蚊子一样的傀儡虫 在四人头顶不断地飞舞着 唐恶为主 梁鹅为主 梁鹅为辅 试探险攻击 姚夜保护铜江 刘星灿有条不紊的发号施令 唐恶手中的腰灵盾显现 压低身体 冲着维思浩而去 梁左手持照弹刀 刀尖指向维思浩 心里不敢有任何的轻视 同济会里 维思浩一个人解决众人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他虽然不是破法者 却和普通意义的造法者 有云匿之别 我动手了 维思浩轻轻地说道 算是给众人提醒 雷道十二 破雷法 他轻轻念叨 煞时间 一条雷龙突然环绕在他的身边 梁左耳朵里嗡嗡作响 雷龙游液的形态 如此的艳熟 难不成 他是通过自己的飞龙之术改良的 这是经过梁左的飞龙术 启发的一个术士 维思浩笑道 也让你这个创始人来评价一番吧 去 雷龙 他手指一点 雷龙直射梁左来 梁左立刻进入飞龙之术状态 不敢和雷龙硬拼 哪怕是被雷龙擦伤而过 他还是皮肤被高温灼伤 内脏震颤不已 不过 梁左倒也不惊慌 雷龙说到底 也是由能量构计而成的 而且 如此高密度的能量 一散也是几块的 只要拖到了雷龙 变弹消失即可 另一边 维思浩和唐鳄正式交手 一拳将唐鳄的腰灵盾打飞 唐鳄不得不后退好几步 以缓解营养来的距离 不错的防御和反应力 维思浩点评 不过太慢 雷道十一 雷冰 手指随意一点 一道雷光已迅雷之势 让唐鳄躲无可躲 唐鳄闷哼一声 倒在地上 胸口处有一道灼烧的痕迹 他想要努力地爬起来 但是身体却陷入麻痹的状态 根本动弹不得 还有你们 维思浩瞄向柳星菜 柳师妹 你能看穿我所想吗 雷道十一 雷冰 原本疾风之势的雷击 却在柳星菜面前毫里之间 被一把纸剑给挡了下来 摇曳站了出来 天地无极乾坤戒法 戒法剑 姚夜 你还要再试试吗 维思浩眉毛一抬 咋不过 有时候也要的 况且 又不是我一个人 姚夜脸上战意澎湃 转口念叨 天地无极乾坤戒法 戒天火 姚夜的宝具灵溪扇 骤然出现在维思浩面前 化作一盘直径十米的火焰 哼得将周围一切都写过在内 还不够 快 铜江 梁佐 柳星菜 全部攻击 不然 就没有一点机会了 姚夜急切地说道 梁佐撇开雷龙 手中照弹刀光芒大盛 飞龙之术全力斩出 龙影环绕 而与此同时 铜江原本控制的铜学 突然凝聚成了两只 由虫子组成的人偶 他们汗不畏死 冲入火球之中引发一阵冲破云霄的爆炸 柳星灿则是早就捏手式启动阵法封禁之阵 令其中的维思浩被封闭位置 无法进行挪移和用术式转移攻击 烟尘尽散 维思浩身上仿佛有水波一样的力量在震荡 他个人毫发无损 嘴里说道 雷道十三 无尽强 他虚握的拳头突然捏紧 雷道十四 雷腹 两只几人身体仿佛突然间被看不见的纤细绳子给锁住了全身 从脖子到手指到脚踝无法动弹分毫 只要一使用力量就浑身割裂一样的刺痛 几人都脸色难看 姚叶仿佛知道这个结果只是有些郁闷 好了 势手结束 维思浩五指张开 五人身上顿时放松下来 他进行评价 战斗力来说 和普通预备战队差不多了 两者揉了揉手臂 大胆地问道 预备战队 难道还有很多的分类吗 维思浩开始给众人解释 昆仑在炼狱战场的军队 总称炼狱昆仑阵守军 最高领袖是镇守军统领 这个职位不是第一第二次对以太人全面战争时不会受遇的 基本都是空缺 往下是三位副统领 一名来自于联盟 一名来自于十二战队 一名由昆仑指派 如今镇守军副统领三人分别是 特三军三大将军领头的明将军 烽火龙魔人高泰 最后一人是蓬莱炎武堂的风铃 三大副统领各有职权 明将军掌管最重要的常备军青铜战队 魔人高泰负责练兵以及后勤人员补给 风铃则是掌管神秘的特勤部队 往下则是战队划分 精锐战队也有内部369的分级制度 最弱的叫做预备战队 一般用以应急参与战队补充 或者是作为后勤补给 甚至运输物资 镇守住地和排查巡逻等等 日常偏内部一些的事物 预备战队共32支 每支10人 出勤则是根据具体情况安排人数 中间力量是青铜战队 青铜这个词在昆仑中 一直是较为高级的称语 比如青铜炼骑士 就代表昆仑的高度认可 青铜战队基本上 就代表了炼狱战场中 镇守军核心实力 每支战队五人 也有混编和加强战队 独立战队等编制 那是为了应对一些特殊情况 着情改变 共计青铜战队60支 总计320人 最后一种叫做特勤战队 应对特殊情况组建而成 往往分成两类 一是执行高度机密任务 一是专门承担专业性极强的任务 总而言之 这是一群迷一样的人 毋庸置疑的是 他们战斗力比起普通青铜战队 要强很多 权限也要高很多 关于战队制度的统筹和组建 是根据不同情况 由副同里面着手更改 或者整合的 比如说眼下 预备战队全部由一人掌管 执权名字叫做预备管制 青铜战队则是分成了两部分 各按时之战队 管辖者叫做左督军 右督军 唯有特勤部队 虽然名义上有一个特勤使 总领所有特勤战队 然而事实上 他却没有调动特勤的能力 只是具有整合和监督权力 特勤战队 只接受封灵副同领的指令 而封灵的指令 也要受到后方昆仑的限制 这些职位之所以设立 是为了让原本互相之间 交流较少的战队 能够有一个统一中枢 互相之间能够协同作战 不同时代 这些称谓有所更替 更多的荣誉职位都被取缔 剩余的倒算是比较清晰了 听完 两座则舌 啊 镇守军就几百个人 维斯昊反问 你以为有多少 成天上万 十万百万军团 在质变的力量面前 数量有用吗 他的话让两座回过神来 的确 之所以昆仑运行精锐战队制度 就是为了减少荣誉 模仿以太帝国的风格 重于精兵 便于指挥 他还是有些没有从人类时代战争模式中 回过神来 话说回来 人类战争时到了近代时 也不再是注重数量了 闪电战的出现 就代表着精锐战队 将会成为战争主力 时间紧迫 现在我就开始 给你们讲解注意事项 跟我来 维斯号几乎是一秒钟都不想浪费时间 他在一旁泥土里抓住了什么 一把猛地扯出一根藤蔓 藤蔓顶部类似于果实的位置 朝他的手喷出了一团绿色液体 果实则是突然裂开来 里面有两排小小的牙齿 想要撕咬维斯号 却被某种力量束缚 动弹不得 这是嗜血草 但凡是我们和以太人交过手的地方 就长得特别茂盛 因为他们喜欢血 血液能给他们提供能量 幼年体就和我手中类似 对人没有什么伤害和威胁 成年体就是大野魂 具有威胁性 完全体就是聚野魂形态 极为难缠 而且再生能力很强 还具有断肢再生的超强再生 普通青铜战队 遇到很难生还的 嗜血草平日里 藏在土层深处 唯有感应到强烈的能量波动 厮杀产生的血腥和能量散发 它们就会往上钻 暗中寄月等待猎食 寒月运气不太好 恰好遇到了一头 难缠到近乎直逼寄月魂的嗜血草 这就是一个实力 维斯号将手中嗜血草塞回了土层里 小小的植物迅速往下钻去 几秒钟就看不到它的处须了 只有一个深深的小洞 不过 平时遇到的幼年体嗜血草 还是尽量不要损坏 最好带回来饲养 因为嗜血草 是一种很有用的战略物资 维斯号拍了拍手 指向脚下的土地 这四周都是昆仑人种植的嗜血草 等待它们成长为巨月魂 就可以开始收割 嗜血草凶猛 然而它浑身都是宝贝 藤曼是昆仑镇首居很重要的甲咒原材料 坚韧又抗腐蚀 还具有一定程度的防患症能力 面临绝境 藤曼还可以作为应急粮食 提供给能量耗沁的战士 迅速补充一些体能 在物资几乎难以补给的前线 藤曼弥足珍贵 除去藤曼 嗜血草的进步 是炼狱战场中为数不多的本地食材 有时候炼狱战场波动 会导致昆仑供应的菌粮丸供应不足 每次供应折损率都有80%以上 也就是说 100颗菌粮丸最终只有20颗能够抵达前线 真实情况只会更加的糟糕 嗜血草的体液能够加工成药物 医师们用以治疗伤员 与菌粮丸同样 在前线 药物也是极为紧缺的 因而 真手菌都有种植嗜血草的习惯 类似于古代的菌臀 战时作战 平时耕作和寻找幼苗移植 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活下来 当然 也有如同寒月面对的那种漏网之鱼 一不小心长大得很难对付 就需要青铜战队针对性的猎杀 务必让它在进入聚业魂状态前被杀掉 否则将会是巨大的隐患 除去世血草 类似的还有冬菇 冬菇会爆炸 不过 只要能够及时催眠它们 就是很好的食物和能量补给 四亿鸟 就是空中飞行的鸟类夜魂 它们是可以被驯养的 耐力强 而且感知敏锐 是镇守军赤猴的最爱 此时 外面原本亮堂的天色 黑了下来 该回去了 维斯后带队一边走 一边解释道 便于战场本质上 是一段以太帝国和昆仑之间的模糊带区域 两不属于 也不是由双方制造的 而是偶然对接造成的一片危险区域 里头的夜魂 除去是战死双方士兵所化 还有本地演化而成的 我们统一 还是叫做夜魂 每天白日时间很短 有七个小时 夜间有十七个小时 这是一般来说 有时候亮得早 有时候亮得晚 夜晚因地外十分危险 青铜战队出去 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梁队突然听到一阵小孩的笑声 四处打亮 没有看到所谓的小孩 而其他人 似乎也有所察觉 别管 那是夜宵 维斯昊脸色如常 夜里他们最常出没 夜里常常让人迷失方向 拿好 这是口令牌 我会通过口令牌和你们联系 呼叫你们 每个人手里都多了一块两指大小的木牌 上面雕刻了一排看不懂的字 就像是一块被踏印的印章 此时 石塔外镇守者们 已经将大门处的巨蚂也竖起了 士兵们都站在塔上 一个个扛着火炮 看着远方警惕着 四座石塔 构建成了这一片小小的营地 营地外 危机四伏 百鬼夜行 一墙之隔 里头此时篝火正盛 香味四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二集 篝火焰 梁左被维斯浩带到了之前 军刀南率领的青铜战队里 他们的区域在四座石塔最后的那一座下 维斯浩给梁左简要解释了一下对方人员性命 这是青铜十三战队 队长来自于琉璃府 叫做董四 私之游击 战功累累 炮手叫做天行 来自于破阵堂 私之射手 镰刀独野男 叫做草人 烽火楼人士 私之游击 西门义不必提 灵消敬自己人 金刚卫 最后一个不起眼的假小子女人 是个术士 来自于器木府 叫做石南 是调来给十三队新增补的 之前那位术士 退役了 退役 梁左一直有所耳闻 似乎前线军队 也有服役期满的情况 退役 是最主要回昆仑的方法 五年服役期 大多数普通战士 都是这个期限 五年一到 就能够申请退役 只是如果战况激烈 如果前线需要 也可能会被驳回 维斯浩笑着说道 此时 他似乎将之前的 冷硬教官脸孔 拖了下来 角色转换为地球老乡 以及一个 前线待过的老战士 啊 他突然神色一变 我有点事 你在这里和他们聊聊 西门义你很熟 有什么不明白就问他 接着 维斯浩便离去了 梁左小心翼翼 挪移到西门义旁边空位处 西门义 正在检查 和用藤蔓修补 他的藤甲 停下手冲着他一笑 梁左这才发现 他牛头左边 缺了半只脚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 西门义黑黑笑了笑 林小敬其他人还好吗 梁左给他讲了 关于林小敬大典的事 意外的是 西门义没有暴跳如雷 反而嘀咕着 看来有奸细 也不知道 宁武部能不能查出来 梁左此时才意识到 西门义并不是如同他粗犷的外形一样 那么简单 哦 这是我们老大 董四 西门义开始给梁左介绍人物 没有他 我们这几个人啊 估计都已经死了好几次了 也许是看在西门义面子上 不苟言笑的董四 对梁左眼神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继续低头用某种草药 擦拭他的军刀去了 天行 西门义指了指旁边打哈欠的年轻炮手 炮手也打了一个招呼 脸色有些倦意 这是梁左 我们林小敬的未来之心 昆仑破格让他们来提前成立预备战队 西门义吹牛道 以后肯定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梁左赶紧说不敢 多谢今天帮忙 对于炮手天行 梁左是非常感激的 要是没有他那一炮 说不定自己就被蛇群缠住了 小之一桩 天行表示别在意 都是从你这种时候过来的 我刚过来时 奇物山庄的人遇到了一头巨叶魂野牛 就我一个活下来 你运气还算好的了 梁左心恋意转 我们之中有个铜江 应该是天行师兄的后辈吧 铜江 应该是很小一批的人了吧 不记得这个名字 天行摇摇头 我不怎么抢交朋友 基本上一个人玩 后来被我哥强行要求进入炼狱 没想到这边也挺有趣的 有趣 这个人也是可怕 梁左笛声对旁边西门义问道 他哥 就是奇物山庄的恭喜先生吗 西门义不在乎地说道 恭喜发财 梁左惊了 他震惊的是 没想到副掌门级别的人物 也忍心让弟弟过来当炮灰 这里的死亡率可是毫无规律可言的高 你知道他 天行有些意外 你不是灵霄静的吗 当时不小心机杀了第一个兵人 恭喜先生就来找过我 给了我一些小东西 听了梁左的叙述 天行哈哈笑 他那个人就那样 天生劳碌命 不过和我们那掌门也是绝配 一个拽手掌柜 一个处处操心 好像应该可以吃了 天行喵向老大董寺 中央篝火处上方 有一口阔口大锅 里面散发出浓郁的味道 十分清晰 就像是某种配菜香味 被啄了出来一样 石楠 调味 老大董寺发话了 石楠走到锅旁 手指开始画阵法 原本呼噜噜叫的大锅 顿时安静下来 梁左这才明白 所谓调味 原来是这种方式 锅盖被打开了 石楠从怀里摸出一片 树皮模样的东西 用手指小心刮擦 一点点粉末 洒入热气腾腾的锅子里 香味一散开来 味道一时间变得浓郁无比 让梁左胃口大开 吃 首领董寺再次发话了 众人顿时摩拳擦掌开动 西门义从怀里摸出一个桃碗 手指一动锅里的食物就立刻飞出来几块 落入碗里 其他人亦然 梁左就有些尴尬了 谁能想到吃饭还要自带碗筷来着 正在梁左犹豫时 一只碗落入怀里 我这里上次领了一个 你拿着用 竟然是冷面独眼镰刀男 草人 梁左心里有些暖 草人看起来凶神恶煞 之前一把把自己摔倒在地 强迫自己留在危险之中 回头看看 其实他很多的做法都是别有深意的 让自己经历真实炼狱战斗 后来甚至还故意恶狠狠地令自己过去 帮忙切割 参与收集资源就有分享的权利 只是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 这是为了你好 在场的挤人给梁左都是同样的感觉 虽然你不咋样 但是你的确是自己人 碗里的食物是一种绿色果冻状布丁 入口后梁左浑身舒畅 体内凉滋滋的 到小腹又热乎乎的 这种奇特的食物 不仅在增强自己的体质 还能够补充能量 是邪草 果然是宝贝 用善的时间 十三队总算不再沉默了 天行和草人在讨论什么 石南则是抱着请教态度 在向头董寺询问一些话 董寺回答得很谨慎 以太人 正在咀嚼不丁的西门义脸带亚异 你这么快就能够进入角色 出乎我意料啊 以太帝国人和昆仑人形态上 基本上是一致的 有时候昆仑人倒是比以太人 显得更加怪异一些 以太人基本都是非常正常的人体形态 只是他们与昆仑力量和认知体系不一样 不存在昆仑炼气式修仙者那样 能量和躯体可分割的情况 对以太人来说 躯体就是力量 往往身体越是庞大 威压越十足 战力也越是强悍 这是因为 他们力量和躯体原本就是一体的 而且以太人对能量补充的需求 比昆仑要大许多 他们更像是随时随地 都散发出自己的真实力量 优点是他 缺点也是他 要分辨以太和昆仑人 最简单直观的一个方法 就是形体 以太人躯体巨大 而且形式风格暴烈 汗不畏死 这里又要提及以太人 最引以为好的一点 近乎不死之身 不死之身 不是说他们无法被杀死 而是难 非常的困难 以太内应亡灵 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如果不能当场将他的躯体全部毁灭 就具有再生能力 由于彻底杀死实在太不易 所以昆仑这边的战略就是 抓住一切机会重创以太人 根据统计 遭到重创的以太战士 最少也要三年 才能够再恢复之前的水准 回到战场上来 除非战具绝对的优势 镇守军才会采取局部剿灭的战术 还有一个辨识方法 口令和玉京同镜 西门义嚼着滚烫的布丁 虎伦吞早地说道 口令就是每个战队都有的特有通行令 比如梁左身上那枚木牌 每一块木牌都会对应特定的某一个人 双方印证才能够证明身份 玉京同镜一直都是鉴别的专用器具 甄别上自有一套自己的程序 精度不必怀疑 还有一类 西门义吞下食物 牛脸变得极为严肃 那就是最麻烦的一群人 以太将军和将军以上的四大元帅 以太将军都是破发者程度的真正顶尖战力 一旦到了破发者程度 以太人反而能够控制自己躯体密度 变回原本普通体型 只是这群人实在是太少 西门义猛地抬头 空中突然绽放起漫天烟火 四亿鸟纷纷哀鸣坠落 西门义用尽力气大声喊道 嫡媳 嫡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23集 以太将军 保持阵性 西门 您去聚集一预备部队 让他们千万不要分散 队长董寺拔出了军刀 其他人和我上塔 注意保护天行 四人几个起跳 跃上了身后的高塔 西门义开始到处维持秩序 让慌乱的预备战队的人全部聚集 各小队注意聚集躲避 不要乱跑 梁左也收到了队长维斯号的信号 冲城 之前带你们挖视觉早出会合 给你们40秒 梁左来不及多想 朝着之前的方向把腿狂奔 空气已经开始交战了 他一路听到引爆声 狂风呼啸声 还有一些人的呐喊 通瞄了一眼头顶 两座瞳孔缩小 眼球倒映出一只巨大的飞行生物 它大概有百米长 一双柔软的肉翼张开来 也有近乎百米 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图纸 将营地头顶区域完全覆盖住 飞行生物的模样 有些像是魔鬼鱼 腹部下面还有类似于腮一样的条纹状肉 在轻轻收缩膨胀 它浑身火红 各种火炮和武器攻击 对它毫无影响 这还不是真正的主角 在它背上站着一个人影 那人坐在一张椅子上 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 那股让人呼吸都困难的气场和威压 两座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就是以太将军 魔鬼鱼后面 还有很多骑在巨型蝙蝠身上的骑手 他们在营地上空盘旋 不断会无手中的长矛 穿刺遇到的昆仑战士 有的攻守 则是直接拉弓 射向下面的人群 原本一片祥和的营地 顿时被一种奇特的火焰点燃 周围都是农天 两座赶到目标点时 其他几人已经到了 火光将几人脸上丢色 映照得一览无余 唯有柳星灿 是处于醋梅宁丝状态 似乎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撤 维斯号果断决定 带头领着众人 钻入黑夜中深处 一路上 他不断带队迂回 脚步不停 尽量选择掩护多的地区 脚下不停五个小时之后 众人抵达一处洞窟 维斯号闭上眼片刻 安全的 进去 进入之后 众人发现 里面有一头趴在地上睡觉的黑熊 体长五米 大的夸张 身上脏兮兮的 都有不少的虫子 在皮毛上爬来爬去 他发出的憨声极大 显示他活得很好 这是懒熊 只要没醒就是无害的 醒了的话 自求多福吧 晚上 只要不去刻意打扰 他是不会醒的 算是少有和我们 昼夜同步的链鱼生物了 当然了 也是属于夜魂 维斯号选择了靠里的位置坐下 暂时休息 刘星灿发问 这样的袭击经常性的 哦 维斯号摇头 这次来的是第一元帅麾下的将军 薛西斯 不可能只是偶然的进攻 是早有预谋的一次突袭 我已经通报了其他几个营地 也上报了三位副统领 援军正在路上了 那他们呢 刘星灿所指的他们 自然是还在营地拼命抗击薛西斯的 三支青铜战队 以及那一部分后备战队 这是他们的使命 维斯号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没有接到撤离命令之前 青铜战队是不能放弃阵地的 梁左忍不住问道 完全没道理啊 人活着 不是比死的地区更重要 常规来说没错 维斯号瞄了他一眼 语气之中透出森染 不过这里是炼狱 每一块土地都是染了血在读过来的 昆仑镇守军完全是依靠这些营地 形成一层层阶梯性防御网 互相之间能够来回支援 互为鸡脚 否则根本经不及一太人大规模冲击的 一寸山和一寸雪 这是事实 维斯号突然一愣 语气低沉下来 都死了 来的不止是薛西斯 还有帕曼友 另一个营地已经被占领 梁左眼前陡然显现出西门义豪情唱歌的模样 那个汉葱就这么死吗 他有些难以置信 不会有逃出来的人吗 可能性几乎为零 维斯号摇头 先出现你的薛西斯 本就是很强力的以太将军 加上带着军队 营地里没有能够抗衡他的人 另一位将军帕纽曼 攻陷了另一处营地后池圆过来 里头的人已经死光 给我通信的 是里头最后一个躲起来 尝试记录战场留下信息的预备战队的人 他也被发现了 选择怎么办 同江开口 由于戴了口罩 他的声音有些嗡声嗡气 听起来老气横秋的 我们现在无能为力 只有先避过薛西斯和帕麦纽的军队 维斯号开始下达命令 从现在起 轮流执勤 其他人休息 顺序以此为 梁左 柳心灿 铜江 姚叶 坦厄 我 梁左去洞口附近警戒 不要出去 其他人就地休息 这是命令 梁左 捏手捏脚地 从熊哥身旁经过 他还翻了一个身 屁股在地上磨了磨 继续扯呼噜 守在门口 他始终无法集中精神 在侦察之中 只能够用福尔和鸣木 近乎有些机械地扫视四周 脑子里却不受控制地胡思乱响 远处一群嘻嘻嘻嘻的声音让他醒过神来 队长 有情况 维斯号立刻起步过来查看了一番 细蛇蛇 细蛇群 路过的 他们的目标 应该是附近什么东西 细蛇就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 模样滑稽 浑身就像是用黑白相间的涂料 给涂了一个大花脸 颈不竖起时 会如同眼镜蛇一样 肌肉骨骼张开来 看起来就像是一块方形板子 上面画了一张鬼脸 然而 他们是一群无情的猎食者 专门捕猎弱小的生灵 无论是以太人还是昆仑人 甚至是本土夜魂生物 都在他们的食谱之中 蛇群感知极其灵敏 弱点是过于贪婪 经常由于眼前的食物 而忘记了远处 还有更多的猎物 这也是之前 天行和草人一伙 能够逃脱蛇群围攻的方法 所有人准备上路 维斯后挥了挥手 带着小队再次踏上 远离以太军团范围的 逃亡之路 随着时间流逝 众人渐渐进入了一片密林 周围隐隐绰绰 植被形态古怪 就像是一团团 被橡皮拟捏成的盆内景观 放大无数倍的模样 有的树还长着一张人脸 有的草丛抖动不停 藤蔓还会勾打人的手臂和脚 不时听到一两声琴泪鸣叫 难免令人不安 刘兴灿在心音中传音 我们这是不是在往距离 营地更远的地方走 是 前面作为领头人物 丝毫不停下步伐的为斯后 头也不回地说道 现在以太帝国已经封锁了周围的区域 我们如果直接折返没有一点机会 只是白白送死 所以现在需要迂回绕后 绕一个大圈 从深处 夜魂群七夕的深处位置 插道往回走 这样还有一线生机的 维斯后停步 扭头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停步 不准攻击 不准随便使用阵法 竖法 竖使 所有人保存体力 必须用在关键时刻 正说着 前方突然有一只手臂 从地下钻了出来 维斯后灵活地避开对方的手掌 借用竖干一点 跳到了对面 小队其他人也跟着照做 最后一个是梁总 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声音 救 救我 梁总立刻通知了维斯后 维斯后并没有回头 那是被捕捉住 正在被地下巨人啃食的人 可能是以太人 也可能是我们的人 眼下 我们没法救人 记住炼狱的规矩 一切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 如此残忍的规则 在场却没有人有意义 因为大家已经用双眼 看到了营地里那一次 毁灭性的劫掠屠杀 炼狱之中 如果还抱有太多的个人丰富感情 只会让你变成敌人的刀下鬼 抵达这里的人 都不再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的身份只有一个 士兵 战士 战争 就是比拼冷酷无情 用死亡来征服对方的血肉游戏 梁总行走在越来越阴暗的黑暗森林之中 心也仿佛随着这里的空气 变得凉了下来 眼神越来越干脆 行动也变得干练了许多 不只是他 其他几人也是同样的 身处危险之中 想要活命 就得把自己变成同样危险的东西 维斯浩低沉道 以太人 以第一元帅雅历山大为首 开始在炼狱里发动绝命进攻了 第三次战争开始了 梁总捏紧了拳头 大口呼吸了两下 稍微放缓了一点 接着 前方突然传来人声 预备针对 维斯浩突然眼神一凝 身体一闪 出现在柳星灿面前 身子往后退了两步 手掌上多了一道血痕 而柳星灿则是惊魂未定 立刻布下了阵法 年轻人们 欢迎你们变成我的猎物 一个男人笑着从黑暗之中踏步出来 长发几乎脱在地上 双目狭长 嘴唇鲜艳 脸上是不正常的白色 维斯浩浑身绷紧 挡在众人面前 叶先生 也要和以太帝国正式联盟了吗 对方摆了摆食指 诶 怎么会呢 我不过是来解决私人恩怨的 恰好知道你们方向在这边 薛西斯可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我要这两个人 他的手指垫在姚夜和梁佐的身上 其他人 趁我心情不错 能跑多久 跑多久吧 哦 忘记自我介绍一下了 我叫星蝎 是前来惩罚敢于触碰我猎物的虫子 星蝎咧嘴笑了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四集 事态 昆仑 蜂火楼外 两名镇守弟子发现 眼前墙壁柱开始不停地抖动 就像是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一样 他们立刻不假思索地鸣笛点火 转瞬间 蜂火楼上熊熊火焰冒起 黑烟直冲云霄 两根手指从墙壁之中看出来 接着是四根手指 再接着是八根 手指将墙壁往两旁一撕 原本坚不可摧的区域间隔墙壁就被彻底的摧毁 中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缝隙 这个缝隙下意就被人双臂不断地拉开 直至整堵墙壁彻底地崩塌 变成一颗颗细微不可见的例子 剩余的只有一片黑洞洞不可知的领域 一位金发男子从中走出来 那双强行撕裂空间的手臂正是属于他的 男子金发卷曲 双目犹如蓝宝石一样的清澈 身穿软皮铜钉甲皱 外面斜皮一件羊毛脱夹长袍 脱夹下面有红色条纹状装饰物 看起来滑贵而优雅 他臂弯里玩着一根细长的短棍 两头有花瓣一样的球状包裹物 看起来像是一根权杖 又像是一条指挥棒 朝两位浑身绷紧的守卫一笑 他往后退步让开位置 微微攻身 袁帅 外面如您所料 毫无防备 从扭曲撕裂的黑洞之中 昂首阔步走出一人 他大概年纪在四十岁左右 鼻梁高挺 两甲凹陷让颧骨更加的突出 双眼是银色带 发迹线极为靠后 绿色头发往后疏拢 形成一个干脸 而又充满威仪的侧脸 与之前的青年一样 他身着脱夹长袍 只是边缘花纹是刺绣而成的 更加的精美 颜色也是深紫色 更加高贵 他腰间一把长剑 整个人犹如从皇宫中出行 访查人间的帝王 事实上 他的地位与帝王也所差无几 穆大卫 庞培 男人沉声道 封锁这里 最前面的年轻男子朝后面一位中年人 畏畏攻身 庞培大人 还请为我助阵 就让我来封锁烽火楼吧 庞培是一个面部有些扁缘的中年人 鼻子和眼睛都是圆圆的 头发也不多 看起来有几分和气 庞培温声回答道 好说 两名镇守烽火楼的守卫忍不住了 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有人在烽火楼外 大放厥词 你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这里是烽火 说话那位守卫脖子处 已经多了一道细细的红线 血液迅速从那里往下蔓延 他用手捂住脖子 却怎么也止不住血 很快就倒在地上 瞳孔涣散 旁边另一位守卫拼命吹着哨子 狄虚 狄虚 唯有如此 才能够缓和他们内心强烈的恐惧 他才不会扭头逃走 庞培对他露出一个笑容 声音可真好听 啊 战争之音 死亡之月 好久没有听到如此动人的旋律 守卫身旁白光一闪 十名手持刀剑和弓弩的烽火楼精锐出现 领头一人举起手中的塔盾 立声道 来着何人 竟然杀我烽火楼守卫 你们是要挑起战争吗 庞培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只是瞄着哆哆嗦嗦 身体还有些不听使唤的吹哨着 还不够啊 你不吹了吗 摇摇头 庞培用手指隔空一拉 吹哨首位的脖子上也多了一条红线 鲜血从里面一点点的渗出来 吹哨着双手捂住脖子伤口 无助地看着铜疗 身体靠过去 后面有人想要帮他止血 一碰他的脖子 吹哨着脑袋就咕噜噜地滚到地上 其他几人仿佛被感染一样 纷纷不可置信地低下头 触摸自己的脖子 双手捂住已经被切离脖子的脑袋 就在这时 烽火楼内传来一声怒吼 凤死 副掌门段思连飞出来后 看到了眼前人 透过庞培指到后面 那面无表情的首领面部 瞳孔陡然缩小 护在几名战士前面 死之元帅凯撒 庞培一笑 今天就从烽火楼开始 让我陪你玩玩 段思连激情地往后退了一步 让所有人在烽火楼笼罩下 确保能够及时逃脱 迟了 旁边的乌大为吸着指头上的血液 之前短短时间 他已经在烽火楼周围 布下了一道血阵 将烽火楼大门给封锁 原本烽火楼顶部的狼颜 也消失殆尽 段思连突然咳出一口血来 扭头一看 竟然是地上无头死尸的手指 戳入了自己的后背 他一把将死尸抓住 最后却只是一掌鸡飞 脸色有些狼狈 庞培 惹死我来 就让我陪你玩玩 不然的话 他们可就要动手了 另一名将军克拉苏 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段思连没有选择 他只能尽力拖延 其他持缘者已经在路上了 烽火楼之间的交手一旦开启 双方转顺消失无踪 进入了另一处区域 烽火楼众人眼中全是惊恐 他们根本不会想到 眼前竟然是以太四大元帅之一的凯撒 带领麾下将军 直接入侵了昆仑世界 这怎么可能 炼狱战场难道全部沦陷了吗 庞培 进去 让他们首领出来 凯撒发话了 身后庞培领命 化作一道荧光 强行撕裂烽火楼外部防御网 他一掌击中烽火楼 而下一刻 坚不可摧的楼台竟然开始崩裂 他又是一拳 打得烽火楼摇摇欲坠 碎石纷飞 大胆 一道闪光将克拉苏震退两步 站在烽火楼顶的 正是烽火楼如今的长教 薛切 他看到凯撒中人 心中一沉 双手龙比剑显现 以个人力量 强行震住正在分崩离析的烽火楼 他立刻明白 凯撒一行早就做好了完全准备 先是利用邪阵 将烽火楼十八座切割出一座 导致薛切不得不出来迎战 否则烽火楼毁掉一座 实力大损 他们就真的能够进攻进去 大肆杀戮 面对以太帝国的将军和元帅级别的人物围攻 他不知道自己能够撑多久 但至少要拖住到援军到来为止 薛切深吸一口气 左手细长龙剑上水波荡雅 右手宽刃弧剑灭火环绕 破法者破线 破法者力量完全释放出来 薛切整个人身体周围蒙上了一层看不清的光运 身体散发出巨大的威压 让诸多涌现出来守卫山门的弟子 为之一阵 破线啊 我也会 旁边一笑 身影也变得模糊起来 体内涌现出的力量丝毫不比薛切差多少 完全地分停抗力 他手中一晃 一把暗灰色的细剑出现 朝前刺出来 薛切龙剑一影 将其来势给荡开 可眼看着刺剑冲着风火楼而去 他又不得不立刻咬牙将其引回来 用虎剑格挡开来 自己的手腕被划出道血痕 可笑 杭培胖乎乎的脸露出一个凝笑 还以为你有余力保护这里 你听到了脖子上的风声吗 薛切用手指一抹脖子 长背上已经是鲜血一片 破线状态下 破罚者火力全开 交手极度的凶险 基本上招招见血 然而薛切对于风火楼的努力 也一点没有用 那栋摇摇晃晃的楼 被旁边的另一位将军 一斧子凿穿了 旁边的风火楼人想要阻止 都被他一斧头劈成两半 凯萨迪美瞥了一眼 不要浪费时间 苏拉 手指斧头的将军 立刻不再管那些 扑过来阻止他的人 几下就将十楼给砍倒了 原本标志性的风火楼 一点点崩溃开来 化作繁星点点 薛切陷入极度的愤怒之中 左龙右虎 苦惧龙盘之行 将凯撒众人都笼罩在内 周遭仿佛水火交融 极寒极热之力环绕 让原本的界线墙壁 全部都是支离破碎 更多的空间缝隙不断地产生 弟子们都恨不得上去拼命 而薛切却在对他们传音道 快 回缩 撤退 等待救援 这是命令 众人攥紧拳头 却不得不扭头就跑 对此 凯撒并不追击 只是侧头对着乌大维说道 那个女人 我要让她离开 乌大维点头 是 元帅 他手指长 消失在原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625集 李木染的危机 李木染飞快地穿梭在一个个节点之中 心里无比地郁闷 无论他想要定点传输到哪里都失败 显然是凯撒很早就施展开了手段 令他不得不一个个节点吃力逃走 怎么才回来就遇到这种倒霉事 以太人竟然想方设法越过了炼狱的障碍 直接攻击到了昆仑世界内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毫无疑问的是 四大元帅之一的凯撒秦林 烽火楼几乎是毁了 按照昆仑调度和十二府互相算计的尿性 要等他们统一口径 任之池源过来 还不知道能够剩下些什么 毫无疑问的是 最为诡异之处在于 昆仑至今都还没有出来发声 无论是警告还是通报 都是有用的 可是他一言不发 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难道真如传言所说 他想要重新洗牌 昆仑内的势力分布 增强自己的掌控力 但是也不对 以太帝国的人一旦进入昆仑世界 昆仑自己也无法限制他们 因为以太人根本不受昆仑约束 他们就是一群外来者 只会破坏 不必去想创造 昆仑没有和他们定下契约 根本拿他们无可奈何 更何况是四大元帅级别的人物 盖斯登 那几年怎么还不出来 真的要等到人死的 差不多才出来洗地吗 能对抗四大元帅的 就只有你三个人而已啊 李木染突然停下脚步 满头金发的年轻男子 冲他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这位女士 凯撒元帅有请 还请和我过去 不好意思 我对四大元帅 你只看得起压力山大 凯撒嘛 不是我的菜 李木染也语道 而且惹到我 对你来说可是个大麻烦 火的靠山 你可是惹不起的 乌大为耸耸肩 不许吧 可惜军令难为 我只能放弃连香西域了 他手中的指挥棒 突然变成一根根手指长短的小型短棒 握在手指之间 于是 我的净神棍一旦出手 就没法停止 最后一次机会 对不起 我不喜欢给人机会 李木染伸手 从发迹之中 拔出了一根金属簪子 在他手中 立刻延伸为一把夕阳花剑 椭圆形护手 将他手指包裹在内 看起来轻巧灵动 乌大为手指间的 近神棍 如同暗器一般制出 李木染用夕阳剑挑开 要么是剑身弹开 动作优雅熟练 不过如此 哎 李木染骤然发现 自己的西洋剑上 被某种金属丝线给缠住了 一时间竟然无法拉扯 差点被你骗过了 乌大为一脸的轻松 原来只是所谓造法者阶段 破线状态下 你还是乖乖听我话吧 乌大为一手朝着李木染脖子处抓去 在即将触到的一瞬间 突然闪出一根 苏壮红底金纹柱子 他陡然收手 往回一拉 原本近神棍的丝线 将李木染身体团团缠住 让他的脸部通红 扬起脖子 避免被割伤 身体不能动弹分毫 你试试 乌大为朝来者打量着 放开我师父 六井手持赤金顿笼柱 面对破法者毫不退却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乌大为仿佛听到了一个有趣的笑话 喂 你说 他是你师父 他用手指勾了勾李木染的下巴 让李木染狠狠瞪了他一眼 没想到他还有一个不错的徒弟 皮肤倒是不错 看到师父被调戏 六井手中赤金钝笼柱 顿时变形开来 粗壮的柱身往中间收拢 很快变成了两头柱状的拐子棍形态 六井一棍砸向乌大为的面门 被对方用手指挡住 侧身又将拐子棍下面的棍轴压住 棍子头部突然面对乌大为 发出轰的一声轰鸣 烟雾之后 乌大为扬起头来 脸上有些擦伤 好险 没想到是这样冷热冰气一体的 死度不错 可惜差距太大了 说吧 他拉拉进神柜 将李木染搂在怀里 外人看起来 就像是李木染主动靠在他身上一般 你是不是很气啊 这位徒弟 六井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 倒是李木染更加的平静了 他眼睛里闪烁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六井脸上突然一阵放松 突然他手中赤金断笼柱 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系在腰间的日本刀 刀柄处被红声缠绕着 一直镇定如常的李木染突然立声道 不要用那把腰刀 六井目不挟视 抱歉 今天要破例了 面对破法者 的确没有任何侥幸和自大可言 斩你者 左左目小次郎 在那一瞬间 原本平和善良的六井 消失无踪了 曾经那位一箭斩杀海中巨蟒的绝绝剑客 再次降临世间 就连瞳孔收缩的程度 脸部肌肉 眉毛 嘴角弧度 竟然也变得不同 乌大为眯起了眼睛 这是 风音朔 请指教 说吧 左左目小次郎手摁剑柄 乌大为猛地侧开头 眼睛下垂 左脸上已经有了一道红痕 从眼角到下巴的淡淡血迹 这才慢慢出现 他一时有些困惑 自己作为一名破法者 竟然完全没有看清眼前剑客的初见 他的动作快到了完全无法以视野捕捉 还是说 随手将李慕然往后面一丢 两根禁神棍 让他的身体依旧保持一个扬起头的僵直状态 无法动弹分毫 手指尖夹着六根禁神棍的乌大为 脸色正重 朝着剑客飞去两根短指棍 一根正中左左目小次郎的肩甲 刺穿身体 另一根洞穿小腹左侧 乌大为付出的代价 是自己从左肩到右腹 一道深深的刀痕 鲜血蔓延 毫无疑问 左左目小次郎受到的是比自己更重的伤势 可是他还要和自己硬碰硬 乌大为不懂 为什么 对手还没有达到破法者的程度 完全不是自己对手 可是他还是要拼命 仅仅是因为剑客的尊严 还是尊实重道的礼仪呢 喂 再不叫他助手 他是会死的哟 乌大为冲着身后李木染说道 为了让他发话 自己还松开了锁住脖子处的线 李木染面无表情 现在我不是他师父 乌大为搞不懂这两个人 不是师徒吗 一会儿是 一会儿又不是 他不知道的是 李木染所指的是 左左目小次郎并非自己的徒弟 他只是认可六井而已 浑身欲血的左左目小次郎一张脸 依旧平静的 如同是在打坐参禅 他身上多处被冻穿 可是他的手臂依旧很稳 握在剑柄上的手指有力而坚决 乌大为心想 一定要看到他的出剑 那把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他无比好奇 敌人手放在剑柄上 动了 在那一瞬间 乌大为所有的破线都集中在双目洞察之中 他终于看到了那把剑是什么样子 可是 他不是剑 是一把碎花布料 柔软 轻浮 又带着一种奇特的迷迷之音 乌大为仿佛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等他回过神来 自己的心脏已经破裂了 乌大为用手捂住胸口 一开口 嘴里就不停地渗出血来 不要 厉害啊 借借凭借造法者 愿解圣人 果然是 净乎于要道 伤人伤心 对面的左左目小次郎手中剑依旧保持刺出的姿势 然而 他手中只有剑柄 剑刃柱却什么也没有 在左左目小次郎身上缠满了带血的金属丝线 他却在笑 乌大为看向自己被刺穿的胸口 叹了口气 了不起的家伙 竟然杀了我们 如果没有凯撒大人庇护 说不定你已经完成了不可能的刺杀了 原本被冻穿的心脏慢慢的愈合 只是胸口的洞恢复得很慢 依旧是一大块血迹 他手一拉 左左目小次郎练习 都在这一瞬间 因消云散 变成一块块碎片 当乌大为扭头时却发现 李木染竟然不见了 稍微探查了一下 他立刻追杀过去 远处 莲花童子背着李木染没命地逃走 眼睛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放我下来 背上李木染说道 你带不走我的 听话莲花 不 我答应了师兄的 我要带师父 走安全的地方去 前方突然出现乌大为的身影 他胸口开了一个大洞 只是丝毫无碍于 对猎物们露出胜利者的笑容 抓一个送一个 还不错 乌大为笑道 他的胸口已经缓缓恢复如初了 莲花童子手中火蛇枪出 横在胸前满脸的无味 小抓师父 从我面前过去 那我来了 乌大为伸出了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六集 挡在面前的阻碍 某个已经被破坏的区域之中 两人正在狠狠相撞 各自弹开了 给我滚开 霸王拓跋也说怒目道 你还当自己是昆仑中人 就给我扔路 挡在他面前的人 戴着一张白色面具 双眼处黑洞洞的 就像是原本就只有两个窟窿 一身标志性灰袍 手背上有一个疯子 抱歉 抱歉 我的任务 就是把你挡在这里 无面人风的声音 就像是电子合成一样 干巴巴的 心魂不散 拓跋也说有些焦急 你知不知道来的是谁 知道 四元帅之一 四之元帅凯撒 封一副毫不着急的模样 和你鱼龙府没有关系 只是烽火楼出事 又想去当英雄了 霸王 拓跋也说横枪在胸前 你到底是谁 无明之辈 疯淡淡的回答 只是让霸王陪在下 在这里等一段时间办 霸王 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拓跋也说冷冷地看着他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 谢霸王赐救 封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态度 拓跋也说手中的宝具 进入方天化戟最终形态 整个人跨入破线 挥舞兵刃刺向对方 几次凌厉的攻势 都被封给挡了下来 不仅如此 反弹的距离让拓跋也说都极为吃惊 哪怕是他所认知的副掌门 有这个水准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到底封是谁呢 看到对方虚拥那把看不见的兵器 拓跋也说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原来是你 他咬牙切齿 叛徒还不给我让开 树能从命 封既不承认也不反对 举我手中肉眼看不见的武器 只是如同一根竹子般 横在拓跋也说前进的路上 令他无法越过 无论是谁 不让开 你会死 拓跋也说冷然道 于其之中再无任何婉转余地 这一次 风沉默了下来 答应我 让你走 拓跋也说单手倒托方天化地 双目突然一闪 手中兵器上已经见血了 此时 原本稳如泰山的风身上 有一道自上斜下的血痕 划破牢固的灰衣 让原本仿佛打不死的灰衣人 也咳嗽起来 父亲 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怅然 你居然这么快 就进入破镜 原本自视甚高的风 觉得自己能够压制拓跋也说 毕竟自己刚刚突破了 破法者的桎梏 从最初的破线 进入了破镜的领域 谁知道 拓跋也说如此收放自如 显然已经是进入 破镜阶段很久了 遵守承诺 风侧身让开 拓跋也说也懒得和他纠缠 扭头急奔向风火楼驰援 留在原地的风突然呵呵笑起来 他低声联系同伴 确认 拓跋也说已经进入破镜 本周济火行事 说吧 他身形一扭 化作一团分散而开的杂乱线条 没有了踪影 拓跋也说赶到烽火楼外 最先看到的是两个意外的人 李木染被一根锁链锁住 坐在地上 在他身旁 莲花童子倒在地上 生死不知 手指锁链一端的是一个金发青年 身上血迹斑斑 不过他精神不错 看到拓跋也说时 脸色大变 拓跋也说 他可不会忘记 这个男人在炼狱之中横冲直撞 如同不死战神的模样 那次自己被他长枪重创 使乌大为的人生耻辱 乌大为眼神之中 闪烁着复仇之光 元帅 先让我去擒纳住他 没想到 凯撒不与同意 你不是他的对手 之前一直稳坐钓鱼台的元帅扭头 上下打量了一番来者 总算是来了个像样的 不过 你们昆仑 就你一个人来支援吗 其他人呢 还是老样子 坐在暗地里偷看 能捡便宜 身后几位将军一阵耻笑 拓跋也说强硬回应 你们几个躲在强者身后 有什么立场效 没有凯撒庇护 你们这种货色 何足道 他的话 成功激怒了几名将军 纷纷请战 不 他正是想要从你们身上找机会 凯撒扭了扭脖子 吻了吻腰间佩剑 往前走了一步 既然鼎鼎大明四方名将出手 我也赏脸陪你过过手 我知道 你能撑多久呢 凯撒抬起了手臂 配剑出窍 不同于寻常的力气 凯撒之剑并不锋利 没有开刃 本身就是一块长条状的水晶 剑身上 转刻了镂空花纹 看起来精美如同一件艺术品 由于镂空技术和反腐花纹的缠绕 让原本就显得鲜薄的剑身更是细长 握在手里 生怕他自己会不小心断裂开了 与我为敌之人 必将死于刀剑之下 凯撒如同念着经文一样 满脸虔诚 拓跋一说 今日即死 拓跋一说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 死之元帅凯撒 具有能够驱动死亡的奇特力量 被他诅咒加深的人 没有逃过一劫的例子 与他交手者 唯有同级别的元帅 能够安然无恙 自己能够应付他们 拓跋一说心里没底 他也明白 在没有看到自己有逆转局势的机会前 藏在暗中观察的援军并不会出现 这是昆仑的惯例了 各扫门前学 互相之间多年猜忌与恩怨 随时可能会爆发 眼下烽火楼被重创 说不定是某些人乐见其成的 假之 昆仑并没有出面主持局势 所谓的十二府援军 可以说是消极代工 在他们心中 保存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概恨不得风火楼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将凯撒拖延在这里 等待昆仑 想方设法驱逐以太人 填补被撕裂的通道 没有去过炼狱的人很难知道 到底以太人是什么样的敌人 可笑的是 大多数的长教 一辈子都未曾离开过昆仑 不仅仅是由于契约限制 也是他们过度地专注于 自己所率领的组织 面对以太人这种凶狠狡诈的对手 除了正面对抗 没有任何其他路子可走 拓拔叶说可以不站出来 继续坐在他的鱼龙府 修生养性 掌门也劝他不要来 谭小鱼也少见的没有意气用事 再三地让拓拔叶说观望 可是他就是办不到 敌人杀死你的战友 在你的家园里肆虐 是拓拔叶说永远无法容忍的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冷血的 如果要用血来唤醒大家放下成剑 那么就从拓拔叶说的流血开始 灵教元帅 拓拔叶说手持方天化气 声若红中 出手吧 凯撒保持了前辈的矜持 手中宝具死咒之剑直向了下方 给你机会 拓拔叶说松了口气 拖延时间 自己需要尽可能拖延时间 让昆仑有修补空间通道的机会 这是破法者的破线 随着口中言语 他身上气势陡然增强 周围的游离碳能量都朝着拓拔叶说 汹涌而去 他的身体也变得模糊起来 破线不过是初级形态 破法者的第一阶段 接下来 拓拔叶说周围奔流的能量活动 突然静止下来 就像时间在他的周围停滞 这叫破镜 破除原本附于个体的限制 最大限度的释放 能够杠杆的力量 进入破镜的拓拔叶说 仿佛已经变成了一幅画 他身体内空空如也 再无一点压迫感 然而 对面几位将军都脸色凝重 无比的忌惮 不错 凯撒赞叹 这么年轻 就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实在是了不起 的确 能够有资格和我交手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可以允许你 再拖延一会儿时间 不必了 拓拔叶说终于收到了 他想要的消息 那个人终于来了 时间 时间 三招 凯撒眼神微微抬起 似乎在想什么 三招吧 如果你能够挡住 我给你一句全尸 说吧 凯撒手中死咒之剑 对准了拓拔叶说 第一招 野木 拓拔叶说整个人 突然陷入一片 无尽的黑暗之中 周围空间 仿佛有无限之大 他看过去 一会儿双木就迷失在 叶之中了 拓拔叶说 手持方天画戟 猛地刺向脚下的土地 他睁开眼 双木已经看不见 眼前的画面 视觉 只能够感知到一片漆黑 亮到黑血 从他的眼角往下流着 第二招 静心 接着 凯撒的死咒之剑 划作一团透明液体 追上了拓拔叶说 将它动在一块冰块之中 冰块没有散发出任何的冷液 反而散发出阵阵高温 让旁边的李木染都围之皱眉 拓拔叶说身体表面的冰块 片片破碎 落在他脚下 划作一团火箭 拓拔叶说闭着眼 此时 他身体的感知能力 已经完全被凯撒破坏了 皮肤完全被烧毁 浑身血肉模糊 让地上的李木染都侧过头去 强悍的意志力 让他继续站立不动 声音嘶哑 喉咙耸动 继续 这一幕令吴打为动容 无论立场如何 这家伙的确是一个 值得一战的疯子 他不知道吗 身后的援军早已经抵达了 乌大为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周围空间节点之中 庞大数量的炼器士和修仙者都在头盔 不过一个个都按兵不动 生怕出头遭到重创 真是可笑的昆仑人 难怪一直被我压着他 同时 乌大为又为眼前的拓拔叶说不值得 这样的战士完全更像是以太人 他太骄傲了 甚至不愿意低头 不愿意说谎拖延 完全是用自己的命来做赌注 如果昆仑的镇守军 都是拓拔叶说这样的人 刺激一行 可能根本无法越过列狱吧 乌大为胡思乱想着 他并不担心 跟随凯撒元帅就意味着绝对的安全 纵然使昆仑想办法限制 凯撒元帅以他招反的力量 也能够撕裂通道 安然返回 那些援军 不过是一群虫子罢了 乌大为心里不屑 现在的昆仑 已经没有了第一次大战时的血性 第二次大战时的拼命顽强 剩下的 只有布置的一体的勾心斗角 而与我仗 在战争铁骑面前 这些东西变成了他们身上的枷锁 只会让他们更快地被铁骑撞到 死亡提前 第三招 六一 凯撒的死咒之剑 化作一团古剑 拼凑成一具盘系而坐的骷髅 骷髅正咬靠近双目失明的拓拔叶说 突然一把伞停在了骷髅面前 挡住他伸向拓拔叶说的手指 才触到伞面 骷髅浑身就散发出了烟尘 嘴里高声尖叫 让周围的人大脑如同针扎 半天回不过神来 那把奇特的伞就漂浮在拓拔叶说面前 如同一面肩不可跃的盾牌 伞很普通 黑色油布 竹子伞骨 伞柄处有藤蔓编织成的把柄 看起来轻盈又可靠 旁边倒地的李木染看到这把伞 脸色顿时放松下来 谜南着 你这家伙总算是来了 乌大为大怒 谁敢阻挠 空中传来一个温柔的男生 我呀 最先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只巨龟 体形愉悦百米 他趴在虚空之中 背上背负着一座悬浮岛 龟壳一侧印有黑字阴阳 另一侧是天官 巨龟头部是一只舌头 探出老远 光滑舌颈上 鳞片细密油亮 一双大眼睛看起来 倒是透出几分蹲厚 嘴巴紧闭 说话的人正站在舌头上 来人目若狼兴 面白无须 竖发迹 身着一件树岭藏蓝长家山 腰脊玉色腰带 双手朝着这边摇摇拱手 凯撒元帅来临 不胜荣幸 凯撒收回了死亡之剑 双眼牢牢地盯着对方 李霞迁 好久不见 天外天之主李霞迁 面带微笑 彬彬有礼 有事远迎 还请见谅 你不在你的天外天待着 过来要逞强 凯撒言语尖锐 和我交手 怕是还没分出胜负 你就该被契约所杀了吧 没错 李霞迁伸手隔空一拉 拓拔一说就轻飘飘飞到了巨龟舌头上 所以我把山门一起带过来了 要打就彻彻底底打 谁好 谁孙子 其他几名将军恶然 堂堂天外之主 竟然说出如此粗鄙之语 原来那巨龟背上的就是天外天山门 关于李霞迁 以太帝国将军和元帅没有不知道的 这人太怪异了 无法揣夺 唯一一个曾经和元帅级别的人物 在炼狱交手而不死的昆仑人 光是这一项就足够耸人听闻 但奇怪的是 李霞迁的战绩 似乎其他人毫不知情 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对外宣扬过 就好像是战争之中很平常的一件事罢了 一度让几位元帅都感到棘手 因为实在不知道李霞迁代表了什么意义 难道说 他这样的隐藏超级高手 昆仑还有 还是说这是昆仑方面的战略 用李霞迁的表现来震慑 我随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都能够抗衡你们元帅 更为匪夷所思的是 李霞迁服役五年就退役了 退役了 一个足以抗衡元帅级别的超级高手 退役回到昆仑过日子去了 这简直太让人无法理解了 凑巧的是 曾经和李霞迁一战的 正是死之元帅凯撒 九封对手让凯撒气急而笑 好好好 你现在脾气倒是上涨 今天 话还没有说完 凯撒突然被撞飞了 李霞迁手持黑伞 三肩指着凯撒飞走的方向 看来 你还是没学会兵不厌诈呀 凯撒 他瞄了其他几位将军一眼 你们 走远点 不然伤到我可不负责 地上的李木然气道 快给我松绑啊 稍等 李霞迁摆摆手 就这个空子 被凯撒意 撒飞了 俩人身影变得越来越淡 几乎变成了两个纸片人 互相蛮力飞速对撞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七集 归虚之中 轻微度调整五度 坐标量前移十个单位 耳边传来身后男人的指挥声 轻子小心翼翼地 控制着眼前复杂的机械 在他面前是一块长一米五 宽五十公分的荧光板 上面密密麻麻 都是各种指令指标 左手是控制方位和坐标设定 右手是对内的各种管制开关 中央处有一幅小地图 显示着方寸山的全貌 方寸山和轻子设想的不太一样 是一个类似于倒金子塔模样的 奇怪几何体 最上层是面积最大的部分 也是第一层无人之城 往下第二层是石柱书馆 第三层孔明说是样本室 存放了各种各样保存的尸体样本 有的甚至时间太久 已经无法使用了 第四层是一个闲置废弃屋 最后一层就是眼下轻子所在 一个窄窄的房间 大概三十平米 正中央一根金属图腾柱 柱子上面有一块荧光板 前面还有一张贴心的椅子 此时 轻子就坐在椅子上 在孔明的催促指导下 控制着方寸山 悄然在闺序之中前进着 别说 他内心还是有些小兴奋的 方寸山并不是什么外界所言的 一处破损空间区域 而是一个巨大的飞行器 飞行器还不算准确 应该说是空间平台装置 说是由这个伪装成 单明辉的孔明独立打造 轻子不信 如此巨大的工程 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而且应该是完全制造成功后 偷偷潜入无望剑的一片 三不管区域 孔明到底是什么身份 轻子有个猜测 如果属实 那么昆仑就麻烦大了 你很聪明 如果是自己人就好了 孔明摸着胖乎乎的下巴 说道 轻子精神一振 你是不是要灭口了 孔明奇怪地说道 你不怕吗 不太怕 实不相瞒 之前我也当过一阵子职业杀手 轻子有些骄傲地回答 死没什么好怕的 对面孔明微微点头 说得没错 世界上有太多事情 让人生不如死 放心 我不会杀你 如果方寸山是为了杀人而运行 那么就完全违背初衷了 听到似乎含有不少信息的话 轻子大着胆子问 孔大师 你是不是以太帝国的人 没错 孔明大大方方地承认了 那这次来就是要进攻昆仑了 很遗憾 不是 孔明露出自嘲的笑容 我可是在以太帝国中被通缉追杀的叛将 当不惜先锋的职责 说起来 他顿了顿 第三次大战似乎已经开始了 轻子有些怀疑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骗你有意义吗 没有 轻姑娘 你想套我画 可以啊 只要你好好驾驶防寸山 帮我找位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就告诉你 第一个问题 轻子舌顺干爬 为什么你不自己来驾驶这艘飞行器 孔明一笑 约法三章 一天只能问一个问题 得到轻子的确定 孔明说道 因为累啊 轻子啊了一声 啊 就这样 不然呢 孔明笑了笑 和你同期的那些人都被防寸山挪移开来 看到你还活着 我就想 不如把你带过来 让你帮我带路 轻子自动非动 哦 你是想让我当带路党 当叛徒 非也 坐在后面的孔明白首 摇晃着一把羽毛扇 配合着他胖胖的脸 看起来有些娘里娘气的 让你带路党往闺序里带吗 第一个问题我回答了 好好开船 轻子只能闷头控制面前的荧光板 第二日 轻子的第二个问题想了很久才出口 这次不能再浪费机会了 不管眼前人是否会遵守承诺 他自己得好好地把握 方寸山是用来做什么的 总算问起了比较核心的问题 孔明摇着扇子 不过这个问题很难以两句话解释清楚 方寸山是在复杂情况下诞生出来的衍生物 原本是用以进攻昆仑的堡垒之一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 我变成了这里的驾驶者 轻子吃惊 还有很多方寸山 不可能吧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姑娘好好开船 我去睡个午觉 打了一个哈欠 孔明用雨扇盖在面部 靠着墙壁休息起来 第三日 小心哦 前面有陨石群 孔明提醒着 正在加速驾驶的临时控制者轻子 轻子头也不回 你怎么知道 别忘了 之前可是我自己开过来的 孔明收起了扇子 贴墙站着 一秒钟后 驾驶室剧烈震动 将轻子直接甩的飞撞到墙壁上 由着背部好久都没有缓过神来 我早就说过了 陨石群 孔明将他拉起来 直向驾驶台的位置 不听老人言 只会在眼前呢 清子恨恨地回到位子上 这次他认真了很多 也少了之前的浮躁 确定前方大面积再无障碍 他总算松了口气 方寸山就你一个人吗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来过方寸山 这里不是无面人的地盘吗 不等对方反应 清子就回过神来 原来你是无面人 无面人是以太人 就是那群穿着灰衣 就像是宗教服饰一样的人吗 戴面具的那几个 孔明问道 清子点头 难道不是 他们是一群想要控制方寸山的人 之前我一直在这一层养伤 孔明没有多讲 一句话带过 无面人似乎是你们昆仑内的新兴组织 之前没有听说过呀 也不算新兴 只是他们来立神秘 清子有些失望 原本还以为 识破了无面人的真实身份 是一群以太内应 关于方寸山 其实原本不止我一人 孔明脸色稍微有些黯然 我是船长 有大副 有舵手 有战斗成员 也有侦察员 只是在车退的路上损失惨重 很不容易才进入了昆仑 那时候就剩下我和大副两人 清子左右张望 诶 大副人呢 出去了 死了 孔明脸上少有的淡淡伤感 他叫王霜 是一个很有胆破的男人 清子回忆了一下 记忆之中没有这一号人物 他曾经有几个化名 一个是王魔 一个是王林 王林 以太内应王林 二十年前那一次 林小姐内应今天大案 清子倒吸了一口冷气 原来 他是从这里出去的 王林 不过 他没有死啊 人现在在地球上 他死了 孔明斩钉截铁 我们互相之间有能够确定生死的方法 王霜已经死了 俩人合计了一下双方时间计算方式 发现 孔明确定王霜死时 正好是王霜进入地球的时刻 即使说 王霜遭遇追杀 抵达地球时 已经是处于濒临死亡的状态 很快的 他就死在地球 可清子记得很清楚 两座异行 在地球反复遭遇过 重创后的以太人 而且至今 昆仑给出的消息是 以太人王林 依旧被封锁在地球上 还未确定生死 其中意味 就值得让人揣摩了 到底是哪一方 哪几方 在其中动了手脚 隐藏王霜被杀一事呢 俩人都陷入了沉思 清子是考虑 王霜背后 到底藏着昆仑哪些人的计划 孔明想的是 仅剩自己一人 是否能够完成 如此重大的任务 强信号 清子忽然几乎 信号强度太高 几乎超过了 以往任何一次预值 孔明立刻赶了过来 看到信号源 不断增加的 评估能量级数 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终于找到你了 海神 他难难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八集 对话海神 眼前是一片漆黑的星空 清子实在没有看到 孔明所说的海神 还是说 海神是某个代号 表示了一个固定坐标呢 换孔明亲自掌控方寸山了 清子站在一旁看着 他手指速度极快 动作迅捷而优雅 让人产生一种 仿佛在弹奏乐器的错觉 清子记得孔明说过 控制方寸山 需要手脑一体 也就是说 肌肉一定要跟得上思维 两者必须都要尽可能地快 否则就无法控制方寸山前进 要驾驶如此庞然大物 需要太多复杂的指令 这也是他戏称太累的原因之一 清子明显感觉到 孔明的输入比自己手速 要快上一倍 这还使他不断进行交叉指令 同时下达前进 微调 启动模块 以及一个自己看不懂的 冗长程序输入 孔明食指摁下 最后一个光亮虚拟键 方寸山 从虚空之中浮现出来 他庞大无匹地 倒金字塔形态 第一次展露在龟虚之中 暗银色的体表 就如同是透明的水波 折射出周围细小陨石 飞过的轨迹 方寸山腰部位置 突然如同积木般 往两旁错开 露出中央一个黑洞洞的口子 一道粘稠 如同墨汁般的液体 射向了前方 竟然将原本漆黑的空间 烧开了一大块洞 里头露出一节 巨大的赤红锁链 接下来 如同浓酸一样的液体 不断将封闭的空间节点烧毁 一点一点 藏在其中的东西 就展露出来 那是一个仿佛被某种力气 钉在夜空之中的巨人 他头戴王冠 双目嘴巴耳朵 都被金属钉子给缝住了 看得青子一阵肉疼 巨人肩胛骨被赤红色的锁链 洞穿吊起 再缠绕手肘往上 最后是锁住手腕 锁链的终端 隐没在了黑暗深处 让巨人被吊成一个 被审判的十字架形态 他的双腿则是齐细而断 大腿被锁链紧紧绑在一起 同样固定在虚空之中 端口处没有任何的血迹 只有一团像是被灼烧后的发黑皮肤 吊起的巨人高度在十五米左右 浑身肌肉匀称 肖腹网下有裙甲 由于他身体线条实在过于像是雕塑 看起来毫无生气 更像是一件精美宏伟的艺术品 走 和我一起去见识一下 不容轻子回答 孔明抓起他 消失在控制台 转瞬 悬浮在巨人那张 看起来有些凄厉的脸面前 海神阁下 终于找到你了 孔明朝他微微躬身 表示尊重 我叫孔明 这是青姑娘 我的助手 我们过来有求于你 我相信你也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尤其是这个微妙的时候 听到最后一个词时 海神被铁丝缝住的双目 在眼皮下动了动 帮我脱快 要求 你们提 海神的声音 直接钻入孔明和青子的大脑之中 满是阳刚沉稳 实在让人难以联想到 他现在处于如此困境 孔明微笑着说 在下正是怀着合作的美好请求过来的 当然也做好了准备 还请海神阁下听听我方的交换条件 沉默片刻 海神说道 说 建立一个炼狱和昆仑的直接通道 孔明说道 别急着拒绝 不需要在昆仑内做这事 只需要在这里 龟虚架是一条稳定 能够相互通行的通道就行 需要时间 海神陈颖 不论是昆仑 还是彭来龟虚 都是属于他的控制范围 这边是要薄弱一些 哪怕我恢复百分之百的力量和权限 也仅仅是能够和他持平 孔明笑了笑 这些我方当然是明白的 只要通道快速开启 稳定性可以逐步增强 你们不会不知道 一条跨界通道 如果不稳定 阵亡率会超过百分之八十吧 海神反倒是为对方如此干脆而警惕 当然知道 不过时间紧迫 已经容不得再拖延 阁下已然 这话让海神顿时沉默了下来 孔明叹了口气 我们也别绕弯子了 海神阁下 我之所以这么久都没有过来找你 是因为时机不到 时机实在太重要 我们需要你的力量 你也需要外界帮忙脱困 否则昆仑的束缚会一直封闭你 直到漫长的岁月彻底将你埋葬 支配者是不死的 海神冷声道 没错 理论上如此 可是一直被封闭无感 行尸走肉 这样活着和死了区别很大吗 更何况 您可是旧日支配者 曾经的统治者 现在的落差更让人难以接受吧 海神依旧回应 支配者不会有感情波动 不会受到感性影响 真的如此吗 孔明一笑 并不纠缠于这个话题 总之我方筹码已经全盘拖出 方寸山能够帮助你脱困 关键是这个时机实在难得 昆仑本尊现在应该在炼狱战场被拖住 据我所知 以太帝国已经全面进入昆仑腹地 炼狱不过是障眼法 每过一秒 我们的机会就少了一秒 还请阁下判断 海神果决道 交际筹码 我给你们制造一条炼狱到昆仑的通道 稳定性可以逐步叠加和固定空间能量乱流 你现在 助我脱困 这时 海神脚下突然出现了一滩幽蓝色的池水 里头深邃的蓝 让青子目光完全被吸入其中 被孔明一掌拍中后背 才回过了神来 发现自己脚下几乎踏入尺中了 他惊出浑身的冷汗 立刻躲在孔明身后 这就是摇齿吗 孔明审视着如同液态宝石一般的水面 恍然道 原来所谓的摇齿是海神阁下的一部分 海神不至可否 摇齿之中 波光淋淋下涌上一块白玉台 大概能够容纳俩人站在上面 椭圆形就像是一面缩小版的飞碟 玉台上一片方形玉片飞向了孔明 被他稳稳抓在手心 这是封神坛 原本是以前维续者 也就是俗称的 回忆混沌军和我签订契约的地方 他内核和我体内中枢相连 一旦签署名字定下契约 我自己也是不能违反的 否则就会被封禁 直到有人将其开启 清子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最开始看到了海神这个所谓旧日支配者 他似乎是和昆仑同样属性的群体意志产物 这就让清子非常的意外了 接下来又连续出现了十大隐秘之地的瑶池 风神台 再加上孔明掌控的方寸山 他眼前豁然开朗 一个更加清晰的昆仑出现在自己面前 归虚 原来是昆仑用一封锁囚禁旧日支配者海神的巨型监牢 所谓十大隐秘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昆仑无法完全掌控的地方 方寸山 归虚 瑶池 风神台 孔明用手指在玉片上写下名字 签订契约 闭上眼感应 发现一切属实 海神催促 动手 没时间了 定下契约之后 双方都没有再过多试探和互相计较 切入正题 孔明朝青子说道 让开一点 我进入破线状态 你会受到波及 青子这才意识到 孔明竟然是一个破法者的超级高手 于是赶紧退回到方寸山旁边观察 从始至终 他脑子里都没有想过趁机逃跑这个概念 能够亲眼目击这个世界的隐秘阴暗面 让他兴奋又开心 跑到哪里去看这么有趣的大事啊 回方寸山 签订契约后 孔明带着青子静止返回了方寸山 坐回控制台处 一边手指纷飞 一边还不忘叮嘱 看清楚了 这是方寸山唯一的攻击方式 俯视节点 先是方向较准 同时注意调整测试弹道 三次校准都无恙 就可以直接开启俯视模式 青子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孔明会教自己 还是很认真地学着 就像是他最初加入仓台组织 青子不知道瞎子的虚实 依旧不管不顾 将瞎子伪装的理论全部背了下来 学习早已变成了他的大脑习惯 孔明手指离开面板 下面就没我们的事了 青子发现 方寸山并没有大刀阔斧 帮助到海神 只是腐蚀锁链的一个环扣 导致上面裂纹斑斑 而后就飞快引没入虚空之中 远远地观察 他能够挣脱吗 青子不确定 海神依旧移动不动 犹如标本 被锁链挂在天空之中 千万别质疑旧日支配者 孔明低笑 我们只需要在关键的地方弄开一道缝 连带效应就足够海神自己脱困 他可是上个时代的昆仑呢 青子听得津津有味 听起来 似乎海神是被昆仑打败抓起来的 相差不远 孔明用扇子遮住了自己打哈欠的嘴 行程者总是攻击性更强 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很多 不是吗 这就是反叛者最大的特长 方寸山突然剧烈摇晃起来 高频率抖动 让青子双眼什么都看不清楚 只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要被挤压出了胸腔 勉强趴在地上干呕个不停 好一会儿 他抬起头 发现孔明正看着荧幕 那里一位微风凛凛的巨人头戴王冠 一双蓝色双眸正透过显示屏穿入方寸山内 原本被冻穿的肩胛骨已经恢复正常 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双腿也新生出来 两只赤脚皮肤如同婴儿一般细呢 海参一拳对转头顶的虚无空间杂取 一道裂纹出现在龟虚之中 很快的他就蔓延开了 最终被海参撕裂 边沿固定成了一团银色星云 你要的通道另一端坐标已经固定 海神隔着方寸山对孔明说道 被囚禁的巨人喃喃道 昆仑 我从地狱回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二十九集 超出理解的战斗 乌大维看着场中央那个 手持黑伞的男人和凯撒你来我往 见伞交错 会有产生一种错觉 那并不是昆仑人 而是其他三位元帅之一 凯撒还是第一次露出如此凝重的神色 充满战斗欲望 这是唯有面对他认可为强敌的人物时 才会出现的情况 上次乌大维看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凯撒元帅与第一元帅圣灵元帅 亚历山大大人交手的时刻 凯撒手中死咒之剑的击死之术 全程开启 不断尝试缠绕敌人 将其捕获 犹如藤蔓与舌土信一样的黑色击死之力 犹如灵活的鞭吃 试图迂回刺中手持伞的男人 最终都被对方那把奇特的黑伞割打 这俩人交手实在让人很费解 乌大维捕捉不到他们任何能量波动 如同是一幅二维画面在演绎着 甚至想要触到他们都办不到 仿佛就是从遥远世界投射过来的海市蜃楼 还不给我解开 身后传来一个不满的声音 扭头一看 乌大维发现竟然是自己接下球 李木染 有些不满地说道 老是待着 动 给我解开 我告诉你他们真正交手是怎么回事 你一个破线阶段的破法者 看得懂才有鬼了 李木染大言不惭的话 让乌大维大怒 不过转念一想 周围几大将军看守 他一个造法者 完全掀不起任何的风浪来 不如看看他能说什么 揉了揉手腕 李木染恢复了活动能力 站起来挑了一眼杀死自己徒弟的仇人 哼 没见识 乌大维忍住抽他的冲动 你最好能够给出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破法者在以太也是这么称呼的吧 李木染倒是没有再继续激怒对方 理了李刘海 破法者只是一个阶层的称谓 既能触摸到所处能量空间 具有突破既有规则 拥有自己一套规则破获制造体系的人的总称 乌大维点头 你的理论倒是很扎实 破法者中也有高下之分 甚至破法与破法之间也有天壤之别 有的人仅仅能够短暂地改变自己周围狭窄区域的能量束缚 有的却甚至能够改变时间的流速 李木染瞄了瞄中央无声激战的两位 这两个就是后者 乌大维冷笑 这种招呼话谁都会讲 是吗 你处于破剑的阶段 也许有点触摸到破剑的边缘 再往上呢 你一无所知 不 你只知道他的名字 李木染嘴里吐出两个字 神游 可神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才算神游 为什么神游和下一阶段的人截然不同 你一无所知 心怀畏惧 眼前被自己轻易抓住的女人侃侃而谈激怒了吴大维 他一把打断了 就是这么无知的我 也能够将这么博学的你抓住 看来光会说也没有用 李木染也不跟他继续斗气 转而回到主题上 破剑就如同字面上的意义 破除原本空间范围内能承受最大能量密度和冲击的限制 也就是短时间内区域性限制排斥对破剑者无效 破剑是更深层次的 触碰到禁忌边缘的人群 不仅可以打破限制 还能够改变区域性的规则 比如说将某一片领域重力 温度 压力 甚至是时间流速改变 让敌人在自己完全的掌控之中 破剑以下遇到破剑 就只有被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份 一番深入浅出的解释分析 让周围原本几个关注战场的将军都看过来 乌大为也意识到 这个女人并不是虚张声势 她是真的肚子里有祸 继而 她脑子里又产生一个疑问 为什么自己如此轻松情惑了她 具有这种程度见识的女人 只是区区一个普通练气室吗 可是她没有任何理由隐藏实力呀 她摇摇头 将注意力回到对方的讲解上 对于李木染的话 乌大为不再怀疑 能够将很多细节梳理清晰准确 绝对不是随口想来的骗子能办到的事 至于神游 说起这个词 李木染也有些恍惚 是一个不同的阶段 也有人说 这已经不属于破法者的阶段了 因为神游 完全突破了普通破法者 能够接受的概念 他望向那边 依旧全权倒肉交手的两个男人 因为神游 就是将自己降维 乌大为不解 降维是什么意思 在昆仑世界和以太帝国中 每一个人都是三维化的 时间 是由空间守卫者 来制定流失规则的 比如昆仑 比如你们以太皇帝 都是扮演制定规则的角色 由于规则是他们制定的 所以相当于以太和昆仑 属于他们的领地 里头的人 都是在他们的监控和管辖范围之内的 黎木染瞄向一旁 有一场战斗已经结束了 段思莲遭到重创 落地时亮亮枪枪 靠着烽火楼残垣坐下 眼睛都几乎睁不开来 右肩整个消失不见了 他的对手擦了擦嘴角血迹 有些疑惑地看向凯撒 同李霞牵的战斗 很快地就将全部注意力 集中在这上面了 哪怕破镜 也只是短暂突破限制 力量无法持续的时间一到 就和普通破法者没有两样 关键约束就是时间 时间几乎是一项 无法逃脱的规则 昆仑也好 以太也好 置身其中不知不觉 可其实身体已经被时间穿过 或者说自己本身就在时间线上 黎木染讲话的速度变得慢了下来 要讲清楚所谓神游是什么 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纵然他一直在研究这个课题 依旧还是有很多疑问 不只是他 连神游本身的李霞牵 也没有完全掌控神游的秘密 你可以将时间理解成一根无限延伸的线 每个人都要从这条线的每一点往前 只要确定了起点 你就只能往前 而无法后退 这就是时间的限制 如果有需要 甚至昆仑和你们皇帝可以停止时间 如此一来 除去他们的所有人 都会被冻结在时间点上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五大为一杆将军大惊 难怪四大元帅 几乎强得让人无法靠近 都不得不屈从于皇帝陛下 这种控制时间的能力 传说中的神 或许都无法掌握 掌控者并不需要对单个个体攻击 他只需要牢牢抓住时间线 稍微停顿 所有人都任凭他发落 李木染疏离思维 嘴上不停 所以网上是没有任何前路的 人是无法越过时间的河流的 因为原本空间内 时间就是人体定义之一 很早第一位神游出现 我们昆仑的神游叫龙伯 他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 将自己的身体脱离昆仑定义范畴 降低维度 把自己从时间线上脱离出来 就像是一根烤串上的肉 将自己从铁牵中 一点点地撕裂出来 这一点很不容易 不过他做到了 通过某种方法 他让自己变得扁平化 令昆仑空间 无法捕捉到龙伯 这个个体的存在 他变成了纯粹的概念形态 无法与之碰触 根源上 就脱离了时间的约束 我想 你们以太人之中 也有类似的天宗奇才吧 没错 第一位神游是第一元帅 圣灵元帅大人 亚历山大 乌大维新潮澎湃地说道 纵然双方立场不一样 可是追求脱离束缚 寻找世界的秘密方向上 却是一致的 第一元帅 的确 他好像永远稳如泰山 李木染点点头 至于怎么降维 脱离时间概念 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我搞得懂的话 自己也应该是神游了 乌大维的态度 已经从居高临下 变成了请教 那么神游状态 岂不是一种类似于 空间裂缝的东西 可以随时来去 哪有那么容易 第一概念始终不变 能量永远是在 不断溢散流失的 神游是强行对自己降维 同样有制约和限制 只是脱离了 常规意义上的时间束缚 所以我们说话的这段时间 说不定那两个人 在他们对接的降维世界里 已经战斗了十天半个月了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我们所看到的 不过是他们 传递过来的画面投影 并不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我可以打赌 就这么看下去 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结果 黎木染一副熟练的模样 除非他们一方能量支撑不足 不过这也是很难的 为什么 发问的是另一个人 将军苏拉 他脸很长 看起来有几分忧郁 苏拉说道 任何战斗 消耗的能量都非常巨大 尤其对破法者 基本上短时间就能够分出胜负 他们怎么会持续如此之久 因为降维啊 黎木染一副你们这都不懂的模样 见没人反应过来 只能掰开来讲 降维根源上是一个分解自己的过程 卸掉自己身体内的时间线 与通常三维空间里的人没有了交集 举个例子 如果他们在降维的二维世界可以是一张画 由于没有时间约束 所以里头发生的一切都可能是在外面的一瞬间 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他们已经超脱出了我们能够想象的范畴 我呢 只能解释到这个程度 降维只有亲身体会 才能说出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乌大维倒是觉得 这个女人能够描述如此精细和充满逻辑能力 已经相当了不得了 看 结束了 元帅凯撒和天外之主李霞迁 回到了各自原本所在地 前者站在将军们身前 后者悬浮在空中 身后巨龟在他脚下扑服 欢迎下次再来 只是记得提前打个招呼 李霞迁依旧很有风度 神色淡然 开萨哼里声 带头转身撕裂空间通道 一众将军有些恶然 怎么可能就这么回去 自己一行可是奉皇帝陛下的旨意 要全面拉开对昆仑的战争的 凯撒带人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出发 稳定通道 打开缺口后 剩余的三位元帅都能够追寻此路过来 继而越过炼狱内虫血肉堡垒 明明这才开始而已 可转瞬 乌大为等人脸色一僵 似乎听到了什么极其严重的事 头也不回地往后撤走 慢着 那个年轻人 李霞迁指了指乌大为 你的手指碰过不该碰的东西 留下吧 话音才落 乌大为看到自己的十根手指和手掌 拆离开来 朝着李霞迁飞了过去 在半空中被他反击一扫 精准丢入巨龟嘴里 巨龟咀嚼了两口 露出惬意的神色 乌大为双手血流如注 却不敢反抗 只能闷头用长袍裹住手臂 跟随元帅而去 李木然不满地说道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 唉 没法子 李霞迁叹了口气 契约的存在 我也无法例外 只能够带着山门一起过来 否则根本无法阻止凯撒 先治疗拓拔叶霜 李木然看向旁边 双目流血的拓拔叶霜 不行 死周之剑 需要特殊术实才能够治疗 我做不到 我也不擅长做这个 这把万民伞 只能够吸走一部分死周之力 李霞迁扶着拓拔叶霜 多亏了你 辛苦了 拓拔叶霜的感官恢复了一些 雷掌门帽 是我 他们已经撤走了 别担心 李霞迁给他梳理了一下体内的情况 皱起了霉 情况不容乐观 凯撒是真的想要杀死他 要不是拓拔叶霜 自身根基的确牢靠杰出 说不定 现在已经是一句活尸了 那个 莲花 过来 别装死了 送拓拔叶霜 回鱼龙府 李霞迁打了一个招呼 原本趴在地上死狗一样的莲花童子 左右看了看 立刻爬了起来 还是师叔厉害呀 死之元帅都被击退了 李木然给他脑袋就是一锤 做事啊 莲花童子搀扶着拓拔叶说 停下了脚步 可是师兄他 李木然脸上涌现出一团阴云 神格有命 六井本该知道我不会有事的 是他自己选择 他还是忘不了过去 活得太痛苦了 我走了 师父 莲花童子正要走 被李木然喊住了 喂 去找你师姐 通知他回来一次 是 莲花童子换出风火轮跑车 将拓拔叶说 扶到了副驾驶位置 开车搜得飞向远方 多亏李掌门 风火楼掌门薛切拱手道 之前 他一直被对方缠住 根本动弹不得 由于昆仑对于十二府的额外限制 几乎每一府掌门 在外部都是战力受损 唯有在山门 才能发挥出百分百的力量 被人威胁山门 让薛切也是恼怒不已 眼下还不是道谢的时候 诸位 你们都出来吧 李霞千亿发话 周围藏在重重荧幕之中的人 一个个显出身影来 李狠天肖兴兰 玉京山林玄城 刘李甫谈猎 林肖静何所求 四大强横战力保持沉默 身后各自有几位精锐子弟陪同 你们 薛切怒火中烧 想到遭到重创 不省人事的段思莲 更是情绪激动 你们一个个明哲保身 真要等到以太人灭了我风火楼 才愿意动手吗 众人无言 是我让他们不要出手的 李霞千突然说道 薛切愣了愣 这是 事关一个重要的猜测 这次和凯撒交手 也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 他眼里闪烁着睿智的光彩 相信我 一切都是值得的 李木染查话道 为什么他们突然退走了 你一个人最多挡住凯撒 不可能让他们 其他人都无法动弹 当然 任何突发状况 都是来自于内部 李霞千温和地说道 你性子还是那么急 李木染懒得理他 李霞千这人 越是人多的时候 越是一副天生高手的风范 只有两三个自己人时 可是什么话都敢说的 以前呢 还被姐妹几个 谈小丁丁呢 每次看到李霞千 李木染就会想起当年 拉掉他的裤子 这人一脸绝望的神色 在我面前冲高人 对不起 完全无法联想 李霞千咳嗽了一声 也是尴尬 凯撒之所以撤退 还是以太帝国的老问题 内乱 元帅铁木真突然反叛 击溃了原本拱卫 王城的拿破仑 几乎攻陷皇宫 无论是在炼月的亚历山大 还是这边深入腹地的凯萨 都不得不回去秦王 在场人都不由松了口气 至少短时间内 以太人是没有功夫 再次大规模进攻了 元帅级别的人物作乱 可是相当难以处理的 昆仑呢 薛切追问道 不知道 还没有消息传来 李霞千突然脸色变得很精彩 归零给我传来了一条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诸位听到了 请不要紧张 海神 挣脱了昆仑的枷锁 出来了 一时间 原本放松的几人 连同一只大啦啦的合索球 都浑身紧绷 只有到了掌门这个程度 获得了十二幅历史与秘密传承 才会知道海神意味着什么 上个时代的统治者海神 这个时代的监护人昆仑 两者之间 只能有一位占据掌控者的地位 此事事关重大 告辞 告辞 先走一步 告辞 几人火急火燎赶赴各自扇门 去做布置应对 剩余李霞迁两人 你和凯撒说了些什么 李木然挑眉 你猜 李霞迁调笑了一句之后 脸色恢复平静 那件事 确定了 谁能知道 所谓的交手 在两个大佬这里 只是一场戒体发挥的密谈呢 李木然脸带忧色 我有不好的预感 李霞迁说道 你是悲观主义者 我想了想 你还是该把我的封印拆了 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死 你不能 抗龙游回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李霞迁看着空中龙龟 对这个无比熟悉的女人说道 我先回去了 很快就会一连串事情要应对 你这个逃犯 也该找个地方躲起来比较好 手持黑色万民伞 他轻飘飘飞回到了巨龟的舌头上 朝这边挥挥手 李木然想到了这个男人 第一次听说 自己要成为天外之主的样子 不不不 我错过来的 李霞迁慌忙摆手 老掌门一双低垂的眼眉 看着这个还有些跳脱的年轻人 用怜悯的声音说道 地藏不再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你就是天外天这一带的答案 这也是你的不幸 是的 天外天是一个不幸的地方 李木然抬起头 看着对方一点点离自己远去 就像是他手里那把宝具万民伞 李霞迁身上承载了太多的符号 他代表了太多人的愿望 人们的期待让他永远无法自作主张 他是昆仑的平衡器 为无数人默默撑起了那一把黑伞 在所有人都看不到的地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拓拓拔一说在山门处稍微恢复了一些体力 之前硬扛高自己一接的凯撒还是太过勉强 好在他听到了李霞迁的传话 说自己立刻就到 请稍微控制局势 不能全面开战 否则自己还没能够挡住对方 就被昆仑的破法契约反制而死 看似笨拙的纯粹拆招 为众人抓住了生机 在昆仑世界之中 以太人的感知极为有限 这也是本土作战的优势 接到薛切紧急求助时 拓拔叶说立即要赶赴烽火龙 掌门保持坚默 拓拔叶说知道莫师兄 考虑得和自己不一样 必须以保存鱼龙府为己任 可能这也是所有十二府掌门的通病 他们中只有很少人去过炼狱 甚至有的根本没有见识过 以太人是什么样子的 拓拔叶说是从炼狱之中 挣扎活下来的人 战场准则 持缘战友 抗击敌军 做不到这一点的人 不是成了逃兵 就是恐惧猜疑之中丢了性命 祖鸡来犯以太人 已经变成了拓拔叶说的肌肉记忆 这么多年过去 依旧灵敏如稀 只是这一次 并没有和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了 谭笑语给他整理衣领 说道 一路平安 我等你回来 给你热酒 拓拔叶说点点头 孤身一人 前去祖基死之元帅凯撒 还好包住了性命 他咳嗽了两声 已在鱼龙斧山门处 发现门口并没有守卫 往里走 最为热闹的阎武堂 也是空母一人 周围看不见任何人影 仿佛大家都人间蒸发了 拓拔叶说尝试联系谭笑鱼 幸好传书失败 这到底是 拓拔叶说强撑着 用方天化气往底上一插 何妨小小 出来与我一战 已经毫无疑问 极有可能是以太人 趁着自己池圆烽火楼时 偷袭了后方鱼龙斧 眼下 难道鱼龙斧已经沦陷了 莫师兄 庞元晋 都在干什么 突然 从空中落下一个人影来 对方在地上摔了一跤 吃力地爬起来 满脸鲜血 竟然是副掌门庞元晋 他的后背插着一把弯刀 弯曲的刀刃 从胸口探出来 几乎要滑到他的喉咙 衣巾上都是紫红色血迹 那刀 拓拔叶说很熟悉 是庞元晋的宝具 金错刀 他脚步虚伏 嘴角都是粘稠的血沫 好不容易才勉强站起来 庞元晋朝拓拔叶说伸出手 满脸的惊恐 跑 跑 拓拔叶说过去一把扶住了他 庞师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手拉住庞元晋 让他靠在自己胸口处 拓拔叶说的全部注意力 都集中在可能随时而至的劲敌身上 能够封锁莫师兄 还重创庞元晋 无疑是劲敌 拓拔叶说胸口一痛 他低头看去 自己的胸口被金错刀刺穿了 金错刀已经封锁了你体内的气 不要乱动 庞元晋脸色平静 擦了擦面部穴子 站了起来 拓拔叶说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替你 转打给谭小鱼 拓拔叶说愤怒地看着这位昔日同僚 为什么 将死之人 不必深究 庞元晋守一招 拓拔叶说周围方圆十米 便布满了一扇扇珠红色的大门 高威的巨型木牌坊 在拓拔叶说身后破土而出 一圈圈中门组成了一座巨大的迷宫 将拓拔叶说如同古代祭品般封锁在内 鱼龙府招牌阵法 锁龙牌 拓拔叶说只觉得无比的讽刺 鱼龙府的锁龙牌 最终却用来锁住了自己的龙 一语成鸡 他吃力地撑着方天画脊站起来 你以为 金错刀锁龙牌 就能够稳稳宁我 面对全盛状态的拓拔叶说 我当然不敢这么来 庞元晋瞄了他一眼 无声无息地 却已经退后至锁龙牌的中门附近 随时可以传送离开 现在的拓拔叶说 还有几分霸王之气呢 庞元晋说得没错 拓拔叶说此时 仅有全盛时期 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状态 在凯撒死咒之剑的影响下 双目双耳触觉反应力各方面都迟钝了许多 否则 庞元晋的苦肉计想要成功 也没有那么容易 他索性闭上了那双视线几乎模糊的眼睛 试试看 拓拔叶说之所以是拓拔叶说 就是因为无论身处何处 一旦进入战斗状态 那股昂扬鸡卷的斗志与杀伐之气 都会让对手感到莫大的压力 那是以此次击杀强敌带来的自信 与虚张声势截然不同 趁着短暂的僵持起 拓拔叶说脑子里迅速思考着 庞元晋的身份 他已经大概清楚 只是他依旧不懂 不可能莫师兄没有想到 既然莫师兄有这个预料 为什么会让庞元晋坐大呢 再者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四处潜伏 真正目的仅仅是为了削弱十三府吗 背后隐隐绰绰的那个巨大阴谋 拓拔叶说还是看不清楚 了不起 了不起 不愧是霸王 庞元晋轻轻拍掌 仅凭几句话 就让我迟疑了 拓拔叶说 双目冷冷地看着对方 王道陵让你来的 既然知道何必再问 庞元晋恢复了之前的镇定 甚至脸带微笑 这次能够送霸王一城 可是我主动请应 庞元晋摇摇头 我是真的佩服阁下 不想要其他人 凿他霸王之名 这就是你佩服的方式吗 用这种下散烂的手段 拓拔叶说反唇相机 经过与庞元晋的拖延 他终于搞懂了 鱼龙府如此寂寥的原因 庞元晋通过在山门外节点 布下了一道大阵 将原本鱼龙府的 所有场景复制了出来 也就是说 眼下所谓的鱼龙府 不过是庞元晋 处心积虑搞出来的 一比一比例的一处行攻 联想到庞元晋 副掌门的身份 掌门莫问 基本蹲在山上 实际意义上 鱼龙府眼下真正控制着 正是庞元晋 他可以轻易地更改节点阵法 令拓拔夜说完全发现不了端倪 看来 你已经想到了 庞元晋轻飘飘地飞了起来 瞧他一扇中门 这里 拉开的盛大序幕 星星准备的舞台 就是为你准备的锻龙台呀 拓拔夜说 拓拔夜说突然纵声大笑 很好 很好 他脸上带着澎湃战意 不过 王道林师父告诉过你 千万 不要和我这种人 被锁在一个笼子里 因为最后能出去的 都是我 而就在这时 庞元晋脸色突然有些发白 因为他看到 拓拔夜说胸口封印 他体内气的薄锯金猎刀 竟然一点点地 被他肌肉挤出体外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金错刀 原本就是已经锁住了 被刺中着的能量中枢 让对方根本不能 调用周围的力量 破线 不过是出窥门禁 拓拔夜说手中方天画戟 突然缩小成一个符纹 慢慢飞到他的眉心处 变成一枚火焰图腾 破镜 不得以而为之的义武犯镜 他一点点将金错刀 从胸口拔出来 手指一捏 金错刀突然从他的手指处 划了进去 就像是一张薄薄的纸张 对面旁元晋喉咙如动 嘴里鼓了鼓 最终咽下了那一口猛血 一脸不可置信 你把金错刀 彻底销毁了 只是将它放进了 你暂时无法触碰到的领域 拓拔夜说 抬起有些疲倦的双眼 他的身体在这时 突然开始变淡 手指脸旁 头发都进入了一种 奇特的虚化状态 身体的颜色也在淡薄 整个人如同一团蒸汽凝聚成的人形 旁元晋脸色铁青 你摸到了神游 所谓神游 不过是将自己的身体 折叠进入另一种空间 拓拔夜说眼睛看向旁边 都出来吧 鬼鬼祟祟 还准备暗中偷袭吗 在他东南方位 一名戴白色面具的人走出来 左手手背上有一个火字 正是之前凌霄静山门重开大典中 出没威胁过何所求的那位 拓拔夜说北面站着的 是一位赤裸上身的男人 同样统一白色面具 肩头上有一个覆盖肩部肌肉的雷子 最后一位是之前与拓拔夜说交手过的风 手持无形之剑 锁住了拓拔夜说唯一的后路 拓拔夜说笑了起来 这排场 当年突袭不周山也不过如此 四大无面人其智 真是给我拓拔夜说十足面子 风开口 我没想到 你已经进入了这个境地 如果没有做好最后的房子 今天 就是我们功败垂成了 我也没想到 昔日同僚 赫赫有名的空缠剑 现在竟然变成了无面人 拓拔夜说狠狠瞪着风 我拓拔夜说大好男儿 齿鱼童你并列 风没有说话 庞原竟接过话头 诸位请动手 此人实在过于棘手 不要有任何侥幸 只需要拓延到拓拔夜说 破法契约实现 他就会被契约反制杀死 拓拔夜说左手前伸 掌心向上 在此之前猜一猜 你们会死几个 眉心战文炙烈如火 四面楚歌 霸王豪气纵声 炼狱之中 常染男子突然睁开眼 矗立在身旁的冷艳剧 发出了一声悠长低鸣 是军师 他摇头呢喃 不 到底是谁出事 让我如此心神不宁 是他 关羽将军 元帅有请 关羽点点头 随之走向了远处行宫 与此同时 鱼龙府后山 一座撂窍的悬崖处 谭坐在一块大石上的莫问 微微睁开了眼 叹了一口气 脸上皱纹变得更加的深刻 他闭上眼 恍如一尊石雕 养心阁内 谭小语端坐在垫子上 双手合十 潜心祈祷 就和拓拔夜说 每次出征一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一集 星蝎之力 我叫星蝎 简简单单的自我介绍 让以维斯后为首的小队 陷入了沉默 巨叶魂等同于破法者 在场没有一个达到这个水准 拉长来讲 昆仑炼狱镇守军 达到破法者程度的人 也只有一掌之数 原本双方之间的关系 就是以太帝国进攻 昆仑防守反击 也代表了双方实力 根本上的差距 一直都是昆仑被迫防御 不用说主动进攻 一次次抵抗 已经是疲倦不堪了 其中处于微妙立场的 叶先生群体 如同游离在平衡器之间的滚动 砝码 叶先生们非常的精明 昆仑示弱 就不时出没在以太人的侧翼 找找查 偶尔杀各把人表示一下 令以太元帅们也很烦 可当昆仑全面反击 占据优势 正要继续扩大战果 增幅版图时 叶先生们又开始 在他们的背后扯后腿 让昆仑方投鼠忌器 他们的态度 一直都是平衡 一个平衡的炼狱 才是叶先生们愿意看到的 如此一来 双方都不得不设法 示好叶先生 不说让他们帮忙 只要承诺不添乱就好 叶先生正是扮演着 这样一个双方都厌恶 却又有所需求的 游猎者的角色 从两大势力之间 虎口夺食 叶先生出手杀个把人 无论是以太还是昆仑人 都没有区别 很正常 维斯号镇定地说道 阁下 是否可以换一个条件 我们愿意付出代价 看来你不太明白啊 星蝎将头发一点点 缠在手指上 轻轻往下梳理着 脸上是近乎于女人的魅相 眼前这两个人 把我非常喜欢的一件艺术品 给夺走了 藏在了一个我找不到的地方 知道什么样的收藏品 才最珍贵吗 他脸上肌肉拉扯得越来越厉害 就像是笑容正在撕裂脸旁 让人看不出 他到底是在笑 还是在哭 得不到的收藏品 才最有价值 星蝎舔了舔嘴唇 你们把我想要的收藏品 提升了一个级别 所以我要得到回报 就让你们变成我最新的奴隶 放心 好吃好喝 他掰着手指 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换衣服 不断地换衣服 学会在我的宫殿里 摆出我想要的姿势 直到我满意为止 和我走吧 奴隶们 姚叶回答 去你妈的变态 星蝎也不生气 你越骂我 我越高兴 你拿我没办法不是吗 奴隶 待会儿 我会有一件很有意思的衣服留给你 保证让你舒服的 话都说不出来 他脸上涌现出一股病态的潮红 情绪 也是一种艺术品 高兴是美 难过也是 愤怒的美是火焰色的 悔恨是不断自旋的紫黑色 嫉妒是深蓝色的沉溺 痛苦 散发出血液 浓郁的美味 给我过来 奴隶们 你们会知道 能够接触到艺术殿堂 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 星蝎勾勾勾手指 对梁左和姚叶说道 低头不语的维斯后终于再次开口了 抱歉 你慢他说得做 同江与唐鳄正要开口 被维斯后挥手指住 维斯后招呼俩人和柳星灿 缓慢往后撤步 前面的梁左和姚叶就变得极为显眼 梁左走到姚叶身边 拔出了照弹刀 俩人全神贯注盯着星蝎 毫无束手就擒的架势 星蝎手指理了理两缕冰发 欲掉上扬 果然漂亮的花都有刺 还得自己亲手去摘 他浓密的长发 突然朝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如同无数根纤细藤蔓 将周围方圆二十米的森林 都来回拉扯 布下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发斯镇 从高空俯瞰 完全是一个以星蝎本人为中心的 巨大精密珠网 深陷其中的两人 完全被封闭在珠网中了 远处在珠网镇边缘的维斯号一行 停下了脚步 他看着珠网 对身后三人说道 方卫朝北继续 抵达到处都有巨石的乱石岗 那里会有一种夜魂发出低吼 从那开始就可以折返营地方向 柳心灿带队 注意安全 谭恶沉声道 我们可以帮你掩护 你们还做不到 维斯号回答得十分直白 不过是白白送死 回去假以食日 你们有更大的责任 走 两个男性还想要力争 被柳心灿喊住了 他展露出了自己的果决 与判断 我们离开快点 对他们才是最大的帮助 柳心灿带着俩人朝北 头也不回地飞速跑去 维斯号将自己的目光 从三人回到珠网 自言自语道 还不够 还不够 中央处 梁左和姚叶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梁左手里照胆刀上 缠满了星斜头发 刀身竟然在不断地发抖 仿佛在忍耐莫大的痛苦 对此 梁左毫无办法 只能感知到一股古怪的力量 入侵照胆刀内部能量回路 正在里面疯狂地侵蚀 除去武器 梁左的衣服 已经被那些细小的发丝 给割裂开了 现在是赤裸上身状态 胸口后背肩胛 都是一道道力气造成的割裂伤口 看起来 就像是在身上 用红笔画出了一道道平行线 颜料太浓 正在往下渗流 姚叶也好不了多少 她手中宝贝灵溪扇 还剩六只散骨 十只 被她一股脑地用以轰炸猪网阵 她和梁左一开始就统一了应对方法 逃 分开而逃 能走一个是一个 并非是俩人怯懦 而是当你越了解 你才会发现造法者和破法者之间的鸿沟差距 前者在后者面前 仅仅是一个才学会走路的婴孩 你的动作在破法者眼里 无比的笨拙 慢如蜗牛 无法逃脱对方的束缚 集中力量突破封锁 尝试跑路 才是最佳的方案 试验失败 俩人只能硬起头皮 与星蝎交手 纵然赢不了 也要做出最大程度的反击 姚叶将最后六只散骨扯下 拼凑成互相嵌透的六边性形态 给我拉扯时间 我需要制造一个秘法 梁左的身形一闪 脚下踏着兴歇的猪网状头发 朝他奔去 中途不断有从他脚边 手旁卷起的头发丝缠绕着 又如海藻一样 伸出密密麻麻的触手 拉扯着梁左的身体 他们不是一下子都涌上来 而是如同潮水一般 猛的一拥而上 梁左稍微反抗 他们又退开来 朝起朝落 犹如一只不停在身后牵扯的手 梁左反抗也不是 不反抗也不是 当他脚步放缓 陷入进退尾骨 自己已经被头发缠住了手脚 动弹不得了 姚叶嘴里叫了一声 天地无极乾坤戒法 戒阴兵 喊出那句话后 他浑身肉眼可见的 有一道气抽离出去 飘入之前那朵三股花之中 周围顿时天色暗淡下来 摇曳则是面若精致 勾搂着双手撑膝喘粗气 黑气越来越浓郁 其中气流在缓缓地旋转 变成了一道不断在缠绕激荡的黑色龙卷 这一时一道人影撕裂了龙卷风 走了出来 他手指细长 大腿粗气 大概和小臂相仿 浑身就像是一团燃烧的黑火 只有双目是白色的 犹如两片雪花 这奇怪的阴兵出现后 就一路跑到姚叶的身旁 他跑步的姿势也非常奇怪 手脚仿佛是被他拖着前行的 动作却是快得出奇 姚叶指了指前方星蝎 努力睁开了眼 杀了他 阴兵 阴兵仿佛听懂了 张嘴吐出了一大口白雾 整个人消失在雾中 远处 一直老神在在的星蝎猛地低头 一只黑手抓住了他的头发 猛地一扯 头发却自动脱落 让下手者身体往后一样 星蝎扭头 眯起眼睛打亮起眼前的阴兵 你不是什么假货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听那个小东西的话 回应他的 是阴兵劈头盖脸的一抓 星蝎头发一转 将阴兵砸得往后退去 到底是 星蝎一把抓住阴兵的面门 双手一撕 阴兵的头部便爆裂开了 亮亮强强退步几下 阴兵头部又凝聚出来 他冲着星蝎迎面再次攻击而来 星蝎也不由皱眉 意识中枢残缺 却有这种程度的力量 到底是 他看了看 他看了看正在努力恢复的摇曳 有了计较 嘴角一笑 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 你并没有办法控制它 我只需要 星蝎周围气流突然凝固起来 短暂停止一秒钟后 自他身体朝周围迸发出强烈的气劲 浓郁的能量波动在他的身上展露无遗 或法者专属 或限制法 目睹对手的行为 阴兵也双手硬硬 脚往低上一蹬 体内的能量骤然升高 暴动起来 为了应对眼前突破桎梏的对手 阴兵本能释放自己的力量 可如此一来 就让施法者的摇曳 复合大幅度超额 喷出一口鲜血倒在地上 当住阴兵抱走的一拳 星蝎胜权在握 只需要耗费时间 等阴兵消失 猛然间 他只觉得自己飞了出去 脚在地上划出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星蝎不可置信地擦了擦脸上的脚印 你竟敢 在他面前 维斯号站定 身上雷光环绕 礼上往来 我替他们还礼 另一端的阴兵四肢碰裂开来 化作一团哀嚎的黑雾 消失无踪了 维斯号对身后旧下的梁佐说道 带他走 哈哈哈哈 想走 星蝎突然间声狂笑 哈哈哈哈 你们一个都别想走 想要熬到高态来吗 哈哈哈哈 抱歉呐 他大概会迟到很久的 叶先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残忍的神采 我会把你们种在叶魂里 让你们以彼此为食物 看看能养出来什么样的怪胎 舔了舔舌头 心歇傲慢道 垃圾们 敢冒犯火 你们连死都做不到 周围四下 不知何时 已经被他头发完全地覆盖 整个森林变成了一个只能够透出微光的黑色巨型简单 圈住猎物 不猎开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二集 天雷地火 哈哈哈哈 郑主终于忍不住了嘛 星蝎突然斜斜笑起来 号称 这几年最强的破法者 以下的年轻天才 炼狱的不死化尸 你似乎是想错了一件事 这火焰瞬间从来去的发丝上传导到四面八方 几乎在刹那间就令猪网阵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焰迷宫 被点着的头发非但没有被烧毁 反而犹如获得心生一般在游夜 如同是不可名状怪物的触手轻柔地舒展开来 从原本乖巧的死物变成了拥有生命的奇异生灵 维斯号沉生 你的目标不是他们 是我 当然了 他们两只小虫子随时都可以想到各种办法捏死 可是不死化尸可没有那么容易入瓮 委托者可是给出了一笔让我无法拒绝的报酬啊 星蝎五指捏紧 我的离火阵一旦布下 连我自己都很难出去呢 能够在此绞杀不死化尸 你不是被称作只有一线之差的破法者吗 就让你见识一下 一线之格天地之差 破绳飞舞如同无数条灵巧的长鞭 在不断地抽向中央处的维斯号 维斯号右手捏手绝 雷道十三无尽讲 原本身上被抽打的光亮暗淡的雷光 恢复了许过 火蛇机动时 被爆发出一道火花 将好几条火绳也给炸毁 另一只手则是竖起了剑指 雷道十一 雷兵 以他为中心 半径五米范围内都被雷电覆盖 噼里啪啦的电光闪烁间 一把把电弧凝聚的刀剑 从中疯狂地冲出来 对抗漫天的火蛇 圣鸣之下 果然少有水货呀 星蝎凝视着控制雷兵 来回冲击自己的离火阵 哼了一声 哼 也不和你浪费时间了 星蝎身体突然开始膨胀起来 从他皮肤之下 刺出一根根的尖刺 很快 他的体表皮肤就被撑得胀裂 整个人如同从原本人皮之下脱身而出 展现在维斯号面前的是一只白色巨蝎 它浑身如同被纯银打造 层层甲壳重叠精密 双目之中瞳孔为红色 藏尾针也是血红色 上面就像抹了油 让人不寒而栗 叶先生星蝎 原本就是一头蝎状月魂 不断进阶而成的 当叶先生恢复本体 也是他们真正施展 百分百自己力量的时刻 维斯号的雷兵 一瞬间就从弓转手 纷纷飞回 呈现拱卫撞 抵挡骤火焰大圣的火蛇群 而这时 一到火边将雷兵一吹过 把维斯号洒的飞了出去 砸倒了几棵怪树 让树一整白火 扔出黑色的树枝 星蝎嘴上说道 火线 你一天不到 一天就没有任何胜算 我也该早点完成任务了 那么 再见 不死化尸 他庞大的身体 一路拥挥树木 两只钳子夹住维斯号的双肩 在对方不甘地注视下 维珍刺向他的眉心 不对劲 星蝎隐隐发现不太对 维斯号太过平静了 人之将死 绝对不是这般的模样 他突然 向维斯号 往后飞速退走了两步 你还真是谨慎呀 维斯号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露出遗憾的神色 原本计划能够重伤你之后逃走 果然每一个破法者都不简单 可笑 行为上极度慎重 兴歇嘴上却不让分毫 你凭什么和我打 拖延吗 不妨告诉你 你沿途做的标记都被人改过了 并且有两位以太将军 专门去阻截摩人高太 他是绝对分身乏术了 能够勉强自保就算不错了 这番不思作假的话 没有让维斯号有任何的情绪 他依旧平静如初 用手指推了推鼻梁 是吗 的确是准备充沛 对方的淡然 令兴歇隐隐有些不快 实力上 自己完全占据绝对统治性上风 战略上 一开始 几方已经被识破了 步步先于对面 他凭什么这么肯定呢 既然无处可逃 那就只有背水一战 维斯号浑身气势陡然一变 散发出的巨量能量波动 不断地飞速提升 从紧紧恢复到最开始全胜状态 再到节节攀升 陡然一变 直接接近了星蝎此时的力量水平 星蝎睁大血红双眼 这不可能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 破线 维斯号左眼之中 瞳孔已经变成了一团不断闪烁的电光 他手朝虚空一抓 一只巨大的黑色毛笔握在手中 破线 只是突破限制而已 并非是破法者的专利 星蝎身体突然再次变化形态 头部扬起 慢慢的四肢和两只大嗷变成了背后的一部分 前半边身体却是恢复人类的模样 看起来半人半腰 只是身上能量冲击进一步提升以大节 真是个麻烦小子 让我不得不全力以赴 抱怨了一句 星蝎双手猛地从背后拔出两根尖锐锋锋利的足部 变成了两把现成飞刀朝维斯号投掷而去 他双手飞快 每等飞刀靠近敌方 已经将后背另外几根逐步拔下 纷纷猛力投向维斯号 维斯号手持画笔梦底生花 在空中一画 雷刀仙 破雷法 雷龙线 雷光巨兽在空中撞开一把把的飞刀 雷霆之力 令巨大的飞刀都在空中颤颤巍巍 有些不听后面星蝎的使唤 导覆树 星蝎嘴里念叨 五指成全 原本在空中飞刀后面 突然出现了晶莹思线 原来 那几把飞刀看似阳公 其实是为了将星蝎最擅长的控制术 偷偷地图着 彻底进一步封锁了维斯号行动空间 可以正是由于他全力以赴对付维斯号 给了梁佐挣脱的机会 梁佐悄无声息靠拢倾斜后背 一刀刺向他后颈和脊椎相连处 刀还未刺中对方 自己倒是胸口一凉 他拼命扭动零下 勉强避开要害 揪地一滚 梁佐爬起来发现自己泪下处一道身可见骨的撕裂伤口 星蝎则是脑袋一百八十度的扭转过来 赤红色双眸嘲讽般地看着他 啥再也敢对我动手 在他后背处 梁根凸起带血的尖刺再次收回甲壳内 正要对梁佐出手 星蝎突然身体往后跳开 他所在的地面突然开始连环爆炸了 啥再问 星蝎狠狠看向另一个方向 生化人一般的铜浆 从树影之下显现出来 可惜 崩了一点 在他身后 铺天盖地的虫群如同死侍一般朝着火焰天幕充去 被烧焦的尸体不断落下 就像是一场尸体圣殿 火焰在不要命的冲击下竟然淡薄了许多 星蝎双目一睁 背部尖刺突然尖小冲向铜浆而来 银银当当上 顺便闻着妖物的银盾牌挡在伪针鸡舍的途中 盾牌上扎满了红针 十顿人抬起头来 想过去 没那么容易 唐鳄双眼不让分毫 好了 撤退 后面传来了有星灿的声音 唐鳄背起铜浆就跑回阴影之中 星蝎扭头一看 原本被自己束缚住的维斯号竟然不见了 再往旁边一瞟 梁左和瑶叶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但是他倒并不着急 喜为在我的离火阵下还能逃走 天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三集 前进 地球炼气势 梁左气喘吁吁 背着瑶叶总算和其他人会合了 流星灿正在布置迷惑阵法 避免被星蝎立刻识破众人的路径 这也是为什么三人组 梁左 瑶叶 维斯号 柳星灿三人 都得分散而去 最终会合 就是为了能够暂时争取一些时间 来应对接下来的追杀 维斯号脸上并没有一丝起色 传送阵法 你们内用铜腔的虫子 把我绑定传送出来的 流星灿点头 梁左对此一点也不陌生 正是靠着绕后传送这一手 无相战队将麒麟战队分割开来 导致后者大败 援军真的被拖延住了吗 流星灿布置好阵法后问道 应该是 维斯号抬头看了看 依旧雾气阴运的天空 高福同意一直都是我的失职 想必是真的被困住 你们不该回来的 维斯号突然叹了口气 因为这样没什么用 同将不满道 多一个人总算多一份力量 虽然我们正面无法通星蝎对抗 至少能够分散目标 给你做一些基础性的掩护还是行的 维斯号手中梦笔生花 朝着众人一挥洒 众人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块块红斑 大惊 这是鲜鹤的标记 让你们三人快速离开 不要接触 就是避免被定位 梁左和姚依原本就有痕迹 只能想办法 震识组员片刻 他原本速度就比我们快得很多 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到一阵大笑从地下传来 还是你明白 一下一团银色丝线 突然凝聚出星蝎的人形 原本我也没有准备留活口 这下子倒是方便 能够一口气宰掉这些麻烦 星蝎眼睛笑得弯起来 我再给诸位一个温馨提示 高泰已经重伤 他自己也在逃命 你们的援军数量目前为零 你们肯定会奇怪 为什么会迟迟没有别的援军呢 他摸着下巴 双目看着天上一副苦似冥想的模样 星蝎回过头来 想到了 因为以太帝国已经全面对昆仑世界开战了 这句话让除去维斯号的众人都是浑身一颤 只有经历过战狱才会明白以太人意味着什么 遮天蔽日的以太军团 瞬间摧毁营地的以太将军 我最喜欢看人恐惧的表情了 星蝎双手摸着脸颊 满脸迷醉 那么不妨再告诉你们一点额外的信息 炼狱是敌元帅亚历山大主导 他是全面进攻昆仑镇守军各路营地 炼狱之中你们已经死伤惨重 不过这还不算什么 真正的大战在你们昆仑内部 缓了缓 星蝎等待大家接受信息后继续轻言细语 太萨元帅带领麾下将军们已经进入昆仑 眼下应该在你们十二府某个山门处固定通道吧 后续两位元帅的大部队即将进入昆仑 那么问题来了 昆仑能够坚持多久呢 梁阳左吃惊道 不可能 昆仑的封锁不可能通过外部打开 说得倒也没错 昆仑在的时候的确如此 星蝎咧开嘴角 可惜现在的昆仑 被以太皇帝的青铜神术 牢牢困住 根本短时间内无法折返 这个时间已经足够 维斯昊终于脸色变了 这次和太是陷阱 该死 只有炼狱镇守军的部分精锐核心曾知道 昆仑真身正在与以太帝国皇帝 与一处特殊空间内交涉 其他人根本无法靠近那一处领域 以往谈判的首要都使这两位巨头先谈妥 后续细节再交给其他人进行 此次根本就是以太人谋划已久的入侵 我还以为你能够一直保持那张淡定脸呢 星蝎笑容中带着细血 崩溃了 还是绝望了 维斯昊看了看周围来回交错的银发 沉声道 你做得好算计 给我们这些消息的同时 再次封锁了周围空间吗 你们不得不听 不是吗 况且我给出的的确是百分百的真实消息 否则你们怎么会买账 星蝎双手各持一把足刀 之前留情 不过是想要确定你们是否在暗处 还要扶兵援军 看来真的是钱驴技穷了 这次我就取下你的人头 话还未落 星蝎已经站在维斯昊面前 手中阻刀带血 维斯昊的脑袋从脖子上落了下来 咕噜噜噜的在地上滚了一圈 却没有任何的鲜血 雷到之时 雷向 淡淡的声音 从无声脑袋处传来 维斯昊手持梦里生花 从泥体之中长了出来 既然没有前路 那就自己走出来 梁卓想要过去助阵 却发现 自己浑身犹如被麻痹一样 动弹不得 原来在他脚下 有一根细细的银发 刺破了他的皮肤 将他控制住 不只是他 刘星灿摇曳铜江堂鳄 都是同样的 脸上表情难看 更让梁卓吃惊的是 自己突然朝维斯昊撞了过去 被控制的四人 目标对准了维斯昊 每一拳脚都是全力出手 根本无法自己控制身体 意识中枢完全处于麻痹状态 犹如被远程控制的墨偶人 维斯昊才刚刚将几人击倒 突然胸口冒出一些银色的毛发 新鞋的头发往回一拉拽 犹如触手般的发丝 将一颗跳动的心脏 硬生生从维斯昊的胸腔里拔了出来 嗯 很烫 可惜跳不了多久了 新鞋张嘴 将维斯昊的心脏吞下肚 舔了舔嘴唇 味道不错啊 那么下一个吃什么呢 脑子 眼睛 还是你那张看起来总是无所谓的脸 失去心脏的维斯昊用右臂捂住胸口 脸色发白 试试看 哈哈哈哈哈哈 新鞋哈哈大笑着 爪子冲着维斯昊的脖子而去 在他抓住维斯昊脖子的一瞬间 维斯昊的拳头将新鞋的胸腔凿穿了 我可不怕身体破损 新鞋眼中突然涌现出恐惧 他脑袋飞了出去 眨眼之间 他的躯体就被烧成了飞灰 剩余头颅的新鞋 很快再生躯体 脆霸违章 啊 不可能 完全程度的绞杀躯体 这 这是只有接近破镜 才能做到的 怎么会这样 你听过片刻吧 维斯昊的另一只眼睛中的瞳孔 也变成了银色 手中宝具梦笔生花 被维斯昊塞进自己空荡荡的胸口内 变成了一颗银色心脏 我以前是一所小学的美术老师 喜欢画画的孩子 不少都是偏科的 维斯昊脸带微笑地说道 所谓偏科 就是指他可能综合分数只有五十分 某一科 却可能是九十分 对于你来说 大概我就是属于五十分的不及格差生吧 维斯昊的身体在渐渐虚化 身体的颜色在不断淡化 它就像是一具由雷电凝聚而成的人体 可是光说攻击力 我可是远胜你 他一拳将星蝎的新身体再次击穿 烧成灰烬 星蝎的头颅拼命在身 不断地后退着 不可能 不可能有这种事 阶层的差异 是不可能弥补的 知道我为什么 叫不死化尸吗 维斯昊的身体彻底变成了电流形态 漂浮在空中 如同来自于神话时代的神指 我可不是 每一战都依靠逃跑活命 他单手放在星蝎脑门处 只不过 每个和我交手的人都死了 我自然活下来了 瞬间爆炸 炸成碎片的星蝎继续凝聚成人形 脸上已经被恐惧扭曲了 该死该死 怎么会有这种怪胎 我知道 破罚者几乎不死 不过也好 既然不死 就看看 你能够怎么样 在我手里活下去 维斯昊食指向地上 仰视自己的星蝎 雷道之舞 雷鸟 从他指尖飞出一只小小的指壳 迎风迎变 变成了拥有巨大翅膀的银色秃鹫 银色秃鹫 在空中盘旋着 忽视眈眈 猛然间 他俯出一下 着实一块星蝎手臂上的肉块 再次飞高 浑身散发出黄黄之微 雷霆万里 古代相传 有个盗活者 被众神惩罚 让不断被吞噬内脏 又不断生长出来 请体验 维斯昊 胡了胡一眼镜 我并不是 没同破罚者交过手 星蝎心里一凉 痛楚 让他更加的清醒 他猛的大喊 不对 你这些都是障眼法 不可能的 能量的规矩不是这样的 你赢不了我 我是不死的 你迟早会崩溃 真的吗 维斯昊取下了眼镜 随手一丢 消失在空中 做好迎接死亡的准备吧 星蝎 如果你没有后招 真的会死 他右臂高举 手掌张开了 雷道之四 剑雷神 原本阴郁的空中 突然闪出一道 撕裂长空的闪电 恰好落在维斯昊的身上 就像是给他加冕的战袍 维斯昊此时 散发出的惊天之威 已经让星蝎本能地颤抖起来 不可能 不可能 是假的 他撑不住他 他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 神油的味道 不可能 假的 我会死 我会死吗 面对维斯昊对准自己的手掌 星蝎终于崩溃了 他没命地朝着远方逃去 纵然如此 维斯昊见雷神的一发银色庞大光柱 还是听见正中星蝎的后背 星蝎浑身溃烂 面部只剩下光秃秃的骷髅头 他头骨下伸出了几只小爪子 飞快地朝着远方逃去 一路洒满鲜血 空中的维斯昊放下了手 朝着梁左这边说道 快走 去后方阵地 梁左兴奋地说道 你这么厉害 流星灿则是眼中全是悲哀 你完全没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 梁左一感应才发现 维斯昊躯体之中空空如也 就像是眼前根本没有人 剩余的仅仅是一道 留在空中的海市蜃楼 可惜 剑雷神如果能够完善 他就真死了 维斯昊对梁左和摇曳一笑 笑起来时 他依旧是那个温和的青年画师 以后同伴靠你们保护了 诸位 来师 地球再见 他用食指拇指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接着彻底破碎在天地间 梁左忍住泪水 咬牙道 走 空中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倒是可惜 如此人才 不是我以太帝国之人 若干年后又是一位年轻元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四集 持缘者 来者是一名身着黑甲的中年人 从空中稳稳落地 看向星蝎逃窜的方向 催了一口 果然没胆子 破法者被造法者打得丧胆而逃 上下打量着众人 男人一脸近在我掌握中 你们几个都跟我走 我乃以太帝国第一元帅 亚历山大大帅麾下将军 话还没有说完 他的脑袋突然和身体分开来 残体瘫软在地上 脸上一双眼睛 物质睁得老大 拓拔叶说 嘴里哼出几个微弱字眼 梁左兴奋地看着 从远处缓缓走来的男人 如果是拓拔叶说大哥 那么自己一行就安全了 我非拓拔叶说 来人轻轻开口 他头戴斗笠 面部被黑色围巾围住 只露出低沉双目 和挺拔的鼻梁 身着一件缩衣 下面是一条黑色 挽起裤脚的长裤 脚下是一双拖鞋 让人不解的是 他随身并没有携带兵器 实在让人搞不懂 他是如何展下 眼前人的脑袋的 刘星灿若有所思地 抬起头 浑身一颤 雀跃刀 向南星大人 梁左也扬起头来 发现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轮弯月 他揉了揉眼睛 确定不是自己看错了 这里怎么会有月亮 难道说 天上的月亮 就是向南星的武器吗 你知道我 向南星的声音 有些没精打采 仿佛是一个极为疲断的旅人 晚辈是济下学宫 刘星灿 济下学宫有关于前辈的记载 薛月县南星制 刘星灿的声音里 带着小心 既然知道是我 你还敢站在这里 向南星的声音里 带着一股奇怪的自愁 刘星灿不敢揭话 你认识拓跋叶说 向南星突然看向梁左 之前你以为我是他 梁左老实道 哦 通过谭姐姐 有一些认识 谭潇雨嘛 都说他有了一个干弟弟 就是你吧 他声音又低 缠了一分 可惜 拓跋叶说死了 梁左心神大振 怎么可能 在他印象中 霸王拓跋叶说 就是无可匹敌的代名词 独身一人杀入方寸山 一一敌四 击溃无面人阵营 后来 为了追杀囚禁谭潇雨的无面人 施展锁龙牌 封进吴望界 连碧海朝生临玄城 也得卖面子 再后来 灵潇敬山门重开大典 拓跋叶说大战关公 才暴露出他另一个身份 竟然是曾经 骁勇无双的战神吕布 这样的人 怎么会死得如此突然呢 凯撒重创烽火楼 其他人持缘不及 拓跋叶说 独自一人过去援助 被重创 我师父赶到后 凯撒离开 后来拓跋叶说折返 据说 遭到以太人群起偷袭 身死 向南星的话很节省 炼狱倒是不用担心 支援已经到了 唐鹅不由问道 请问前辈 是哪些人带队 我 于念真 向南星补充道 我们两个 梁左一阵雨色 就两个援军 铺天盖地的以太军队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再怎么说 两个人的援军 也未免太过儿戏了 猛然间 他想到了一点 扭头看去 躺在地上的以太将军 无头失身 已经死透了 一刀就彻底 干掉了一个以太将军 那可是和星蝎水准 相差无几的破法者 向南星这个战斗力 的确不能以数量来衡量 走了 你们后撤 压了压斗力 向南星从杀死的以太将军 身旁路过 消失在黑暗之中 随着他的离去 空中那轮弧行弯跃 也消失无踪了 两座四人一路闷头赶路 除去必要的判断方向和躲避 没有人说话 炼狱之旅短短几天时间 已经深深刻入 每个人的脑子里 无论是谁 面对铺天盖地的他时 都不能幸免 无论你是精锐还是篓篓 这就是战争 维斯号比他们最成熟的一点在于 他明白 退无可退 逃跑是无法挣脱险境的 从始至终 他都保持着一位 老战士的尊严和沉着 以自己最强之力 给大家尽力争取时间和空间 梁总捏紧了拳头 如果 如果自己在维斯号激战星歇时 能够调动元气 说不定 能够给他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那时候 自己完全被星歇触手一样的头发控制住 意识中枢和身体的链接遭到切断 事实上 纵使梁总真的能够展露出 他还未成熟的元气 也根本没有用 只是让他白白暴露 元气携带者的身份 如此一来 敌人不仅仅在前方以太帝国 背后也有人虎视眈眈 敌友再难分辨 统计会地球移民真正的扛顶人物维斯后就这么战死了 活下来的反而是自己几个新人 两座只剩唏嘘 前方就是营地之一 刘兴散开口 四驻风虎王好 四翼鸟赤猴巡逻 看来这里是安全的 五人匆匆赶到了门口 来者何人 两名表情肃然的守卫 举起手中的长脊拦在了面前 请出示通行口令 前验过一行人的木牌后 他们让开了路 两位是前方阵地的 想必一路过来很是不易 辛苦了 面对自己人 说话的语气也是客气了许多 刘兴散趁机问道 是不是以太帝国全面入侵了 对方一愣 前线的确已经开火 是否是全面入侵暂时不清楚 几人对视一眼 看来大多数人还被蒙在鼓里 并不知道前线有多么惨烈 或者是以普通战士的等级 根本没法得知这些重要的信息 请问一下 营地现在最高指挥官是谁 风铃大人 守卫语气之中带着淡淡的骄傲 这样就不难理解了 由三大副统领之一的风铃坐镇 自然不必害怕什么 你们过来 远处走来一个一身黑的女人 黑色衬衣 黑短裤 黑发 脚上一双黑色长皮靴 切耳短发 面容看起来有几分刻薄 让人难以清静 守卫赶紧问好 冲铃大人 副统领风铃朝梁左几人勾勾手 迈步走入旁边一处石塔 几人还是第一次进入石塔 发现里面其实是有房间的 紧紧打开了一扇门 其他房间紧闭 似乎是用以存放物资的 我收到了高太的传话 你们能够逃出来很不容易 维斯号人死哪儿去了 刘兴灿低声回答 他战死了 这话让风铃嘴唇动了动 微微闭上眼片刻 到底怎么回事 从头开始讲 听完后 风铃叹了口气 的确 被这次前后夹击搞得很狼狈 三大副统领 实际控制着炼狱镇守军 原本总体上正规军的青铜战队 由明将军管辖 可这次以太元帅亚历山大 亲自出手 令炼狱形势 立刻变得极度紧张 这位号称第一元帅的亚历山大 是自以太昆仑相遇 就存在的老牌高层 由于他地位崇高特殊 虽说是坐镇以太炼狱战场 却极少插手具体事务 他出手的几次 有第一次以太昆仑大战 即后来所说的黑暗时代 第二次全面战争的黑血时代 每一次都给昆仑造成了巨大损失 因而 亚历山大出动 代表着一个标志 战争开始了 明将军亲自带大部队 阻挡亚历山大 高太则是到处聚集 原本分散的营地战队 避免无谓的损失 最后一个风铃 调度特勤战队 散入四面八方 刺探情报 以获取前方以太军队的具体动向 可中途 高太受阻 遭到两个以太将军带队伏击 风铃却无法支援 他还有极其重要的中枢情报收集转换要做 否则更危险的一处 明将军部队那里就会变成了瞎子 风铃唯一能够调整的 是改变自己坐镇区域 尽量往前线前移 接应高太 刚副统领有消息吗 刘星灿问道 没有 风铃白首 他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 死不了 可惜了维辞号 他原本属于我特勤小队一员 这次就不该借给高太 他脸色发冷 狗屁新人计划 一群新人 根本比不上一个维辞号的价值 也不知道他的话是纯粹泄愤 还是给所有在场人听的 众人都是脸皮发烧 实事求是 风铃说得没错 将五人打包起来 也不够维辞号一个人打的 他更是强行突破了造法者和破法者之间的断层 以弱机强 而最后见雷神那一幕 简直已经超越了炼气室这个概念 我不是针对你们 风铃扭头看向起人 笑容微冷 我是说你们 还有预备战队所有人 都是垃圾 我们也尝试过救援 然而有用吗 刻薄的副统领嘲讽道 不过是拖后腿的废物 要不是昆仑那个脑残 源源不断把你们这样的新人送过来 我们根本不会损失那么大 唐鳄沉声道 炼狱战场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这是必然 必然 风铃瞟了一眼这个熟人 哼 别以为你老子是谈恋 在阎武堂成绩不错 就有资格出头 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炼狱 以太四大元帅 二十八位将军 这才是以太军队的骨架 下面的楼楼士兵 以太人需要多少就能补充多少 每次真正击退以太人的 你以为是普通炼技士 还是修仙者 以太人退走的理由只有两点 帝国内乱 损失太重 不得不停止战略 所谓损失太重 指的就是二十八位将军的生死 不死伤几位将军 他们根本不会停手 要让这部分破罚者建员 他森然道 只能拿我们的命去填 你们能吗 两座无话可说 要应对以太将军 唯有副统领这个阶层的核心战斗成员才行 破罚者和破罚者之下 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两座突然产生一个疑惑 风铃统领 按照账面上计算 以太帝国相当于基本全面碾压昆仑 那为什么他们还和我们保持僵持啊 很简单的数学题 几方三统领再加上一些隐藏后手的高手 也就不到十人 以太帝国军团四大元帅 二十八位将军 还有天赋不死之力 完全不是一场平等的战争 总算有人问点有营养的问题了 风铃突然眼神一变 表情古怪 于念珍 风铃好久不见 一个温柔的声音 如同春日细雨 将梁佐等人身上的无尽疲惫 一扫而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五集 如意合中生 跟随风铃的脚步 梁佐出了石塔 入眼第一个东西 就是一只巨型的河豚 长度有三四米 背部褐色带着黄色条纹 鼓起的腹部 膨胀成球状 它漂浮在空中 慢悠悠摆动着鱼鳍 周围人 却并没有害怕 对方一只脸盆大的眼睛 瞄着梁佐 让他胸口里一直沉睡的小黑 突然醒过来 探出黑猫头 吓得梁佐想要把他摁回去 没关系 属于不会伤害你的昆虫的 旁边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 正是之前那声音的主人 他中分的长发 在脑后盘成发际 面容秀雅 眉眼之间 透出知书达理的古典美人质感 身上穿着却极为简单 一件深蓝色对筋长衣 胸口用盘扣扣住 里面有一条白色的长裙 脚下一双铜上衣色布鞋 干净清爽 让人双目看得很舒服 你也来了 风铃脸色明显凝重很多 到底情况是有多严重 难道后帮出问题了 进去说话 于念真低声道 率先迈步进入石塔 还有你们几个一起过来 小南星联系我说 你们是从前线过来的 几人一进入石塔 外面巨型河豚 就摇摇晃晃堵在门口 不让任何人靠近 屋子里高下形势明显 于念真占据了 绝对的主导地位 就连之前 强势如风铃 也只能站在他的旁边 说他现在了解的情况 于念真说了一声 知道了 继而说道 我和向师兄 此次是在李先生的帮助下 进入炼狱 越过了昆仑 所以无法长留 梁左大惊 木姐姐 竟然能够越过昆仑 她的插入话题 让风铃脸上不爽 大人说话 小孩插什么嘴 不是李木人 是他 于念真倒是好脾气 笑着说道 是李恨天 天外天之主 李霞迁 天外天 梁左总觉得距离自己很远 昆仑如今真正意义三大巨头 玉京山执掌者 严先生 天外天之主 李霞迁 蓬莱直见人 归灵先生 他们层次太高了 对于这些人的信息 梁阳总还是太少 根本无从判断 你是说 通过李恨天 他们的那条通道 风铃欲言又止 似乎极为忌惮 这个话题 于念真点点头 所以之后 我收到我府墓掌门通知 让我与向南兴师兄 一起前来支援 之前的消息 是后方被凯撒带的袭击 到底现状怎么了 风铃有些担忧 昆仑内部 凯撒攻击的是 烽火楼 还好是烽火楼 其他地方 未必能够挡得住 他们那么久 于念真的声音 有一种奇特的沉着魔力 让梁左几个 才经理连番惨战的人 都真正情绪稳定下来 凯撒出击后 被李霞迁击退 真正的巨大损失 是经过这一战 导致后续重伤的拓拔夜说 被其他几位将军围攻 壮烈战死 具体情况已经无法还原 于龙府旁渊净赶到时 拓拔夜说已经阵亡 他想要保存尸体带回 也遭到了暗中以太人偷袭 同样身受重伤 现在已经闭关休养 短时间内无法恢复 于念真念到拓拔夜说的名字时 明显有些声调不一样 拓拔师兄 还是一如既往那么刚铃 与他比起来 我们实在差太多 风铃皱眉道 王道陵呢 你们三人都出现了 他还要当缩头乌龟 梁左这才明白 不是风铃之前针对自己一行 而是他就是这种暴脾气 说话直来直去 管你是四方名将 还是无名小卒 王师兄还在进修 于念真语气平静 空缠见王道陵 自从炼狱返回昆仑 就一直保持半饮室的状态 脱离纷争 独自修行 修行地点 位于归虚深处 含有人质的区域 那边乱流极多 空间也不稳定 但苦修 却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我就不懂了 王道陵这人 凭什么排在四方名将第一位 风铃嘴巴 依旧毫不留情 从战绩来说 就没听到过 他在炼狱之中 有什么代表性战役 镇守军记录中 他只参与了几次 小型遭遇战 其余时间 基本都换计在大部队之中 不过是一个换计军功 多人眼球的家伙 不要胡说八道 于念真斥则道 王师兄原本就是在昆仑成名 比我们要年长许多 敌敌确确才华和能力 都极为出众 风铃冷笑 确实没有看到他表现出什么 向南星 有一人屠杀一支部队 拓白夜说 孤身冲阵 夺敌方首级 你也是到处救济重伤者 王道凌有什么 金玉其外 半絮其中 这几年 我可是在镇守军文献记载中 发现了他的一些猫腻 这人不过是来练狱战场杜金 依靠星罗府的名头 于目混珠 住口 不准再污蔑王师兄了 于念真微怒 不过从表情看起来 他更像是对于风铃的保护 免得他祸从口出 风铃也不再继续深究这个话题 另一个 向南星封刀了我记得 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把他重新召唤回来 于念真犹豫了一下 看向梁左 现在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原本 向师兄最想和拓拔师兄一战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两人身处炼狱时 必须将所有精力对准以太帝国 后来 两人约好回昆仑一战 梁左大惊 这事完全没听过 雀跃到向南星和拓拔夜说之战 想想他都血液沸腾 他们最终由于种种原因 都爽约了 于念真也不免流露出了一些遗憾 回去之后 向师兄由于那个原因极为消沉 将雀跃刀封印在离恨天兵器中 放逐自我 拓拔师兄也修身养性 进入鱼龙府的养心阁 梁左内心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 很奇怪 为什么经历了炼狱之后 四方名将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寂呢 完完全全是一种想要抽离的态度 是战争太过于残酷了吗 还是有某种深层次的原因呢 于念真没有说理由 风铃少有的没有追问 仿佛这是一个公开的 无法触及的秘密 此次拓拔师兄战死 向师兄再次出道 大概是想要以炼狱的方式给他送行吧 于念真的声音里充满了缅怀 炼狱之中 生死无常 背负战友之志继续奋战 才是镇守军的职责 其他几人面对于念真时 压力很大 毕竟是大名鼎鼎的四方名将之一 高高在上 某种程度上 比某些府长们风头更近 你们几个 和我一道去吧 这里实在没有多余人手 能够保护你们了 不如和我一起去前线 给我打下手 于念真笑着说道 几人当然求之不得 风铃鸡笑 几个废物 跟着你 你也不怕耽误自己 于念真有些无奈 风铃 你这脾气要改一改了 不然龟铃先生 是绝对不会再和你见面的 和他有什么关系 风铃一时间有些炸毛了 好了好了 我们都该忙正事了 出门 于念真轻飘飘地 飞到了他的大河豚背上 示意 上来 几人小心翼翼地跳上去 走吧 如意 河豚慢悠悠飘浮起来 朝着前面游去 慢如蜗牛 梁左正奇怪时 突然只觉得周围空间 开始有些褶皱了 就像是原本笔直的通道 被两端距离给往中央处挤压 因此变得如同抽油烟机的金属软管一样 处处折皱 还是流星灿有见识 低声解释道 这是密法签阅书 通过挤入空间缝隙 迅速穿梭 如果无法通过特殊手段定位 以他人甚至连击中我们都办不到 因为双方的空间不在同一处 他简单地在手掌上画了图 可以把链域内一般点和点之间的距离 看成是弧线 S形状 因为空间能量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处于不断细微变化之中 千月数 相当于在这条弧线两边 画上两条直线 两条直线恰好将弧线包裹在内 看起来就像是平行线之中的一个 无序软管 两道如同外壳一样较转的平行线 就是现在如意通行的通道 于念真突然侧过脸 看向梁左 你那只小猫 能让我看看吗 梁左将黑仔放出来 黑仔看向脚下的如意 有些忐忑不安 传递给梁左的情绪 也是有些害怕的 不过 倒并不是恐怖 而是力量层级上差距导致的先天性威慑 黑仔跳到于念真怀里 搭亮着脚下大鱼的主人 于念真的眼睛与猫眼对视 仿佛穿透到黑仔的头颅之间 他眼睛眨了眨 原来如此 这是你孵化的魂宠 我还以为你是捉来饲养的 很难得 回去吧 啊 魂宠是什么呀 梁左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胆子大 什么时候都不怯场 也不当自己是外人 魂宠是以前的一个词汇 现在基本上没怎么用过了 于念真双手拢在袖子里 侧脸线条优雅 又带着几分奇特纯真 第一次以太昆仑大战时 也就是黑暗时代 以太人有一位元帅 叫做孙武 他麾下有一支奇特的军队 全部都是猛兽飞禽 孙武的妖兽军 比起士兵更强 让昆仑死伤惨重 其中原因 就在于这支军队 不同于有思想的人 完全是只知道 听从命令的魂宠 汉不畏死 凶猛顽强 孙武的妖兽军 刺激了昆仑一方 便与镇兽军拼命抵抗 后方则是加班加点地 研究妖兽军的秘密 如果以太人大规模 妖兽军研制成功 昆仑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渐渐 研究者发现 魂宠是有弱点的 它们如同机器一样 听从主人指令 而且一次性要指挥的魂宠 越多越是消耗巨大 光是复杂的指令 就让操控者疲惫不堪 更不用说是协同作战了 最终证明 不是以太帝国不想使用妖兽军 而是只有孙武 能够仅仅以一己之力 控制庞大数量的战争机器 在研究过程中 昆仑人也开始人工培养魂宠 前线不少的战士 也渐渐有了魂宠作为战斗伙伴 这就是魂宠的概念由来 战争是毁灭文明的戾气 却也是最好的推进装置 哎 慢着 孙武 梁左一脸蒙逼 是那个孙武吗 孙子兵法的作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六集 奇特的穿越感 梁左小声打断 今天 他已经打断了好几次 自己都知道不太妥当 可事关重大 不能不问 哎 于姐姐 孙武是不是很会排兵布阵啊 你知道他 于念真眉毛上跳 是啊 四大元帅 虽然当时他排在最后一位 却是纯粹依靠计谋与筹划的唯一一人 四大元帅如果单对单 他是最弱的 可是战场上 孙武的杀伤性却是最强的 梁左赶紧说道 哎 是不是他还写了什么孙子兵法十三篇 没错 的确有这个说法 说他凭借十三篇自创兵书 就纵横战场 于念真更是惊讶了 按理说 你不可能会知道这些才对 孙武第二次大战时 就已经没了音讯 梁左有些激动 他可能是地球人 没法不激动啊 纵然韩静一直对他说 要冷静和保守 不要过早下结论 可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不断被提起 昆仑 瑶池 龟须 龙伯国 布州山关羽 吕布 现在又是被称为百事兵家之师 写下孙子兵法的孙武 不可能这些完全是巧合吧 于念真只是淡淡地说道 或许吧 梁左 我微微冷静下来 回到原本的主题上 于姐姐 你说孙武在第二次大战 也就是黑血时代 就消失了 已经公认的资料显示 正是第四元帅孙武 未经以太皇帝许可 就悍然发动突袭 鼓动其他几位元帅 假借号令实行速攻 正式引发第二次以太昆仑战争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 他就被软禁带走 似乎是被处死了 孙武 已经死了 梁左刚抓到一点救命稻草 又迅速离自己而去 回过神来 梁左意识到一个问题 于姐姐 你为什么会和我讲这么多东西 因为谭消瑜 特意让我帮忙照应你 于念真一笑 我很佩服拓跋师兄 和谭消瑜也算是旧相识 就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还是关系到位的缘故 果然没有无缘无故的 青睐和友善 梁左却并不抗拒 反而心里暖暖的 原本是便宜干姐姐的谭消瑜 竟然还真的这么照顾自己 转念一想到谭消瑜现在的处境 梁左有些难过 看似无坚不摧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霸王 拓拔叶说 竟然就这么壮烈战死了 之所以带你们和我一起 其实只是给你们长长见识 真正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昆仑里的那一场 可比猎狱里凶险太多了 余念真 看向五人 你们是这次排位赛选出来的精英 也是未来昆仑的支撑者之一 所以 不能再活在以前 那个安稳的封闭世界里 外面才是你们需要考虑 和解决的问题 元帅凯撒退走 暴露出了很多可以遐想的地方 向南星独身杀入以太人后防线 终于确凿了信息 果然 以太帝国再度内乱 元帅乱国的传统再次发挥出来 元帅铁木真 趁着最棘手的俩人 亚历山大 凯撒离去 迅速扭头围困了皇城 并且将之前弥补孙悟空缺的 第四元帅拿破仑 打得节节败退 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 皇帝与昆仑在隐秘空间纠缠 外界完全处于封闭的状态 对于皇帝真身来说 也是最为脆弱之时 仓促之下 拿破仑只有请求前方返回支援 于是 凯撒毫不犹豫带领麾下的将军撤退 前方的第一元帅亚历山大 也开始战略后遗 将重心从外阔改为秦王 现在差不多已经彻底收缩了 从战事开头看 我们似乎一直处于劣势 被攻入昆仑 炼狱战场节节败退 损失伤亡惨重 不过结果来说 反而我们获益 于念针不由接待 以这些牺牲 炼狱战场我们的疆域会迅速扩张 以太人也不得不付出一些代价 避免镇守军趁机在后方继续前进 他们除去应付铁木针 还得担心阿提拉率领的叛军随时反戈一击 弹鳄说道 这是个好机会 可以尝试继续扩大战果 乘胜追击 不 不打了 柳星灿却直接否定了 于念针悠悠地说道 很多年以前 我们和你们想的也一样 将自己毕生的目标 看作把以太帝国驱逐出炼狱 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才明白 除非有奇迹 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过来人的经验 这时候梁佐几个年轻人 并不能够体会到 只是隐隐觉得 炼狱 以太 昆仑之间的关系 并不像是之前想象的那么简单 柳星灿队伍传音 梁佐 快问他 以太人四元帅二十八将军的配置 为什么没有直接占领炼狱 这个问题 之前梁佐对风铃提过 当时余念珍突然出现打断 哦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关于以太人 为什么没有直接将昆仑镇守军赶出去吗 余念珍看着前方 却像是脑袋后面长着眼睛 你们队伍谈话 对我来讲听得一清二楚 有什么想说的直接内心说出来 我选择信回答 货真价实的独心术 梁佐心响 不愧是四方名将之一 虽然以智与文明 其手段之神奇 比起其他几位主战者 丝毫不差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以太人没有能够彻底征服炼狱 从常规兵力对比 当然 他们占据全面上风 不过以太人战力强横 却也有自己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说两个最主要的 你们大概就能明白了 一是以太人有内乱传统 民风彪悍 让以太人战力强大 可也导致以太皇帝 要控制这么多强人 必须有非常手段 所以既有笼络权术 也有合纵连横 内部瓦解 名义上四大元帅掌握所有部队 其实并非如此 出兵必须满足四个条件 皇帝号令 元帅亲笔 都军审核 外派掌兵 皇帝自然是以太帝国最高 且唯一统治者 他颁布命令到四大元帅处 元帅调度后都军审核 是否有问题 都军是皇帝卡在四大元帅处的一根刺 名义上是监督军事 调度 帮助元帅统筹坚固 其实就是沿线 没有他们同意 元帅也无法调兵 外派掌兵 即使元帅本人 基本上是坐镇后方 无法直接领兵 真正实际意义上 军队统领者 都是由皇帝和中枢机构 选出来的某一位将军 往往是从外地派遣 也有事从皇城直接对外差遣去领兵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 让原本元帅无法调度自己的部下呢 让外来将军去带领自己根本不熟悉 也还没有建立威信默契的军队 更有都军从中阻挠和各种钳制 令整个过程冗长而效率低下 理由只有一个 稳定 稀释兵权 以太帝国四大元帅的结构 是由来已久 哪怕是皇帝也不敢随意取地的 怕是会产生颠覆性的大变 如何保持四大元帅平衡 最好让他们互相猜忌 就是帝王最重要的一件任务 尽量交叉全责 将不长兵 帅在将外 这就是以太皇帝给出的应对 不说炼狱正式开展清场昆仑镇守军 大规模行动 纵然能够全面接管炼狱 派谁去呢 炼狱这一处地方 就相当于是一个随时可能滋生反叛者的温室 炼兵 锁住两头通道 就如同是国中之国 以太皇帝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因而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以太人虽然频频入侵 却几乎不可能真正一赏征服昆仑 因为一旦元帅们降在外 就可能军令有所不受 不过是令元帅们可能利用昆仑的壳子再次反水而已 一个不断纷争的 小规模大规模摩擦不断的炼狱 消耗元帅们的力量 也压制昆仑一部分的触手 这才是皇帝真正的目的 梁左听得目瞪口呆 果然层次不一样 理解完全不一样 自己这些人还想着驱逐达鲁 恢复昆仑 其实战争的真正面貌 完全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流星灿倒是眉目燃燃生辉 果然如此 所有外来压力都不是最麻烦的 大家都是最怕内乱的 于念真一慎 第二个原因 我昆仑也不是看起来那么虚弱的 不知道你们对于昆仑近代历史 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流星灿立刻站出来争表现 我知道 讲来听听 前面有不少乱流 还要一阵子才能抵达明将军那里 于念真直接盘膝坐在鱼背上 大家坐 别太拘束 几人都坐了下来 流星灿开始说起 自己记得滚瓜烂熟的东西 昆仑近代历史 以上四门组建开始 四上门出现 四大联合抗击以太人的时期 昆仑纪元三百至六百年 昆仑纪元 即是指联盟开启昆仑为元年 在此基础上往后记载 昆仑纪元三百年时 以太昆仑正式接触 双方开始摩擦 继而上司门产生 十二战队扩建 正是繁荣期 昆仑纪元六百零一至八百年 最初漫长的互相试探 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大战 双方处于一个微妙的冷战 和军被扩张的状态 昆仑在炼狱中正式组建镇守军 以太帝国也派出了一位元帅领兵威慑 与此同时 十二战队摆花齐放 黑暗时代 昆仑人和以太人正面第一次大战 昆仑纪元802年至817年 15年的战争 无数人牺牲在炼狱战场 也第一次领教导对方的恐怖之处 三仙岛的三仙参战 碧尤公布州山三仙岛的人 都全力进入前线战场 以太帝国四大元帅战死两人 重伤一人 昆仑这边几乎全军覆没 元帅阿提拉叛乱 给这次旷世大战画上了巨核 双方都进入了修养期 双雄时代 昆仑纪元820年至910年 当时昆仑最强领衔者 由兴罗府与离恨天交替 两个超强人物意识余量 惺惺相惜 兴罗府肖阳 离恨天张四 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人物 他们定义了 破罚者破线之上 还有一层 即破禁的概念 第一人统治性绝顶时代 昆仑纪元931年至945年 14年纵横无敌的昆仑第一人 出自琉璃岛 毫无争议最强者被称为燃灯人 招牌武器为首提莲花灯笼 一线生机 之后神秘失踪了 三巨头时代 昆仑纪元952年至1001年 离恨天琉璃岛星罗舍互相辉映 黑血时代 昆仑纪元1001年至1008年 以太人第二次战争 以太人第一次入侵 各路人士损失惨重 四方名将时代 昆仑纪元10017年至今 近百年 宁揭空缠剑 不与霸王枪 雀跃刀下死 如意何终生 四方名将 就是现在的招牌 梁左不断记着笔记 这些都是了解昆仑 非常重要的资料 以前 它重点在于地理 即使昆仑 到底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 内昆仑 吴望界 蓬莱 构成了大的昆仑世界 后来是人物 在昆仑里面 到底有哪些名号 不同人代表什么样的立场 这个问题最为复杂 至今 梁左依旧有些看不清楚 十二夫互相制肘 又互相依仗 实在让人很难捉摸 现在 时间这一环节 也填补上了 对于理解昆仑世界 变得更加清晰了一些 一切 都像是完成了一个 巨大的拼图游戏 头部 身躯 腿 背景板 一点点的填充 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性 真正的画面 才会逐渐显露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七集 昆仑真正的力量所在 说得不错 看来你有认真关注和留意相关信息 余念真双手随意地放在大腿处 扁平道 大家都坐过来吧 以前我们在炼狱时 都是围坐成一圈 互相交流的 这么会比较舒服一些 你们知道 镇守军三大副统领 青铜战队 玉杯战队 特勤战队 还有呢 回答是 没了 余念真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 昆仑镇守军 的确是弱于以太军队 不过仅仅是镇守军 昆仑本身却不弱 真实实力 双方差距不大 镇守军是镇守军 昆仑是昆仑 稍微简单计算一下 就能够有一个估摸 联盟两会 是昆仑真正意义上 类似于政府角色的调控 监督 支配者 他们的权责 主要在于维持秩序 处理好昆仑内部各种事宜 13府 则都是武力机构 联盟指挥府真正精锐 特三军三大将军 其他12府正副领袖 光是这一部分人加起来 从数量上来说 已经不会比28位将军少 能够应对四大元帅的人物也有 天外天理侠迁 玉京山岩先生 蓬莱直舰人 龟灵先生 看似具有悬殊的差距 是因为昆仑和以太帝国 双方体制上的不一样 以太帝国是中央集权制 皇帝是绝对领袖 纵然中枢机构和四大元帅 能够干涉他的决定 最终命令 依旧是完全由皇帝一人下达 皇权至上 优势在于 政令通达 上行下效 快捷迅速 弱点也有 由于所有军政权力 都在一人身上 一旦个体崩溃 就会造成政体危机 所以 以太皇帝不得不放弃 自己的部分优势 转而将下面军政权力分散 将不织兵 率不长将 来回异地任职 除非是特殊情况 四大元帅的权力被架空很多 而昆仑 则是延续新河联盟的议会联盟制度 一切议案都需要通过联盟两会表决 而后再通过昆仑评估 无论是联盟还是昆仑 都无法单方面地独立作出命令 效率自然不如中央集权制 不过却根基牢固 不必担心核心弱化和意外崩溃 导致群体危机 但是这个政体 让昆仑也好 联盟也好 时常会发生 法案无法完全落实实施的情况 比如说 昆仑最早推行的实体货币制度 联盟通过了 可十三府根本不支持 而是暗地里继续虚拟货币 甚至是一物换物 对此昆仑没有任何的办法 纵然是两会要进行处罚 也无从下手 因为必须考虑到十三府 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说不定 最后就会追查到自己人身上 那才是丑闻 所以说 昆仑看似孱弱 其实是因为昆仑可调动的人手 实在有限 十三府的职责 就是保卫昆仑 也承诺会派遣精锐战士 前往炼狱 他们也的确如此做了 然而 其中却有一个微妙的调整 人手全是自己定的 派出者几乎都是新人 或者并不是那么强悍的人物 以保留实力 避免鸟进攻藏 对此 昆仑也给出了回应 顺应以上的大背景 就此诞生了那个不能说的契约 既然十三府要爱惜羽毛 那么你们就好好在巢穴待着 昆仑罕见使用了自己契约能力 要求十三府每个破法者都限时破法 这是为了维持昆仑秩序 避免无畏内耗 每一个破法者都是强大的战力 如果内部分争出手 会给昆仑造成巨大的破坏 对此 联盟两会也是一致通过 强制性的要求 包括自己联盟指挥府在内的 十三府为首的所有组织破法者 都必须登记签订昆仑契约 九龙岛四旗长久没有回应 于是十三府带人上门 只有一个选择 要么注册签订契约 要么就登上十三府通缉名单 结果九龙岛的异变和黑海 让兴罗府当时折戟 判断四旗已死作为结束 危机时刻 昆仑具有征召十三府破法者 投入战场的权利 这是所有人达成的共识 群体利益是不允许被触碰的 懂了吗 昆仑力量分散却随时可以集合 以太力量集中却担心过于壮大 双方其实都是小心翼翼的 于念珍突然派了派 魂宠如意的预备 到了 降落吧 所有人只觉得身体一沉 仿佛空气压力陡然增加了几倍 周围空间也在剧烈抖动着 如同是高速列车的紧急刹车 空间褶皱消失了 取而代之 周围恢复了之前正常的阴暗色调 下方是一个巨大的营地 十二十塔串联起的城墙 拱卫着中央一处主堡 四周都是警戒的战士们 到处都是四亿鸟的踪迹 木鸡大河豚 令众多炼骑士都拔出了武器 锁定 随时准备进攻 下面传来一个声音 是援军 不必慌乱 声音是从中央主堡里传出来的 于念珍跳下鱼背 受一招 居和豚顿时缩小到了 手掌中下重大小 变成了一枚玉佩 被他挂在腰上 众人跟随他进入主堡之内 你受伤了 于念珍看着 坐在一张铁王座上的长发男人 遭到伏击了吗 明将军留得中分长发 面目坚毅 嘴唇明锦 不苟言笑 身上套着一件银色筒绣开 简简单单坐在王座上 散发出一股冷冽军人的味道 不要紧 你来得很及时 只是被大明鼎鼎的第一元帅打了一拳 死不了 明将军说道 他们是这次昆仑排位赛送来的几个新人吧 可惜未死好了 靠近了 梁左才发现 明将军铠甲左胸处 完全塌陷了一大块 就像是里面的骨头 被人取出来了一样 由于铠甲之称 黄眼之间还并不能发现 于念珍回头对几人说道 你们出去帮忙 我要开始医治了 于是几人身体就不由自主地 被一阵风吹了出去 五人站在巨大的营地内 举目望去 周围都是来去匆匆的战士们 一个个有条不紊的处理伤员 修补藤甲 烹饪食物 种植挖掘 他们反而变成了其中的异类 有些不知所措 刘星灿想了想 我们也分头行动 两个小时后回到这里集合 反正有团队信息交互 不用担心 梁左选择的是东南方 那里有很多的伤员 一个个躺在地上 身上搭着藤条做的软毯 大多数都紧闭双目 似乎陷入昏迷 粗略看了一下 大多数人都受伤极重 不是断肢 就是深度昏迷 气息极为微弱 梁左只觉得有力 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自己的气还很充足 之前在风陵的营地处 已经得到了补给 可是 如何医治 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周棋在就好了 这里很缺医生 旁边有个路过的男人 发现了他的隔隔不入 新来的 梁左说 嗯 是 那你过来帮我打下手 这里有一个需要及时的 男人脚步很快 说话都是带着风声 梁左跟到一个小屋子里 发现里面已经被化成 一个个狭窄的隔间 每一个隔间里 都摆放着一张 藤条编织的手术床 上面躺满了伤员 男人静止走到门口 右手边第三个隔间 这里躺着的是一位女性 她双目紧闭 右手从肘部往下 都被拧成了麻花状 但是 她却很平静 医生 麻烦了 男人点点头 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刀 把你的气传递给我 我学后台的 记得传递要慢 要均匀 不要太快 梁阳佐赶紧 双手轻轻触碰到 对方的后背 体内的气 一点点传输过去 他看到手术刀 无情地将那一节残肢 给截断 医生直接将断肢 用一把火烧掉了 这样的话 他不是不能恢复了吗 梁阳佐于心不忍 哪里有以太人的侵蚀能量 不接触 他危险更大 先保住命 这是战场 残妙 梁阳佐用刀 将女病人的胸口划开 手指探入其中 精准地抓住一团 扭动得如同阔鱼一样的生物 将它们捏碎后 给它缝补肚子 从始至终 女人睁开双眼 一声不吭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习以为常的事 擦了擦汗 医生说道 你先去需要去休息 记住 这只是初步切除手术 还需要后续医治 女战士有些迟缓地从床上爬起来 梁阳佐去扶住她 反而让对方感到惊讶 不过还是对她含手表示感谢 看着失去手臂的女人 慢慢往外走着 梁阳佐心里一股说不出来的苦涩 这里没有男人女人 这有战士 死亡 医生麻利地将另一具躯体 扶到了床上 继续三娘 这才开始 一直到你身体感觉被抽空 到血液都开始抽出来 浑身净乱 你再喊停 梁阳佐点点头 将自己的注意力 全部放回到医治伤员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八集 归须意外 韩景独自一人在归须游业 他让六景返回灵霄境 以应对可能的突发事故 这不是瞎计划 韩景脑子里 早就有了一个大概考虑 就在最近 必定会有大事发生 孤身一人看似危险 却也是减少目标风险 而且分散开来 互相之间 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量 六景相信他的判断 就离开了 近来 韩景一直很是不安 他不断计算 整合能够得到的 各种信息资料 得出了一个极为惊悚的推论 昆仑可能失联了 自从梁阳等人 被传送进入炼狱之中 昆仑事件 就发生了一连串的小事件 首先是贸易区 频繁发生的冲突 贸易区的监督者们来回奔忙 让原本平静有序的贸易区 变得有些混乱嘈杂 要知道 这些重点公共区域 昆仑是全程在监控之中的 随着昆仑世界不断完善 昆仑本身不得不缩小自留地 就是为了保证一些重点场所 有足够的控制 贸易区 重要节点 楼外街道 都是它的把控对象 当然还包括重头戏的炼狱 原本应该料底先机的昆仑 这次没有发话 这很古怪 以往贸易区的打击逃税和假货 都是贸易区巡逻者们主动筛选的 眼下陷入被动 无疑背后有某种原因 韩景估计 最大的原因在于 授权者和提供信息者 也就是源头位置 昆仑有所变故 再者是关于寻找方寸山的事 十大隐秘之地 根本在于有些东西 超出了昆仑本身控制 所以被列为危险区域 谁也容忍不了 在自己领地内 还有一处独立区域 昆仑必定想要得到 这些奇特地方的 完全控制权 可是此次 他并没有拆使自己的 直属亲信玉京山 而是通告了昆仑彭来 号召所有有能力的大型组织 参与到其中 很可疑 要么是方寸山的寻找过程 会有巨大的危险 要么就是 他不愿意分散玉京山的 可用人力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都意味着隐患 韩景一直以来 都有进行昆仑相关 历史数据收集和评估 很多的东西 十三伏为首的 诸大组织并不会在意 比如说通货膨胀问题 十三伏基本上 都具有自我制造 研发 生产全套的功能 加上昆仑的扶持政策 只要昆仑世界人数 依旧没有大规模减少 他们就稳如金汤 里头的人该有的福利 永远不会少 可对于普通人来说 通货膨胀 简直要命 自从进入昆仑 几年 韩景都在做收集工作 物价涨得很快 无论是实体货币 还是虚拟货币 都在贬值 唯有一种东西 价值坚固 那就是 以联盟书卷为主要单位的 重要战略性资源 然而 联盟书卷和普通人 距离太遥远 具有持联盟书卷的人 几乎都不是普通人 通货膨胀 导致底层炼器士 不得不拼命增加强度 执行任务 参与到制造之中 以应付生存压力 底层在被不断逼压下 没有释放和寻找出路 极有可能爆发出 现象级的暴乱 上升通道 几乎都在十三伏手中 把持着 一旦失去了宝贵的 第一个机会 后面就太难翻身了 通货膨胀 变相地引起了 废弃区入住者增多 承受不了压力的一部分人 逃入其中 另一部分 则由于讨债躲藏 以两部分人为首 废弃区新入住者 大规模增加 在韩静眼里 废弃区也好 十大隐秘也好 其实都意味着 昆仑的一面镜子 任何超出原本秩序的 变异内在 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林林总总 各方数据 让韩静得出 昆仑异变的结论 原本以为 进入昆仑十三伏 就意味着安全稳定 现在又马上到了 多事之秋 韩静也不由有些感叹 人只有不断 随着环境做出改变 才能够活下来 只是 另一方面来说 过于平稳 就意味着 所有通道和资源被封锁 上下流通停滞 信息永远不对称 变动 就是能够趁着裂缝出现 亏得先机的机会 韩静坐在一颗陨石上 表情有些为难 他这人 人生最大的难题 就是选择 如果行事逼迫下 有一个不得不执行的方向 他反而会比较容易地 做出规划和计策 可是当信息量不足 选择就变得具有太多可能性 于是 他就陷入了童年地狱 年幼的小孩 站在书店里 由于是买左边的福尔摩斯 还是右边的侦探波罗系列 少年停步在岔道上 左边能够通过他喜欢的甜品店 右边则是可以看到漂亮外海 纠结的他 看着手机上两条短信 女生一 放学有下楼顶等你 一定要来哦 女生二 有一本好棒的书要推荐给你 放学后书店见 记得准时啊 如此这般 他叹了口气 哎 真是没有 明明在大多数普通男人眼里 最简单的选择 女生选漂亮的 能看能吃 选能吃 先买福尔摩斯 每天在书店里蹭波罗就行 到自己这里就不行了 前方 突然一阵能量冲涌 让韩景双手抓紧陨石 在斜前方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扭曲的区域 那里周围的陨石都被吞没 强悍的犀利正在把周遭的光源 和一切物质吞没 因而看起来 变成了一种空空如也的墨黑色 如同是太阳的阴影 黑影之下 一个头戴王冠的巨人 正手指天空 他的眼睛依旧被铁丝缝住 嘴巴也是同样的 黑洞 韩景心神大振 海神怎么可能脱困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么快就被人看到了 那么也只能麻烦你过来 陪我一段时间了 随着脑子里突然出现的声音 韩景连同他脚下的陨石 一起消失在原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三十九集 三人行 你好你好 单明辉向咪咪打招呼 手持一把羽毛扇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孔明 这段时间麻烦你暂聚在这 孔明 韩景回味着这个名字 是纸弹 还是纯粹恶作剧 盛明辉 明明和我见过面呢 摆出一副并不认识的模样 是想 避开后面第三人的观众吗 当看清楚第三个人的模样 韩景也是一愣 青子 青子朝他比了一个剪刀手 言语轻松 哼 你也来了 对一下子 我总算不会无聊了 这里是方寸山内部 韩景立刻回过神来 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并不宽敞的方形屋子里 用家图四壁来形容 最贴切不过来 脚下地面和四周墙壁 以及头顶天花板 是一个白色整体 没有任何的缝隙 唯一的放置物就是屋内中央处的一根柱子 柱子表面上漂浮着巨大的荧光屏幕 仔细看起来才发现那仅仅是光幕而非实体 柱子前面有一张靠椅 明显是让人坐在上面操纵的 韩景压抑 这里是方寸山的控制室 孔明笑呵呵地说道 是的 如此看来 方寸山不是一个天然的区域 也不是人为改造空间所形成的场所 应该是 原本就被建策好的小型空间站 韩景只需要有一个点被解开 后面逻辑推演就远远不断展开着 所以 是有人驾驭风寸山 进入了忘记之中 那是个好地方 三不管 昆仑触手达不到 外面膨揽 也影响不足 两种可能性 像不是来自昆仑内部某些人打造出这一艘方舟 藏匿在无望界之中等待时机 从方寸山的架构来看 第一层是城市生态 第二层是知识链储备 不像是战斗类占据 那么就是一个纯粹的聚居地 有人想要利用风寸山逃出昆仑控制 韩景眉心拧起 虚握成拳头的手指不断摩擦 慢慢在屋子里跺步 正要告诉他答案的青子 被孔明用扇子捂住了嘴 别急 听他讲 孔明看过去的眼神充满期待 韩景用手捏着下唇 低垂眼皮 两久才开口 这个可能性太低 不说制造风寸山 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光是要找到风寸山 从昆仑开往无望界的通道 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昆仑眼皮下 这种动静完全隐藏不了 否则也不会让黄泉车和地藏车 两趟百度人驾驭的专列 掌握进出蓬莱的钥匙了 他内心还有一个现实例子 起舞山庄 岩幅的太空堡垒计划 至今都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十几年了 说明这种事要在昆仑内完成 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 剩余的是可能二 风寸山来自于外部 韩静猛地朝孔明看过去 你是以太人 清子一时间觉得空气有些紧张 两个脑子都无比好使的男人 互相对视着 平静又针锋相对 他实在担心 这里下一秒就会斜见五步 按理说 这就是他登场缓和的时机 可是他却开不了口 他不像韩静那么 凡是一步三算 至今对于眼前孔明所考虑的东西 依旧是捉摸不透 或许韩静的刺激能够让孔明露出破绽 孔明却是轻轻鼓掌 说得没错 很清楚的推理 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 我是谁呢 你是 韩静的话到嘴边 却说不出来 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 露出极为惊讶困扰的神色 上下嘴唇不断挤压着 好像在努力关牢 那几个不能说的字 善明辉是无面人 这一点 韩静几乎已经可以百分百地确定了 不是无面人 善明辉根本没有办法如此之快地进入方寸山 梁左曾经和自己详细讲述过 方寸山开启是有时间周期的 两年之后是三年 五年一个完整的循环 距离梁左从方寸山出来就一年左右 时间未到 可是眼前人自称孔明 而且以他展露出来的个人风格和拿捏节奏 和之前油滑的善明辉简直判若两人 是双重人格吗 不是 用反正法推论 若眼前是善明辉的另一个人格孔明 方寸山前后谋划比起善明辉强太多了 不出意外 方寸山离开吴望界 进入闺须也是他的手笔 不过人格表现出本质上的不同 是性格习惯和精神状态 智力无法飞跃性地提升 力量程度也不能爆炸增长 孔明是另一个人 韩静站定 你把善明辉的身体占据了 孔明嘴角牵了前 似笑非笑 不错 还有呢 就以你看到的信息 你还能够得出哪些东西 回忆了一下之前发生的事 那动静明显是海神脱困 韩静哪怕再不敢相信 他也必须得承认 孔明的确做了一件惊天大事 将旧日支配者 被昆仑所在归须之中的海神 释放了出来 新老支配者之间 毫无疑问将会出现一场龙争虎斗 海神的复仇 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韩静骤然想起 昆仑没有任何反应 不可能 哪怕昆仑内部被毁 海神也是他绝对不可能放松的一点 那么只有一个理由 昆仑 被控制住了 韩静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怎么知道的 孔明总算有些小意外了 你去过炼狱 还是你是 不 你认识轻子 说明你们水准差距不会太大 所以你还没有接触到真正核心秘密的机会 能说说原因吗 韩静将自己和梁左遭遇海神的事 以及自己脑内推演的过程全盘拖出 自己眼下处于对方绝对控制之中 还是配合比较好 好 很好 孔明摇着扇子 我开始还在犹豫 亲子的性格不适合有些忙 你就很适合 那么 少年 愿意帮我一个忙吗 韩静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 很简单 我们的目标是 世界和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集 世界和平 韩静一脸你仿佛在逗我笑 可对方并没有笑 这不是一个笑话 他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疯子 或者是一个狂人 在韩静的世界观里 所谓世界就是由不断细小纷争和竞争组成的一个具有张力的松散群体 一部分人想要控制其他人以自己为中心 另一部分人野心勃勃 基于前者地位 还有一部分人麻木不仁或者是漠不关心 用他爸说过的话 那就是 人民 我只看到一个个人 百姓 你知道吗 古代的平民是没有姓氏的 或者说是没有姓的资格 具有姓的人都是贵族和社会上层 在韩静家庭黑暗风格的教育下 他对于社会的理解比普通人要深入很多 同时也更缺失人感情的一面 永远用理智做正确的决定 这就是政治 世界和平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 无非是用概念制造的意识形态产物 世界上每个人无法平等 所以和平是不可能的 好像不太对 孔明也意识到了什么一样 应该说 目标是减少战争 这就对了 韩静松了口气 对方脑子还算正常 不然遇到一个掌控自己生死的理想主义者 或者是癫狂者 那才是要命 根本琢磨不透 战争 韩静突然心跳骤然加快 你是说 以太昆仑战争 鸿鸣双目平静 对 就是要结束这场太久的战争 可是 贵国皇帝是不可能同意的吧 韩静从小耳濡目染 很清楚统治阶层 尤其是独裁制度 1984里的一句话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比起独裁还要更甚的皇权制 是难以被下层所影响的 韩静一时间心里沉下来 麻烦了 眼前人可是比疯子狂人 还要更加棘手的异类 革命者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昆仑和以太帝国 会无休无止地延续成千年战争 昆仑世界真的担心 以太帝国会全面入侵吗 还是以太帝国人 已经完全无法生活在 原本狭窄的帝国内呢 孔明妖娆地蛊惑着 韩静冷静 这些事和我们所处层次毫无关系 我们也无法影响到 这种层面的格局 没错 的确是聪明的做法 不悦雷池清楚自己的身份 孔明慢慢走到韩静的背后 和他背对背 不过你有没有想过 一切都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呢 韩静面无表情 在这个巨大的谎言主题下 相关者为了能够遮蔽事实 编造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谎言 用一个谎言来遮盖另一个漏洞 我明白了 你是利己主义者 也就是要足够的利益才能够打动你对吧 孔明用手指捏了捏羽毛扇 一脸恍然 我想想你需要什么 我只想好好活着 韩静语气没有任何波动 所以这么大的事 我背不起 另请高明吧 俗话说得好 宁做太平狗 不做乱世人 年轻人 有的事情可以拒绝 有的难题 却是必须解决的 孔明走到他右侧 那么我就先给出一点甜头 告诉你一点事情 孔明站住了 地球被毁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谋划 其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上面那些 已经触摸到支配者边缘的后来人 韩静还是一动不动 可是他的手心已经开始渗出汗来 纵然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近乎机器一样计算 可是人并不是冰冷的机器 也会有感情 自己家乡的那一座城市 永远天气温和 夏日的香草冰淇淋 和少女们的嬉笑 是绝美的搭配 秋日校园里铺在地上的落叶 鸟儿叽叽喳喳停在窗户上沿 冬天的雪 让城市变成白雪矮矮的圣诞状 呼出的白气就像是WiFi信号 让人忍俊不禁 春天一切都还有希望 可是现在 万物凋零再无旧日时 韩静拳头不知不觉捏紧 你知道 信息有时候才是最强大的力量 真相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的人集合起来 以色列谎言者编造的虚假世界 想要知道地球的内幕吗 想要寻找到一切复原的方法吗 孔明露出圣券在握的笑容 和我达成契约吧 只需要以你的身份渠道 帮我传递几条消息 我就会知无不言 韩静抬起了头 成交 干脆 孔明笑眯眯抬起右手 俩人右手相握 关于昆仑和以太帝国的 纷争来历实在不少 光是从帝国中枢密层中 我当年就翻阅了大量文献 按照以往记载 双方相遇是随机的 以太帝国需要扩张 却没有能对接的特殊空间 昆仑则是才启动没多久 一场战争就是以这种模样 开始拉开序幕 孔明话锋一转 然而根据我的上司 元帅孙武调查 发现并非如此 作为第四元帅 孙武原本职责是拱卫经济 保卫皇城 光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 皇帝对他是足够信任的 也认可他的实力 作为四元帅中 真正意义上决胜赋予千里之外的智者 孙武无时无刻不想着构思战略 以能够更加彻底和稳定地 逐步蚕食炼狱 直至昆仑世界 一点点 慢慢来 直到昆仑发现自己无法抵抗 温水煮青蛙 这才是符合以太帝国利益的 安稳大战略 既不用担心将帅反叛 也不必担心皇权崩溃 可是 在第一次大战之后 他回来就郁郁寡欢 作为部下参谋的孔明 是孙武心腹 对于孙武前线作为 也有所耳闻 元帅率领自己大名鼎鼎的 妖兽军 大败昆仑这首军 不过 也遭到重创 敌方损失更是惨重 可接任阵亡者的 新晋元帅 阿提拉 骤然发难 袭击皇城 令孙武不得不回来持援 赶走阿提拉后 孙武变得更加沉默了 令人更加难以捉摸 他心中所想 有一天 孙武召孔明进去 周围布下大阵 这是避免消息泄露的方法 他说道 孔明 我要交给你一个任务 打造一件戾器 这件事 由你全权处理 只需要对我负责 其他人 不必理会 孔明犹豫后 问道 那么 皇帝陛下问及 如何是好 孙武斩钉截铁 将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孔明不由心中 产生一股浓浓的忧虑 要他独造的 是一架超大型的空间堡垒 设计架构要求 必须能够容纳 足够上百人生存 具有延展性和隐蔽性 自成体系 无法从外部 寻找到进入的节点 越是见识到 这个计划的庞大 孔明越是担心 作为部下 质疑上司 绝对不是明智的事 然而 孔明依旧 还是选择了发问 元帅 这座堡垒 用在炼狱之中 能量不足 在帝国里 又未免大财小用 不知道您是怎么计划的 正埋头审视最新第二层存放式的孙武 抬起了头 有些疲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还以为 你到最后都不会问我 孔明 你是聪明人 你应该已经想到了 他会在什么地方派上用场 只有一个地方细合 昆仑 藏匿在昆仑之中 作为一个内应站点吗 也可以这么说 对皇帝陛下是这样的口径 说起皇帝之名 孙武并无多少敬畏 你真正最主要的任务 是利用这东西 过去联络昆仑里头的联盟 还有那十二支战队 一向胆大的孔明也有些懵了 这 这不是谋法啊 不 我需要你去找到 他们其中的主合派 孙武的双目 充满一种镇定人心的力量 他派了派孔明的肩膀 无论是极致 还是筹划 你都是一等一的天才 这件事 非你做不可 孔明没有说话 慢慢消化着这一桩 可能影响巨大的任务 一旦被发现 元帅你 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孔明没有说出口 私通敌国叛逆之罪 军武投敌更是最佳义等 没关系 孙武双目无畏 我是以太帝国之元帅 而非皇帝一人之元帅 以太帝国年年战乱 帝国内部民不聊生 新生人口越来越少 将帅离心 皇帝陛下却依旧穷兵独虎 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回报 孙武叹了口气 所以我决定在最后的日子里 再做一件事 他看向麾下爱将 孔明啊 我以时日如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一集 酸武之志 元帅 受伤有那么严重吗 孔明有些吃惊 以太人身体构造 原本就较为特殊 只要还未完全毁掉意识 回到神鬼灵墓之中 就能够逐渐恢复 甚至重生 四大元帅光是本身就足够强害 第一次大战之所以阵亡两名元帅 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轻敌 被对方高手缠住 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手法 以命搏命 不 我受伤并不算太重 孙武扭头 看向后方藏在雾隘之中 通往皇城的星河隧道 皇帝陛下 很难容得吓我了 孔明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孔明 你对于元帅屡屡叛乱 有什么见底 面对考验 孔明略微思考后 就回答道 据我观察和调研 无论是早期的吉尔加美是元帅 还是之前的阿提拉元帅 叛乱似乎都是极为突然的 不像是准备已久的有计划行动 这很古怪 以太帝国皇城 一再被自己人反攻 可事实上 皇帝从未遭遇过实际上会影响到生命安全的威胁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叛逆元帅们似乎行为另有所指 作为元帅这个阶层的大人物 很少贸然行动或者是意气影响 没错 吉尔加美是阿提拉的反叛都具有相同的特质 突然行 就像是发疯一样 孙武眼角皱纹很深 当他沉思时 年纪就大了很多 如同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他们是真的发疯了 孙武眼神灼灼看向孔明 始作勇者就是皇帝陛下 孔明目瞪口呆 吉尔加美时 我很清楚 他性格高傲 叛乱之前 我还联系过他 问他讨教我关于密葬宝库的事 他也同意会带我去看看 可紧接着第二天 就毫无征兆地叛乱了 非常巧合的是 我们三人都置身外地 在炼狱之中建立营地 他逃走被击杀之前 曾经和我们几人对话过 那时候 吉尔加美时 已经神志不清了 说话也颠三倒四 不过 有一句话反复在念头 下一个就是你们 他将这句话用刀刻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孙武闭上了眼 他是知道自己绝无幸存的可能 被我们三人围追堵截时 甚至没有反抗 亚历山大下手取下他人头 我们检查了一下 发现他大脑内受到过极为严重的扰乱 这种程度的扰乱 能够对元帅级别的人施加的太少 这件事 我们三人都记在心中 没有再提起 直到这次 阿提拉再次疯癫 一切都如同是当初吉尔加美时的翻版 就是纯粹的发泄式攻击 疯狂攻击皇城 阿提拉正是上次三位追杀吉尔加美时的元帅之一 下一个就是你们 巅峰的吉尔加美时预言成真 唯一庆幸的是 阿提拉硬是强行撑着 突出了重围 逃到炼狱边缘 依旧是半疯癫状态 孙武平静地说 下一个就是我 亚历山大不能逃 他必须一直在炼狱待着 在那里 他就是安全的 孔明不太懂 为什么一句类似于诅咒的话 就会让孙武信以为然 均心难测 孙武告诉他 所以 我需要做一点后手 后手 就是让孔明利用空间堡垒 进入昆仑边沿 尝试性和十二战队的人联络 寻找到其中的组合派 双方先私下达成统一的认知 才逐步影响上层的人物 如此一来 才能够避免以太帝国 继续的军旅悲剧 减少无谓损伤 你也知道的 在以太帝国中 是不允许有求和两个字存在的 孙武有些无奈道 皇帝陛下定下的基调就是这样 必须一直打下去 战争只得一人有力 那就是皇帝陛下 本人的权力吻过 矛盾对外 他就能够将自己核心统治力延续 元帅悄无声息地换了一个又一个 死了好几个 对于皇帝反而是好事 我给你找了些候选人 他们和你一起去 孔明最后选择了以王双为首的几人 一起秘密潜入昆仑 孙武利用一次主动袭击 给他们找到了空间缝隙 就像是把一艘纸船投入一条大河之中 剩余的就需要孔明自求多福了 哪怕如此 孔明一行还是遭遇到了极为凶险的麻烦 不知道情报哪里泄露 帝国将他们列为叛徒进行全面追杀 到最后跌跌撞撞狼狈地进入昆仑之中 整个空间堡垒里 只剩下受伤不浅的孔明和王双俩人 根据孔明现在回忆 当时他们进入的地方应该就是规需边沿 方寸山也损坏严重 好在出发之前已经充能充足 俩人的话还不存在能量供给问题 他们一点点将方寸山修复 却在一次空间乱流时 不慎被陨石撞击导致进入了一块破碎通道 出来时就在五望界了 接下来又花了些十日 孔明和王双制定计划 他们需要先了解昆仑世界 本土居民的真实想法 必须搞懂这里的风俗与环境 才能够进行第二步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孔明镇守方寸山 王双以彭来逃犯的身份融入当地 很快的 王双就慢慢了解了彭来的情况 这里秩序要求不高 来去不难 只是风险大 很容易产生纠纷和厮杀 王双一直混迹在小组织里 不敢进入彭来三巨头 布周山三仙岛和碧游宫 避免可能被查出真实身份来 后来和孔明合计了一番 觉得是时候进入昆仑内部了 于是王双勾搭了一个十二战队的人 表示自己想要投靠的想法 在对方的介绍下 王双果然成功引渡到了昆仑 他待的第一个战队 就是当时还极为火热的破镇堂 继而在十二战队之间辗转 这也是为什么 王双曾用名亡灵和亡魔 在烽火楼破镇堂 甚至最后的灵霄镜之中 都是一个迷一样的人 知道他身份的人 绝对要保密 不知道他的人 绝不会猜到他的真实想法 这就是事实 原本以太间谍王双的真正目的 是过来达成私下停战共识的 即使说 他并非是为了入侵而来 相反 却是一位和平大使 他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大阻力 韩靖也想不透了 以昆仑的计算能力 不会不知道 拉拢一部分以太帝国的一和派 必须一位打仗 又有力得多 贵昆仑支配者当然很清楚 只是 战争对他也有一个无法抵抗的诱惑 孔明摸着下巴 战争 即和平 韩靖街上孔明未说出口的话 一个外部强敌 无疑会缓解内部的各种矛盾 这是一场无法停止的战争 他的目的可笑 反而是为了昆仑的和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二集 炼狱归来 匆忙的营地内 来去各位战士都在执行自己的职责 巡逻 编织 烹饪 医疗 种植 挖掘 打造 虽然总计只有几百人 看起来却给人以千军万马大赢的感觉 梁左 来一下 远处有人招呼 正在挖掘嗜血草的梁左擦了擦汗 随手在叶子编织的裙兜上擦了擦手指上的泥 这些日子 他已经真正意义上和前方镇守军融为一体 镇守军类似于古代军屯的方式驻扎 平时主要在链鱼种植当地植被 以能够迅速补给物资 作战时又能够迅速集结 梁左 别挖了 明将军有令 传话人不耐烦道 梁左只好放下手中的活儿跑过去 以堡垒为核心 周围不少战队已经集结完毕了 按照分区 梁左来到他所在的西南区位置 刘星灿已经在那里了 各支队伍排列星罗齐步 不同区域的人聚集一起 呈方块状编制 无人交头接耳 都静静等待着营地的指挥者 明将军发话 堡垒大门往两边打开 一架铁王座从里头飞了出来 坐在上面的正是明将军 梁左现在也明白 这不是对方摆谱 而是明将军一直都和自己的坐骑 剑王座形影不离 哪怕战斗时也是如此 由于他的特殊习惯 反倒是平添许多威严 前方以太军团全部撤军 以太皇帝也已和昆仑达成 两年之期的和谈协议 我宣布最高级别战争战备状态解除 各路青铜战队 预备战队随后请回到各自驻地 参与重建和巡逻任务之中 话必 众人却没有发出任何的欢呼 只是稍微松了口气 明将军又说道 军纪稍后开始 军纪 梁左之前倒是没有听过 疑惑地看向旁边的柳星灿 是纪电每次战斗之中死亡的战士 柳星灿通过队伍频道通话 是石塔 石塔即是烽火台 也是纪电战友的灵台 梁左猛地看向石塔 那里燃起的火 原来不仅仅指的是营地完好 也是表示着死去战友们依然在 跟随人流 慢慢走到石塔处 所有人聚集在十二座石塔处 众位皆静默 明将军第一次从王座上下地 肃然道 切兵器 所有战士 齐刷刷拔出了自己的武器 刀枪剑戟插在地上 魂西归来 以阵炼狱 明将军狼声道 声音里带着几分嘶哑 魂西归来 以阵炼狱 梁左跟着大家一起大声怒吼着 不知不觉 眼睛竟然已经湿润 他想到了最初 自己进入炼狱中遭遇生死危机 镰刀男他们战队 毫不犹豫帮自己挡下巨型嗜血草 才让自己避开了 韩月那样失手分离的惨状 还没有来得及感谢他们 以太军团的大举进攻将他们和营地 图虐一空 此番几乎差点引发全面战争的以太人突袭 造成炼狱阵亡总计324人 超过半数都是精锐战士 副统领魔人高态 易战死 伤者更甚 维斯浩 原本可以是地球移民旗帜性的人物 却为了保护自己和摇曳 毅然独自立抗破发者 引爆自身化作雷神 战争的沉重压迫着梁左的后背 让他真切感受到这两个字的沉重 静默 明将军喊停 接着他又开口了 启曰无依 与子同袍 亡于兴师 修我割毛 与子同仇 大家跟着念叨 启曰无依 与子同伤 亡于兴师 修我甲兵 与子先行 念碧 所有人闭目 右手放在左胸处 给战友们送行 军纪带来的沉重氛围 让大家哪怕回撤各自营地时 也没有丝毫轻松 战争结束了 剩下的是伤痛和不堪的回忆 战场之上 厮杀时 根本没有时间来顾及自己 可战争结束后 这些痛苦就如同视而复得的痛风 让人根本无法躲避 两座五人也被如此凝重的气息 压迫得说不出话来 原本以为炼狱就是排位赛的加强版 不是 一点也不像 炼狱名副其实 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任何人在其中 都是不断被生死搅拌 将你的五脏六腑翻来覆去 把你脑子里对错的常识也砍断 粉碎你对世界最恶劣的期望 最好的人死在这里 最强的人死在这里 最恶毒的人为了崇高目标而死 最善良的人斩下最多的头颅 最疯狂的人显得像是正常人 最正常的人变成了疯子 这是一场没有底线的漫天毒药狂欢 置身其中 你只剩下活下去能想 其他的都是奢望 既然失了不少 你们也该回去了 一个轻飘飘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于念真站在他的大鱼如意背上 上来 我送你们一程 我也要返回昆仑了 登陆鱼背 五人还是沉默 于念真仿佛早就料到一般 炼狱就是这种地方 生死无常 原本以为高太是没有危险的 毕竟光从活命能力来说 他比明将军和风铃都要强 谁知道他重伤返回途中 遭遇了两头本土异变聚夜魂毒物偷袭 我感到时 他已经失手被啃得只剩下手脚 梁左有些想呕吐 而柳星灿倒是最先从沉郁之中回过神来 本土异变聚夜魂 对 你们基本功课还记得吧 夜魂本质上是来自于尸体 死掉之后的人意识中枢会碎片化驱散 其中一部分意识碎片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新的最初意识 在本能下不断汲取能量和意识碎片 补充自己缺乏的思维 这就是夜魂诞生的过程 所有夜魂都可以看成是原本人的还魂师 炼狱中死伤原本就极多 加之阵亡者都不弱 所以诞生的夜魂也就更强 停战协议到底有没有用 梁左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昆仑方怎么来约束以太帝国 实在让人想不到 有的 于念真盘腿坐下 差事如意进入空间褶皱之中 停战协议有一定的效力 这次之所以昆仑会被以太皇帝应了一声 就是因为原本是过去签署延期停战协议 双方利用炼狱之中一处特殊节点签署 一旦违反协定 就会导致节点坍塌 让炼狱出现断层 嗯 你们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就这么想吧 原本炼狱是一块完整大陆 节点坍塌后 这块大陆就会上下分裂开来 一个上浮 一个下沉 结果就是对于防御方极为有利 能够集中所有人力 在可以架设通道的地方 上下偏移的大陆 就像是我这如意一样 要打造一个稳定通行的节点也不容易 于念真孝道 不过以太皇帝这一手倒是玩得漂亮 用青铜神术将通道封闭 如此一来 他和昆仑一时都无法从那个节点里出去 除非等到神术能量耗尽 想必他充能很久 时间拖延越久 对于以太人越有力 唐鹅抬起头问道 我记得后来是他们元帅铁木针叛乱 已经评判了吗 根据传来的消息还没 铁木针可是很能打 加上外面阿提拉骚扰 导致亚历山大不敢亲自赶回去 怕炼狱被阿提拉整个踹了 余念真看着自己的手指 仿佛上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图案 等消息吧 凯撒加入战团就是另一回事了 很快地就抵达了一处星云 余念真指着前方 过去就能够被传送回昆仑 回去吧 年轻人 你们会回来的 但不是现在 他依旧在笑 仿佛战争的伤痛 已经烟消云散了 梁左有些明白了 为什么四方名将 都不愿意再回到炼狱 反而选择了同样的隐士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三集 灵霄静消息 从玉京山传送回到昆仑 梁左和其他几人告辞后 匆匆返回灵霄境 大门处 他看到执法部人 已经全副武装守在节点处 还有两尊看起来像是火炮的重武器 架在后面 一言不合 炮手就可能开火 站在最前面的是 腰后横着一把长刀的贵小姐 她永远带了一顶负面盔 看不到面容 是执法部副部长 也是实际上的掌控者 确定梁左的身份后 贵小姐说道 进去吧 还有很多事需要你来做 梁左一路匆匆回到百鸟部 屋子里只有清征一人 她正在摆弄手里的百鸟信使 对于梁左的回归一脸冷漠 梁左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以什么表情面对她 于是只能问 啊 六景呢 回答是 死了 梁左有些恍惚 发生了什么事 李木染池原封火楼 被围困 六景过去 死在了凯撒手下将军 乌大为手里 清征语气不轻不重 仿佛只是叙述一件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梁左有些愤怒 啊 那为什么是她过去啊 六景不可能对抗破法者的 是 清征将手指放在桌子上 让百鸟信使跳下去 扭过头来 她明知道李木染其实不会有大碍 还是去了 逆转乾坤李木染 可不是说着玩玩而已 梁左不解 为什么 大概是觉得 活着太累 清征缓缓地说道 看向六景所在的位置 那里 现在已经是空空荡荡了 那老白呢 才回来 正在队长进人汇报 等会儿就该回来了 清征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你在炼狱那边居然没受伤 清征不开玩笑 按照此次炼狱超高阵亡率 要活下来 只有看运气 就连烽火楼副掌门 磨人高太都战死了 前线营地一片狼藉 明将军 差点被亚历山大出手击杀当场 真正意义上的 差点全军覆没 梁阳左应了一声 嗯 运气好 战场之中 活命最需要的还是运气 其他人 清征有些好奇 韩月才抵达炼狱 就被嗜血草杀了 剩余我们五个都还好 只是 维斯后死了 说起维斯后的名字 梁阳左就是一阵难受 此时 老白行色匆匆从外面进来 他身穿一件白衬衣 黑长裤 银发依旧疏拢在脑后 脸上依旧是笑容 安全反围 很好啊 他左右看了看 现在五指剑也就我们三个了 老规矩 边吃边说吧 说吧 老白就开始布置桌子 找出各种配菜 锅底 餐碟 直到三人围坐在一起时 梁阳左才发现 老白话里有话 你是说 红礼 也死了 老白夹起了一块培根肉 塞进嘴里 大口咀嚼咽下 他们是第一批池圆前方的风火楼人 被苏拉杀掉 一心八日 没有幸存症 梁阳左听得心里更堵 他永远记得是狐狸面具的红礼将自己从生存的泥潭之中拖出来的 让他看到水面上的各种惊奇与异象 六景和红礼都死了 就算我们散了 老白看向两位 是啊 我吃饱怎么活下去 梁阳左和清征都开始动筷子 先从清征说起吧 讲讲你在器木府这段时间的遭遇 老白安排道 当时过去是商量关于一个协议 清征细嚼慢咽 同时慢慢讲述这段时间自己的遭遇 他才到器木府没多久 就听闻风火楼出事了 原贵人却没有任何表示 就仿佛是根本没有听到过这回事一般 不仅如此 稍后他还独自去废弃区散心 据说是因为好几日研究新道具不利 外出找灵感 整个器木府依旧保持原有节奏和秩序 冰冷 有序 其他的不闻不问 清征也接到卓六旗传令 说让他按兵不动 等待后续 一等 就等到了这次近乎世界大战的意外结束 点点头 老白用筷子夹起了脆骨 咬得嘎嘣坐下 梁左 梁左也将自己从进入炼狱详细讲来 最初一回神就发现韩月被咬掉了头 到贝达旧 再到维斯后带队 一直到被余念珍送出炼狱 回到昆仑 他一如既往把所有的细节都描述极为精准 讲完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左右 此时火锅已经开始剧烈冒泡 白烟阴郁 老白的脸在雾中看不清楚 似乎在用毛巾擦嘴 不错 很好 你讲的东西基本就涵盖了这次以太人突袭战的大体内容 沈云月我做出几天补充 时间线上其实倒是凯撒率先发起进宫的 是他们皇帝用青铜神术锁住空间节点 让昆仑无法振动 借此发动了闪电战 梁阳祖问道 什么是青铜神术 之前就听到很多人都说起过 青铜神术就是 青铜你给了钱 我回个话 老白站起来走到一旁 似乎在和某个人说着什么 青铜放下筷子 青铜神术是以太皇帝的力量之源 原本一直种在他的王座下 镇守皇城 之所以好几次元帅叛乱都无法真正意义上的威胁到他统治 就是因为青铜神术存在 他的作用很简单 能够封锁和打开某些空间节点 你可以看成是一把钥匙 以太皇帝利用这把钥匙 将他锁在一个不为人知的空间节点 叛乱者甚至不知道他在哪里 纵然知道也无法打开节点 这就是他的绝对防御 对 老白坐回来 拧开口子松了松黑领带 拉开领口 总之就是以太皇帝的宝贝 有这个东西就能够统治以太帝国 某种程度上和昆仑类似 昆仑对于昆仑世界的掌控 并非是所谓实权实美 或者是百分百无所不能的 他最大的本领是两个 一是跟踪 二是空间权限 可以把昆仑看成是一个 掌控巨大高楼的屋主 所有人都住在他的房子里 所以他定规则 说哪些地方能去 哪些地方不能 跟踪就是每个人身上 都有他的印记 只要你置身昆仑世界 就被他看在眼里 除去一些特殊方法 比如说阵法 或者超出他控制的空间夹层 如方寸山 所有人都被他监控 看似简单的两个特权 实际上却威力巨大 运用得当的话 他真的无所不能 封闭一个特定人物的进出路径 他就没有了自由 监听了他的所有言论 甚至可能植入大脑 当初的实体货币吞噬 就是有这个目的 起而影响个体的判断和思维方式 他就掌控了思想 行为自由 思想自由 都是可以被昆仑完全控制的 不过他也暴露出 很多边长莫及的地方 比如最本质的 昆仑无法凭空造物 很可惜 昆仑自己不具备制造的能力 也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能力 他是一个维续者 统治者 却不是一个开拓者 引领者 因昆仑本质 就是一个巨大容器 一个古人类制造的 跨维度棲息地 其中的昆仑 原本仅仅是用以 服务居民的助手 可信息量差异的悬殊 权限不同 让昆仑如今变成了里面的主人 梁左突然想起 于念真和向南星 似乎都不是通过昆仑正规通道 进入炼狱的 那时候 昆仑似乎还没有被青铜神术放出来 因为李霞千呢 老白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他本身就是少有能够越过昆仑 行使一些权力的监督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四集 天外天 李霞千 监督者并非是官方意义上的称呼 而是一种默许认可 昆仑之中有三位监督者 天外天李霞千 玉京山岩先生 蓬莱直线人归零先生 他们三人身份都极为特殊 李霞千 贵为天外天李恨天之主 李恨天是少有的自主开拓内部空间 放弃原本昆仑给出固定山门 破而后立 这种大器语决绝 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出来的 因而 一直以来 李恨天受到昆仑的监管就很弱 因为鞭长莫及 这里就引出了用意监视 李恨天而出的玉京山 玉京山不必说了 昆仑给出的职责就是督查十一府 这个任务非常的困难 所以他们的权限也要优于其他十一府 具有更多知情权 处置权 通行权 光是这几点已经让玉京山受益匪浅 发展火速 彭来执剑人 原本就不被昆仑所束缚 更像是彭来诸多组织 选出来的一个画世人 作为与彭来方谈判的头目 彭来之中 昆仑的触手就一直很难进入 执剑人不必给昆仑太多的面子 以上是本身位置上的条件 除此之外 要想能够影响到昆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具有威慑性力量和洞察隐秘信息的能力 李霞千言先生归零 无一不是文武双全 智记过人的人 昆仑是无法随意处置某一个人的 他是纯粹的聚合体意识 自我约束是本能 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永不犯错的警察 他处置每一个人的行为 必须按照联盟昆仑基本法和约束破罚者专属条例进行 定下规则后 就连他本身也不能逾越规则 要制定新规则 还需要联盟两会通过 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监督约束 因此昆仑之内真正的执法不是昆仑 而是他建立的机构 玉京山 督查十一府为首的各大小专属武力机构 联盟指挥府 维持日常正常秩序 必要判断威胁到联盟与昆仑的行为 能够采取特殊措施 这一条基本由特三军执行 若是被拘捕或者是通告方有任何意义 找联盟仲裁会申诉 如果事件足够大 还会进入议会讨论表决 最后再和昆仑意见统一 维持一罪从无这一尽可能宽松条例 三位监督者 更像是联盟之中地理与地位特殊的存在 他们具有提出异议 战争时暂时开启特殊通道等权限 李霞迁 直到被选为天外天之主前 都是岌岌无名的 诸多大人物对他的印象仅仅是 跟在玉震和李木染身后的那个小跟班 完全不同于年幼就展露天赋的李木染和玉震 甚至有人怀疑 李霞迁是否是李木染的随从 这样就能解释 为什么俩人都同姓了 一查之下 发现李霞迁的历史都是谜团 只知道他的确是昆仑本土出生的 听到李霞迁成为地位特殊的李恨天之主后选 一时间一片哗然 要知道那时候李霞迁才二十岁 李恨天掌门唯一的候选人 这一年玉震在凌霄境担任百鸟部部长 李木染于器木府担任购架院院长 袁贵人还在质检院忙着完善他的八方明洞金蛤 谭霄鱼因为赌输了正自己把自己锁起来 李霞迁已经被推到了几人之下万人之上 随后更让人惊讶的是 李霞迁被当时天外之主送入炼狱之中 奇迹无名地进入 默默无闻地返回 仿佛只是例行过去镀金 听师父说 他在里头 可不是什么事也没干啊 老白将一块白菜用筷子撕成了两半 一半蘸甜酱 一半蘸辣酱 他是唯一和元帅正面交手而全身而退的人 那个人就是这次来的死神元帅凯撒 梁左听的有些不真实 以太军团中将军的实力他已经见识过一二 新歇就属于这个级别的水准 强悍如维斯号燃烧性命才仅仅重创而已 而四大元帅毫无疑问 是以太帝国顶尖战略性的力量 而在炼狱中 明将军这一次差点就被亚历山大一拳给砸死 只是这件事就少数几个人知道 老白吃掉两片白菜 又从锅里捞出了一片五花肉 吹了吹热气直接塞入嘴里 他当时就是破法者吧 可是破法者也不可能直接应对元帅啊 梁左还是想不通 筷子上的肉丸都被他夹成两半落在桌子上 让清蒸皱眉 当然一般人是不成的 老白似乎烫到了 哈吃哈吃给自己灌了两口棱角 他是李霞千嘛 辛罗夫给他算命 让他命数牵挂 君子有众 天生贵命 风凶化吉 欲翔则强 我靠 那岂不是所谓的主角命运 梁左大惊 还真有这种玩意儿 明明是我先来的 有的人就是这么不赖啊 能在笑的 老白饮了一口酒 几缕刘海垂下来 让他面部显得柔和了一些 微微仰坐在椅子上 君子有众 的确是辛罗夫给他算命 不过李霞千的命格不是卡老天给的 当初师父有次喝醉酒 他一喝了酒就要说很多蜜 总之变成另外一个女人 然后他说 李霞千啊 太怂了 喝得醉醺醺的郁震 香脚放在了桌子上 仰起头 嘴里喋喋不休 白子居小心伺候着 醉酒后的师父 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从优雅寡言的一面之中解脱出来 变成了一个女酒鬼 动辄打人 只是骂人还骂不出口 最多说说混蛋 对于于震 已经是极限了 俗话说得好 怂出一片天 他怂成了离恨天之主 也算是有本事 欲震仰起头喝下了一杯酒 指示徒弟满上 跟你讲 李霞千有个秘密 他自生下 身体就背上了一道奇特的锁 可能他生来就是要做大事的 星罗夫给他占卜 真正的卦象 不是什么君子有衷 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波动 最初是浅龙乌用 后来慢慢发展成了 见龙再田 再然后是龙月再渊 到现在变成了抗龙游会 按照卦象 最后一步是群龙无首 可太难了 是几乎不可能抵达的地方 群龙无首 首只有一个 即昆仑 要达到这一步 李霞千就必须取而代之 无解 关于抗龙游会 通俗解释 即是说 李霞千永远不能使用 自己百分百的力量 否则就会引动体内的内道锁 说到这里 欲震嬉嬉笑起来 用手揪着白子居的刘海 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嗯 想 那求我呀 跪下 不 趴下 然后他就骑在白子居身上骑马 嘴里嘟弄道 我早就想这么试试了 李木然骑李霞千 我也有马骑了 折腾够了 他才说 李霞千体内索一旦触动 他就会一时破碎 更可怕的是 以李霞千如此身后牢固的根基 导致他可能很快 就会变成一具超级巨叶魂 变成昆仑的巨大灾难 原本抗龙游毁 就我们几个人知道 后来不知道谁传出去了 真是混蛋 白子居揉了揉被揪得发痛的头皮 心想 哎呀 多怕是师父最后说出来 师父你要是长点心吧 这就是李霞千 他是一把双刃剑 也正是他双刃剑的一面 让昆仑投鼠机器 老白赞叹 有时候做事就不能太规矩 太规矩 你能在规矩里赢过昆仑 开玩笑 野路子还真好用 可能上一届天外天之主 就看中了他这一点吧 梁左突然想到一个很是不解的问题 我听说是李霞千后来救下了李木染 李木染不是很强吗 为什么会被抓住 这里就要说起李霞千和师叔之间的一个纠葛了 具体外人不太好评价 老白少有的露出为难神色 总之师叔是被李霞千封印了 导致他只能发挥出破罚者以下的能力 梁左佩服 就这样 木姐姐还是搞得风生水起 了不起 毕竟是师叔嘛 身子不够脑子来凑啊 白子菊哈哈一笑 师父就说过 他们几个人里师叔的最聪明最有主见 梁左兴趣来了 那袁贵人呢 袁师叔出自名门袁甲 原本在沁木府就地位很高 后来直接越过副掌门议席 接上掌门 基本算是上一辈老人们的内定 老白掐掉虾头 拨开了虾壳 人师叔人也挺好 手工也很厉害 非常沉迷于打造和设计 八方民洞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失败 大名鼎鼎八方民洞金蛤 居然是一个失败座 梁左脸上是一个问号 他原本计划制造的是一个超级容器 叫九幽森罗 用于审判万千人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五集 稍缓 梁左一脸懵逼 这不是中二少年才会想得到的东西吗 末日审判 完全是各种宗教上 都有假想过的一种长久 洗清人世罪孽 洗涤清算人间 九幽森罗是一种 可以和宽伦嫌疾的东西吧 是纯粹规则迭代产物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缩小版账量最新的支配者 老白耐心解释 原计划设计九位审判时 形成互相公正 用于形成九幽森罗的基本体系 可是李嘉倩把它毁掉了 就是毁掉了 老白也是无奈 到最关键的时刻 李嘉倩突然将它毁掉了最后一支 若是避免袁世书走火入魔 后来袁世书自嘲 坐紧宽天 才把那八位审判使 改造成那八只蛤蟆 用于自行 堂堂八方明洞的金蛤 居然是这种情况下的 半成品产物 令两座大开眼见 印象中 他见识过的那两只废弃区蛤蟆 已经给人一种 诡异难测的体会 你很难想象 那是人造出来的死物 闲话扯太远 前面我仅要想想 你在炼狱时这边发生的事 老白终于意识到 自己八卦过多了 阵王比炼狱要少 只要损失是 托拔叶说这个顶尖战力 烽火炉掌门削去重伤 副掌门断思连轻伤 下面人阵王十三人 加上他们派到炼狱的副掌门摩扔高抬战死 损失巨大 很可能近期就会有所动作 其他组织变化很小 不过暗留一气 老白叹了口气 哎呀 当初的提血 不知道还剩余多少人 提血 原本是用以针对 解密无面人的组织 采用单线联系 老白唯一的联系人 玉镇早早病亡 李木染又长期不管事事 难免有孤立无援之感 由于突袭而至的以太人 导致堂堂十三府之一的 烽火炉元气大损 其余十二府难免吐死无悲 纵然昆仑给出了 烽火炉足够的补偿 和可自行招募 补充原本缺乏人手 依旧是杯水车薪 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人 都是经历了很多后 才确立和信任的 昆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措施 宣布战队排位赛 在两个月后再次举行 请诸为有志者做好准备 这次参与者 不再做出各种的限制 只要求 一个队伍不可都是 某一个大型组织的全员 而且奖励进一步提升 看样子 是想要利用排位赛 来冲淡之前 几乎全面战争的阴霾 不止如此 昆仑这次全面开放平民权限 老白似笑非笑 对于排位赛的观看免费开放 这是昆仑稳定住局势 确定以太帝国无力再次进攻后 采取的措施 由于该事项只是开放权限 根据宽开严禁的原则 昆仑可以独立做出决定 并且直接生效 所有普通昆仑居民 都能够通过自己的智能助手 随时免费观看 回看本届战队排位赛 以上仅仅是第一点 本次昆仑给出了三条借禁 一、战队排位赛 不再仅仅是筛选 各路充斥炼狱的顶尖战士 还将具有娱乐化 在排位赛基础上 构加次级联赛 取名为精英赛 次级联赛的精英赛名额 暂且定为36支 而排位赛 也不再是随意可以报名 确定32支战队 采取每届比赛升降级制度 战绩最差的排位赛战队 将迎战精英赛榜首 胜者将获得排位赛的名额 败者降级 精英赛将通过各赛区的形式 选出36支战队 每年都会有所变化 欢迎单人或者是群体报名 只看成绩 不看过往 二 普通民众将具有免费观看排位赛 精英赛的权限 并且如果愿意支付一笔费用的话 还能够亲临现场观看 并且自行录制第一手资料 三 楼外街道捷径 允许以前没有权限的人走到楼外 毫无疑问的一击重磅消息 两所唯一立刻想到的是 昆仑是想要通过缓解普通居民情绪的方式 来减少不安 十三府对于他的质疑 必定是让他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所以昆仑需要底层人民的支持 街道已经开始整修 三条捷径基本上会在十天之后开始生效 老白放下筷子 将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来丢在桌子上 他看向皱眉苦似的梁佐 和慢慢吃丸子的清蒸 做好迎接浪潮的准备 哎 韩靖呢 梁佐问起了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回来之后 他就一直和韩靖保持失联状态 完全没法联系上 这让他觉得很惶恐 自己最熟悉也最亲密的伙伴 也离难了 失踪了 老白给出的回答很谨慎 暂时失联 因为他是被派到龟西那边去寻找冯寸山 近来那边似乎发生了某种不寻常的变化 连白鸟信使都无法从中逃脱 白鸟部已经先后派了不少人过去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只是那里的能量超有加剧了 梁佐决心稍后就过去寻找 有的人只有你失去了 才会发现对你多么重要 维斯号的死对梁佐打击是空前的 不要以为时间还长 永远有机会 说不定早上的一次早安 就是彼此这辈子告别的最后一句话 只是在此之前 梁佐还需要去见一个人 联系弹销鱼怎么都没有回应 梁佐心情更是焦躁 一路赶赴鱼龙府 却被告知 弹销鱼几天前就不在这里了 再加上 原本掌门莫问 长期不问世事 后山修行 庞原禁去救拓跋叶说 导致身受重伤 鱼龙府如今也是管控严苛 梁佐根本进不去 正当他走投无路 突然接到了一条匿名传信 来 你要找的人在这里 下面给出了一个彭来的地址 梁佐再次马不停蹄 乘坐地葬车赶赴彭来 点对点传送 那边有人给他开启权限 眼前一花 梁佐走进了一个 布满甲山的庭院 亭子里 两个人正坐在那里饮酒 一个是李木染 一个是谭笑鱼 李木染瞥了他一眼 到了 梁佐点头 谭笑鱼沉默 姐姐 吉安 梁佐低声道 谭笑鱼扭过头来 结什么安 我像是怨妇吗 拓跋叶说为昆仑万千生灵而死 死而无憾 我不难过 只是 我认受不了的事 有的人暗地里做小动作 害死了拓跋叶说 还要推卸给外敌 康宏的一拍 将石桌拍得布满列文 双眼发红 拓跋叶说不是战死的 是被自己人 隐谋诡计害死的 梁佐如遭雷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六集 霸王遗云 谭笑鱼接到李木染传信时 松了口气 凯撒带人撤离 拓跋叶说虽然身受重伤 却没有到致命的程度 原本拓跋叶说看似硬扛 凯撒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李侠千赶到之后 他的任务也已经完成了 可能昆仑之中 比拓跋叶说强的高手还有一些 但不具以太人元帅 独自以人阻击 无论是气魄还是自信 都只有他一人而已 当天 以太人撤离后 霸王却没有卸驾 拓跋叶说在返回于龙府时 被人偷袭而死 鱼龙府一直都没有看到拓跋叶说 派人到处寻找 最后在一处被封闭的空间节点里 发现了拓跋叶说的气息 整个节点已经几乎完全破碎崩溃 剩下的只是拓跋叶说的战马赤兔虚眼 他不安地回归叫着 来回踱步 等待着不会归来的主人 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飞鸣一声后 奔向了远方 拓跋叶说留在人间最后的影子 也彻底碎裂了 以太人 根本不可能在离去之后 还滞留人偷袭拓跋叶说 谭霄鱼的情绪突然平静了下来 他站了起来 慢慢踱步到亭台边缘 抬起头仰望黑漆漆的苍穹 这么拓劣的谎言 竟然也敢放出来愚弄大家 恶心 我倒很高兴 他扭过头来 露出笑容 拓跋叶说 我丈夫 一定让那群人头痛到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颠倒黑白 来抹去他的痕迹 谭霄鱼反倒是安慰起 无比低落自责的梁左 举世无双的将军 常常很难活下去 真正让他不得不死的 大多数都是自己人 梁左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发现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 炼狱之中 只是一个可怜的逃兵 一个预备一战士 目击战友们接连被杀 自己无可奈何 拓跋叶说 少有的真正让梁左佩服的几人之一 为昆仑世界孤身陷阵 最后逃不过被自己人围杀的命运 那么英雄到底真的值得吗 英雄早逝 仿佛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的铁绿了 谭霄鱼撩起梁左的下巴 一双坚硬的眼睛看向梁左 不要怀疑 拓跋叶说做得没错 如果因为难就退步 因为担心害怕就躲在一旁 这样的人 永远无法改变时代 他眼里变得柔情 我丈夫 了不起 剩余的人 就靠你们保护了 谭霄鱼的影子在那一刹那 和维斯号重叠在一起 让梁左心中涌现出难以言喻的宿命感 那就干好了 成为拓跋叶说一样的人 无论前面是谁 无论对手有多强 有多少 来自于外部还是内部 结果王者手里的旗帜 牢牢插在前方 只要有旗帜往前飘扬 后来人就可以看到希望 哪怕再恐怖的地方 再绝望的深海 痛苦和惶恐的鸡场里 称武长手指上的戒指是旗帜 死战之时 周其咬牙忍耐焚身之痛 保存活种是旗帜 拓跋叶说独自站出来 挡在大军之前是旗帜 维斯号肉身跨越阶层鸿沟 以弱鸡强也是旗帜 梁左感觉到 他们将看不见的东西 传递到了自己手中 这是誓约之志 勇气之奇 在下一个继承者抵达之前 我会牢牢抓住这些东西 给那些失去希望的人 动摇的人看到 这一瞬间 梁左心中豁然开朗 进入昆仑之中几年的阴霾 压在胸口沉甸甸的生死压力 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存意义 这个送你 谭笑语从腰间解下一枚腰牌 自嘲道 我大概是永远没机会去炼狱了 你带着赤兔 比我合适 梁左入手令牌 通提铁制 上面写着小传的赤兔俩字 通过气感应 却发现这仅仅是一件寻常物品 没有任何内在物 他不免有些迷糊 用手指抠了抠 拍了拍 谭姐姐 这马是藏在里面的 铁牌消失在手掌中 不是 这是马牌 让你具有驯服赤兔的可能 现在你已经和赤兔联系上了 他有了你的坐标 剩余时候 就需要慢慢获得他的注意和认可 谭笑语第一次露出笑容 赤兔并非宝具 他原本是一头变异夜魂 具有来去穿破封锁的能力 不过前提是你需要提前驯服 并且将他召唤而来 他的颜色稍暗 当初 他应该是还召唤到赤兔已经被封禁 所以无法联系到赤兔 赤兔感到是 他已经战死了 至于怎么找到赤兔 我也不清楚 谭笑语解释道 不过他说过 需要不断调整频段 和赤兔同一频段 就能够互相沟通了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姐弟叙旧也应该够了吧 此前一直在闷头饮酒的李木染 开口打断了 还是先谈正事 李木染让梁左坐在他们身旁 拓拔夜说之死 意义实在重大 当时我让梁花送他返回 梁花 你再说一次情况 梁左这才注意到 梁花童子也在 张扬的青年 少见的沉默站在一旁 情绪低落 当时 我将他送到外部一个节点处 梁花童子双手抱在胸前 眼神低垂 表现出的姿态是抗拒的 那里 我就想着应该没事了 已经到他鱼龙府界线旁 我原以为 一切应该就没事 他话说不下去 慢慢吸了一口气 我是第一个感到的 梁花童子失去了往日轻挑的笑容 显得面容憔悴 攥紧拳头 感到是 只看到了赤兔吗 接到师父命令 梁花童子赶紧赶赴之前 与拓拔叶说分开的节点 他心里很是不安 按理说 拓拔叶说应该早就返回鱼龙府养伤了 可是谭笑语那边却说 他根本就没有在鱼龙府出现 山门弟子也没有发现 副掌门出没的踪影 这是一个极坏的征兆 凭借火蛇枪和风火轮 梁花童子按照李木然给的追踪星盘 挨个排除了十几个节点 进入了最后一个 当他的脚踏入 浑身都感觉到剧烈的震颤 里面是完全破损的 空间开始收缩 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原本坚固的坐标臂杖 在里面变成了一块块金状物 漂浮在空中 不断变得更细小 直到化作鸡粉 莲花童子感应到了拓拔叶说的气息 一匹浑身火红的马 在里面不断地小跑 似乎想要出去还是找到什么 他用蹄子踢碎了一块块碎片 不停灰灰叫着 无比的孤独 莲花童子认得 这是霸王拓拔叶说的神奇坐骑 赤兔 据说能够自由来取穿梭 突破一切的封锁 原本是不受束缚的神奇夜魂 他并不是出不去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拓拔叶说就在这里 莲花童子仔细查看了一番 发现整个破碎空间节点里 全部都是拓拔叶说的气息 他有了一个不祥的猜测 难道拓拔叶说 他难以相信 霸王拓拔叶说就死在了这里 闭上眼 莲花童子感应了一番 发现有些模糊的碎片影像 可似乎是被人截取了 无法拼凑起来 这是破罚者死亡时才有的异象 万象韶光 能够一瞬间将生前记忆和意识残留 通过韶光传输出去 所谓的韶光 就是指一道摄像远处 具有巨量信息的光 韶光被人切割过 拓拔叶说气息在不断地变淡 拓拔叶说真的死了 就在此时 莲花童子感觉到不对劲 手中的火蛇枪对准一个方向狠狠地轰去 给我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七集 神秘人 对方身影波动之后 立刻消失无踪 莲花童子捕捉不到对方进入的通道 只能作罢 为了减少麻烦 他迅速撤离 后来 昆仑方给出的结论竟然是 以太人袭击导致拓拔叶说身亡 也就是说 当初现场除了你之外 还有另一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他把拓拔叶说的韶光擅自藏起来 梁左整理脑内思路 而后的人发现的只有赤兔 还有节点破碎的事 谁恨不得拓拔叶说死 太多了 鱼龙斧仇家 拓拔叶说的竞争者 敌手 也有可能是拓拔叶说得到了什么非常致命的信息 从而被杀人灭口 但作为四方名将之一 拓拔叶说完好时 几乎很难有人可以对他造成直接性的致命威胁 昆仑所谓真正意义上超然的三大人物 李霞千不可能 严先生更是没道理 而归零先生则是毫无理由越界杀人 况且对手是拓拔叶说 梁庄只觉得一阵头痛 如果韩静在的话 也许他能够得出更有用的消息 关于拓拔叶说越害 暂且说到这里 李慕然放下高脚酒杯 神色稍坏 今天让你来是让你小心 现在昆仑不太平 连拓拔叶说也无法幸免 你还有一个大麻烦 无面人的名单上似乎有你 那群家伙可是相当棘手的 得不到就会想要摧毁 梁庄眼睛一亮 哎 无面人 会不会是他们 对 完全契合 拓拔叶说的身份 实力 对于十二府的格局影响 恰好处在最虚弱的时候 他们下手 除掉心腹之患 不会 李慕然摇头 无面人根本的目的就是排除异己 拓拔叶说一直保持沉默 是对外的 你可以将他看成是一个永远投弃权票的军人 他心里嘀咕 该不会 那个家伙真的疯了 对拓拔叶说下手 不可能 不可能吧 他们的诉求 应该不会更改才对啊 另一处 在一面不知多高多宽的墙壁处 一人正单膝跪下 他一身灰袍 脸带无面人标志性的白色面具 右手手背上有一个疯子 只是 他不停地咳嗽 似乎病痒痒的 墙壁上有一张惨白的脸 双目赤红 鼻子凸起 嘴唇张开 谁给你的权利去围杀拓拔叶说的 四民主力重伤 导致我的下一步计划必须延后几年 你的自尊就那么不受控制吗 你是想要组织变成重视之地吗 风只是咳嗽 仿佛肺都要咳出来 一切行动 都要按照计划制度来 巨连眼球斜下 冷冷凝视自己最得力的手下 两年禁闭 下不为例 巨连嘴巴一息 风被他吞入嘴里 火 现在由你发好试定 真是隐蔽 避开风头 巨连看向另一个阴影方向 那里左手手背火的污蔑人 攻声道 是 面主 墙壁上的人脸慢慢消失无踪 无面人组织内部发生的事 远在千里之外的梁左一伙 无从得知 这是我的另一个弟子 醉酒 李牧连用手指指向旁边 一指安静坐在地上的温九人 梁左这才发现 还有第五人在场 由于对方动作过于轻柔安稳 无论是拓跋液说陷入阴谋死亡 还是昆仲仲 还是昆仲仲 对他都没有任何影响 头戴一顶黑色压发帽 醉酒童子 脸带黑色口罩 双目专注 凝视手中的酒窄 慢慢地在火上烤着 待火候合适 倒上一杯 递给李牧染和谈销鱼 他穿着一件犹如刺客的夜行衣 沉默似金 此时 醉酒童子将一杯酒递给梁左 梁左接住 慢慢喝了一口 嘴里温热香甜 只觉得浑身毛孔舒坦 六景真的死了 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梁左问起了一个 他一直想问的问题 逆转乾坤李牧染 理论上应该还有复生的方法的办 李牧染说道 你以为五祖不能吗 六景死了 死者不能复生 哪怕昆仑之中也是如此 以太人号称不死人 其实也不过是凭借神鬼木灵的再次转生 他从兜里翻出了一个银色烟盒 梁左记得老白也有一个 李牧染用手指敲了敲烟盒 一根烟弹出来 他用嘴叼住 烟头燃起 深吸入喉 他吐出一口烟圈 眼神在烟雾中也变得飘渺起来 你知道投射 六景应该是和你讲过的 梁左点头 投射就是指六景的另一个身份 日本战国时代剑豪 左左目小次郎 同样的 拓拔夜说也有投射过 那是另一个声名赫赫的人物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无双武将 吕凤仙 投射是不少人都会选择尝试的一种方式 将自己再次投入普通世界之中 通过最平凡的视角 寻找更上一层的契机 也可以说是一次入室修行 他食指中指夹起了卷烟 略带嘲讽地说道 可世上从未有不对等的交换 没有什么能凭空获得 若是 就会让自己分裂出另一个人格来 你能理解吗 梁左想了想 大概就是相当于制造另一个身份 伪装成普通人活下去 难免和原本本罪 有所抽离和撕扯感 就像是无间道中的 警匪双向潜伏者一样 界限会变得模糊 关于自己的身份和角色认同 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甚至可能否定原本真实的自我 如同说谎 将一个弥天谎言说够一千遍 将它不断修补漏洞 变得真实 最后连自己也会在潜意识中改变初衷 投射的副作用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李木然点了点烟头 坐在椅子上 拓拔也说 能够通过修行安抚那一部分 其中也有原因 在于他投射本身 就是尽情释放战斗的时代和人物 可六景却遇到了最大的麻烦 他留下了最大的遗憾 因此那部分人格会永远影响他 他玩命学习一切知识 只想要填补那一部分撕裂的感觉 然而 他还是失败了 左左目小次郎 由于那个女人的死 永远地挥之不去 寂寞悲伤的剑客 需要的是一次必须死去的战斗 无论是与宫本武藏决斗时 悍然强袭俊芒 还是越阶挑战破法者 这 都是他潜意识取死之道 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解脱 李木然说道 重回到重要的话题上来 拓拔也说这件事 已经足以说明 昆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极为混乱的地步 以太人下次进攻是多久 昆仑内部的粉饰又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这都是一个难题 梁左突然得到一条信息 梁左 送回林霄静 发信息的人是卓六旗 李木然和谭笑语都说让他先看看情况 不要急着离开 婉拒俩人 梁左急匆匆返回了 那不成 林霄静也出事吧 唯一确定的是 梁左有些相信老白的说法了 昆仑绝不是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真正的完全客观可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八集 骤变 匆匆抵达林霄静外山门 梁左却感觉到不对劲 两名镇守弟子和他的记忆中截然不同 林霄静的规矩 东南西北四门束守弟子一跃一怀 烟下时间远远不到 正当他脚下稍缓 周围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气波动 八名手持六人锁 腰脊同静的玉京山巡守 将梁左团团围住了 林霄静悟守弟子眼观鼻鼻观心 仿佛没有看到异状 梁左皱眉 你们干什么 要对我林霄静动手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不是林霄静 只是抓你而已 不 准确来说 是你们五指剑 梁左扭过头 一个浓眉光头 当住了他最后一个方向去路 好久不见 终于又到了逮捕你的机会 牙袖手持爪形宝具追星 眼中战意澎湃 昆仑逮捕令 组织五指剑 涉嫌分裂昆仑 串通以太军人 先请你和我走一趟协出调查 梁左只觉得荒唐 我们隶属于林霄静 你们有问过林霄静吗 牙袖似笑非笑 难道你还不明白 是谁让你回来的 卓六琪 梁左只觉得心里一紧 林霄静把五指剑给卖了 一时间 他有些难以接受这件事 恍惚之间 追星的爪子 已经锁住了梁左左臂 牙袖一拉 警告道 梁左 劝你不要反抗 老实配合 梁左心说 棒 反正清白 过去了 随便他们调查 突然 他想到不对劲 为什么玉京山来人 带了这么多 全副武装 他们是做好了五指剑 可能反抗的准备的 再加上 梁左喵像被换了的束手弟子 他们一言不发 林霄静一方 也保持了沉默 甚至没有任何通知和解释 直接给自己下套教人 只有可能是玉京山 掌握了五指剑的证据 或者是 已经下定决心 五指剑必须被处理 不能束手就擒 梁左手中照弹刀线 一刀斩上归星 火星崩裂 却没有将这个枷锁 给打开分毫 反倒是让他陷入了肉中 越雷越紧 牙袖哼了一声 果然还想赋予顽抗 看来你们这群人 问题真的不小 你以为 你今天还能走得跳吗 接向飞龙之术 梁左火力全开 一掌将牙袖震开 对方一脸不可置信 明明记得上次交手 基本上还是处于平手状态 这次 对方怎么进步到这个程度呢 牙袖不敢大意 牛日锁 不振 以梁左为核心 八人手中的六人锁 互相勾连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八卦阵 其中的梁左却被牙袖牵制 无法将其挣脱 梁左明显感觉得到 六人锁正在加强牙袖的战力 自己调动的力量 反而变得吃力迟滞 运行效率大大的下降 他估摸着 这类似于一个双向幅度的加持 削弱敌方加强友方 而且 八人此时都保持尽力的姿势 不能动弹 机会就在破阵 牙袖一拳砸中梁左的面门 梁左完全不抵抗 以面部戒力往后飞去 手中照弹刀 斩向共有一个结阵人 哐当的一声 照弹刀就仿佛是 砍中了一块金刚壁垒 完全无法靠近结阵着 牙袖冷笑 你以为 会有这么明显的漏洞吗 天真 梁左也笑了 倒是确定了我的想法 什么 结阵时 外部所有人无法动的 也就是说 梁左站定 丝毫不顾手臂依旧被追星钳制 平静地说道 这里是一个密闭环境 外来者都无法进入 击败你就好 牙袖仿佛听到了什么好笑的笑话 很好 很好 哈哈哈哈 外人这么看不起 还是第一次 他突然眼睛鼓起 嘴巴微张 嘴里的唧鼻唾沫 从口里飞出来 接着 整个人飞撞在身后的无形形杖上 缓缓地倒地 梁左低声道 抱歉 对你使用了权力 我必须快速解决战斗 最快击倒敌人 然后转移 这是梁左在炼狱 学会的真实战场生存法则 手中机械爪追星 依旧无法破开 梁左抬起手刀 猛地蹊下 将追星爪轴部砍断 如此一来 只是手臂上多了一块重物 先离开为好 结阵人看到牙秀被瞬间击败 不免无比地紧张 不过他们并不慌张 援军已经在路上了 只要拖住 而下一秒 两左双手刺入无形屏障之中 猛地撕裂 整个人消失在房间里 众人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他是怎么办到的 牙秀吃力地站起来 捂住被重创的小腹嘴角溢血 不用担心 我的追星 能够一直定位到他 他擦了擦血迹 稍微缓过神来 梁左大幅度增加的战力 令人实在吃惊 一个猝不及防 差点被那家伙干掉 不过牙秀一点也不担心 首先 梁左纵然强过自己不少 也无法短时间内击杀自己 而且现在他已经又聋又瞎 犹如一只逃入黑暗之中的猎物 自己只需要像猎狗一样 紧紧咬住他的伤口就行了 划分两头 梁左此时情况一点也没有好转 他发现自己的智能助手已经完全停止 无论怎么样都无法唤醒 这只有一个解释 昆仑剥夺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权限 梁左有些焦急 哪怕处于劣势 他一直都能够保持冷静和平和的心态 可是现在智能助手的丧失 让他脑子里无比混乱 失去智能助手就意味着丧失了战略地位 具体如下 一通信求助能力失去 二 获取信息能力失去 三 定位点对点传送能力失去 如今梁左跌入进入昆仑以来最低谷 他和一个普通的才传送进来的初学者 没有任何区别 而且还被玉金山通缉 不知道什么时候 自己的身边就会出现一大群人 将自己团团围住 他毫不意外 下一次玉金山众抵达 将会带来更加强悍的战力 让自己几乎难以逃脱 他忍住内心的烦躁 暂时考虑能解决的问题 手臂上牙袖留下的机械爪子 这玩意儿必定能够追踪到自己 可是常规的办法破开他几乎做不到 那么梁左心里一横顾不得那么多了 时隔多日 元气再度在他的手中凝聚 以缘为合 气环绕 他全神灌注 将手中荧光一点点切割下去 原本肩不可摧的机械爪被他割裂成了两半 梁左终于稍微松了口气 还不算太糟 回头想想 自己的确失去了定位能力 那就不如索性将智能助手一起切割下来吧 这玩意儿就是昆仑的眼线 让所有人都在他的监控之下 偏偏又给人提供过于诱人的方便 让人无法拒绝 说干就干 梁左已经没有了犹豫的时间了 黑仔 将自己沉睡良久的伙伴 再次唤醒 梁左认真地说道 帮我剔除意识中枢之中的义务 能做到吗 从他胸口探出了猫头 眨把眼睛 嗯 挠 那交给你了 动手 黑仔犹豫了一下 用爪子挠了挠胡须 对你来说会很痛苦 来吧 下一刻 黑仔钻入梁左的大脑之中 梁左猛的张大眼睛双眼中血丝密布 他咬住自己的拳头在地上痛苦地翻滚起来 一个路过的人停步 看过来眼里露出喜色 今天运气不错 遇到个发病的 嘿 干他娘一笔 哪怕没什么好东西 这家伙也是个炼气室 先吸走他的气再说 他美滋滋 小心翼翼地绕到梁左的身后 朝猎物伸出了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九集 方寸山修行第一课 每天跑步早晚各四十五分钟 俯卧称一百个 这就是孔明定下的方寸山修行计划 韩靖有时候跑着跑着 就觉得自己是神经病 这里并不是地球 能量精炼运行方式 不再是燃烧脂肪 简直就像是杂耍游戏 寒静很不解 还是轻子实在 跑步完毕举手抗议 孔明老师 我没有变强的感觉 孔明摇晃扇子 摸着自己的小肚男 那是错觉 是变强的错觉 还是以为能变强是错觉啊 青子眨巴着眼睛 韩靖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还是真的脑子突然短路 都是错觉 孔明耸耸牵 这是修心修行 他又是一笑 你们应该已经很清楚 在所谓的他者世界里 休息的方式和原本自然生命体 截然不同 哪怕你睡觉 其实对身体放松也是极为有限 摄入外部能量 是对于能量体的补给 那么意识体这部分呢 又该怎么调整和休息 韩靖听得很认真 关于这一点 他自从稳定在五指界就思考过 稍微调查他发现 部分昆仑医师 有这种能够放松人意识的本领 他们一边通过特殊手法 将病人浑身松弛下来 接着开始引导病人 自己开始慢慢卸下意识中枢的防备 通过各种自由器具 来暂时给意识中枢放电 整个过程类似于给主板电池放电 所以韩靖称呼其为放电 放电之后 断电期不能太久 会影响意识传导 甚至会造成短时间内意识思维混乱 也不能太短 太短就达不到放空的效果 绷紧太久的意识中枢 也会感觉到疲倦 这是每个练气式 修仙者都面临的压力 一旦个人压力值不断提升 到达临界值 人就会失控 甚至可能失去意识控制力 孔明的跑步俯卧称训练 似乎完全没有用 韩静感觉不到任何的平静 反而变得少有烦躁 特别是看到孔明附身在的 单明辉 那副胖胖的人畜无害的混吃 等死中年人模样 格外让人火大 下面一个新增项目 跳舞 孔明抬起了右臂 虚抱左臂 在地上以脚尖为轴心 开始旋转 挪移 配合他胖胖的身体 简直 呃 韩静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学着他的模样 跳芭蕾舞 青子倒是有舞蹈天赋与功底 跳起来还是很开心的 项目二 倒立走路 孔明双臂当脚 真正的脚 却在左右摇摆 这个项目的关键 是要颠倒手脚认知 让手变成脚 脚要像手一样 随着身体重心变化 前后摆动 你们坐起来 韩静闭上了眼睛 好一阵子才调整过来 接下来 孔明又增加了几个猎奇训练方法 包括一秒钟一个鬼脸 三十秒不重复强化训练 斗鸡眼时倒立 寻找世界真相秘法 穿过自己双脚的双手等 让韩静几乎都能够清晰地看到 红膜上自己的怒气值 从百分之零 一路暴涨到了百分之九十五 此时 他必须不断安抚自己 暗示局面不利 才能够缓和自己的情绪 最后一招 是我孔明无意中研究出的东西 孔明嘴角牵了牵 拔阵图 韩静一愣 终于到正题了吗 之前看来都是预备活动和考验 孔明蹲下 摸出一只毛笔在地上画格子 很快地 他就在地上画出了一幅阵图 按照方位八个方向 写着生 伤 修 度 警 死 惊 开 八门 站在中央处的孔明 气势与之前截然不同 一副天下大事 尽在掌握之中的架势 八阵图 这是一个阵法 你们进入可选择任意一道门 能发现什么 看运气 韩静入京门 亲子走开门 孔明说道 现在我启动阵法 要出去只能靠自己找门 提醒一句 找错一次就会有一次相应惩罚 惩罚防止我暂不公布 稍后你们就知道了 他在俩人面前变成了一句石像 韩静一拳打去 石像 四方服 他回头一看 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奇特房间内 四周八道门上写有字 生 伤 修 度 情死 惊开 将中间俩人包围起来 我走伤门 亲子打了一个招呼 就自顾自推开门进去了 再也没有出来 韩静翻出了昏轮之书 目录检索阵法篇 搜索了相关篇幕 都没有发现类似的阵法 唯一有关联的是大科目 应该属于困阵和患阵 眼前的八阵图 显然和历史上不太一样 环境不再是应对战争 目标人物也从普通士兵变成了炼器士 犹豫片刻 韩静找不到任何有效可用信息 只能先用身体去尝试 清子是进入伤门没有出来的 就去伤门 他推门而入 发现自己骤然直接浑身赤裸 眼前是一群围观自己的人群 包括梁左周琦 清子清征老白 纵然知道他们百分之九十九是幻想 可是这群人栩栩如生的表情 吃惊 隐瞒起来的嘲笑 还是让韩静盲刺在背 突然 有人在他耳边说道 你做的事情都被我知道了 你在尝试破除防损山的避障 传递消息出去吗 孔明的声音 我给你个机会 不过那只是故意露出的破绽 你以为再过几天就能刺穿了 不 仅仅是一个小小的障眼法 孔明声音里的遗憾毫不掩饰 可惜你没有把握住 手术两端 真是让人失望 还不如亲自直接 他可是不断在尝试偷袭刺杀我呀 你自诩聪明人 被人玩弄的感觉怎么样呢 你不过是一只虫子而已 被我养在这里 一双眼睛居高临下的俯瞰寒境 我只是想让你们两只雌雄生物 繁衍后代 作为我的研究标本而已 不然你以为我会花时间在你们身上 是干什么 被研究者就要有小白鼠的态度 今天开始好好给我交配 韩靖捏紧了拳头 他体会到了绝望 这个八阵图他有些明白了 是要将自己和亲自割裂 手刺在力量和智力上完全被压制 不同于面对杨桂宁 自己还有周转余地 这里是密闭的 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张床 一个紧闭双眼的女人躺在上面 浑身赤裸 女性特征十分清晰 唯一与普通人不同的是 她身体太白了 更像是被动起来的一具无意识的肉体 这是我储存的雌性个体 去和他交配 虚空眼眸冷冷凝视下方的实验体 三次细胞结合 去 不然我就只有让亲子作为主动方了 让他胜你 还是说你本就喜欢被雌性伤 压力值陡然增至百分之百 韩靖只觉得大脑一瞬间停止了运转 身体竟然不听使唤 力量到处乱钻 肌肉颤抖 心脏急促张弛 让人无法呼吸 她低吼了一声 手中昆仑之书燃烧起来 脚下一瞪 韩靖化作一道电光 一拳正中心中的左眼 击中对方的一瞬间 她浑身四分五裂 只剩一只眼睛缓缓地落下 韩靖猛地睁开眼睛 勃梗和后背全是冷汗 她大口呼吸着 终于释放出来了吗 孔明在她旁边饶有兴趣 压抑到你这种程度 还真是少见 清子就没你这种情况 清子在一旁看着俩人 她情况比较特殊 原本在清子本体第一次死亡时 就释放了意识压力 现在反而能够很轻松地 应对各种灾祸 孔明笑嘻嘻地说道 恭喜你度过第一道坎 很多人都在压力顶点爆发 最后失去自我 有了这一次经验 后面就会容易很多 韩靖明显感觉到 自己长期绷紧的神经 真正意义上放松了下来 放松是为了让自己 应对问题更加地自如 减少破绽 这才是孔明第一课的修行 韩靖拱手正色道 受教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集 你是我的眼 某个人流巨大的节点内 众目睽睽下 一个戴墨镜的瞎子 手放在前面一个年轻人的肩膀上 另一只手持导盲棍 慢吞吞往前走着 所过之处 其他人纷纷避让 不少人心中佩服 看不出来 昆仑中还有如此尊老爱幼之人 我可不能被比下去了 带路的年轻人面带笑容 不笑不行啊 不笑 宰了你 身后恶狠狠的瞎子说道 这是倒了八辈子没 霍三原本是由于被老大霍无双骂 心里不痛快 去找一个偏僻的节点 发泄情绪的 所谓发泄 也就是摆出一个人偶 然后对他拳打脚踢 大吼大骂 谁知道 这里竟然有人来 霍三心中不乐意了 但是他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个正在抽搐的男人 或许是吃错药了 他窃喜 好机会 于是他走了过去 伸出手 尝试吸走对方的气 然后对方突然疯狗一样的 把他摁在地上 差点一拳把他的下巴都给打掉了 让霍三都要哭出来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 霍三捂住嘴 慌忙地解释 我只是想要帮你梳理 回答他的是另一记拳头 霍三仰面倒地 等他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自己胸口长出了两只爪子 是了猴哥了 怎么我胸口长出俩爪子 他用手去捏了捏 发现还痛 顿时霍三慌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是不是中邪术了 我变成爪胸了 听我的 我就帮你拔走这颗邪神种子 身后有人阴策策地说道 霍三回头看去 那是一张极为恐怖的脸孔 双眼仿佛注视猎物一样看着自己 对方肯定是一个伪装成年轻人的魔头 妈的 怎么这么倒霉 听我的话 我就让他出来 否则 魔头宁笑着 邪神种子会在你的体内发芽 你会渐渐被它吸干 最后由它控制你的身体 你已经感受到了吧 浑身力量的流失变得加速 霍三体会了一下 对方所言不假 他只能求饶 这位大爷 我和你无怨无仇啊 无怨无仇 之前你还想吸走我的气啊 对方眼神仿佛看破人心了 既然有这个想法 就要有付出代价的觉悟 觉悟就是 霍三变成了对方的暂时小弟 对方道上名号盲剑阿炳 霍三没有听过这号人物 估计是自己水平太低的缘故 回去啊 一定要好好从老大那里 听听盲剑的典故 梁佐戴墨镜 手放在霍三肩膀上 心里也很侥幸 如果当时自己状况再差一点 说不定就真出大事了 好在黑仔的动作足够快捷利落 提前让梁佐醒了过来 制服霍三 为了掩饰身份 梁佐穿上了盲剑的马甲 并且更改了自己说话的方式与腔调 咽下 霍三就相当于给梁佐这个盲人 送来了一盏明灯 通过飞龙之术 控制霍三使用智能助手 投影出来 梁佐便获得了一条爆炸的新闻 昆仑正式授权联盟与十二府 对疑似通敌 间谍破坏昆仑世界团体 进行抓捕审讯 下面给出了一个长名单 包括各大小组织 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引渡到昆仑来的 蓬莱组织 五指界赫然在其中 昆仑前面的态度变化实在太快了 就在几天前 梁佐还是被昆仑看中的新星 甚至送他去炼狱试炼 而现在却毫不留情地 将他定性为疑似嫌犯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导致这个180度的转弯 梁佐暂时还不得而知 唯一确定的是 寒静预测成功 新一轮的风暴开启了 眼下最佳方案是 迅速地离开昆仑 夺入蓬莱之中 暂避锋芒 梁佐本是失去了定点传送能力 好在有了霍三这个眼睛 能够利用他来尽快抵达无望界边缘 此时 地藏车肯定是被盯得死死的 过去是不成的 可惜 昆仑现在进行管制 已经无法直接点对点传送 至少霍三这个普通昆仑人不行 一路跋涉 临近无望界边界 梁佐突然停下步子松开了手 你走吧 霍三如猛大射 吼了两步又回头一脸苦笑 大爷 我胸口的鞋身种子 梁佐勾勾手指 两只猫爪晃了晃 黑仔便从霍三的胸口钻了出来 缩回到梁佐的胸口 接着霍三立刻拔腿就跑 出来吧 梁佐左手照弹刀 右手龙袍 双目平静 而就在这个时候 牙袖从墙壁之中走了出来 眼神警惕 你竟然能够破掉我的追星 我倒是小看你了 梁佐双目越过他 看到了更深处的某个人 看样子 今天我是走不掉了 梁佐叹了口气 相识一场 能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不能 牙袖回绝果断 为什么是我们无止戒 白子鞠呢 梁佐问道 你们应该没有抓住他 否则 也不会想要抓我这种小喽啰了 小喽啰 如果联盟牌位赛手 借信心也是喽啰 困论人物也太少了一点 牙袖倒是并不着急 他甚至希望梁佐 是在通过某种方式呼朋引伴 那样一来就能够一网打尽了 他胜券在握 因为他可不是独自前来的 白子鞠的确还在潜逃 看来他最后还是遗弃了你这一颗棋子 牙袖话语之中隐隐挑拨着 如果他提前告诉你 你也许能够更快逃走 白子鞠却没那么做 你心里也应该有数 跟我走 好好配合玉京山调查 五指界的主谋始终是白子鞠 我可以帮你争取减刑 可以随便通缉人吗 什么 梁佐重复道 昆仑就能单方面的认证一个组织 是有危害的吗 联盟仲裁会呢 牙袖打断道 如果其他组织 还有这个资格 五指界却没任何借口 有人目击白子鞠跟以太人借逃 这是奇 以太人入侵之前 白子鞠在风华楼外停留很久 有足够证据怀疑他私通外敌 再者 白子鞠将大量灵宵禁内部消息 偷偷卖给彭莱诸多组织 你们都被白子鞠给耍了 他不过是潜伏再次回到昆仑 潜入出售消息罢了 不仅如此 白子鞠卖给以太人战略信息 几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有灵宵禁人证 也有风火楼证人目击 梁佐一下子就想到了 应该是老白偷偷过去和红离接头 可是 这是绝对不能对外声张的 既然如此 手下见真章吧 梁佐站定 刀刃朝前 牙袖摇摇头 你搞错了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不是和你比试的 所以 不用顾及任何规则 大巡司 还请出手 一道火红色的人影走到牙袖面前 玉京山三大巡司之一 商君冷漠地看着梁佐 最后一次通告 自己乖乖走 还是我打断你的手脚拖你走 梁佐浑身绷紧 忽然朝后面方向急速跑去 只要击倒一人就有机会 他照弹刀的刀刃被人牢牢抓住 那是两根纤细的手指 商君夹住梁佐的照弹刀 让他一时间竟然拔不出来 梁佐弃刀 反手龙袍斩向对方的胸腹 而与此同时 商君另一只手上的无情棍械 轻快击退梁佐的单刀 最后 棍头直接砸中梁佐的下巴 距离将他的脑袋带动身体 往上腾起 出到天花板时 梁佐手脚并用借力 反攻 龙袍刺向商君面门 对方挥棍拨开 反手棍将梁佐锁骨划到 让他又比一时间失去力气 握不住龙袍刀 落地时 梁佐只觉了迎面一股距离 让鼻子碎裂 他软塌塌倒在了墙边 商君收回抬起的长腿 走到梁佐身边 用棍子将对方的手脚戳断 封闭力量 带他走 牙袖这才赶过去 用六人锁 向梁佐锁住 拖在地上 朝着玉京山走去 不愧是大巡司商君 破法者 完全不是造法者 可以抵抗的 哪怕仅仅是心境 牙袖羡慕之余 不由看了看 被拖着如同死狗的梁佐 这家伙 这家伙还是太年轻了 玉京山一旦盯上你 天上地下 你无处可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